欢迎收听喜马拉雅IFM出品的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作者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177章 农业上如此 这畜牧业上也相差不多 这些年来 随着气候的异常变化 可放牧的草场是越来越少 这极大的限制了牛羊群的规模 要不是卡玛带着部落战士们东征西逃 抢拦了大片的草场和土地 并且逐渐禁止了部落里面 大规模的宰杀牲畜 祭祀神灵的陋习 也许这卡玛部落里面的牛羊数量 还要更少 不过 少是如此 牛和山羊的数量加起来 也才看看的超过了一万头 而且 随着与那些尼德兰人交易的频繁 缺乏硬通货的卡玛部落 只能是将成批的牛羊 送到那些歪来者的手中 换来部落里紧缺的火枪 弹药 皮夹等物品 这就进一步地限制了牛羊数量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 卡玛部落才对于失去了山西面的神之湖畔的水源和草场不能接受 因为啊 那里水草风围 是一个良好的牲畜过冬的场所 这对于赖子为生的牧民们极为重要 不管怎么样 这场战争看来是必须要打 沙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东岸人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啊 部落如今在各条战线上战势频繁 此番要不是东岸人将城堡直接修到了山口的附近 相信卡玛仍然会继续忍耐下去 直到他认为 部落已经对于和东岸人开战 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为止 但是很可惜啊 部落如今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虽然半年多前 多万人的那些八气部落东进以后 卡玛就开始了逐渐调整部落的征战重心 一方面呢 开始逐步结束与东方一些部落之间的战争 为此吃些小亏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 卡玛还让部落不断地拿出牛羊 芝麻 花生 亚麻等硬通货 与北方的一些友好的部落交换铁制品 箭头 止血草药等战争物资 不过这时日还短 延续了十多年的政策 岂是那么容易就能掉头的吗 目前这马卡部落大量的战士 仍被牵制在东方 与那些敌对部落对峙 这么一来啊 马卡设想当中的击败东方敌对部落以后 携全部部落一万五千名精锐战士 向西面的东岸人发起雷霆一击的计划 便破产暗掉了 如今的马卡部落 陷入了两面作战的窘境 虽然东岸人目前并没有明确地向他们开战 面对这样棘手的情况 即使是万能的马卡 也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这位坚毅的君王 很快便向沙维等 他信赖的将军和祭祀们表示 东岸人是邪恶残暴的敌人 他们的贪婪永无止境 必须用鲜血来浇灭他们的无耻欲望 伟大的卡马部落 必须击败这股凶恶的敌人 宝珠神赋予部落的 牲畜过冬的营地 在威望和卓著的王者的命令之下 马卡部落的战争机器 也开始缓缓地拔动了起来 大量的牛羊亚麻 被送到了尼德兰人手中 换来了一些火枪和弹药 与此同时 部落还雇佣了相当的一批尼德兰军人 来指导部落战士们 使用火枪的技巧 以及衍生出的战略战术 这些当然也花费了不菲的代价 在求助于尼德兰人的同时 卡马部落也开始充分发掘自身的战争潜力 首先是卡马下令了 将来到部落三年以上的奴隶壮顶们 编入军队 并向他们许诺了 战后给予他们自由 并赏赐土地和女人给他们 这些政策激起了奴隶们的一些士气 也增加了马卡部落军队的力量 其次呢 他将所有的火枪手们 大约有七百多人 编成了一队 因为尼德兰人告诉他们了 火枪手只有集结在一起 排成密集队形进行骑射 才是当下最流行的战术 卡马对此深以为然 最后他将部落里面一些老人 以及顽固奴隶们的口粮 磕扣了大半下来 以保证战争期间 潜信的战士们有得足够粮食吃 关于最后这一点 新来的斯特罗姆牧师 曾经向伟大的卡马王提出了异议 不过被卡马的一句 如今所有部落都是这么做的 搪塞了过去 斯特罗姆牧师此时 转而给开普顿的尼德兰人总督写信 请求殖民地当局支援一些宝贵的粮食 给斯特罗姆牧师 而正直灵敏的斯特罗姆牧师 将代表新落城的卡马布勒教堂 亲自向这些野蛮人们施舍食物 以光大主的荣耀 虔诚的德阳总督 对斯特罗姆牧师高尚的灵魂 大家赞赏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向卡马部落无偿地支援了部分的小麦 这令包括沙维在内的很多人 都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好感 甚至于不少人当场就皈依了主耶稣的怀抱 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在里顺了部落的内部事务以后 五月初 在将地里的农作物收割完毕的时候 马卡部落进行了一场祭祀仪式 以祈求神灵保佑部落 能够取得对东岸人的伟大胜利 而现在 仪式已经建筑到尾声阶段 马卡部落战士们将那些奴隶们一一地杀死 在祭祀的带领下 大声赞美着神灵 沙维不在里身旁的几位尼的男人 大步朝着卡玛走去 他已经奉卡玛的命令 在部落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 超过六千名的部落战士 和四千名奴隶战士被编入了军队 再过一阵子 就是他们出征的日子了 除了这些战士以外 还有这数量庞大的运速粮食 箭矢 活药等物资的人员 毕竟 这上万人出征 这种事情千头万须 虽然马卡部落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不过 沙维仍然有很多事情 急待与马卡进行商议 这些日子的河中宝 一直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氛围当中 红绿两旗东京以后 断断续续的有和野蛮人交战的消息传了回来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了解到了东边那个据说很强盛的野蛮人部落 叫做卡玛部落 不过不管是马卡部落还是卡玛部落 对于东岸人来说都只是一个野蛮人部落而已 他们仍旧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的战前准备 二月中旬的时候 陆军帝104年被动员起来以后 并一直在河中宝附近进行了艰苦的训练 这支在上一次的东进行动当中 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的预备役部队 在那次战争结束了以后 就在连长肖白涂的带领之下 定期展开了大量的体能 队列以及射击训练 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年 经过这番整肃以后 104年的精神面貌和技术战术水平 获得了不小的提升 如今虽然比不上主力常备连队 但是和当年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104年在进行的训练 南非的其他两支本地部队 南非骑兵连和南非野战炮兵连 自然也不能落下了 南非骑兵连的连长 是老资格的骑兵军官列昂尼德 这个曾经桀骜不逊的格萨克棋手 在东南部队里面 碰碰擦擦多年以后 似乎也被磨平了棱角 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满脸风霜之色的中年军官 当年他曾经追求过的女穿越众李小威 才换了N个男朋友以后 最终在支委会有意无意的劝解之下 还是嫁给了一个穿越众 失望之下的利昂尼德 最终在老上级徐宇的介绍之下 娶了罗德里格斯家族的一位小姐为妻 结婚以后的利昂尼德 一门心思扑在了军队训练上面 在本土的时候 他指挥下的骑兵部队 每一次对抗训练总是第一 让徐宇很是欣赏 几年前闹出了在支委会大楼持刀射箭以后 被发配到了南非的利昂尼德 在国家力量同盟会的同志 莫名地照顾之下 继续掌管着新组建的南非骑兵连 南非骑兵连这支以陕西留贼为骨干的骑兵部队 在利昂尼德的训练之下 如今已经成了河中堡地区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 无论是追踪 搜捕野蛮人部落 还是侦查敌军情报 也或者是冲击要崩溃的敌方军阵 南非骑兵连均展现出了水平之上的素质 目前已经扩展到了110计的南非骑兵 在二月底的时候 便在留守的流亡的命令之下 开赴东方 袭杀了马卡部落的赤后 以战带恋 南非野战炮兵连 也是近年来 河中堡地区重点建设的一支技术军种 目前共拥有六棒炮两门 八棒炮两门 以及一门十二棒炮 拥有正式炮兵45人 全部都是经过了多年严格训练的经验丰富的炮手 本来按照东岸的军制 每个野战炮兵连只有四门火炮 不过由于南非野战炮兵连是地方军队 本来这军制就不健全 因此后来莫名就给南非的炮兵连 从本土要来了一门珍贵的十二棒陆军火炮 作为南非野战炮兵连的镇连之宝 拥有着五门火炮的南非野战炮兵连 目前正集中在成东的交拔城内进行各项训练 与他们一起进行训练的 还有由部分民兵和八旗人组成的南非工程营和自重营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支部队都是没有军级 甚至连军服都没有统一的临职部队 不像是南非骑兵连和野战炮兵连 这两支部队虽然是地方部队 但是士兵们都是脱产职业军人 有何中保地方财政 实打实地支付着工资 而这两支所谓的工程营和自重营 说穿来 其实就是地方民团武装而已 因为战争临时组建 打完了就撤销建制 工资比起那些正规军来自然也是极少的 南非驻屯军司令部给他们准备好了工具 工兵铲 铁桥 狮子膏等等 少量的武器 口粮和酱菜 他们来报道训练 为前线的士兵们作战提供后勤保障 训练期间 每个士兵每个月只有一到两元不等的工资 军官和士官们则要稍微高一些 这两支部队除了少量的带队军官和士官 只有和中保民兵组成以外 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出身于八旗的南非土著自由民 这些自由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并没有跻身于五十阶层 因此呢 凭日子的生活很不如意 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因此大战来临 莫名大比一回 在这些人当中啊 挑选了身强体壮的三百多个人 编入了新进成立的南非工程营 然后又挑了六百多人 编入了负责此次大战后勤运输的南非资助营 以如今这东岸陆军 大大超出同时代欧洲的火力输出密度 这相应的对后勤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而且啊 随着火炮的大规模的列装 这对道路交通的要求也越发的高了 因此 组建专门的工程部队和资重部队势在必行 而这呢 也是陆军部在前一次大裁军当中 坚持保留工兵部队和资重部队的原因所在 在何中宝的上下都进行着紧张训练的情况之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 5月5日 新任南非战区最高长官 南非开拓队队长 南非保安司令莫铭 搭乘着运兵船返回了何中港 与他同来的 是新进调入南非驻军序列的 精锐的陆军第一连和配书给陆军指挥的一个炮兵连 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连 四门火炮 至于这陆军第103连嘛 则大概在5月中旬抵达河中港 由常开胜担任连长的陆军第一步兵连 号称是全军第一连 长期驻守在首都地区 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还有着特殊的大连队编制 所谓大连队编制是目前陆军部正在研究的一种新编制 因为很多基层军官反映了 目前这每排16个人 排长一人 士兵15人的编制 在排队骑士当中显得火力都有些担保 因此陆军部就拿第一连当试点 将每排人数改成了21人 排长一人 士兵20人 再加上一些扩充的强将 火服 军衣 船领兵 骑手等人员 陆军第一连的规模实无前例地达到了240人 远超普通连队180人的规模 除了编制大以外 陆军第一连还是这全军第一个装备三二柄型碎发步枪的连队 与目前大规模列装的三二乙型步枪不同的是 三二柄型步枪的枪管下方 原本通调的位置装了一个固定刺刀用的装置 可在此固定一把专用的钢支刺刀 至于放通调的位置吧 则被挪到了枪管的侧面 三二柄型碎发步枪 装上了新定型的四一年式钢支刺刀以后 全长达到了令人恐怖的1.75米 这就意味着在近距离拼杀的时候 士兵们终于可以不再扔掉步枪 拔出腰间的军刀和人格斗了 他们可以将刺刀从刀鞘内取出来 利用带内罗文的刺刀空心刀柄 与带罗文以及凸起状卡口的固定装置固定住 然后便可以与敌人进行厮杀 而平日里射击为了装弹方便 刺刀都是取下放在腰间的刀鞘内 此时可以当作一把匕首来使用 而当军官们下令上刺刀进行肉搏战的时候 士兵们再将刺刀取出固定好 这么一来火枪兵也有了肉部能力 刺刀的裂装还是得益于本土的第一机械厂 日益提高的机床加工精度 他们加工出的刺刀空心刀柄与卡口 大多能匹别得上 在记忆精湛的老师傅的加工之下 合格率甚至超过了75% 第一连抵达河中堡以后 早就列庄待发的第二连 立刻护送着一批自重部队 乘坐小艇前往了贝格河上游的城堡建设工地 这个被命名为高达堡的地区 目前已经集中了红利两旗全部 南非旗兵连全部 以及八旗炮兵四门火炮 野蛮人目前也只有赤后和小部队在此地出没 一边侦查情报 一边骚扰工地的建设进度 不过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屠楼的 首先在几个月前 高达堡这边就已经开发出了一道护城河 河水由旁边的贝格河引入 护城河的内侧河岸还拉了整整三道铁丝网 大批的八七五室驻扎在其中 这些土著小部队 看着这个释防完备的阵地都傻了眼 完全没法下口啊 反倒是他们一不小心遭到了出击的南非旗兵连的袭杀 损失不小 启司网内就是正在热火朝天建设这的城墙 红绿两旗近三千人口 男女老少旗上阵 目前呢 也只是粗粗完工了一小部分 要全部完工 非得再来个一年半载不可 不过对面的野蛮人显然不会再给他们这个时间 依照近期的形势来看啊 也许秋收以后大战就彻底的展开 高达堡工地所需要的建材 以及人员生活所需的物资 均由大小木船从下游逆流而上输送过来 两百多公里长的补给线 在没有良好的道路设施的情况之下 即使途径之处全是平坦的大草原 用大型货运马车运输也是吃不消的呀 因此呢 水路运输是最好的捷径 不但这运量大 关键是比较安全 毕竟有河流阻碍 敌人袭击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5m出品的 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78章 5月15日 第二连护送着资重营 给高达宝工地 运送来了海量的物资 与此同时 河中宝的求收行动 也已经开展了好几天了 待秋收结束了以后 陆军的第一连 第103连 104连 南非野战 炮兵连 独立野战 炮兵第一连 以及八七五十 两千余人 将陆陆续续地朝死地增援 以确保高达宝的顺利完工 1641年5月20日 高达宝 晴 气温12度 竹亮 站在城内唯一的一座 瞭望塔上 举着望远镜 朝着前方望着 而他一动不动地保持这个姿势 已经有十多分钟了 原因无他 前方的山间 一支数目不小的军队 正在缓缓地前行 在他身后 是两名来自 定远陆军军官学校的实习参谋 他们一人在仔细拱算着敌人的人数 一个人在记录他们的兵种构成 和武器装备 大约有三千到四千人之间 一位年轻的参谋红着脸说道 他的这个数量范围啊 也实在是太大了 上线和下线之间 足足相差了一千人啊 大概是三千七百人到四千人之间 朱亮看了他一眼 然后加重了语气纠正道 年轻的实习参谋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护具 大部分人手持着木毛 少部分人装备了短毛和大盾 不过看起来士气不甚高昂啊 另一名实习参谋 紧接着说道 忠实 你从什么方面判断出他们士气不高啊 朱亮很快发问 他们脚步很沉重 很多人低着头 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就说明他们不认为这场战争 能给他们带来荣耀 实际残落很快达到 朱亮不置可否 继续举着望远镜观察 这些野蛮人的阵型相当的松散 也许是他们疏于训练 也许是他们真的士气不高 不过这样也好 对手弱总比对手强要好吧 全军戒备的命令早就已经传达下去了 少数在外面放牧的红旗两旗的牧民 开始在南非骑兵年的掩护之下 驱赶着羊群通过吊桥 缓慢地通过护城河 进入到了尚未完工的城堡的城墙内 一些骑兵 在那些个老陕西流贼军官的带领之下 呼吓着 在那些野蛮人的军阵外面纵横驰骑 试探着他们的虚实 不过啊 野蛮人的表现 看起来没有之前朱亮等人估计的那么不堪 一些不攻手很快被阻折了起来 使用手中长射程的不攻 开始驱逐骑兵们 骑兵们手里的碎发手枪不是不攻的对手 因此呢 他们又徘徊了一阵子 给牧民们撤退 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以后 也缓缓地退了回来 吊桥被拉上 护城河外 再也没有了一个东岸人 瑟瑟的秋风吹起 大地一片枯黄 看起来无比的肃杀 高达宝内一片寂静 陆军第二连和骑兵年的士兵们还好 他们已经见惯了生死 眼前这些场面还吓不倒他们 虽然这城墙才修了一部分 不过就凭着眼前这几米宽的护城河 三道铁丝网也足够防守的了 高达宝东北汪林河 东南方是山地 不便兵力展开和调动 想必这野蛮人的首领 面对这样的地形也很头疼啊 不过相比较而言 那些八旗其重的表现 就有些不堪了呀 虽然这城外的野蛮人还不足四千 虽然城内有着七八百名 常年训练的八旗武士 虽然城内有大小两百名东岸火枪手 虽然城内有百来个东岸骑兵 虽然城内还有四门大炮 但是他们就是害怕 他们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他们的亲人也在这里 他们害怕战争实力 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让八旗其民们继续修器城墙 一切照旧 作为南非驻屯军司令 竹亮开始下达命令 通知八旗武士首领莫大勇 让他整肃手下 然后在城内开始巡逻 任何乱跑乱叫 不听号令者 全部就这政法 还有 往何中堡的船令兵派出去了没有 正在记录出量命令的参怒 很快停住了笔 然后说道 已经派出去了 司令 一共有四个人 八匹马 分两组 沿河岸向西北前进 路上向任何遇到的自重部队传递集情 预计他们在半途就会遇上何中堡前来增援的部队了 按照事前这件的计划 何中堡地区的秋收行动 当在五月十八日前结束 待秋收结束了以后 南非战区最高长官莫铭 将会亲自带领 已经化归南非驻屯军序列的陆军第一连 第103连 104连 南非野战炮兵连 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连 工程兵营等主力部队 外加部分配备了火器的河中堡民兵 沿着贝格河前进 增援高达堡地区 与他们一起行动的 应当还有征调的八七五十两千余人 算一算这时间 他们已经差不多出发了 传领兵很可能在半途与他们相遇 让他们知晓这野蛮人大军已经来到的消息 这一次 南非驻屯军的规模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四个步兵连 两个炮兵连 一个骑兵连 总兵力接近一千人 再加上三百多个 配备了火枪的河中堡安团民兵 配备了部分火器的工程营和自重营 近三千名八旗武士 这一次 东岸方面的总兵力 也达到了五千三百人 是东岸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了 之前这帮东岸军官们 谁都没有组织过如此大规模的战役 这一次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包括莫名等人 在出征前呢 这心里都有些忐忑啊 不过事已至此 再难也得迎头而上啊 就不信了 他们现代化的军队组织模式 那么多的参谋军官在出谋划策 查漏捕掘 那么多的专业人士在奔走忙碌 还比不上那帮子处于蒙昧状态的野蛮人吗 朱亮又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这野蛮人大军 在高达堡东南方狭窄的地形内 展开以后啊 就一直停留在那里 十几名看起来有点身份的野蛮人 爬上了旁边的一座高坡 开始往高达堡这边张望 似乎也是在瞭望敌情 以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朱亮呢 也不理他们 他决定了 以不变应万变 认你有百般本事 你总得实打实过来攻击才有用嘛 如果就凭着你们在城外摆个阵势 就能让我们怎么样 那只能说你太天真了 城里面的红绿两棋普通棋人们 在武士们的威逼之下 强达起了精神 尽量不去考虑着城外的事情 继续如往常一般 开始修筑城墙 而出生红棋的墨大山 则将两棋近八百名武士 分成了十几组 开始在城内巡逻 而那些东岸陆军士兵们 则安静地坐在军营内 等待着上级的命令 在经历了最初的小混乱以后 高达堡的一切 看起来都显得那样秩序井然 高达堡的城墙 才修了一小段 因此完全遮不住 对面山坡上窥视的目光 那些野蛮人首领 显然也看到这边的情形了 车领他们一时间有些惆怅啊 进攻吧 一是兵力不足 二是这敌人数量似乎也不少 且训练有素 攻起来多半要吃亏 但是若不进攻吧 今天这真是都摆出来了 难道是出来耍猴看的吗 这真是一件令人万分纠结的事情啊 让八旗炮兵将炮前出至护城河边 向这些野蛮人进行射击 野蛮人的首领还没有拿定主意 这边的株量已经开始下令了 敌人的军阵离护城河不到八百米 这个距离已经在八磅火炮最大的射程以内了 虽然那么远的距离 准头上肯定会有欠缺 不过敌人那么长的军阵 怎么可能打不中呢 唯一可虑的呀 就是这石心铁球 打得那么远以后 动能不足 威力也大大的下降 不过这也没关系 反正这城内军资充足 杀杀那些野蛮人的威风和士气 也好嘛 18名八旗炮兵 预使着顽马 将两名八磅炮 推至了城东侧 护城河边上 修建好的土炮台上 两名东岸人 培养出的八级炮手 在使用目测法 估算了一下距离 崩速以后 又相互商量了一下 然后便各自回去指挥 装药装弹 调整射击参数 哄 很快 第一门八磅炮 怒吼着射出了今天的第一发炮弹 在它打完以后不到十秒钟 第二门火炮也开始了射击 两枚八磅石心铁球 一前一后 朝着野蛮人的阵营 就飞了过去 越过长长的 数百米的距离以后 第一枚石心铁球 落在了敌人前方近处 旋起 很快就弹了起来 连续撞倒了 数名野蛮人以后 方才停止 而第二枚石心铁球 则不是很走运 可能是受到了风速的影响 打得有点偏了 落在了离河滩不远处的 一处泥地上面 仅仅是稍微跳了一下以后 便停止不动了 看得出来啊 那边的土地比较松软 很好地吸收了炮弹的作能 首发命中 谁打的 传我的命令 奖励全炮组十块钱 竹亮举着望远镜 依然不可思议地说道 这帮八级炮手 到底是运气好呢 还是真的业务素质比较强 竟然在火炮有效射程的边缘 就打出了首发命中 这如何能叫人不惊奇呢 让他们继续射击 竹亮一边下令 一边举起了望远镜 再一次观察 只见着野蛮人的军阵 起了一番小小的骚乱 尤其是被炮弹击中的那块附近 更是逃散了十余人 让竹亮心里更加的鄙视了 士气不高 对火炮射击没有思想准备 就这水平还想来攻击我 山坡上的野蛮人首领坐不住了 他们飞快地派出了几名亲信 下山去弹压 而那位野蛮人首领 也在愁出了十多分钟以后 猛然下达了命令 片刻以后 刚刚被弹压整肃的野蛮人军队 开始缓缓地向后撤退 啊 这就退了 出量是满脑子问号啊 骑兵连 前出侦查 他很快就下达了命令 1641年5月25日 西南峰五级 晴 一支在南非土地上 堪称是规模庞大的军队 正沿着不光临临的贝格河河岸 以礼前行 这支部队当中打头的 是一千多名 排成了四列纵队的八级武士 这些人头戴着皮帽 身穿着颜色统一的 东岸牛仔布衣衫 有些讲究的人身上呢 还罩了一件 镶铁片的皮甲 他们的肩膀上 都扛着一只 三米标准的长矛 这些长矛 都是东岸本土生产的 质式长矛 圣探铁质矛头 是由车床加工出来的 用螺栓固定在毛杆顶端 拆卸组装其为方便 更难得的是 得益于高精度标准化的生产 无论是毛杆还是毛头 都能够相互替换 八级武士们 对这种新式长矛 相当的喜爱 纷纷表示 有了这种神兵利器 定能将那些野蛮人 一举击溃 紧跟在八级武士身后的 是萧白途的陆军第104列 这一支士兵 均是来自本地的军队 在本土作战 这士气极为高昂 一路上军歌不断 队列也走得极为整齐 和他们并列行走着的 是工程营的士兵 这些人就比较不堪了 服装色泽杂乱不说 就连这队列也走得极为糟糕 甚至还不如前面那些八七五十人 不过这也难怪 这些人本来大部分 都是普通的齐民 说是工程部队 其实也就是随军的服役罢了 况且集中训练时间也不长 平时速营的时候 修建一下临时营地 遇到小河小西的时候 搭搭桥 需要从补给船上 提取物资的时候 去当一下搬运工 如此而已 在这两支部队的身后 是精锐的陆军第一连 南非野战炮兵连 和独立野战炮兵 第一连的徒手的炮兵们 第一连 两百四十名官兵 身着着深蓝色的军装 抬头挺胸 步伐一致 秩序井然 身上带着一股 首都地区部队的 淡淡的傲气 不过啊 也有兄弟部队 暗暗地嘲笑这帮子 走路鼻子朝天的家伙们 嘲笑这支 由首都子弟组成的部队 是少爷兵 几乎常年驻守首都 就连镇压土著这种事情 都很少做 远远不如他们的小兄弟 同样是由首都子弟组成的 预备役第101连 至于这两个炮兵连嘛 他们总共共九门火炮 连同炮车都安放在了 随军一起出发的 小型运输船上 所以啊 他们目前都成了徒手炮兵 身边牵着15匹碗马 跟在陆军第一连身边 一起步行前进 此次行动的最高厂官 慕明带着一帮子参谋 随从和南非驻屯司令部的成员 跟十天前从镇海港起运到 河中港的陆军第103连 走在一起 紧随在第1连的身后 而在他们的后面 则是负责殿后的 另外千余名八旗武师 整支部队 一里出去达到数百米之长 与这支陆上部队同行的 则是河面上连续不绝的 归属于自重营的 几十艘小型的运输船 船上还坐着压船的 三百多名河中保安团民兵 大部队所有人的作战物资 以及补给 全都放在船上 一片轻装 加快行军速度 反正这运输船 都是贴着河岸航行 一旦遇到了敌军 在有骑兵 事后提前预警的情况下 也有足够的时间 靠岸截阵 掩护自重营和工程营 从船上卸下物资 构筑阵地 此时这天色已近傍晚 骑在一匹极为神郡的 鲁西塔诺马之上的莫鸣 抬起手腕看了看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今天已经走了十七八公里 虽然是轻装行军 但是士兵们脸上 还是略有疲惫之色 莫鸣沉引了一下 正待下令就地扎营 打水做饭的时候 只见前方突然奔来了 七八匹快马 司令长官 前方发现了野蛮人大队了 去我们组多名赤后交叉观察 野蛮人的数量 大约在五千五百人左右 他们赶着大批着牛羊 司令长官 我们组从十公里以外的河湾处 发现了正在行军的野蛮人大队 数量估计在八千人左右 其中大约有两千人的装备 比较齐全 普遍装有皮甲 很遗憾 他们不能继续靠近 被他们的公布手给驱逐了 司令长官 我们在前方约七公里处 发现了野蛮人大队 数量估计在六千五百人 至八千人之间 队形较为严整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装备了火枪 我们组的一名赤后 不小心被击中落马 另外 我们没有看到大炮 几名赤后 将观察到的情况 一一爆来 莫名身后的参谱军官们 拿起了笔 刷刷地开始记录 一边记录 一边相互小声讨论 办上以后 当赤后们早就退下去的时候 南非驻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 开始向莫名汇报 据多方情报印证 野蛮人大队 离我们大概只有不到 七公里的路程 数量巨性应该在七千人以上 其中的两千人装备较为不错 普遍有着皮甲等护具 武器为长矛 短矛 长刀 以及一面大木盾 少数人 据我们估计 约五百到八百人装备了火枪 至少这少数人射击水准不错 直到通过排枪骑射来增加命中率 其他的野蛮人士兵 均为装备了木枪的普通士兵 此外呢 还有数量不强的布弓手 使用的箭头为铁制箭头 布弓射程为六十到八十米 舍后们反应这准头不错 看得出来都是训练有素啊 他们赶着数量不小的牛羊群 应该是作为出征时的集养 最后 野蛮人应该是知道我军主力 离此地不远 以上 是我们根据情报总结处的情况分析 给司令长官阁下参考 莫名点了点头 不再犹豫 开始下令 船令全军 沿河就地扎营 辞重营船队立刻收拢靠岸 开始卸货 炮兵与配合 龚成营开始构筑环形攻势 拉起防御铁丝网 河中保民兵 统一由萨尔瓦多中尉临时指挥 左阵营地 居中侧营 莫武 刘忠两人 统帅本部八七五市 与陆军的第一连 第103连 第104连 一起向东列阵 作战参谋 重复一遍我的命令 是 作战参谋 一个力争 立刻开始重复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179章 立刻传令下去 听到作战参谋 重复无误以后 莫名立刻挥手 让他带领传令兵 分头传令 命令下达了以后 整个营地 如同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 迅速开始运转了起来 辞中营的船队 在岸上人员的指挥之下 一缩缩的挨个靠岸 然后 船上的自重营的士兵们 首先协助炮兵们 开始将船上的九门火炮 以及炮弹 火药筒等物资 一起卸下来 接下来 随时可能爆发战斗 没有火炮 这仗可不好打了 因此 他们现在完全是 跟时间赛跑 河中保安团 在萨尔瓦多中置的指挥之下 在营地内维持秩序 且兼保护司令部和指挥中枢的安全 而第一年的连长常开胜中尉 则被莫名授予了前敌指挥官的重任 他将指挥前线所有陆军三个连 以及两千余八旗武士 与可能来犯的野蛮人部队进行战斗 他也不是第一次上战场的猜鸟了 几乎经历了东南共和国 所有战争的常开胜 也是国内的一员素将 他第一时间 就将紧急穿戴好了胸甲的 约两千两百名八旗武士 排列成了两个五十乘以二十的长矛防阵 长矛防阵间隙内 尚有约两百名着皮甲的八级步工手 防阵面向东方 左侧是103连和104连两个连 三百六十名官兵 右侧是精锐的陆军第一连 两百四十名官兵 总共约六百名步兵 身着的胸甲 轻一色的碎发步枪 长几手已经举起了新红色的 美洲旧陆军旗 两个长矛防阵的中间 是两个炮兵连九门火炮的阵地 不过此时炮兵还在后面推着炮车 尚未进入阵地 整个列阵的过程 仅仅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而且井然有序 未曾发生任何的混乱 列阵完后的士兵们鸦雀无声 默默地看向了前方 显示出了良好的个人素质 不一会儿 炮兵兄弟们也将火炮推了上来 工程营的士兵们 在两个方阵的间隙内紧急发了九个火炮掩体 给炮手们一点掩护 以免他们受到野蛮人流失的伤害 九门火炮分别是四门四棒炮 四门八棒炮和一门十二棒炮 炮兵们将发射药包和火药桶 小心地放置在掩体内 然后将十星铁弹 葡萄弹 爆炸弹 散弹 一一地摆放在固定的位置 以便随时取用 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连的连长李文长 负责指挥全部的九门火炮 作为东岸火力输出主力的炮兵 在此战当中作用极为关键 历经了多次战争 甚至还在海军船上 当过舰炮炮长的李文长 有信心给敢于来返的野蛮人 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 河岸营地边的铁丝网 在快速地构筑 工程营的士兵们 甚至还在莫名的命令之下 紧急开挖出了一条浅浅的壕沟 方阵两侧不时有骑兵进进出出 这是侦察敌情的斥候 他们不断地将野蛮人大队的最新消息 一条条地传递给此地的最高长官 营地内 不时地也有一些船领兵们 在快速跑到阵地前方 将最新的情报和指令 一一地告诉长开盛等 在前线指挥的陆军军官们 西洋渐渐地往西边的地平线坠落 数千名战士的身影 在西洋下被拉得老长 如同是一幅油画 卡马脸色阴晴不定地 站在一处小河湾边上 清澈的贝格河水 哗哗地从脚边流过 原野上到处都是枯黄的野草 原本这河岸两边密集的羚羊 狮子 猎豹 河马 甚至是鳄鱼 完全失去了踪迹 也许他们也感受到了 这片土地上有史以来 人类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 因此呢 先一刻逃之遥遥了 自从部队进入了山西面以后 就一直被那些 如同是复古之躯一般的 东岸骑兵们追踪着 那些骑兵甚至胆大地 停下来仔细观察 马卡部落大军的细节 你去驱赶的时候呢 便上马逃走 但是 总是过不了多一会儿 又兜回来 继续侦查 如同是那些该子的苍蝇一般 令人讨厌 马卡部落的一举一动 几乎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也就是说 目前的战场 对于东岸人来说 是单向透明的 没有比这更加令人 感到糟糕的事情了 当然了 马卡部落 也派出了相当数量的赤后 去侦查敌情 不过 他们总是遭到 集结起来的 东岸骑兵赤后的 骚扰与拦截 效率极其低下 不过 饶是这样 这些经验丰富的赤后战士们 仍然依靠着 身上常射程的布公 成功地击破了敌人的拦截 并且还趁其不备 杀死了两名东岸骑后 夺了两匹马 刚才 潜出最远的一组 骑后战士来报 他们发现了 东岸人的大队了 他们就在这条河 下游不远处 扎营列阵 很显然 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卡一时 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他不是那些 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 他知道 东岸人火墙的厉害 尤其是在他们排成的 密集阵型的时候 正面冲锋 完全就是找死 不过 显然在这场双方之间的 遭遇战当中 东岸人的准备 也不是很充足 这从他们列阵掩护 自重兵们 修建过夜营地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趁着他们 立足未稳的时候 冲上去进攻 等他们扎完了 营盘的时候再打 那样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大了 思来想去 马卡最终还是决定 搏上一搏 他很快就叫来了 心腹爱将沙维 将自己的决定 告诉了他手下的头号大将 希望他一如既往地支持自己 不过这沙维显得有些抽搐 卡玛 战士们赶了一天的路了 已经很疲惫了 而且大家都还没有吃饭 这些都不是理由 卡玛伸手指住了沙维的推托 沙维 我很失望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你曾经独自猎活过雄狮 你不应该如此的胆怯 但是为什么面对东岸人的时候 却表现得如此进退失去呢 难道是趴了他们的火枪针 不要忘了 我们也有750名装备了火枪的战士 东岸人的战士最多只有3000人 而我们这里足足有9000名战士 你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这里是平原 卡玛 我的王 沙维沉默地解释道 正如我不愿意在山口附近 攻击东岸人设防严密的城堡一样 我同样不倾向于 在平原地带和东岸人展开主力会战 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啊 平坦的地形 很适合东岸士兵排成严密队形 施展火枪的威力 而且更适合他们的骑兵纵横驰骋 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真正适合我们的地形是山区 那边崎岐的山路将极大的限制 东岸人步兵大规模地展开 同样呢 也极大的限制了他们令人头疼的骑兵 大范围的迂回 而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对于那片山岭的熟悉 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熟悉那里的每一棵树 每一块石头 每一个有水源可以藏食物的地方 那里是我们天生的战场 而不是这片一望无惧的大平原 沙维的话很有道理 卡玛也无法反驳 这一次卡玛决定出兵 本来是为了挫败东岸人 在山口附近修建堡垒的企图 不过 在发现无法攻破他们修建的 坚固城防设施以后 他们的目标 转向了极端东岸人的补给线 从而围困这座堡垒 但是现在他们陡然发现 似乎连这条都很难完成 车领他们内心都有些沮丧 不过卡玛还是坚持 沙维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试着对东岸人的营地 发起进攻 趁他们现在还没有扎成 稳固营地的时候 现在你带领你的部下出发吧 加快行军速度 沙维沉默了一下 然后提出了一个要求 既然您已经决定了 那么我遵守 但是我要求使用奴隶士兵 进行第一轮攻击 精锐的部落战士 暂时不要动用 可以 我也正准备这么做呢 马卡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所有人只带一天的口粮和饮水 轻装减刑 沙维 你来带领他们 我交给你四千名奴隶士兵 两千五百名部落战士和五百名不攻守 到达东岸人扎营的地方以后 立刻发动攻击 好吧 由你来决定是否展开攻击 我来毒素后队 让他们驱赶牛羊 尽快赶上你们 到时候再看情况是否进行后续的攻击 科萨人虽然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的水平 但是他们依然缺乏车辆这种后勤运输利器 寻常出战的时候呢 都需要在战场的附近事先囤积粮食 而这些粮食啊 都是靠人一带一带地背过去的 战争规模大的时候 他们会驱赶这些大群牛羊跟在身边 就如同蒙古人那般 当作自己的脊羊 此次出征也不例外 赏万名战士的粮食消耗不是个小数啊 因此呢 卡马部落在出兵的时候 顺手将河谷地带的那些 移附于他们部落里边的牛羊 争走了大半 当作是一路上的脊羊 几公里的路程 对于擅走山路 身体强健的科萨战士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他们几乎只花了一个小时出头 就抵达了东岸人扎营的那处河岸 并且还保持了良好的体力 一路上 东岸人的赤后骑兵 自然是不断地在队伍周围 进行窥探 骚扰 不过 沙尾命令战士们 不要去理会这些藏蝇 一路心无旁骛 直奔东岸人的营地 此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太阳早就消失在来西边的地平线上 此刻 大地已经被一片黑暗笼罩 而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此时的天地之间 渐渐地笼罩上了一层宝物 东岸人的营地 似乎仍未修建完毕 他们在地上竖起了很多的木杆 木杆上面挂着亮堂堂的灯 他们在营地外列阵的军队 似乎已经散去了 也许他们觉得 在雾中列阵 对于他们来说太过危险 又或者说 他们的营地 已经有了一个粗粗的雏形 能够多多少少为他们提供一些掩护 西南风仍旧在吹拂着 不过啊 却吹不散越来越浓烈的雾 面对如此大雾 士兵们有些犹豫 卡马想了想 开始为士兵们鼓励 这场大雾使我们的祖先灵魂在庇护着我们 他们让东岸人的眼睛被迷雾笼罩 让他们的火枪失去了准头 让他们在不可预知的未来当中恐惧 战士们 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吧 将眼前的敌人 射出你们愤怒的头毛吧 一番鼓动以后 沙美又想准备担当冲锋主力军的 奴隶士兵们许诺 只要他们成功冲入东岸人的营地 不但财务任他们自取 卡马王还将赦免他们的奴隶身份 并另外赋予他们土地 被自由身份和土地蛊惑的 双眼发红的奴隶战士们大声欢呼 他们没有和东岸人交过手 他们也不知道这东岸人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他们只知道 只要勇猛地冲进这个 据说只有三千人守卫的营地 杀死他们见到的一切敌人 战后他们就自由了 并且还将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 还有比这更加便宜的事情吗 这些奴隶士兵们也都是老战士了 在被卡马部落俘获前 很多人也参加过一些部落间的战斗 经验还算丰富 因此呢 沙尾只花了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就将出击队形一一地排好 然后在每个出击队形前 都派了少许部落战士充当奴隶士兵们的指挥官 五百名部攻守 是沙尾手上较为惊悍的一支力量了 投不投入他们 完全要看着接下来战局的发展 可不能在战况不利的时候 将他们派上去随意地消耗 至于这剩下的两千五百名部落战士 沙尾将他们运动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在奴隶士兵们发动大规模的冲锋 吸引了东岸人注意力的时候 也许他们能从另一个方向占得一些便宜也说不定 更别说这两千五百人里面 还有五百名装备了新进扣入的 苏尔士火神枪的火枪兵 感谢神灵的庇佑 这场及时降下的大雾 对于眼前的科萨人来说 绝对是利大于逼啊 关键的是可 这五百名火枪兵 趁着夜色与大雾贴近东岸人的营地 然后展开排枪骑射 应该能给东岸人造成很大的惊喜 从容地安排完了整个攻击阵型和出发序列以后 沙尾又在心中默默地向信奉的神灵进行了一番祈祷 希望神灵以及卡马部落的祖先们 能够庇佑子孙击败东岸人 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祈祷完毕 沙尾抽出了一把封利的短矛 左手挽起皮顿 大步走到了阵型的最前方 此时东岸人也发现了不妥 他们的炮兵开始向黑暗当中开火 进行骚扰性的射击 沙尾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一声令下 早就等待多时的四千名奴隶战士 依照不同的波次 从东北方向开始向东岸人的营地 发起了大规模的冲锋 1641年5月25日夜 莫名面色凝重地站在几个木箱叠成的掩体后面 仔细地观察着营地外面的一切 早在一个小时前 事后就陆续地将外界的情报开始往回传递 直到野蛮人大队靠近过来 他们被彻底地逐回营地为止 不过短短的一个小时 已经足够莫名等人做出相对清晰的判断了 虽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 而且外面呛下了大雾 不过几千人的动向是瞒不住的 东岸军队的营地 是一个面向东偏北方向的 沿河三九星营地 一共拉起了两道铁丝网 因为这时间仓促 第二道铁丝网还没有来得及挂上刀刺 两道铁丝网之间间隔约二十来米 此时工程营的士兵们 以免在紧急地给第二道铁丝网挂刀刺 以免往两道铁丝网之间 大量地抛洒着铁基梨 第103年104年两个年的士兵 被分配到了 可能会受到敌人重点攻击的东南侧 两个连360名官兵 全部顶盔冠甲 排成了三行 准备进行三段轮射 以维持住持续不断的火力 而在他们的身前 则是一行行 手持着长矛的八旗武士 他们将在敌人靠近铁丝网的通时 使用长矛进行戳刺攻击 以组织敌人的行动 给火枪手增加更多的射击时间 河中保安团300多名火枪手 在萨尔瓦多中士的指挥下 在第二道铁丝网西北角列阵 历经过多次实弹射击训练的他们 其实这底子不差 只要克服掉上一次战场的恐惧 紧张等心理 相信他们能发挥出相当不错的水准 况且这保安团里 还有不少上过战争的老兵 有他们做榜样 对新兵的安抚作用是巨大的 至于这最精锐的陆军第一连 则被莫名捏在手中充当预备队 到时候哪里紧急就掉往哪里 而在一段段的铁丝网之间 会有一些人为留下的空隙 空隙之间被挖了一道道的深坑 坑底也撒满了铁吉里 而在内层铁丝网的间隙口上 安放着一门门的火炮 炮兵兄弟们将炮弹 主要是散弹和葡萄弹 放在绰绰挖好的掩体内 准备给靠近的野蛮人 一个大大的惊喜 总而言之 训练有素的东岸士兵们 已经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之内 将营地给整成了一个刺猬 他们准备的还算充分 气定神闲 在开战前 甚至还有时间分批吃完了晚餐 夜幕当中 突然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呼喊声 紧接着便是略显杂乱的奔跑脚步声 注意野蛮人开始发起攻击了 一些老资格的士官和排长 开始向自己手下的士兵们发出了警告 第103年 104年的士兵们 有的满不在乎 有的紧摇嘴唇 有的沉默地捏着步枪 有的则粗重地喘息着 脸上的表情不一而足 不过 有一点相同的是 在带队军官将手中的指挥刀 高举起来的时候 他们都在同一时间 一脸轻易地将自己手中的步枪 平举向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0章 砲兵兄弟们 已经向前方打了十来发 十星铁弹 黑暗中也不知道 造成了什么战果 射击 全副武装的常开声 听到脚步声以后 估算了一下距离 猛然挥下了手中的指挥刀 砰砰砰砰砰 一百多杆步枪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激发了 虽然受到了潮湿雾气的影响 但是这发火率 仍然是超过了七成 黑暗当中 隐隐传来了一些惨叫声 但是 这些声音 很快便被更加密集的脚步声所掩盖了 射击完毕的第一行火枪手 快速地后撤装弹 第二行火枪手们 快步上前 站在木头箱子 叠成的简易胸墙的后面 开始了射击 黑暗当中 一道道的枪焰 从枪管内喷射而出 如同是一朵朵 绽放着的死亡之花 夺走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呼呼呼 数百根头毛 带着破空之声 越过了数十米的距离 投射进了东岸人的营地之内 虽然他们顶亏冠甲 全副武装 但是 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 被射中了头部 四肢 惨叫着倒地了 其中有以 只装备了皮甲 皮帽的八旗武士居多 他们担保的防具 完全挡不住 破功而来的锋利头毛 很多人被从胸前到后背 射了一个透鞋凉 一声不吭就倒下去了 一户兵们 在资中营士兵的协助下 猫着油 将受伤的士兵们 抬下了火线 晕倒了河岸边 给他们进行紧急救治 冲得最快的野蛮人 已经冲到了 第一道铁丝网的跟前 挂在木桩上的火把 照亮了他们 猙獰的面孔 这些人的身上 大部分赤裸着 只有这腰间 围着一条短裙 他们面对着铁丝网 有些不知所措 有些鲁莽的家伙 刚准备翻越时 却被上面的道刺 刺得连连惨叫 不过呀 后面人可不知道 这前面为什么停顿下来了 他们只知道 一个劲往前冲 因此呢 很多野蛮人 刚在铁丝网的前面 站了脚 就被后面的人 整个击倒在了铁丝网上 撕心裂肺的残叫声 在铁丝网前响了起来 冲在最前面的野蛮人 被后面汹涌的人潮 整个拍在了铁丝网上 充当了后面人的垫脚石 后面那些野蛮人 踏着他们的身躯 冒着密集的火枪子弹 和布弓射击 翻越了一米多高的铁丝网 手举短毛嚎叫着跃进了第一道铁丝网内 不过 他们的惨叫声 在这个时候又陡然增大了起来 第一道铁丝网地面上 密布的锋利的铁基梨 轻易地刺穿了他们的脚掌 很多人疼得直接坐在地上了 但是 这却让他们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东岸的陆军士兵们 从容地进行了火枪骑射 随着第一道铁丝网处的 野蛮人越来越密集 他们的战果也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 炮兵也在李文昌的指挥下 统一换装了散弹 在短短的几十米的距离上 从炮口飞进而出的玻璃渣 碎铁片 碎石子 铁钉等物品 在密集的人潮当中 制造了极为恐怖的伤亡 往往这一发散弹射出 就能在前方的一个 善行区域内 制造出一片空地 在这个善行范围内的野蛮人 无意不是惨叫着倒地 很多人甚至连反应也没有 浑身就被打满了虚洞 栽倒在地了 不过 野蛮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在多重火力的打击之下 越过了第一道铁丝网 冲紧网内的人数越来越多 一些凶悍的人 更是强忍着剧痛 吼叫着冲向了二十米外的 第二道铁丝网 不过 他们很自然地被八旗武士的 布公给射死了 极少数冲到近前的 也遭到了长矛的戳刺 不甘地倒在地上 随着冲进来的野蛮人 越来越多 他们的尸体 甚至覆盖满了 两道铁丝网之间的空地 而铁丝网外的野蛮人 也在往内投掷短矛 以干扰东岸士兵的射击节奏 这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木铭举着望远镜的手 也有些微微地发抖 战斗实在是太惨烈了 野蛮人不顾伤亡的打法 极大的震撼了他 第一道铁丝网内外的地面上 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尸体 空气当中 弥漫着极为浓厚的血腥味 甚至 渐渐地掩盖出了火药人烧的小银味 打了这么多年仗了 直到今天 他才真真正正地认识到 人海战术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帮野蛮人真是太疯狂了 这都死了好几百个人了 居然还在前赴后继着 继续前进 进行着决死冲锋 这些野蛮人的普通士兵 就不知道这恐惧为何物吗 莫名隐隐地 不愿意相信后一种可能 越来越多的野蛮人 冲到了第二道铁丝网之前 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 怒吼着 举着长矛短矛 甚至是长刀 将躲在铁丝网后面的东岸人杀去 不过 他们的努力 被在铁丝网后面 沿阵以待的八旗武士们的长矛 给遏制住了 一千多名手持着 三米标准长矛的八旗武士 在军官的统一指挥下 不断地将长矛向前刺出 然后收回 再刺出 再收回 每一次刺出 都会导致大量的野蛮人的胸口 小腹部位 飙写 惨叫倒地 当然了 野蛮人的反击 也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不过 前面人死亡 后面人立刻就补伤 以确保长矛战线的稳固 游戈的八级不公手们 气定神贤的 游戈在第二道铁丝网的后面 不时地拿着手中的大威力不公 朝着外面的野蛮人 进行着精准射击 他们的打击目标 主要是那些看起来似乎是 军官的野蛮人 以及一些跳得特别欢的家伙们 他们给野蛮人造成的伤害 也是巨大的 很多野蛮人军官或者是勇士 在这些精准的不公射击之下 无声无息地倒地了 失去了指挥的野蛮人 混乱不堪 只能是一窝蜂地蒙着头往前冲 像之前那种小范围的 集群头毛射击 是越来越少见了 这让突然视频们 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火炮仍在继续射击 他们的恐怖杀伤力 在这场战斗当中 展现得淋漓尽致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似乎不怎么 畏惧死亡的野蛮人士兵 也对这种能够撕裂人身体的怪物 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他们有意无意地 让开了火炮射击的范围 拥挤在其他火炮射击不到的 狭小的范围之内 不过 这给东岸火枪手们进行排枪骑射 提供了很好的靶子 铁丝往前 血流成河 死尸遍地 宛如是人间地狱 战斗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野蛮人 汗不畏死的连续冲锋之下 第一道铁丝网 已经彻底地持续了作用了 此时 双方争夺的焦点 已经处在第二道 也就是最后一道铁丝网前 而在他们的身后 103年和104年的火枪手们 站在用木箱草草叠起来的胸墙的后面 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射的淡蛮 野蛮人的尸体越堆越高 而与此同时呢 与他们处于交战第一线的 八七五士的伤亡 也在不断地增加着 这些人不断地遭到了野蛮人 近距离投掷过来的短矛的攻击 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战斗力 据站在营地中心的莫铭的估计 已经伤亡了不下百名八七五士了 剩下的很多人 这身上也有轻伤 战斗已经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 身边的作战参谋们 几次把目光投向了莫铭 而且陆军第一年的连长常开胜 也有些跃跃欲试 他们今天晚上还没有开张呢 不过莫铭仍然没有下令 将手中的这支唯一的预备队 投入战场 毕竟虽然这野蛮人 已经逼近到了第二道铁丝网处了 但是营地的防线 仍然是非常的稳固的 暂时看不出来 任何有被突破的迹象 而且他也有些隐隐担心 营地的西北方也爆发了战斗 这外面是一片漆黑啊 谁知道野蛮人有没有在那里埋伏着部队呢 经历了和这帮科萨人的几次战斗交锋以后啊 莫名可没有任何轻视他们的想法 河中保安团毕竟是民兵性质的部队 战斗力什么的完全就没谱 万一这野蛮人在那里也投入了重兵进行攻击以求突破 这场面打成啥样子还真的不好说呢 因此还是将第一脸暂时捏在手中比较保险一些 东南方的野蛮人 据身边的参谋估计已经死伤了不下一千人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死于炮兵部队的散弹攻击 剩下的大部分也是死于火枪骑射 至于死在八旗武士手中的长矛和不攻下的 着实并不多 第103连和104连的360名火枪手已经打出了节奏 他们机械地进行着三段轮射 也维持着持续不断的火力 甚至于啊 为了增强他们的火力 莫名还命令着自重营的一些打过实弹的民兵 将备用的火枪都拿了出来 一边在后面装弹 一边递给前面射击完毕退下的士兵 让他们更快地投入下一轮射击 这样啊 就等于变相地增强了火枪阵的火力输出密度 已经是夜里八点多钟了 雾气越来越浓 莫名身上的尼泽大衣已经渐渐地被雾气打实了 不过他却浑然不知 依旧在对传领兵和作战参谋 发出一个个的指令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一直未曾爆发战斗的营地的西北角 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排枪骑射声 莫名一惊啊 立刻命令一名参谋过去 询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几分钟以后 弄明白了事情经过的参谋回来报告 报告 西北角那边有野蛮人进行了攻击 萨尔瓦多中士接到士兵的报告 说远处黑暗当中 隐隐地发现了很多疑似照明火把的火光 大雾当中看不真气的萨尔瓦多中士 命令两门火炮朝着指定地点进行了射击 果然发现了野蛮人的惨叫和扫动 原来这些野蛮人 已经在黑暗和雾气的掩护下 行进到了最近的范围以内 他们被发现了以后 立刻向我们发起了反击 目前双方已经展开了对射了 野蛮人的火枪不对 数量有多少 水平怎么样 莫名有些吃惊啊 随即又想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他们有没有大炮 河中保安团的实习参谋 根据野蛮人射击的频率和密度估算 集火枪手的数量 大约在350到500人之间 训练水平看起来很差 他们用的是火生枪 在遭到了我方的大炮火力侦察以后 就开始胡乱开火还击 而他们开火的距离 却在火生枪的有效射程以外 看得出来 他们对武器的性能了解有限 或者说 他们大部分人 根本就没法好好的使用火枪 参谋回答得很有条理 几分钟的时间 就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了一个清楚 看得出来啊 是个心思缜密之人 总是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一年毕业的 莫名瞥了一眼 站在他面前的参谋 问道 我叫李慎 定远路军军官学校 第39届部科毕业 年轻参谋站着了身子 有些兴奋地答道 他知道 这种在大人物面前 露脸的机会可不多啊 如果把握好了 也许能省下自己好些年的奋斗 莫名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继续观察起了战局 此时的西北角 野蛮人的火枪手 已经逼近到了50米的范围以内 他们排成了一行 但是没有军官组织进行骑射 而是个人拿着手中的火神枪 朝着东岸营地这边自由射击 而在他们的两侧 也有相当数量的野蛮人 挽着大盾 手持着短毛 无声无息地朝着铁丝网冲了过来 轰轰轰 分散在西北角各处的四门火炮 开始了散弹攻击 从炮口飞射而出的散弹 如同是离地一样 将眼前的土地离了一个遍 在炮口善行打击范围内的野蛮人 如同是鸽麦子一般 成片地倒下 剩下的也纷纷地调转了方向 即便是再无谓的野蛮人勇士 也经受不住这种远超他们想象之外的残酷的打击方式 河中保安团的士兵的骑射 不是很整齐 总是沉不住气 有人抢先开火 也有精神高度紧张地 在看到别人开火半天以后才反应了过来 然后匆匆忙忙地打出了枪膛里面的钱弹 不光是如此 他们交换队列的时候也有些混乱 战场上的紧张 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身体僵硬 动作变形 再加上不时的 有人被对面的野蛮人 跋涉过来的弹丸击倒 这么一来 火枪骑射的火力密度和频率 比起东南九那边的正规军们 就大大的不如了 河中保安团的火力输出不够 那么相应的配属他们战斗的千余名八七五师的压力 就陡然增大了起来 首先是一些飞过来的前弹 不时地将他们击倒 其次呢 那些手持着冷兵器 漠不作声冲过来的野蛮人 似乎也不是擅长 这些人目光坚定 训练有素 投掷短毛的时候 动作整齐划一 准头相当不错 这不吗 拍成了常烈的八七五师 在他们犹如雨点一般落下的短毛当中 死伤惨重啊 很多人下意识地想要转身逃跑 不过 在看到背后 充当预备队 兼独战队的陆军第一连 整齐了军阵以后 他们又纷纷地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硬着头皮 手持长矛 站在战线以内 等待和野蛮人进行近距离交手 嗯 这野蛮人似乎将精锐部队 投入到了西北面的战线上了 莫铭略有些诧异地自言自语道 他们都是懂得这声东击西的打法 这么看来 东南面攻击的那些人 多半是蒲丛军 西北面的才是主力 虽然有些惊奇 这些野蛮人的战术 不过 莫铭却不准备过扫地投入预备队 他准备再等一等再看一看 西北面的野蛮人的攻势相当的凶猛 尤其是两侧的野蛮人投毛手 他们冒着东南人的子弹与炮火 将密集的投毛射向了铁丝网后面的东南士兵 并在他们的队列当中 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 尤其是最前面的八旗士兵 在短短的十来分钟以内 这伤亡的数字就已经逼近了一百 他们大部分死于野蛮人的投毛和火枪攻击 少部分死于布弓射击 这一次的野蛮人的远程火力 看起来是相当强大 火枪手 布弓手 投毛手 轮番上阵 维持着不间断的远程火力 尤其是那些 手持着布弓的野蛮人剑手 射速奇快的他们 甚至将河中保安团的火枪手们压制的有些抬不起头来 虽然是晚上欠点准头 虽然这保安团的战士们都穿上了盔甲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中箭倒地了 尤其是高举这军刀进行指挥的萨尔瓦多中士 他的左手手臂就中了一箭 冒盔上还插了两只箭矢 看起来令人头皮发麻 萨尔瓦多中士 是曾经的王德枪击案的凶手 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是一个狠人 他浑然不把自己中了一箭当成什么大事 而是继续高举着指挥刀 站在一个火盆的旁边 以让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 在他的指挥下 河中保安团的士兵们 渐渐地度过了最初的混乱期 排枪骑射也开始打出了节奏 将第一道铁丝往外 约30米处的野蛮人火枪手 打得纷纷倒地 这些野蛮人并不像东岸士兵们 由着成堆的装补给品的箱子 当凶强用 他们只能是直挺挺地 站在原地和东岸人进行对射 不过火绳枪繁琐的设计过程 以及他们低下的训练程度 都严重地制约了他们的火力输出 因此 在几轮对射以后 这些野蛮人火枪手 就开始大量的伤亡 再又对射了一段时间以后 也许是野蛮人的指挥官 不忍心将宝贵的火枪手 继续浪费在这里 很快将这些野蛮人火枪手 撤了下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181章 这些人撤下去以后 那些野蛮人投毛手 和不攻手的攻势 顺时也为之一致 他们在投掷完了 最后一批投毛以后 借着夜色和大雾的双重掩护 纷纷消失在了黑暗当中 西北角的战事开始的突然 结束的也相当突然 整个战斗过程 不过才持续了四十多分钟而已 不过 这四十多分钟的战斗 造成的伤亡却着实不小 不但这八七五士伤亡了一百多人 就连河中保安团的民兵 也有三十多人中枪或者中箭倒地 就连那些站着的人当中 带伤的也不在手术 一批工程营的士兵 在军衣的指挥下 抬着担架快步走了过来 一边检查倒地士兵的伤势 一边给他们进行救治 至于那些受伤的八七五师们 一切就只能靠自己了 军医官们可没有时间给他们进行治疗 西北角的战事暂告一段落以后 莫名再一次将注意力 转回了正在争夺 第二道铁丝网的东南角战场 刚才在西北角爆发的激烈枪声以后 这边的野蛮人的攻势 陡然加快了起来 他们舍生忘死地 朝着最后一道铁丝网 发起了今年以来 最为猛烈的一波攻势 在这番攻势当中 第二道铁丝网部分地段 几乎遭到了野蛮人的突破了 当面负责阻截着 约百余名八七五师 在敌人凶猛的攻势 和血腥的近距离搏杀当中 吃不住劲了 向后溃散 导致大约四十来个野蛮人 冲进了营地内 幸好啊 当时看到情况不对的莫名 立刻下令 担任预备队 陆军第一连的连副 江志清 紧急带了四个牌的士兵上前 火速消灭了这股 突破进阵地的野蛮人 江志清带着八十四名火枪手 快步赶过去以后 先是一阵排枪骑射 然后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冲过去一阵挑刺劈砍 总算是消灭了这股 顺着缺口爬进来的野蛮人 接下来 他们也没有时间 再一次给步枪装弹 端着明晃晃地刺刀的他们 肩并肩排成了紧密的阵型 死死地将疯狂涌过来的野蛮人 挡在了铁丝网外面 直到刘中带志清抽调的 数十名八旗武士赶过来 截替了他们的阵地以后 江志清方才带着士兵们 退到后面 将刺刀卸下 给步枪装弹 战况是越来越激烈 几乎就在江志清 率部清脚内帮子 突破进来的野蛮人的时候 又一波野蛮人 将当面约七八十个 八旗武士给冲散了 冲进了营地内 没奈何之下 莫名再次命令 第一连的一名资深的牌长 带了两个牌的步枪 和一个牌的投弹兵 过去灭火 在一阵牌枪骑射 和炸弹轰击以后 突破进来的野蛮人 再一次被消灭干净 缺口 也在随后赶来的 八旗武士的协助下 再一次封闭了 在这两部救火队 派出去以后 莫名的身边 就只剩下了常开胜率领着的三个牌的陆军士兵 和一帮参谋传令兵了 形势似乎是陡然紧张了起来 不过呀 好在那阵凶猛的攻击 也是野蛮人最后的回光返照 在补给伤亡的举死攻击 没有取得预想当中的效果以后 野蛮人提着的那口气一泻 攻势顿时就萎靡了下去 再加上这会儿 西北角的野蛮人也败退了下来 这边的野蛮人指挥官再攻下去 怕是也只能是图天伤亡 于是呢 在又稍稍坐视攻了一下以后 便吹起了撤军的牛角号 撤军的牛角号响起了以后 之前仿佛波浪一般 汹涌攻过来的野蛮人 顿时如同潮水一般退了下去 只留下了一地的尸体 和身影着的伤员 野蛮人退去了 东岸人却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部分的资重营 工程营的士兵 在协助军医官搜索 救治伤员以外 其他的所有战斗兵 全都是严阵以待 站在第二道铁丝网的后面 死死盯着前方 而炮兵兄弟们 也开始给火炮 装大 开始朝前方黑暗处 进行侦察性的射击 只可惜啊 此刻的能见度实在太低 也看不清远处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深夜十一点半左右 在野蛮人消失了 将近两个小时以后 慕名终于下令 陆军第一连的士兵 上前接替 激战了半个晚上 目前已经极为疲惫的 第103连和104连 让他们能够喘上一口气 好好地休息一下 而河中保保安团的士兵们 由于激战的时间较短 慕名没有让他们撤下来 而是让他们原地休整 至于这两处的防务 则交由刘中 莫武两个人 统帅的八七五士们来负责 军医官们很快就跑过来 向莫名汇报了一下 今天晚上几个小时的战斗伤亡 截止今天晚上11点 河中保保安团 共计有24人阵亡 5人伤死 49人受伤 第103连 共计有10人阵亡 3人伤死 28人受伤 第104连 共计有12人阵亡 4人伤死 29人受伤 第一连 阵亡两个人 伤死一人 受伤6人 总计有61人死亡 112人受伤 受伤的人当中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伤势 较为严重 需要紧急做手术 或者是截肢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 可能已经活不到明天了 预计最终死亡人数 可能达到80人左右 至于那些伤亡的 八起五事嘛 目前尚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但是 大致的伤亡人数 可能在400以上 其中死亡人数 约占一半左右 莫名挥的挥手 示意军医官们 立刻去救治伤员 东岸人的伤亡 居然达到了173人 这个令人看起来 有些心计的数字 其主要原因啊 还是在于野蛮人 居然动用了 数量不小的火枪部队 和他们直接交锋的 河中保安团 猝不及防之下 伤亡惨重 其中这78人的伤亡 几乎占到了东岸军队 总伤亡数字的接近一半 至于那些八七五士们的伤亡啊 则被莫名选择性的忽略了 那些蒲丛军 在东岸军官们的眼里 都是属于随时可以牺牲的炮灰 死了也就死了 算个求啊 而且啊 他还没有找莫武和刘忠 两个人算账呢 在战斗进行了关键时刻的时候 东南角营地内的八七五士 竟然有两批人 在野蛮人的拼死攻击下 抛弃了阵地 向后溃散 要不是作为预备队的陆军第一连给力 也许今天晚上 就让那些野蛮人给得了手 这叫莫名如何能忍啊 那近两百名溃散的八七五士 已经被莫留两个人收缴了武器 单独勘压了起来 等待他们呢 将是本土长山苦役营的 终身苦役生涯 而且他们的家产也将被没收 家人也将被全部贬眉奴隶 降入下两棋 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 莫名又开始去访问伤员 抚慰他们的情绪 表彰他们的英勇战斗行为 一番折腾以后 眼看着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莫名也干脆不再睡觉了 开始撰写战斗报告 写完报告以后 又草草地吃了清武兵端上来的一碗西粥 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然大亮 莫名披上自己的军大衣 在几名参谋的陪同之下走出了营地 看向了眼前遍布着尸体的战场 这是怎样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呢 两道铁丝网之内的地面上 密密麻麻 铺满了不止一层的尸体 铁丝网内外的尸体数量尤其密集 这大部分的野蛮人 都是在盼爬铁丝网的时候 遭到了排枪骑尸而死亡的 少部分呢 则死于八七五时的长矛措次 至于那几门火炮控制的范围内 则更是一片地狱般的场景 无数的野蛮人 浑身是冻的躺在地面上 有些人更是被打成了一堆烂肉 地面上到处是残枝断壁 充满了腥臭味的内脏器官 和死不瞑目的野蛮人的头颅 饶是这莫名已经见识过了 很多战场的血腥场面 在看到眼前这幅场景以后 还是显得极其的不适应 刚刚喝下去的那碗蜜粥 更是隐隐地在胃内翻腾 而他身后的几名年轻的实习残怒 此时已经忍不住弯腰 在那里干呕了起来 这样的场面 对于他们这帮子 除此经历如此大规模战斗的 年轻人来说 实在是太过于血腥了 大量的鲜血 顺着地势汇集在一起 流进了不远处的贝戈河 将大片的河面都染得通红 如同是血河一般鲜艳刺眼 莫名皱着眉又走了两步 然后挥手叫来了 负责打扫战场的自中营 工程营的负责人 吩咐他们 实体尽快处理掉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里浪费 也许高达宝那边 如今也打得正激烈着呢 他们那里兵力有限 急需我们的支援 吃过了早饭以后 立刻拔营启程 向高达宝兼城进防 去处理尸体吧 尽快 资仲营和工程营的负责人 应声而去了 他们既要收拾营地 安置伤员 又要准备早饭 帮船上装运物资 还要打扫战场 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 处理战场的尸体 在将本方的尸体 匆匆收敛起来以后 他们将那些密密麻麻的 野蛮人尸体 统统地就近 抛入了河内 顿时 将河水染上了一片血红 如同是血河一般 1641年5月26日 上午10点 收拾完毕的东汉军队 离开了昨天晚上 激战了半夜的营地 继续向贝格河上游的 高达堡地区进发 野蛮人的死亡总数 最终被统计了出来 资重营的指挥官 向莫名证实 他们和工程营 一起向内核内 抛了大约2700余具尸体 预计野蛮人 最终的死亡人数 在3000以上 而在大部队启程的同时 一部分资重营的船只 被分了出来 许多行动不便的伤员 被安置在了上面 河中保安团 也分派了40名士兵 配合着莫武 带着大约300名八旗武士 一边押送着 昨天晚上溃散的 200名八旗溃足 一边抠送着这些 运载商员的船只 往下游的河中保而去了 1641年5月28日中午 莫名带领的这股 刚刚经历了血战的援军 终于是抵达了高达堡地区 他们在离城数公里以外 就被在四处游异着着南非骑兵连发现了 然后迅速的被经营进了才刚刚打好的地基 只有一小段城墙的高达城堡内 南非驻屯军司令竹亮 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将莫名汇报这些日子以来野蛮人的动向 野蛮人一直没有动 甚至像样的骚乱也没有 竹亮汇报道 之前我曾经将南非骑兵连派出去侦查 结果发现山口后方只有一小片野蛮人的营地 他们在那里安置了大约千余名士兵 不过活力不足 火枪和布弓数量不少 骑兵无法靠近攻击 而且我也担心这是野蛮人引蛇触动的企量 因此呢也没有敢派兵出城去搅他们 现在听兄弟们说起 这路上遭到野蛮人大队伏击的事情 我这才明白 敢请这帮子野蛮人 是去袭击我们的补给仙了呀 不过却好死不死碰上了我们的大部队了 他们伤亡了两三千人 当然不会再有什么顾忌的动作了 莫名登上了城内的瞭望塔 观察起来的城内外的情况 规划当中的高达堡面积并不大 城州大约只有八百米的样子 使用的建筑材料 除了水泥石灰从本土运输以外 砖头全部是在河中堡附近烧制而成的 高达堡建成了以后 东山山外以西这片广阔的大平原地带 便有了东岸人的落脚点 而且水草风貌的南湖地区 也将收入囊中 好好的开发一下的话 这里将是一个粮食和畜牧业基地 当然了 在本土支委会和诸位委员们的眼中 高达堡最大的作用 可不是什么农业基地 而是作为向东 深入科萨人聚居地的一个前进的基地 说白了呀 这就是一个为补奴队提供后勤补给和修整的据点 如今的东岸本土对奴隶的渴求是越来越大 今后高达堡的重要性必将是越来越大 城墙到现在才稀稀拉拉的建了两三百米 城内的建筑更是少得可怜 仅有的公共澡堂 食堂 住所等 还是用新华夏运来的三等木材搭建的临时木板房 所谓的三等木材 其实就是不适合用来造船的木材 目前本土将新华夏地区采发出的木材 暂时粗略地划分为三等 其中可以用来造战舰的为第一等 可以用来造商船的为第二等 其他造不了船只 只能来造林石木屋 廉价家具等物品的 自然是第三等 高达堡的建设进度缓慢 莫名也是了解的 这里身处前线 离河中堡有两百多公里之要的距离 建设所需的物资都必须用运输船 从河中堡一船船地拉过来 这其中的艰辛 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别看这贝格河下游水量丰沛 适合航行 但是到了上游地带 水量可就没那么丰沛了 很多地方甚至是河道余色 需要组织人力疏通以后才能通过 不光是如此 由于全程逆流 每艘船上还需要配备大量的水手来划船 有的时候还得在岸上配备拉签的签伏 这样才能将一船船这里急需的各类物资运送过来 高达堡附近的河流 虽然大家习惯上都称之为贝格河 但是在教育部最新出版的地图册上 这段河流被定名为了高达河 之所以叫高达河 只因为这条流经高达堡东北方的河流 仅仅是贝格河的一条支流罢了 叫做贝格河相当的不准确 高达河水面宽阔 同行百顿以下的内河平底船 没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书郡一些河道将其下游河中堡彻底贯通 再以本土的小火轮来回运输的话 那么单程一趟下来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不过呢 这也只是想想罢了 本土现金呢 是绝对不可能在殖民地配备小火轮 这种跨时代的运输利器的 高达河从东缅南连缅的青带色山脉当中蜿蜒流出 滋养了两岸的无数草木 动物乃至人类的生活 这里有着大量的犀牛 河马 羚羊 猎狗 以及鳄鱼 这里水草丰美 成群野牛和野生大象在这里徘徊 是一个看起来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动物宝库 以莫名在南非上多年的眼光来看 这个地方背靠着青山 河流 南连大湖 农业潜力相当之大 而且沟通东山山脉两侧的交通 地理位置也极端的重要 若是人口充足 好好识作一下的话 车里应该能成为不亚于河中宝的通组 这是个好地方啊 接下来 我会关照河中宝 甚至是本土 全力支援高达宝的建设 并且争取的高达宝 也是一支地方部队 如果不成的话 至少也需要解决一个保安团的兵纸 莫名四处看了几眼 发现没有什么更多的看头 便转头朝跟在自己身后的竹亮说道 说完了以后啊 又自私的一笑 说道 都忘了 你不是南非人 再过一年 你们就要全铺盖滚回本土去了 算了 到时候我亲自来监督这边的建设 哈哈 我为党国立过功 我为南非流过血 你不能这样啊 竹亮也是哈哈的一笑 说道 高达宝建设起来以后 这东京捕捉柯萨人奴隶的行动 就不再是劳师远征了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出发 通过高达河和古地带 进入山的东面 然后 无论是南下 北上 还是继续东进 都不再是难事了 我们也可以从容地扫荡这片区域 征服不服王化的部落 吸收吞并前来归附的部落 一步步壮大我们的实力 相信这次大破卡马部落主力的事情 很快就会传遍这边地区 接下来段时间内 高达宝可能会很忙的 一些夹在几大部落之间 艰难求存的小部落 应当会很乐意前来投靠我们吧 特别是有着八级部落 做师范的情况下 油部的那些 连饭也吃不饱的胸口土著们 不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82章 莫名笑了笑 没再说话 这事情已经明摆着了 25号晚上的野战 马卡部落算是伤了元气 3000名轻壮男人的损失 对于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土著部落来说 绝对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即使死伤的多数是蒲丛军 或者奴隶兵 也等于是损失了3000个壮劳力 以后这部落的生产生活 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更别提经此一战 山东面的那片河谷地带 那些个遭受过他们劫掠的部落 多半不会再被他们之命适从 除非他们花大力气 重新整对那里的秩序 但是显然多岸人 不会给他们这个时间 报告 部队已经换防完毕了 请司令长官阁下下令 一名作战参谋 沿着木质楼梯 登登登地走上来 然后大声地汇报 莫名看了看手表 已经是中午12点钟 随即问道 士兵们都吃完饭了吗 都吃完了 目前已经在整队 就等着出发了 参谋肯定地回答道 嗯 那就出发吧 莫名将军大爷的扣子系好 又紧了紧 腰间的指挥刀 然后大步向着 瞭望塔下方走去 城内小小的轿场上面 吃过午饭以后 休长了半个小时的 陆军第一连 第二连 已经是整队完毕 马卡部落的溃军 在今天早上 已经通过了高达河河谷 进入了山的东面 他们赶着大军的牛羊 数量大约还有五六千人 士气看起来低落无比啊 得到了侦察情报的莫名 可没什么纵虎归山的想法 当年这杜尔滚 如何追着黎闯王的屁股 狠打的经典场面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啊 就算是揪不住 马卡部落大军的主力 也不能给他们整合山东面 河谷地带 那些科萨人部落的时间 这些部落已经是东岸人的菜了 莫名如何能够让马卡部落 再糊口夺食呢 因此 在一抵达了高达堡以后 莫名立刻命令陆军的第二连 南非骑兵连 做好出战准备 替换着前次作战当中 颇有些损伤的陆军第103连和104连 与精锐的陆军第一连一起行动 至于这笨重的炮兵部队嘛 则被他们果断地舍弃在了高达堡内 此次追击马卡部落的败军 跪在神速 炮兵实在是太慢了 一切准备妥当以后 不辞辛苦的莫名 将高达堡的防务 委托给了104连的连长 萧白涂以后 就亲自带着第一连 第二连 四百多名步兵 以及刘忠率领的 1500名八旗武士 在服以部分工程营的官兵 每个人携带着三天的石水 以南非骑兵连为先导 沿着高达河河谷 朝着山东面进发了 当天下午 他们就追上了一支 担任阻击任务的野蛮人部队 这支部队大约有四五百人 以密集的头毛和攻势 将追得最猛的南非骑兵连 死死的阻住 在东岸的大部队追过来以后 这支部队还且战且退 不过最终呢 还是没能抵住 东岸人的火枪骑射 击溃了这股敌人以后 能飞骑兵连 趁着天色未晚 继续沿着平坦的河谷谷地 向前追击 到傍晚时分的时候 他们又截住了一支 大约两百人的野蛮人部队 这一波野蛮人 赶着大约有七八百头的牛羊 显得异常的惊慌 看样子啊 是担任后勤的部队 在看到被东岸人包围了以后 除了少部分人 进行了无谓的抵抗以外 大部分人还是默默地投降了 而他们赶担那些牛羊 自然也就成了 东岸人的战利品 抓获了这股 两百余人的野蛮人后勤部队以后 天色已经渐晚 在这片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 慕明也不敢拖大 阻止连夜追击 因此呢 他命令士兵们 拉击铁丝网 银河就地扎营 同时将那些抓获的 近两百个科萨俘虏 也用铁丝网圈起来 死死地看守住 放弃了连夜追击 基本上啊 就等于是对马卡部落的作战 到此暂告一段落了 马卡部落的人 对这里的夜草仪木 都很熟悉 而且呢 从这里越往南越难走 到时候这山脉连绵 地势齐驱 即便自己有一个连的起兵 怕是也很难追上那帮子 擅走山路的科萨人 也罢 就到此为止吧 莫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算那帮子科萨人走运 愿你以后老老实实地 不再跟我们团案人较劲 这样也许你的王国 还能多存留个几年几十年 不过呢 明天早上 还得继续向南追一阵子 给这帮子野蛮人施加一些压力 让他们没法在这里停留 从而整合此地的势力 5月29日 大军再度启程 一直向南追击了20多公里 再度击溃了一两股 两三百人的科萨人部队以后 终于停了下来 连续两天长途即兴军 饶势训练有素的第一连 和第二连的士兵 也是有些疲惫了 因此 在确认了马卡部落的人 没有敢于停留 而是直接跑进了 南方的山区野后 莫明便果断地 结束了追击行动 与此同时 对这片河谷地带残留的 布扫科萨部落的征服 与整合 也开始同步进行 卡马部落大军已经败推 而且这帮人当初还抢走了 这些部落的相当一部分的 粮食和牛羊 这些部落的土著啊 对马卡部落意见很大 再加上多万人 挺着明晃晃的刺刀而来 此刻 即便是再傻的科萨人 也知道应该向新主人表示臣服 5月31日 文俊赶来的陆军第103年 104年 与莫明原本带领的部队一起 在河谷地带掀起了一股 迁移风潮 这些新进投靠的科萨人部落 都是墙头草 显知这帮人 不是在东岸人和卡马部落之间 两头漫好吗 因此啊 还是将他们强制 轻移到河中堡附近为好 然后从那边 置换一些可靠的八级部落过来 这样才能真正的断绝 马卡部落在这里的根基 科萨人 对于离开他们 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 当然是很不情愿了 不过 在东岸人数百只火枪的 现实威胁之下 这些科萨人 还是服从了命令 带上了他们的粮食 牛羊 离开了这里 这次清洗 共涉及到了十余个科萨部落 总计约三千六百余人 这些人全部都被拼入了八旗 以补充他们损失的人力 再加上抓获的 大约三百名卡马部落的俘虏 此次作战 共俘获 以科萨黑人为主的人丁 近四千人 牛羊一千余头 粮食两万多斤 黄金 象牙 皮毛 若干 总的来说 这收入还算丰厚 更重要的是 此战一战 确立了高达堡附近地区的局势 卡马部落的人 短期内 应该不敢地窥视这片土地了 而东岸人呢 则可以依托着高达堡附近站稳脚跟 在徐图东近南下 扩展新的土地 就在高达堡附近的科萨黑人忙着清洗的时候 一份来自执委会的信件被本部来的特使递交到了莫明的手中 莫明看完了以后长嘘了一口气 然后将其交给了身旁的陆军各连的连长 连副 嘱咐他们相互喘越 什么 巴西局势有变 第一连的连长长开胜 第一个喊出了声 惹得其他人 纷纷地对齐 失以了白眼 不过呀 长开胜 却是由不作绝 仍然是大着嗓门叫道 巴西人对葡萄牙新国王若昂四世 承认荷兰人对巴西东北部的占领 表示强烈的愤慨 话说这葡萄牙新国王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和西班牙不是同一个国王吗 去年年底 葡萄牙爆发起义独立了 布拉甘萨公爵成为了葡萄牙的新国王 老查 你一点都不关心国际形势啊 连我一直在南非都知道这事 你竟然一无所知 听说你在本土 包养了两个落魄而来的德意志贵族姐妹 还生了小孩 嫂夫人最近正闹腾不休呢 难怪没有时间看报纸 第二连连长朱亮迟笑道 他早就对牛皮哄哄的第一连很烦了呀 此刻 找到西洛常开胜的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了 听朱亮这么说 本来脾气略有些暴躁的常开胜 却难得的没有反唇相及 而是转过头 没有再理他 齐处长 是巴西人为了反对葡萄牙国王 和荷兰人签订的合约 准备组织一次 对荷兰新印度公司的大规模攻势 这里又没有我们什么事情 本土为何如此紧张啊 甚至还要求南非 尽快地结束对土著的战事 将兵力调回国内 前来传信的是 是执委会下属的机构 中央人事处的处长 季王平 此军春月前是个公务员 春雨以后奔斗了这么多年 也慢慢地爬到了 中央人事处处长的高位了 再加上正值壮年 现36岁 如今呢 也算是文官系统内 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不过呀 他此刻面对的是一帮子丘巴 因此呢 不便摆他大处长的威服 而是耐心地解释道 最近巴西人动作很大呀 他们一面大规模地组织民兵 一面四处寻找盟友 还问我们下了大笔的军火订单 而且啊 随着巴西人大量抽掉人手北上 原本被他们压制的 刮拉尼人也开始活跃了 这些人在西班牙传交室的挑唆下 频频地进入巴西人的势力氛围 袭击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外来者 甚至于啊 一些混水摸移的刮拉尼人 也在那些神贵的带领下 钦住了平安陷阱 驻守在梅河乡的陆军第三连 兵力薄弱 防不胜防啊 因此 本土急需从南非抽掉兵力回国 镇守那些胆大包天的刮拉尼人 就是那帮子刮拉尼人啊 小白图站在一旁撇了撇嘴 说道 虎谁呢 就那些浑身上下 没有几片布的土著 能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 我看啊 这其中另有原因 齐处长 给我们浇个底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齐王平呵呵一笑 谁说这帮巴丘傻呀 人家心里可是明白着呢 其实啊 主要还是担心这巴西与荷兰人的战事赛起 会领荷兰人对我们产生一些不好的看法 毕竟我们亲葡萄牙和巴西的立场 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 保不准这荷兰人哪一天就发了神经 向我们开战啊 而且这次巴西人邀请我们出兵 与他们一起向荷兰人发起进攻 他们甚至还为此筹集了大批的军费 给我们花销 啊 当然了 支委会可没有打算为了这些钱 就去为巴西人打生打死 不过 这不就是一个筹码吗 荷兰人若是在巴西吃不住劲了 最后需要我们断绝对巴西人的援助 那么他们也需要在其他地方向我们做出让步 比如远东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常开胜读闹了一句 话说到这个份上啊 众人再也不明白 那就说明他的战略眼光也太差了呀 荷兰人和东岸人 因为经济宗教和政治的原因 双边关系一直都很冷淡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恶劣 东岸人也不指望着他们修复关系 毕竟这事根本性的矛盾 不可调和 既然没法修复关系 那么手头掌握的一些 能够威胁他们利益的筹码 就比较重要了呀 比如介入巴西的局势 比如威胁开普敦殖民地 比如阻挠着荷兰人在马达加斯加西南海岸补奴 比如禁止荷兰人的船只 在马岛须金港靠博等等 这其中对荷兰人利益威胁最大的 要属前两者 巴西这些年来得益于东岸大量的物美价廉武器的援助 荷兰西弩公司比历史上流了更多的血 他们一定对那些装备了东岸板甲和大炮的巴西军队记忆深刻 如果有机会 他们肯定会要求东岸人立刻断绝对巴西的一切援助 事实上 他们这些年来已经有好几次向东岸施压了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效果 而这呢 也是他们敌视东岸人的一大原因 至于这南非开普敦殖民地嘛 别看荷兰人目前在那里建设的有模有样 但是按照莫名的话说啊 就是只要下军心拔掉他 和中宝全体动员起来 就差不多能击败那里的荷兰守军了 毕竟他们的主力就是三百得一支不容军而已嘛 双方都是自己的命根子赚在对方的手中 那么开战的成本就大了很多了 双方都要仔细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 盘算自己手中的筹码 这个时候 东岸人所要做的 当然就是加重自己手中的砝码了 荷兰和东岸 十七世纪起今为止 最为奇葩的两个国家 从新大陆到非洲 到将来可能的远东 已经全面杠上了 随着东岸人 孜孜不倦地探索东方航线 双方间的矛盾激化 只怕就在清客间啊 这个时候 也是应该将宝贵的陆军主力 调回国内了 几名还没有在南非撒垢野的陆军头头们 面面相去 最后也只能是接受了调回国内的事实 毕竟 气大处长拿出的那份信简当中 除了执委会的印刷以外 还盖了红彤彤的军部印刷 这些丘巴们可以对执委会的命令讨价还价 甚至啊 一些强项一点的军头 如常开胜 肖白涂等人 还可以把执委会的指示当作是放屁 不过 军部的命令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敢不遵守 1641年6月6日 从高达堡地区撤回的陆军第一连 第103连和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连 在河中堡码头开始装船 等待返回本土 南海运输公司的两艘 从马岛拉军马过来的运输船 已经在此地停靠了好几天了 他们一边在装运高粱 白酒 花生 芝麻等河中堡特产 一边等待着陆军的到来 陆军当天就装运完毕 然后呢 两艘运输船 在第一舰队去年 1640年 新入役的两艘护卫舰 金枪渝号和鼠尾齐号的护航之下 离开了河中港 朝着本土东方港驶去 在他们离开以后 南非的局势就只能靠河中堡自己了 不过 好在经过了上个月一战以后 卡马部落已经是大伤元气 而东边的那些荷兰人 目前看来这实力还是有限 没法对中岸人造成足够的威胁 因此呢 在将河中堡安团调回河中堡 镇守局面以后 莫名将陆军的第二连 第104连 南非野战炮兵连 和南非的骑兵连 都留在了高达堡这边 趁着无人吃肘的大好局势 在大量的875市的配合之下 频繁地进入山东面的河谷地带 然后南下北上东界 忙得是不亦乐乎啊 四处抓捕那些散居的磕萨人部落 以获取奴隶 抛开南非的事情不谈 7月上旬 搭载陆军的船队返程的时候啊 在巴西南部圣维森特岛停后 数百名东安陆军 出现在圣维森特的事实 在城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 在巴西人从来都没有感到 如此孤单的时刻 东安人的到来 被很多有心人看作是 具有着别样的象征意义 而圣维森特内的各国商人 外交官 船长 或者军官们 怀着或是无所谓 或是切齿痛恨 或者是热烈欢迎 或者是忧心忡忡 等各种复杂的心态 注视着东安人 肆无忌惮地 宣示自己的存在感 当然了 还有一些有心人 已经通过最快的渠道 开始将消息 往外面进行传递 新进调任 驻圣维森特 全权代表的 前东安 驻布尔多代办处 前特使许信 已经在码头上 迎接东安船队的到来 许信已经在布尔多 待了很多年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外交部考虑到他劳苦功高 再者也需要培养新人 因此就把他从布尔多 调到了离本土不远的 巴西圣维森特 担任拳拳代表 至于布尔多那边 则由外交部从本土 另行安排人集体 担任船队临时指挥官的 金枪渝号护卫舰舰长 丁一宇海军中尉 以及中央人事处的处长 契王平 代表船队与许信 一番寒暄以后 便坐进了一辆大型马车 朝着位于城内的 东岸商站而去了 盛维森特的东岸商站 位于这岛屿西南部分 一处风景优美的半山腰 四周的花丛环绕 绿树成荫 看起来完全就不是一个商站 而是一个贵族的庄园 事实上 这个商站 原本便是从一个葡萄牙 破落贵族子弟的手中 收购过来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3章 收购过来以后 工商部和国家情报总局 联合对其进行了一番改建 然后呢 这里变成了东岸共和国 驻巴西的商站 兼情报站 商站内 大约有三十来个半大小子 在坐着仆役 这些十五六岁的小孩 都是许信当年 在波尔多时搜罗的 当时这些人 大多是因为身体欠家 不适宜远行 再加上波尔多的商站 也的确是需要一些人手干活 因此呢 就将他们留了下来 一边调养着身体 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有的时候啊 许信还会教他们认字 和简单的算术 所以呢 这些半大小子 在如今这个 知识无比珍贵的年代里 也算是一个个 小小的知识分子 许信被调来 盛维森特商站以后 他从波尔多那边 抽到二十来个少年过来 同时又在本地收罗了 十来个瓜拉尼小孩 这些少年 便是盛维森特商站的 第一批员工 商站的主建筑 是一栋看起来 很有历史的实质城堡 整个城堡的风格 相当的厚实坚固 这也是东岸人 最喜欢的风格了 他们不注重 艺术方面的欣赏 只注重实用性与安全性 即使是白天 采光不是很好的客厅里面 也要点上蜡烛和油灯 几位充当仆人的法兰西少女 给客人们端上来几杯热茶 然后便低着头下去了 客厅内 除了主人和两位访客以外 还有着一位来自本土的官员 访制工业总局的局长 陶晨熙 此军来盛维森特 既是工干 也是为了私事 说工干 是因为 他是作为东岸纺织业的掌舵人 来盛维森特参与和巴西本地商人们 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商谈的 而私事 则是因为他把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带上了 他这个结婚没有两年的小妻子 是巴西阿尔梅达家族的小姐 布兰科最小的一位唐妹 正好借此机会回家探探亲 丁尼宇和契王平两个人 对陶晨熙点了一下头 然后便随便坐了下来 几位东岸的中生代军政官员们 围坐在一起 一边点起了烟斗 一边开始商谈一些事情 我们这次的回程戏也给你们演了 接下来怎么商谈 可就是你们的了 丁尼宇 这个海军部的前一等参谋 说道 我们在这里待不了几天 期间该怎么谈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一句话 停留期间 我们会努力地配合你们 其实也没什么谈的 许信摆了摆手 说道 在布尔多待了多年 这个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 如今也是日渐的富台了 巴西人完全是病急乱投医 竟然指望着我国政府 直接出兵干涉巴西的局势 这有些太过天真了呀 如今这欧洲的葡萄牙人 为了专心对付西班牙人 而与荷兰人签订了和平协议 不过 为了获得这个为期十年的和平协议 他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竟然承认了荷兰人 对巴西东北部 巴伊桑 塞阿拉 勃南布格 皮奥伊 马拉尼翁等七个地区的占领 真是昏了头了呀 这叫本地那些巴西人如何能够答应呢 特别是那些有家产或者土地 被荷兰人没收的巴西土生贵族家庭 他们现在对本土的葡萄牙王室 无比的失望 要知道 那七个地区可是巴西的浙塘 烟草的重要产地 说是最附属的地区也不为过 他们怎甘心让荷兰人长去占据呢 这不吗 刚刚平息没有两年的战争 又要开始打响了 你们就等着瞧吧 这次巴西人被他们的国王给抛弃了呀 哈哈哈哈 丁一宇将慈悲捧在手心里 笑眯眯地说道 不过他们也算是有骨气 竟然要凭借着自己的力量 与荷兰人抗争一番 勇气可佳呀 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如何 准备了多少物资金钱 又准备了多少军队 光凭这一腔热血 可赶不跑荷兰人的呀 这些人呢 钱倒是不少 毕竟巴西的附属可是有名的 许姓 好仍以侠地 靠坐在蒙着一张美洲豹皮的椅子上 突出的杜南 显示着他如今发福的身材 就算是如今这东北部 被荷兰人夺去了 但是 其他广大的巴西中南部 沿海地带 仍然有着大片的粮食 烟草 棉花 和少量的甘蔗种植区 另外 他们还向欧洲出口莫采 向我们出口棉花 羊毛 皮毛 甘果和牲畜 还在拉布拉达 和加勒比海地区 大量祖私 因此啊 手托的钱 其实是不少的 这从他们轻易的 就能向我们贷款 十万二十万 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 这更关键的是 新荷兰 及巴西东北部 核战区 非澳大利亚 的一些巴西唐业大亨 也和南边 也和南边暗通 款取 这些人可是很有钱的呀 随便拿出一点来 就够给南方的那些巴西人 以很大的帮助了 当然了 有了钱 还得有人有枪 不然还是不行 许信抽着烟斗 继续说道 前些日子 阿尔梅达家族的布兰科尼 去了一趟东方港 拜访了执委会的主公 还下了一大笔军购单 其中包括 1500只碎发步枪 300套盔甲 2000把军刀 一万根三米标准的长矛 以及二十门大炮 这明显是要 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据说呀 他们还另外派了人 到欧洲去雇佣军队 来南美作战 并且开出了高架 估计能忽悠来不少 苦哈哈的苏格兰 德意志和波西米亚雇佣军 而他们本土呢 应该也能凑出不少的民兵 关于这一点 你们可别忘了 这历史上大名鼎鼎的 圣保罗人骑队啊 骑队 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他们不就是捕奴队吗 那种经常穿着西班牙教室服装 又捕瓜拉尼人的人渣捕奴队 丁一语 周着眉 思索着说道 我记得咱们北方边界 就经常有一些巴西骑队路过 他们好像是深入内陆地区 去捕捉瓜拉尼人奴隶 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啊 甚至可以被称作是人渣 被他们捕到的奴隶 一般来说都很悲惨 当然了 他们也凭借着捕捉奴隶 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 看到他们发了财 更多的圣保罗人 也跟着加入了骑队发财去了 这有点像是欧洲去年那些 当海盗的水手 都是看到别人发财以后跟风 做不同的是 海盗是不合法的 而这些圣保罗人骑队 却是葡萄牙王国和巴西地区 自治政府都认可的合法组织 嗯 不错 我说的骑队就是这些圣保罗人 就是这些人渣 徐信肯定地说道 其实呢 历史上所谓的圣保罗人骑队 是由巴西当地人 主要是圣保罗人 自发组成的一种殖民探险队 在当时 随着博南布格地区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堂中心 巴西的富裕之名 开始在欧洲流传 因此 很多贫穷的欧洲人 便抱着发财的念头 不远万里来到了新大陆 不过 这其中能够发财的 也只有手术 大部分人 这生活过得很苦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便萌生了 向内陆拓展 碰一碰运气的想法 特别是当时 巴西内陆存在金矿的传说 甚嚣尘上的时候 因此 在1580年代的时候 由官方派遣了殖民开拓队 和民间组成了骑队 便纷纷地深入了巴西内陆地区 一边寻找金矿 一边捕猎印第安人 甚至于 这些颇富冒险精神的家伙们 越过了教皇的子午县 所规定的西蒲边界 进入了西班牙殖民地境内 去捕捉奴隶 也正是这些人 前赴后继的探险 开发广阔的内地 才有了后世 851万平方公里面积的 世界第五大国 巴西 这些骑队数量少的 只有几十人 多得 动辄几百几千 比如这1629年 由安东尼奥 塔巴雷斯率领的骑队 就包括了69名白人 900名马梅鲁克人 和2200名印第安人 1639年 进攻巴拉圭传教区的 骑队人数 也超过了2000人 甚至在历史上 还出现过一支 有一千多名白人 和一万两千名印第安人 组成的超级大骑队 对这些历史典故 耳熟能详的许性 侃侃而谈 也就是说 对巴西人来说 人手永远都不成问题 最近25年内 圣保罗人就从内陆地区 略来了超过30万的印第安人 他们能够轻易组成一支 数千乃至上万人的军队 当然了 这些军队的装备 很成问题 可能就连长矛和弓箭 都搭配不及 而且战斗素质也很差劲 不过 他们的数量优势 真的是很大的呀 那为什么巴西人 不想办法收复 这荷兰占领的 东北七个将军管辖区呢 丁一宇有些不解呀 这些巴西人傻吗 有这样的实力 还不赶紧收复实地 对于这个问题嘛 我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你满意的答案 在我看来 这很可能还是涉及到一个 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问题 许信想了想以后 说道 巴西人的那些 主要由印第安人组成的大规模棋队 也只能是用来敲一敲边谷 担当主力作战 肯定是不行的呀 西班牙人当初对南美的征服 就证明了印第安人 残弱的战斗力 我想对于这一点 巴西人自己也很清楚 不然 他们也不会不远万里 去欧洲寻找雇佣军了 这些印第安人 可以依托着 以白人为主力的军队 进行配合作战 那样他们的数量优势 就够荷兰人头疼了 但是也仅此而已 而且 巴西人也不肯信任他们 巴西人只信任白人 以及马梅鲁科人 及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 这次巴西向我们订购大批的武器 我想主要还是用来武装领地内的白人 和马梅鲁科人 至于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印第安人 我想那一万根长矛的订单 才是为他们准备的 七王平听这两个人说话 一直都没有插嘴 不过呀 这却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思考 许信的这番解释 并没有能够彻底的说服他 他记得出发前曾经看过资料室内 大家群策群力记录的一些 关于巴西历史的领散消息 而其中有一条高模撰写的消息 曾经吸引过他的注意力 那就是关于荷兰西路公司 现任的新荷兰地区负责人 来自拿骚伊西根的若奥莫里斯 此为葡萄牙语 荷兰语当中称作是 约翰莫里斯 范拿骚西根 德语换作是 约翰毛里斯 冯拿骚西根 伯爵的消息 莫里斯伯爵身世显赫 其父亲是荷兰执政 奥兰治亲王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 他在位的时候 利用他的军事才华 对荷兰军队进行了改革 使其成为了一支 颇有战斗力的职业军队 曾经独次击败西班牙人 俗话说 虎父无权子 莫里斯伯爵 自从1637年1月 担任新荷兰总督以来 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鼓励农业发展 并将土地发还给了 服从荷兰统治的巴西家族 对于非新教的巴西人 犹太人 莫里斯也抱着宽容的态度 允许他们继续自己的原本信仰 同时呢 还在新荷兰建立了 南国各个阶层的会议 他还利用自己的崇高名望 和深厚的人脉关系 从欧洲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 建筑师 来到了雷西飞 这些人为雷西飞的城市化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民政和艺术方面有成就 莫里斯伯爵在军事方面 一样是在行 在他的指挥下 荷兰军队南征北战 数次接派了葡萄牙 西班牙和巴西的军队 使得荷兰占领地区面积 在不断的扩大 到了今天 已然是囊括了巴西东北部 七个最附属的将军辖区 如此一个耀眼的人物 在雷西飞 对于巴西人和东岸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不过 这主要是巴西人的麻烦 和东岸人的关系并不大 东岸人并无意 直应荷兰人之风 他们能够给巴西人 提供的最大信度的支援 就是武器和物资方面 或许还有人员的训练 即派遣教官 训练巴西人的军队 至于派出陆军 进入巴西境内 与荷兰军队直接作战 这在目前看来 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不过呀 巴西人对此还有着失望 并且为此筹集了巨额的军费 甚至 他们还透过布兰科 向东岸人婉转地表示 可以免除东岸人所欠的债务 虽然巴西人开出的条件很诱人 但是 东岸人并不打算结束 当然了 东岸人明面上 也不直接拒绝巴西人 相反 他们还很高调地 跟巴西人打得火热 这次反程的船队 在盛围森特停靠 两个连的陆军在码头亮相 就是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东岸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向荷兰人示威 让他们意识到 东岸人也是能够威胁到 他们重大的利益的 这个筹码 对于东岸共和国来说 那是重要的 他们将来打通东方航线 与荷兰人爆发冲突的时候 这个筹码便可以拿出来 反复向荷兰人施压 以便争取荷兰人在远东航线上 给予东岸人方便 当然了 也不是没有人指出 这个主动挑衅荷兰人的计划 是疯子行为 是赌国运的冒险 这种论调 在主张埋头攀科技 和平崛起的文官派系当中 极为流行 他们无法容忍军人们 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冒险 或者是政治冒险 更无法容忍军人们 在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之下 去挑衅一个 庞然大物一样的殖民帝国 军人们理所当然的 无视了文官们的批评与指责 他们固执己见的 按照自己的想法 一步步地推动了国家 朝着他们预想当中的轨道前进 对了 巴西人除了表示 免除大量债务以外 还表示了 可以进一步 开放圣保罗的市场 将圣维森特 设为贸易通商口岸 允许我们的商品 尤其是纺织品 在此进行直销 要知道 在此之前 可都是一帮子巴西本地商人 在代理销售我们的商品 这一次他们真的是下了血本 之前一直在默默地听着 其他几个人高谈阔论的纺织工业总局局长 涛晨熙突然说话了 而他的话呢 也让其余的诸人听了以后一阵地摇头 巴西人如此的急切 但最后恐怕还是要令他们失望 喂 老陶啊 注意你的屁股啊 你可别因为当了巴西的女婿 就一屁股坐到人家那边去了 最近你老婆的枕边风吹得很厉害吧 哈哈哈哈 许信开玩笑地向陶晨熙说道 枕边风那是天天锤啊 也就是这两天 他住娘家去以后 活着耳边才清静了一些 陶晨熙也笑着说道 我那便宜大舅子布兰科 还来找过我两回呢 让我在国内活动活动 特别是在几位执委会委员的面前吹吹风 让执委会能够下定决心 直接干涉巴西的战局 这不嘛 为了给我一些动力 他们还许诺了 要送给我圣保罗父亲 老大一片棉花种植园 可惜啊 如今的政策风向不对 我是赚不了这个便宜喽 几个人又胡吹海砍了一番 最后都回房间去休息了 1641年6月9日 在盛维森特港 休整了好几天的船队 再次拔锚起航 踏上了返回东岸本土的旅程 而在此之前呢 东岸共和国 驻盛维森特全权代表许信 开始频繁地出席 巴西当地贵族 大地主举行了宴会 他在多个公共场合高调地宣扬 支持巴西的言论 认为 葡萄牙王国 与荷兰人签订的和平协议里 关于巴西的内容是不适当的 并明确表示了 东岸共和国将以极其优惠的价格 向巴西人提供足够武装数千人的武器装备 除此以外 他甚至还向外界暗示 东岸人可能向巴西人出手 从不外销的攻城重炮 以及轻面的陆军用 十二磅钢制场馆加农炮 他的这番表示 令巴西人欣喜若狂 同时呢 也更加坐实了东岸人 亲巴西的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菱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4章 当然了 这也令荷兰地区的荷兰西东公司高层们恼火半分 因为他们知道 随着东岸人的有限介入 荷兰人势必要花费更大的代价 来对付那些如同畜虫一样 讨厌的巴西民兵 他们都是生意人 对于任何增加成本的行为 都是极其厌恶的 看来是有必要找东岸人好好地谈一谈了 1641年4月 自从陆军第一年和第103年 相继装船前往南非地区以后 执委会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预案 毕竟他们也担心荷兰人万一想不开 突然向东岸共和国开战 那样要是预先没有准备的话 可就措手不及了 而且随着执委会诸位委员们 普遍判断将来东进马六甲海峡 必定要与荷兰人爆发冲突 那么从现在开始进行战争准备 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从4月初开始 在政务院的统筹之下 外交部下属的贸易局 开始加大了从欧洲进口优质的煤炭 石墨 水银 铅 铜 锡 亚麻 石蜡 马屁等战略物资的劣度 当然了 人口的引进也在同时进行 原本已经逐渐停滞的法兰西移民 因为形势变化再度开闸 可以预期 大量的法义移民将在接下来几个月内 通过各种渠道蜂拥而入东岸共和国境内 为了抵消大量的法义移民带来的影响 民政局同时也加大了利沃尼亚移民的引进力度 同时还从土耳其人那里 大量购买了波斯 希腊 哥萨克 达达努力 以平衡国内的族群势力 与此同时 河洛尼亚城的东岸代表 也正式向前来交易的商人们宣布 华夏东岸共和国将敞开收购 除铁以外的各种金属矿物 硬煤 羊毛 棉花 传材 牲畜 硫磺等物资 尤其是智利的硫磺 东岸人更是将收购价直接上浮了30% 并明确表示 有多少收多少 当地的商人们也不傻呀 他们从东岸人的举措当中 秀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味 因此很快便驾船离去搜索物资 争取在科罗尼亚城关闭之前 做上一大笔生意 打捞上一把 4月10日 之前因为建筑队任务繁重 以及材料紧缺 而被取消掉的 连接东方港和米林湖的运河工程 开始再度被人提及 大家有些担心 如果一旦和荷兰人全面开战 东岸沿海也许将再一次遭到封锁 那么沟通北方鸭子湖 重工业区和南方人烟稠密的首都地区的 近海通道将被切断 那样的话 北方的钢铁 机械 煤炭 布皮等工业品 无法难运 而南方的粮食 肉类 油脂 食盐 皮毛等生活物资 无法北运 这么一来的话 只能是依靠效率极其低下的路上运输 更别说此刻 这东方港向北还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 因此 连接首都地区和北方米林湖的通道问题 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因为 只需要将东方港和米林湖打通 那么内河小火轮 便可以通过米林湖 两湖的运河 鸭子湖 直抵北方的平安线 这样就保持了内陆地区的畅通 维持了国家南北两极的稳定 当然了 运河工程此时被人们所提及 并不是说 要开凿的这条 长度可能近百公里的运河 而是作为修建一条 从首都地区 直通米林湖的 路上交通路线的陪衬 被人提及的 在座的人 都不是没有务实经验的书呆子 开凿一条 总长上百公里的运河 对于如今国力有限的 华夏东岸共和国来说 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更何况 在原本的计划当中 这条运河途径的内格拉湖 内格拉湖沼泽泽区 米林湖等水系 都是半咸水水系 因此呢 这条运河一旦开通到首都地区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对当地的土壤 水源等造成污染 这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呢 这条耗费巨大的运河计划 其实啊 早在去年就被枪毙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修建一条 从棉农乡抵达北面 米林湖的路上通道 早在去年年中 交通部下辖的设计所 工程师们 便规划了一下路线 整条道路从棉农乡向北修筑 途径镇远乡以后 继续向北修筑50公里以后 蜿蜒向东北 直抵后市的乌拉圭 7月18日镇附近的圣米格尔河畔 圣米格尔河的宽度 水量 水深都还可以 除了部分航段 可能需要稍加输军以外 整条河通航吃水浅的内核运输船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条路上通道 全长约在80公里以上 途径的地区 都是平坦的大草原 而且平均远离海岸 二三十公里以上 安全性方面也是毋庸置疑 从去年开始 交通部建设四局 五局 便开始从南北方向 同时平整土地 航实地基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奋斗 目前这路基已经修筑完毕 只等着开始正式建设了 不过 另所有人 包括很多的穿越种在内 吃惊的是 这条修建当中的路上交通线 竟然不是如同一号公路一般的 百游马路 而是港制轨道 俗称铁路 轨道在如今的东岸共和国境内 并不先见 无论是矿山 码头 还是专摇厂 都使用了许多港制轨道 用来运输物资 不过 像如今这般 一搞就是几十公里的大规模 铺设铁路 还是头一回 要知道啊 按照如今东岸共和国的标准 间距1500毫米 不同于后世的1435毫米标准 轨距的钢制轨道 每米约重40公斤以上 70到80公里长的铁路 可能需要3000吨以上的钢铁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根据目前平安钢铁厂月产600吨的生铁 250吨钢铲量来说 铺设这么一段铁路 可能需要大力压缩其他方面的用钢需求 然后攒上个一两年 方才够用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困难 指引会却没有打算退缩 在建设狂人 政务院总理马甲的毅力坚持之下 这条铁路无论如何都要上马 而且军方从国家战略安全方面考虑 也对马甲的意见予以了强烈支持 轨道马车 比起传统的马路用四轮马车来说 无论是载货量还是行车速度 都不是后者能相比的 毕竟 这光滑的金属之间的滑动摩擦 可比粗糙的柏油路面要小了很多 熟悠熟劣 大家是一目了然 因此呢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平安钢铁厂就在政务院的命令之下 开始转产 即压缩生铁的生产比例 加大钢的生产量 至于这轨道用钢的配比 则是自然科学研究院 也金锁经过了长期实验 研究出的一种碳钢 该碳钢这承重力强 而且有着一定的韧性与弹性 进一步地减少了马车轮 对轨道之间摩擦的系数 非常适合用来制造钢轨 从去年年中开始 直到今年的四月份 除了保障筑炮用钢以外 政务院压缩了其他一切 非必要的用钢要求 到目前 为时累计工生产了 1600多吨轨道用钢 底机械厂 利用这些钢水 共铸造了3000多根 工自行的钢轨 每根钢轨长12.5米 重约500公斤 与此同时 位于河南乡以西 西湖堡的两家木材加工厂 也开始按照这交通部下发的 标准尺寸加工枕木 一机厂也开始用车床 大量的加工钢轨之间的接连键 固定用螺栓等零部件 而为了加工出这些产品 木材加工厂和第一机械厂 甚至还添置了大量的新机床 同时呢 培训机床操作工的工作也在同时展开 而为了给这些新天的机床提供动力 一机厂的锅炉车间也开始加班加点 给这几家厂建造大型的动力锅炉 以及传动设备 由此可见 搞工业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个体系是相辅相成 相互作用的 缺一不可 每一个工业技术进步 都是整个工业基础 一点一滴得来的 不能有任何的短板 也不容有任何侥幸 在这个时候 也不是没有人指出 目前的蓄力轨道马车 载货量有限 其实呢 完全没有必要修建 如此高标准的钢轨 在实际使用当中 修建每米重不到十公斤的轻轨 就已经够用了 这样的话 就能节省很多的钢出来了 不过呢 政务院对此事一概否决 坚决使用高标准的钢轨 马甲甚至扬言 哪怕这钢不够用 铁路停下来 在那等着 也要全部使用 拥有高承重能力的重型钢轨 从今年年初开始 交通部下下的交通四局 抽掉了部分人手 从棉龙乡开始向北 交通五局 从米林湖湖畔的 原路军哨所位置 从北向南 开始了南北对近 铺设铁路 钢轨与枕木之间的连接 用大号的螺栓固定 而钢轨与钢轨之间呢 则用特定的铁制连接件来连接 每两根钢轨之间啊 都留有一点细小的缝隙 这是给夏天高温时 钢轨热胀冷缩 而留下的间隙 而正是因为有这个缝隙的存在 才有了火车通过时 咔咔的声音 从一月份到四月份 三个月过去了 交通部下下的两个建设局 数百名职工 外加两千多名南非劳务工 加班加点 一边继续夯实地基 一边埋设碎石子 倒扎和枕木 然后 栽在枕木的上方 铺设钢轨 截至目前 从两个方向对近的建设局加起来 共已经铺设了大约二十公里的钢车轨道了 以这个修建速度来测算的话 交通部非常乐观地估计 这条长约八十多公里的华夏东岸共和国 境内的第一条铁路 将会在年底彻底的完工 明年上半年就能投入使用了 这条铁路修建完毕以后 交通部还将在旁边继续修建一条副线 以便南下和北上的货车可以相对而行 这样一来 首都地区的物资 就可以不惧敌人的海上封锁了 五月的东岸野外 处处是一片迷人的深秋景色 梅林河畔 及圣米格尔河 因为这河边大量种植者 移民带来的梅树而得名 五百多名新来的法兰西移民 正在与本地的原住民 及三百名名人 一百名查鲁亚人一起 晖汗如雨地建设着一座码头站桥 这座执委会新设立的梅林港码头 是将来国内南北运输重要的转运站 梅林港在未来的规划当中 既是一座内湖港口 同时还设有一个铁路站 无论是梅林港码头 还是铁路站都归交通部之下 在此设有一个大规模的转运货厂 以及仓储基地 用于转运或者临时存放南北往来的物资 带着铁锈的钢制轨道 从码头兼铁运站货厂内延伸而出 朝着西南方蜿蜒而出 一直消失在地平线上 这条正处在修建当中的钢制轨道 就是目前在东岸共和国国内赫赫有名的棉梅县 及棉农乡到梅林港铁路 该铁路总长80公里以上 耗费是极其巨大 不但交通部下下的五大建设局 有两个派驻到了这里 进行艰苦的铁路修建工程 就连着第一机械厂 平安钢铁厂 河南木材加工厂 西湖木材加工厂 大鱼河冰工厂 北方冰工厂 建筑材料公司 内核运输公司 陆军部 内务部等单位都被动员了起来 全力保障整条铁路的修建 而在锦邻铁路的地方 几间巨大的厂房 孤零零的处立在那里 厂房的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上面用黑色的墨水 写着交通部 南方车辆厂 几个大字 此时 工厂大门紧闭 几名内务部的警察 持枪在门口警戒 而在厂房的内部 巨大的机械轰鸣声 正在响个不停 12.5米的钢轨 进行着车销加工 以使其精度 更加的符合要求 这种车销工作 极其的废刀头啊 不过谁让如今的东岸人 一直没有找到 落铁矿的存在呢 没有这个乌蒙等金属 高质量的合金刀头 就只能是一个空想啊 加工好的钢轨就推翻在旁边 十几名工人 正在一台小线的蒸汽吊车的协助下 将这些钢轨 运到了一辆木制平板轨道马车上 每当装满了几根钢轨以后 马车的车夫便驾驶着马车 缓缓地离开了车间 顺着轨道驶向了厂房外面 然后拐上了已经铺设好的 部分棉媒线铁路 朝着南方的工地上运输着钢轨 当然了 有些拉钢轨的马车 也会将部分钢轨运到码头上 然后在蒸汽塔吊的协助下 将钢轨吊上停扣在目前临时使用的 木制站桥边的内核小火轮上 这些蒸汽小火轮 将把钢制轨道运到南方的棉农堡码头 然后和这边一样 通过轨道马车运输到建设工地上 给交通四局的职工们铺设铁路使用 这种为了轨道而专门设计的马车 就是由南方车辆厂车厢车间生产的 这种轨道专用马车 有着多个型号 有四轮的六轮的 甚至还有八轮的重型车厢 与轮子数量相应的 玩马的数量也要成比例的增加 该系列马车统一使用 钢制突圆车轮 使每个车轮通过一根车轴 固定连接在一起 被称作是一个轮队 轮队之间的距离 被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的偏差之内 即小于1500毫米的轨距 以确保车轮不会下到轨道 受限于目前的加工水平 即缺少高精度的磨床 以及材料的限制 车轴与车轮之间并没有使用轴承 而是采用的传统的滑动摩擦 对于这种情况 交通部的技术员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们只能选择往车轴内加蜡 油脂等润滑剂进行润滑 以减小车烂的磨损 而车厢底部也创造性地 安装了一些减震弹簧 弹簧用铜制作 经过高温加热达到850度 一段时间以后 放入40到60度的植物油内 脆火处理 持续几分钟以后 取出并且清除油垢 然后放回炉中回火 400到500度 持续5分钟 最后放入20度的水中 经过这样处理的弹簧 弹性均匀持久 能使用很久都不失掉弹性 当然了 还是受限于材料的问题 缺乏一些稀有的金属 无法制作高弹性的合金铜 这一种方法制作的弹簧的寿命 较现代来说短了许多 不过这目前呢 也只能是这样了 先将就得用吧 至少这也是一项 远远领先这个时代的科技啊 马车上的制动装置 是一块用铸铁制造的 踏面炸瓦 炸瓦通过传动部位 与车轮踏面相对 当驾驶员即将到达目的地 需要减速 或者是因为意外情况 需要紧急停车的时候 便进行手动制动 这个时候 炸瓦便在传动部位的作用之下 紧紧地抱住了车轮 靠着摩擦力 来使车辆减速或者停下来 在这一过程当中 车辆巨大的动能 通过摩擦 转化成了巨大的热能 无论是车轮还是炸瓦的温度 都会急剧升高 在这个时候 如果材料不是很过关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问题 导致车轮或者是炸瓦的表面 出现军略 不过 在南方车辆厂的几位穿越众 设计师们看来 现有的轨道马车 以及早期的蒸汽货汁的速度 都不是很高 时速大概在几十公里上下的样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使用铸铁闸瓦 这问题就不大了 车厢为标准木质车厢 不分前后 两侧装有很多的挂钩 并于挂机玩马的牵引缰绳 目前 这南方车辆厂 已经生产出了八辆 实验性质的四轮轨道马车 四辆分配到了南边 四辆留在梅林港 做试运行 这试运行结果 总的来说 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5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5章 新设计生产的车辆 在刚开始 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不过呢 吃辣厂的技术员和工匠们 都及时地给排除掉了 并认真地记下了 每一次故障发生的原因和次数 以便将来更好地改进车辆 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目前已经正式地加入了华夏东岸共和国 国籍的托里柴里 一开始 他对于他的穿越中同行们 将一辆货运轨道马车 设计得如此精巧 或者说麻烦 很是不解 在他看来 一辆拉货的马车而已 完全不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很多部件完全是可以简化设计 他很不理解 穿越中为什么会将其搞得这么复杂 因为这样制造的话 这成本会比较高 维护起来也很麻烦 当然了 故障也会比较多 因为增加了很多零部件 相应的故障点也就增多了 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不过 穿越中设计师 南方车辆厂的厂长 齐永杰在将执委会和政务院的最高指示 告诉了他以后 托里柴里顿时就激动了 因为齐永杰告诉他了 执委会决定开始尝试研发蒸汽机车 即将蒸汽机作为车头来提供动力 同时将许多车厢连在一起形成列车 由蒸汽机车头拉动的列车前行 由于这蒸汽机车头 理论上能够提供的动力很大 因此这种被穿越中设计师称作是火车的车辆 无论是载货还是运人 效率都非常的高 拉起数百端的货物来轻轻松松 托里柴里不是没有眼光的佣人 相反他很聪明 眼光也相当的犀利 动手能力也挺强 他很快就发现了 目前南方车辆厂生产的一系列轨道马车当中 使用了相当多的传输中的火车的技术 比如这突原车轮技术 车厢减震弹簧技术 扎瓦制动装置技术 以及两个车厢之间 连接用的车勾缓冲装置技术 这一种技术还是前一阵子托里柴里亲自参与的 他和一帮子所将们一起埋头研究了几个月 经过多次设计制造 试用 改进 再试用 再改进 这么一个痛苦而又快乐的循环过程 终于是研制出了符合上级要求的车勾缓冲装置 当然了 在托里柴里看来 现阶段想要研发蒸汽机车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核心的提供动力用的高压蒸汽机 就穿越中现有的最大0.8兆帕气缸压力的蒸汽机来说 先不论其性能和可靠性怎么样 但就这输出功率恐怕就稍微小了一些 不是说这个蒸汽机驱动不了列车 而是只能驱动轻载的列车 一旦这挂载的车厢过多 或者是装运的货骨过重的话 火车的速度就会慢得令人发指 因此呢 说到底 还是需要继续开发更大数数功力的蒸汽机 关于这一点 第一机械厂锅炉车间的技术员们已经开始努力了 除了核心的高压蒸汽机以外 南方车辆厂还需要克服一系列技术障碍 比如这蒸汽机机车车架 走行机构 涉及到动轮 从轮 导轮 轴枪 转向架 轻引装置等一系列技术 等技术 此外呢 还要设计一个煤水车 而且这蒸汽机的设计啊 恐怕还要优化 无论是从气缸密封 还是 发动装置 都需要重新考虑 优化设计 以最大可能的提高蒸汽机的输出功率 总之啊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克服的技术难点 不计其数 如果真的研制成功了火车 这种现阶段工业皇冠级别的东西的话 那么 几乎可以明确地宣布 华夏东岸共和国的工业水平 已经再一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好在春月中 现在也不急 大家慢慢地研究 试之 这是一个长期的技术累积过程啊 就不信了 花上个五年 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 就没法突破这些技术障碍吗 汉斯上市 一边拿着牙签 剃着牙 一边出了阵远乡 铁路车站大门 朝着北方走去 中午吃的萝卜炖牛肉 不知道是哪个挨牵刀的家伙烧的 这肉一点都不烂 让他本就有些粗大的牙缝 都塞满了肉丝 早知道就不该贪吃这些免费提供的工作午餐了 而是应该去城里 吃一碗热乎乎的胡椒羊肉粉丝汤 又香又辣 可比这老的跟棉花似的炖牛肉要好吃多了呀 妈的 这南非黄牛 就是没有拉布拉塔牛好吃啊 也比不上新华夏运过来的驼风牛 真的那样的难吃 汉斯上市 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翻身骑上了一批顺在铁路旁边 力数上的战马 检查了一下装具以后 便朝着前方工地而去了 去年的他和法比安两个人双双的一上市军前 从陆军第四连当中退役了 其中法比安如愿以偿地回到老家定远乡 担任了武装部长 这本来就是内定好的事了 要知道啊 法比安可是上头重点培养的干部啊 至于他本人 曾经的汉斯上市 则因为和郑远乡的贵族欧阳乡长有些旧交 因此呢 被分配到了郑远乡担任武装部长 说实话呀 郑远乡才一两千人口 基本上都是以养养为生的牧民 这武装部长的工作实在是清闲的很啊 只要每年下一次乡 到各个村里与当地的民兵主任 一起核实一下各村的民兵人数 然后考察一下民兵们的训练状况即可 其他的时间 你就是整天的躺在办公室里睡大觉 都没有关系 当然了 你如果被封忌警察揪到了睡觉的场面 那可就麻烦了呀 很可能会为此丢了职位 郑远乡和牧场乡两个地方 是骑兵年的兵源目击地 两地有很多的哥萨克达达牧民 奇数卓绝 每月的一次骑兵训练 是汉兹最喜欢看的热闹了 不过呀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 他的这项唯一的乐趣就被取消了 两地大量的牧民被蒸发了起来 每个月固定的时间都要到棉梅乡铁路工地 与交建四局的职工们一起参加铁路修筑 如今这棉梅乡铁路南端啊 早已经修到了镇远乡 并且还在这里建设了一个车站 然后呢 修筑队继续向北 就修出去七八公里的长度 效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汉斯骑着战马慢慢地徘徊着 细小的雨滴打在他脸上 使他感到了一阵凉丝丝的 愤脈的惬意 路旁就是修筑在差不多和地面齐平的路基上的 笔直铁路 一根根12.5米长的钢轨 被用铁制连接键固定连接在一起 也许这些钢轨都已经生产出了不短的时间了 这表面上都有些秀气斑斑的 不过看起来还是相当的结实 耐用 比起当初他在矿山上见过的那种 宝铁木制轨道 强得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承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钢轨的底下 每隔一段距离就固定着一根枕木 据说是用来将钢轨承受的重力 均匀地分散到整个路基上 这些枕木大部分是采发自新华夏地区的硬木 少部分进口自拉普拉塔 然后经过了熏征 烘干处理 拿来当枕木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这交通部铁路 着实是占用了太多的硬木资源 导致本来准备大造商船的南海运输公司的 丁灿林丁老总极为恼火 多次在公开场合 指责交通部不顾大局 看不到眼下国家的运输通位有多么紧张 枕木的旁边 散放着大量的不规则状的碎石子 被称作是倒闸 据说能够有效的吸收车辆通过时产生的噪音 同时呢 还有利于排水 汉斯很快地就来到了建筑工地 此时啊 大批灰头土脸的南非老武工 在内务部警察的监督下干着活 他们在交界四举职工们的指挥下 几个人一组有节奏地喊着耗子 将手中沉重的石航航到地面上 在他们的努力下 原本有些松软的泥地 陡然变得致密结实了许多 地面也平整了许多 在他们航过的地基的旁边 一些黑人老武工们正在使用大铁锤 锤碎石子 每破碎完一大块石子 旁边便有人用扫帚将其扫入墨器内 然后倒到固定好的枕木的地基上 再均匀地铺开 地基的下方是一条条挖开的排水沟 黑人老武工们正在交界四举的工头 在领下清理沟内的积水 然后运来了红砖 砂石和水泥 准备砌一个防渗漏的永久排水沟 不过呀 漫天的雨水 将它们的劳动成果毁掉了很多 它们必须不停地排干沟渠内的积水 然后快速平整好沟底 再修计水渠 由于这里靠近一条小河 平时年降雨量也不少 大概接近一千毫米的样子 因此地下水位很高 再加上从昨天晚上开始 并一直下着雨 因此这段沟渠内的积水 直接没过了脚踝 离膝盖也不远了 南非老武功们吃着脚 汤着冰冷的雨水 然后拿着木勺 将沟渠当中的积水 咬到放在旁边的木桶内 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 它们很多人被冻得嘴唇发紫 长期泡在水中的脚 也被泡得发白 大面积的脱皮 很多人的脚丫子都被泡烂了 走起路来一蹶一拐的 不过这些老武功却不敢有任何偷懒 也不敢有任何的一丝怨言 因为旁边那些穿着油布雨皮 腰间挂着军刀的内务部警察 正在冷冷地盯着他们 它们也动得厉害 很多人嘴里呼出的热气 在空气当中凝成了白雾 不过 它们似乎是将满腔的运气 都发泄到了眼前这些 正在干活的南非劳工的身上了 似乎是这些人才害得他们 在这种冷雨天气下 还在野外折腾 上午的时候 曾经有几个干活不积极 或者是口出怨言的南非劳工 被这些充当监控的内务部警察 拖到了旁边一顿暴打 那残骄的声音啊 几百米外都能隐约地听到 如今这几个身上血迹斑斑的倒霉家伙 正被这些警察们 像愣破布一样 愣在一边 也不知道死了没有 几只军犬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 不迟地拿鼻子闻一闻他们的身体 这令在一旁干活的老老公们 看得是心惊胆战啊 手底下的动作也不由得加快了几分 汉斯将马将 弄给了旁边的一名 真远派出所的警察 然后提着一个石盒 静止朝着旁边的一个 木头搭起的遮雨棚而去 遮雨棚的下面坐着几个人 领头的一个赫然是西北肯治银行 真远分离出的王大监 由于这政务院下了文件了 要求临近铁路的定远乡 棉农乡 真远乡 棉农港等地机关 企业干部职工都要轮番地上工地参加劳动 因此在这里看到王大监 一点也不奇怪 王大监大咧咧地坐在了一张太师椅上 他的两个手下也在一旁 其中这周大和手里拿了一张纸 貌似在给他汇报着什么东西 而另外一名少年 安德森则在旁边拿着刀 替他切开了一个 从新华夏运来的椰子 现场办公啊 王大监 还真是敬业啊 汉斯操这一口德意志强调的汉语 笑嘻嘻地说道 最后 将手中的一个木制石盒 放在镯子上 说道 从城里带过来的羊肉粉丝汤 还有蒸饺 烤羊排 我骑马过来的 还惹乎着呢 赶紧吃吧 正在切着椰子的少年安德森 欢呼了一声 直接一把将石盒抢了过去 打开了盖 然后对着热气腾腾的蒸饺 一阵猛羞啊 陶醉地说道 啊 我最爱吃的韭菜鲜肉水饺 哎呀 这里面还放了虾仁和肉渣 真是太香了呀 王大监一巴掌 拍在了安德森的脖子上 笑骂道 兔崽子 就知道吃 和你爹当年 一样的臭毛病 说完 又朝着汉丝笑了笑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奶那个熊的 这个四处漏风的破地方 浑身冻得跟冰块一样 冷风嗖嗖的往衣领里钻 还是吃碗热汤 暖暖身子舒服啊 小周 快一起来吃吧 不然全被安德森的小子吃完了 你们两个吃完了以后啊 挖会排水沟 我们今天的任务 才干完三分之一啊 别再拖到明天了 周大和应了一声 端了一个木屯坐了过来 然后和王大监 安德森两个人 一起吃起了午饭 汉丝上士笑了笑 从兜里摸出了一个烟斗 又从桌上王大监的包里 顺了一袋烟丝点上 然后靠在遮雨棚的木梁下面 定定地看着远方 南方的地平线处 缓缓地驶来一辆 有两匹马拉的轨道马车 马车在轨道上平稳地走着 平板车厢上摆放着沉重的钢轨 时速大概在十来公里的样子 不快也不慢 钢制突圆车轮 与轨道摩擦发出的隆隆的噪音 每越过两根钢轨之间的缝隙时 便发出咣当一声响 马车很快就抵近了终点 驾驶员拉下了制动手闸 钢制车轮和钢轨之间 发出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在行驶了一段距离以后 轨道马车精准地 在最后一根颇设好的钢轨上停稳 显示出了驾驶员精湛的技术 前方路基的边上 罗纳尔德警官和伯格丹协警 一起指挥着几十名南非劳务工 开始卸载马车上那些沉重的钢轨 整个场面看起来热火朝天 明眉县八十公里的铁路 就这样子 在沿线广大干部群众 交建四局五局的数百名职工 以及两千余南非劳工的辛勤劳作之下 一点一点地往前延伸着 1641年6月20日 请 东方港 执委会行政大楼二楼 交通部办公室 什么 你跟我要传用木材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找谁要去啊 现在木材这么紧张 我又不会变戏法 哪能给你拿出多余的木材来啊 萧百浪揉着额头 一脸苦相地朝着坐在他对面的 南海运输公司老总丁灿林 说道 小部长啊 部里这次也太偏心了吧 丁灿林有些郁闷地说道 本来预定要给我们的 两千立方的传用木材 硬是一点都没剩下呀 全部挪到北方木材加工厂内 加工枕木去了 我想问一句啊 到底啥时候才能给我们造商船呢 何止这新成立的铁道总局是亲儿子啊 咱南海运输公司就是后娘养的呀 丁灿林嘴里说的那个铁道总局 是刚刚成立的副部级单位 同样归属于交通委员萧百浪的领导 该局统筹管理国内的铁路运输 维护保养 轨道马车的生产 修理 南方车辆厂 已经从交通部内正式划拨到铁路总局来管理 的日常运营 新型的铁路机车 及蒸汽火车的研发等事宜 是国内除了纺织工业总局以外 第二个经济部 在很多熟知铁路发展潜力的穿越众眼里 是一块了不得的大肥肉 因此 很多在部委里面私混 郁郁不得志的酱油穿越众们 纷纷是开始大显沉通 各走门路 飞了几个有限的职位 几乎打破了头 场面意识极为惨烈 你瞎扯什么呀 小百浪不满地拍了拍镯子 提高了嗓门 说道 大鱼和海军造船厂 不是已经在替你们造一艘 标准排水量650顿的敌行运输船了吗 你还想咋样啊 我的大部长啊 你也说了制造一艘啊 丁灿林一把枪带在头上的礼帽揪下来 着急地说道 海军部财大气足 一口气下了一艘快速巡洋舰 和一艘护卫炮舰的订单 听说啊 还在执委会那里游说诸位领导 批准拨款 再开工建造一艘战略舰 以完成那个什么狗屁的四四舰队计划 靠 我也不奢望跟海军那帮子军国主义狂人相比 可好歹也不能被落下这么多吧 目前我的手头上才七艘敌行运输船 总运输吨位刚刚超过了四千五百吨 再看看如今我们的经济规模 这完全就不成比例啊 起码再给我添两艘这种大型的敌行运输船啊 让我的船队规模达到十艘 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运输吨位总是紧巴巴 不得不大量雇用了法国 西班牙 葡萄牙 甚至是荷兰的运输船 来帮我们跑运输 这每年给的足金啊 就海了去了 一点也不经济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5m出品的 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6章 刚才这丁某人提到的海军部四四舰队计划 是王启年最近提出来的 即以四艘八月十日级战列舰 四艘洋武级原型 及其改进型 及超涌级飞船 再放大长官比例 改横翻为纵翻 快速巡洋舰为主力战舰 服务以大量的马岛级护卫炮舰 作为国家的海上力量的主体 按照这种标准配置的东岸海军舰队 至少在南大西洋这片海域内 没有任何敌手 当然了 这种规模的船队 也给国家带来了 极为沉重的财政压力 毕竟这海军 那总计大几百门火炮摆在那里 全体打一发训练弹 就要耗费300元左右 再加上这舰船上 日常的维护保养 修理 人员薪资等等费用 每年的耗费是极为巨大的 这还是和平时期 如果在战时的话 这耗费还要打着滚往上翻 这就更是一个无底洞了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海军真的是一个贵族军种 吞金巨收 如果这国家财政不够宽裕 或者是工业生产能力不够强大的话 最后还是不要玩大海军了 真心的玩不起 我也知道 老族人家的船不划算 但这不是救急吗 萧百浪稍稍地坐直了身子 说道 我知道租金贵 不划算 而且还不安全 不过这路也要一步一步地走不是吧 我就不说别的了 上半年统战部 在加勒比海附近 找母来的六百多名海盗 能分点到你的手里吗 我看你啊 还是别痴心妄想 这些都是海军给自己即将下水的战舰预备的 没有你们南海公司什么事 我看你啊 最多还是打打那些马来奴隶的主意 这还现实一点 萧百浪的话一出口啊 就说中了丁灿林的痛处 是啊 那几百个海盗都是今年的老水手啊 谁不掩馋呢 今天他丁灿林跑来交通部 一是想要要点好处 另外一个啊 也是抱着万一的念想 看看能不能奔到一些招募的海盗 到他船上去做水手 不过如今看来啊 显然是没有可能了 萧百浪是中央领导 比他更熟知很多事情的内情 他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没戏了呀 那些海盗水手 都是海军部给自己留着的 别人谁也别想染指 话说这东岸人 为了解决水手不足的问题 可谓是伤透了脑筋啊 去年成立的统战部 这一年多来啊 唯一的工作就是 为东岸共和国的战舰 商船 招募足够的水手 因此呢 无论是加勒比海盗 流浪的落魄水手 或者是新华夏地区 送来的马来奴隶 都是他们的统战对象 从去年年初到现在 统战部已经统战了 大约近千名的欧洲海盗 此外呢 还开设了学习班 陪去了200名 河中堡地区挑选以后 送过来的马来人 奴隶水手 即贝奇米萨拉卡人 这些都是给内核运输公司 和南海运输公司准备的 不过很显然 他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至少这南海运输公司的水手数量 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很足 妈的 真是不爽 丁灿灵着嘴里 还在失望地骂骂咧咧 以前是人等船 现在可好 他娘的船等人 邪门了啊 算了 我今天就来发发牢骚 没啥事 我就先回去了 码头上一堆烂事 还等着我处理呢 有一批运往布里斯托尔的武器 马上就要装船出海了 英国人那边随时会爆发内战 那个老王党亚伯拉罕的代表 几乎每天都要到码头上催我一遍 都烦死了 哎 我先走了啊 小部长 急个屁啊 肖白浪骂了一句 随即开口说道 你的那些破事啊 都交给你的秘书去办 英国佬那船武器赶紧给我发了 支持王党是我们国家一贯的政策 别拖延了 好了 你现在去收拾一下东西 交代一些任务 然后给我出一趟柴 去北边 喝口饱 有好东西给你看 丁灿林愣了一下 随即便走出门来 和他的秘书交代起接下来几天的工作 交代完了以后 他便和肖白浪一前一后走出了支委会行政大楼 很快 他们两个人在几名内务部警察的簇拥下 乘坐一辆小型的客运马车 离开了东方港 朝着西边而去 四轮客运马车轻盈地行走在一号公路上 摆油铺旧的路面异常的平整 再加上着车厢底部安装的简针弹簧 马车里面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颠簸 嗯 如果将车轮换成是橡胶车胎 那就更好了 只可惜啊 化工部门竟然无人知晓 如何使橡胶流化 目前还在反复实验和摸索 短时间内看来是指望不上了 马车花了一个多小时 便赶到了定远乡 萧百浪在谢绝了乡长林友德的午餐宴情以后 又和丁灿林等人 在乡政府内借了几匹骑程的砸马 迎着大鱼河朝着北方的棉农乡而去了 到了棉农乡以后也不停留 匆匆地吃了几个肉饼当做午饭以后 便再度北上 在下午时分抵达了镇远乡 镇远乡是首都地区最偏远的一个乡镇 当地的欧阳乡长 在得知了萧百浪等人还要继续北上时 二话不说 命令乡派出所的所长罗纳尔德警官 带上几名派出所的警察 一起随行保护 就这样子 已经膨胀到十余人的队伍 沿着正在修筑的铁路线 一路北上 中途 在交界四角的野外活动木屋内 宿营了一晚以后 第二天 又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抵达了米林湖南岸的梅林港 梅林港这座人口不足千人的港口城镇 如今已经展现出了 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的蓬勃朝气 当地的居民们 在大渔河青年干部学院派来的干部的组织下 正在努力地修建着铁路车站和货运码头 与此同时 一批从北方蒸发过来的 处于农贤期的农民们 也在建筑队工头的指挥下 给这座城市兴建居住的房屋 下水道 饮用水净化设施 公共厕所 仓库等生活设施 也正是在这些人的心情努力之下 东岸人才创造了 相比于这个时代 欧洲国家一个又一个 堪称奇迹的东岸速度 梅林港有这一家 处于萧百浪分馆之下的 南方车辆厂 不过 他没有心思去参观 6月23日 萧百浪一行人 搭乘了一条 从梅林港返航的运输钢轨的 72吨级小火轮 向北方进发 在穿过了风光秀丽的米林湖以后 小火轮顺利地进入了水流平缓 连通着米林湖和鸭字湖的两湖运河 最后 在运河北段的进鸭字湖出口处 附近的河口堡 及后世的佩洛塔斯附近 码头下了船 在这里 同样处于它分管之下的 现代特种船舶厂 正静静地坐落在运河的岸边 现代特种船舶厂 是一家年轻的造船厂 始建于去年12月底的造船厂 在活跃于南鸭字湖地区的 交建三局 即为河口堡 香山堡 西湖堡 修建各类设施的重点照顾之下 只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将厂房 宿舍 仓库 堆厂 船屋等设施 基本修建完毕了 然后 在从大约河海军造船厂 镇海造船厂 以及其职业学校内抽掉了大批的技术源 工匠 和学徒以后 现代特种船舶厂的骨架 算是搭建了起来 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磨合了一下以后 该厂目前已经初步运转了起来 四月份的时候 一艘由船舶设计所特别设计 交通部定造 海军部监造 镇海造船厂承造的 730吨级 风帆多功能船 在两艘内核小火轮的托运之下 停靠在了 现代特种船舶厂的船屋内 开始进行了计划当中的 多种实验性改造 该船 由新华夏地区 采发回来的硬木制造 历时十个月方才制造完成 整船长58.3米 宽9.3米 设计船重300多吨 标准排水量730吨 满载排水量近850吨 长宽比达到了6.3比1的高数值 该船采用的 类似超永号的 飞舰式空心船手设计 三维峰帆 前维挂横帆 中维后维挂纵 正常情况之下 航速达到了10到12节左右 如果单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这艘船对如今的 华夏东安共和国来说 多少显留一些平平无奇了 因为啊 早在从前期的阳五号 再到后来的超永号的建造上 自然科学研究院 船博所的设计员呢 通过这些年来的 不断努力与实验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 关于飞舰船的参数 对于如何设计飞舰 也有了一定的心得 因此呢 这艘新建造的 730吨级多功能船 虽然这航速达到了 惊人的10节以上 但是也没有令它们 感到特别振奋的地步 因为啊 这在如今 已经初步地掌握了 飞舰式方帆船设计的 东岸船博设计师的眼中 实在是算不得多快 甚至可以说有些慢 这条船真正特殊的地方 在于船尾 即原本的弧形船尾 在中间被开了一个槽 安装了一个名轮桨 这条船的名轮桨 安装在船尾处 视为尾名轮 区别于安装在船腰处的 腰名轮 现代特种船舶厂的 穿越众船长 前初中物理老师 韦华 向萧百浪介绍着说道 当然了 目前这名轮桨是装上去的 但是转动的部分 还有些小的问题 因此呢 名轮目前还没法转 你这个名轮 丁灿林站在船屋内 盯着船尾处 那个巨大的名轮 说道 和妖名轮不太一样啊 我看那些内核小火轮的 妖名轮 传动轴都安装在 名轮桨的正中心 靠着自身的转动 来带动名轮桨的旋转 最初的时候 我甚至看过 他们使用链条 来带动名轮桨旋转 但是你这个和二者都不同 有点 有点像火车车轮的 传动方式 对吧 北花哈哈的一笑 说道 哈哈 其实是一个原理了 我们这里最大的革新啊 就是将撑气活塞的连杆 直接与名轮桨连接 利用名轮桨与轮船行驶的惯性 使气缸来回的做活塞运动 带动名轮桨来旋转 这样就省去了飞轮和齿轮这些东西了 效率也上升了不少 这事啊 还是铁道总局那边校门提出来的呢 他们派来的几个技术员就在那边了 我们之前是准备在船两侧 安装一个妖名轮来做动力 关于这北名轮这东西嘛 说实话呀 平时还真没有什么研究 这不嘛 正好铁道总局的人 正在研究列车行走机构的一些技术 也出了一些成果 便拿过来和我们共享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嘛 我们省了研发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也有机会去验证自己 是不是很成熟的新技术 方便以后改进 大家一起研究 一起进步嘛 列车走的机构 可比你这个要复杂多了呀 萧百浪是交通委员 平智里对于火车的各项技术研发 极为关心 因此对于目前正在研发的一些技术 也比较熟悉 只见他说道 至少它不只是一只轮子呀 如果四轮 六轮 甚至是八轮轮对的话 这个光如何将气缸活塞的动力 有效传导到车轮上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活计呀 里面涉及到了 传动系统的整体设计 金属材料的冶链 车轴的加工 润滑剂的选用 乃至轴承的研制加工 嗯 这个有难度 也不是必须要有的 等一系列技术 复杂程度 不是你我坐在这里可以想象的呀 要不然 有些人怎么会把火车这玩意儿 称作是现阶段我们的工业之花呢 呵呵 好在这些东西 只要肯花时间 肯投入资源 肯投入技术源 攻克他们 都不存在原则性的障碍 我相信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 进行研发投入 终有一天 会摘取这朵 胶艳的工业之花的 肖百浪一不小心 就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讲 不过呀 他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说的有些过了 哈哈的一笑 演示了过去 然后这话题一转 说道 明轮讲的问题先不说 这个动力是怎么解决的呢 能够提供多大的输出功率 小百浪这么说 也是有原因的 别看现在这内核运输公司的 35吨级的小火轮 在内核 内湖 沿海地带 跑得挺欢 不过 这蒸汽机的水平 可不敢恭维 锅炉体积大 笨重 气缸密封差 这热效率利用低下 输出功率小 这些都是交通部上下 对这种 十马力的小型蒸汽机的 一致的看法 这种小型蒸汽机的气缸 压力不到0.3兆帕 权重 即锅炉加气缸 超过了6吨 每小时消耗平安矿物局 出产的精煤 约50到60千克 这样的性能 只能说是 差强人意 好在 随着国内机场工业的进步 蒸汽机的各个部件的加工精度 也提高了不少 如今其可靠性 也提升了很多了 平均无故状的时间 较最开始 甚至一口气 提升了几十倍 这样的一种蒸汽机 用在小小的35吨级 内核平底运输船上 其实也不是太惊奇 毕竟其本身的重量 加上这附属机械部件 燃煤 锅炉用水 部分被件 以及烟囱等设施 就已经占掉了 船只四分之一的载重 这效率也太过低下了一些 不过当初这政务院 本着多多培养蒸汽机的 使用维护人才 并在实践当中 逐步改进 完善船用蒸汽机设计的目的 强力主导了 本土的内核运输公司 三十多艘运输船的 蒸汽化改造项目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才有了本土内核当中 蒸汽小火轮 满地跑的壮观场景 现在使用的动力 是一台一机厂锅炉车间 新进开发出的大力水手 一型船用单缸蒸汽机 维华介绍道 该蒸汽机的气缸压力 约为0.8兆帕 输出功率为30千瓦 大概是40马力的样子 能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 还是得益于我们基础工业的进步 比如这气缸内壁的通质弹簧 密封帐圈的使用 比如这气缸各部件 加工精度的进一步提高 即减小了摩擦力等等 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设计 比如在气缸的外壁上 加了一个保温壳 减小了活塞做工过程当中 热量的散失 再有就是 我们增加了水蒸汽的温度 大概在280度到300度之间的样子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气体的膨胀力 而且这润滑剂的大量使用 也减少了蒸汽机内部的摩擦 这些叠加在一起 等于是变相地增加了 蒸汽机的输出功率 一级厂锅炉车间又出新品了吗 丁灿林在一旁愣愣地问道 他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 目前这一级厂出产的蒸汽机型号繁杂 可能有十来种之多 既有早期生产的野蛮人一试作型 野蛮人一型 野蛮人一改 野蛮人一机器通用型 等工矿企业专用蒸汽机 也有内核小火轮所使用的野蛮人二 及其夹一柄三个后续改进的型号 还有蒸汽塔吊专用的 野蛮人三型大功率蒸汽机 及其改进系列 听说最近他们还在研究 更为强大的亚刚用的野蛮人四型蒸汽机 这些蒸汽机当中 很多前期制造的加工精度差 零件无法互换 维护成本高昂 一机厂也被各大用户们的质量投诉 搞得是头大如斗 最近已经在尝试着 从客户的手中 招回部分设计有缺陷的蒸汽机 同时开始化繁为简 简化型号 尽量使用通应零件 一片于维护 此刻丁灿林一听 这一机厂又出了什么 大力水手型号的蒸汽机 顿时为他们感到了一阵悲哀啊 大力水手系列 是专门为建船而研发的蒸汽机 功率强大 当然了 相应的体积和重量也不小 还真是不能用在船上啊 维华也吐槽着说道 你看这台40马力的蒸汽机 这么庞大 这么笨重 就算真的能达到我们所说的输出功率 我估计也在正常情况下 也只能为我们这艘多功能船 提供三节左右的航速加成 和我们本身的10到12节航速比起来 虽然这加成也不算小 但是 真的和我们意想当中的差了不少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5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7章 慢慢来嘛 萧百浪安慰着说道 水苏多功能船 多久能满功入役啊 差不多再有一个月就可以了 北一华盘算了一下以后 说道 我们场目前任务不是很重 正好可以好好的识舵一下这船 在明轮奖后部船体内固定上一个钢制的罩子做保护 船体的重要部位也加挂一些钢板 还要安装蒸汽操番设备 安装捕鱼设备 改造处理鱼货的船舱 重新设计食物储藏室 安装火炮等等 等全部搞定啊 差不多要到七月底 到那个时候啊 这艘集探险 运输 战斗 通讯联络 以及捕鱼为一体的破浪号多功能船 必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啊 1641年6月30日 星期日 本来呢 星期天是东岸共和国不多的法定假日 不过啊 物资部下属的国家储备良酷的职工 今天却是全部加班加点 没有一个人能够请假休息 因为啊 就连堂堂的中央委员 物资部的部长邵树德 都蹲在国内最大的一座粮库 定员储备粮库内 核查着库存账目 5月份的收获季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各地已经陆陆续续的 将本年度粮食入库以后的最新账目 送了过来 经过秘书们归类整理计算以后 如今呈现在邵树德面前的 便是这么一串数据 全国的三个物资部 只属储备粮库 七个线属储备粮库 包括着南非 新华夏 马岛等海外储备粮库 共存储了大约是 8500吨的土豆 3000吨的小麦 3500吨高粱 800吨大豆 以及250吨的水稻 此外啊 还有一些花生 芝麻 干果之类的经济作物 因为产量过小 而没有列入统计 总的来说呢 这总计约是 15000多吨的粮食 按照去年国内的粮食 消耗速度 基本上 够目前全国总计 约5万人口 包括这7000多名的 南非劳务工 消耗一两年的时间了 得益于大量的牛羊肉 鱼鲜海虾 奶制品 以及家禽蛋类的摄入 东岸百姓的每日主食 消耗并不是太高 平均下来呢 每个人每天 大概是一斤出头的样子 因此啊 东岸共和国境内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不包括这畜牧业 和捕鱼业的人口 虽然已经只有不到 5000人的样子 但是每年生产的粮食 却能够养活着全国人民 并且还有盈余 再加上这每年 还会从南非借送回本土 相当数量的高粱和小麦 这几年积累下来 拥有了一到两年的粮食储备 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 取掉一年的战备库存 也就是将近5000吨的粮食 可以拿来出售 还大多是便宜的土豆 哎呀 按照最近的粮食离岸价 也就能凑个二十来万 这缺口还远着呢 他妈的 别的人穿越了捞钱 那是一个容易啊 我们怎么穿越了这么苦逼啊 这穿越也十多年了 这国家财政 就没有一年让人省金 债务是一天比一天重啊 现在就已经背了 五六十万元的债了 我看这接下来几年呢 这债还要更重 哎呀 收入德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低声嘟囔着 愁容满面 今年这华夏东岸共和国的财政窘境 是可以预期的 先不说这最近之委会 决定加大进口 各类战略物资 所需支付的费用 那个大概还能应付 因为啊 去年上半年 东岸防制品 无论是在法兰西 托斯卡纳 新大陆 还是奥斯曼帝国 这销售增长势头 都极为强劲 被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利润 但就说从年底开始 直到明年四月份 将会被葡萄牙人 大量送到新华夏殖民地的名人 其保守估计 这数量将会达到六千人以上 而东岸将为这些人支付 高达一百八十万元的巨额费用 这笔钱怎么弄 如今这执委会啊 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呢 一百八十万元 可不是一个小数啊 这可是四十多万英镑啊 要知道 当初这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在国内争了两次传税 才凑集到这么多钱 那可是一个将近五百万人口的老牌国家 你让东岸这个成立不到十年 人口在四五万的新大陆小国 如何支付得起这笔钱呢 邵若德也是中央十一名执委之一 对国家的财政状况极为了解 按照上半年的经济形势 今年华夏销售的纺织品 皮具是大头 大概占到了六十万元的样子 而销售到奥斯曼帝国的各类商品总额 也达到了三十万元的样子 另外 全年销售武器利润五万元 销售到新大陆的各类纺织品 皮具 建材 五金 刀具 燃料等商品利润总计约是三十五万 加起来大概是一百三十万元左右 至于这越来越丰厚的科罗尼亚城 农易收入 全年大约在二十万元以上 则需要留着维持国家运转 这还没有算在接下来几个月内 将会爆发性增长的各类继续物资的进口 以及欧洲移民的引进 这又是一个囤金巨收啊 大概需要十五到二十万元左右 一方万一 这么一算下来啊 如果不出现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可以预见 今年东岸共和国会出现大约 六十五到七十万元的巨额财政缺口 无法弥补 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啊 因为在东岸还没法制行大明的情况之下 一旦失信于葡萄牙人 那么就意味着 从大明移民到东岸的事情 就会暂时中断 更别说还有其他的一系列隐形损失了 因此 为了赌上这个财政缺口 如今看来 无非就是两条路可走 其一是借款 一向邻居的拉布拉塔 巴西这些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 土生白人贵族借款 不过 这个借款 逐渐也有些麻烦了 且不说这东岸政府 没有能力偿还 单就前一次向罗德里格商会 借款20万 向巴西人分两次借款20万元的钱 还没有还呢 人家乐不乐意借给你 这还是个问题呢 在邵舒德看来 罗德里格斯商会 大概是不太可能 再度向东岸追加借款 倒是巴西那边有很大的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还是涉及到如今的巴西局势 别看这东岸人穷 政府债台高筑 但是 单就军事实力 科技水平 乃至工业生产能力来说 东岸共和国 在新大陆东南角这片 可是实打实的地区小墙 头一号啊 先后和西班牙 秘鲁总督区 英格兰东印度公司 掰过手腕 并且 还滋润地活到了现在 这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呀 因此 如今正在陷于战争漩涡的 巴西土生白人集团 就把目光盯上了南方的东岸人 上个月的时候啊 布兰科就曾经隐晦地 向东岸外交部暗示过了 目前正处在荷兰人统治下的 以唐叶大亨 为埃拉为首的巴西土生白人集团 与圣保罗地区的巴西人 暗通款取 并且赞助了很大一笔军费 布兰科的意思呢 很清楚 那就是 如果东岸人能够直接介入巴西的局势 向荷兰人开战的话 他们圣保罗巴西土生白人 还将另外凑出一笔钱来 和北方唐叶大亨赞助的军费 一起交给东岸人 作为与荷兰人开战 所造成的损失的弥补 据信啊 这笔军费的数额 是东岸人的作战时间和成果而定 最高可达到50万元之据 而且布兰科甚至还表示了 如果东岸人与巴西人 在对付荷兰人仪式上达成了同盟 那么巴西人还将以他们的名义来担保 负责说服那些运送移民过来的葡萄牙人 接受分期付款的协议 不得不说呀 巴西人很有诚意 开出的条件呢 也相当的丰厚 令东岸人心动无比 而且啊 以东岸人的既定国策来看 和荷兰人爆发全面冲突 也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何不现在就答应了巴西人呢 加入到巴西这个大赌局中来呢 不过 执委会在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 终究还是没有同意巴西人的提议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 目前这东岸人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 无论是陆军人数 海军舰船的数量 还是战争物资的囤积 都没有达到可以打一场 可持续很久的全面战争的地步呢 既然没有做好和荷兰人撕破脸皮的准备 那么为了应付眼前的财政难关 就只能是想一想别的法子了 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条路 卖东西 卖一切能卖的东西 如今这欧洲最紧俏的商品是哪些 第一是武器 第二是粮食 这两样都是如今欧洲最紧缺的物资 也是最好卖 能卖出好价钱的物资 三十年战争打到这个份上 各国的物资消耗都很大 尤其是战争物资的消耗 只可惜啊 几个主要交产国 西班牙 奥地利 法兰西等 自己也有很大的军工产能 尤其是哈布斯堡帝国 其在米兰的军工厂规模和产量 甚至还高于被进入战时生产状态的东岸兵工厂 因此呢 想在军火生意上赚他们的钱 就比较困难了呀 东岸人目前卖出去的军火生意 都是有一单没一单 相当不稳定啊 武器不好赚 而粮食这种物资就不一样了呀 由于持续了多年的战争破坏 目前这各交战国 尤其是德意志地区 两价飙升 就连东岸出产的土豆 都在几年前六十元每吨的 道岸价基础上 又涨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看来目前国内唯一能够卖的 也就是那些储备粮库的粮食了 大炮虽然欧洲人也很喜欢 但毕竟这销量还是有限嘛 远远比不上粮食 邵淑德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道 娘的 要是一狠心卖个一万吨粮食 其中多惨一些昂贵的古物 就算以低廉的离岸价成交 凑齐财政缺口所需的巨额资金 也便不是奢望了 只是这么一来 今年的粮食可就紧巴巴了呀 甚至可能还不够迟 不过这老百姓的家里 应该还有些余粮 哎 怎么弄都是个头疼的事啊 实在不行的话 到时候就派兵出去想 娘的 反正轻车熟路 也不是头一回了 自从这七八年前 结束了和西班牙人的战争 双方在罗洽港 签署了和平协议以后 华夏东岸共和国 除了在该港 原西班牙人留下的 简易码头基础上 稍微修缮了一番以后 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方 开始重点经营 鸭子湖流域的重工业区 以及首都的农牧业区 罗洽港这个优良的深水港 就被人遗忘了一般 无人问及了 资源人口都与它无缘 只能是眼睁睁地 看着北方地区蓬勃发展 这种情况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得到了改变 工商部在派人考察了一下 这里的环境以后 很快便向政务院 提交了一份 关于罗洽港 分极端兴建码头 货厂 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报告 政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份报告 并动员了兵团保质委会 近卫学兵团 近五千名学兵 在课语时间来码头参加建设 这些热情而单纯的学生们 还是很给力的 在他们的努力下 目前这罗洽港 已经修建起了 两公里长的码头博位 足够同时停泊 数十艘大型船只 这还不算 他们还在港口的周围 修建起了一座 拥有十来个炮位的海防炮台 让这座天然深水港 又多了一床保护 执委会突然起 建设罗洽港 其主要的原因 还是为了钱 鉴于近些年来 东南共和国稳定地 向欧洲出口了多年粮食 这已经吸引了欧洲 很多粮食商人的注意 尤其是最近 正处于衰弱期的一些 来自北德一致的 汉萨同盟商人 这些商人们 曾经在利涡尼亚移民的事情上 给予了东岸人很大帮助 前后输送过大约万名 来自那里的拉脱维亚人 爱沙尼亚人 萨莫吉亚人 立陶宛人 来到东岸定居生活 虽然他们自己 也在这种移民生意当中 狠穿了一笔 但是 至少也和东岸人 混出了一点香火情分不是吗 因此 在得知东岸人 将在本土设立粮食 这种在欧洲 极为紧俏的 物资交易市场的时候 他们便第一时间 赶过来了解情况 7月2日 对于这些 过来打探情况的老乡时们 暂时主持这个商品交易市场的 外交委员高模 以及其下辖的贸易局局长 韩刚 热情地向他们介绍 这个市场的设立初衷 主要还是为了交易方便 华夏东岸共和国 将在未来半年之内 敞开出口超过一万吨的各类粮食 诸位大可以不必为了收购一点点粮食 而跑上几天 甚至一个月的航程 省了很多的事情 而且在这里交易 除了正常的手续费用以外 我们将不再收取任何其他的费用 你们可以以最低的成本 购买到最优质的粮食 而我们则可以节省一些海运 以及销售中间环节的费用 因此 这对大家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听说楼下岗这边全是大宗交易 且不再收取像科罗尼亚那里 读入牛毛的费用以后 这些汉萨同盟的商人们都很兴奋 少了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那么又等于是他们的成本 降低了很大一块 而且 正像是东岸人所说的那样 对于在新大陆人外关系 不是很广的汉萨同盟商人来说 为了收购一两百吨的粮食 而连去跑几个港口 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有了这么一个集中交易的市场 对大家来说 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唯一不爽的 可能就是那些拉不拉塔的西班牙商人 不过谁在乎呢 到了最后 所有的购买者 都跑到罗洽港来购买粮食 那么那些拉不拉塔人 也只能跑到这里来销售粮食了吧 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啊 除了粮食以外 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 陆续增加布匹 皮革 烈酒等商品的大宗交易 当然了 这个可能还要延货一些时日 高摩继续向前来的商人们画着大饼 这些都是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呢 而且啊 也得考虑着临近的 科罗尼亚西班牙商人的心情啊 不过啊 这并不妨碍眼下 这些德意志商人们 兴奋的相互转告这些好消息 东岸人给出的各类粮食离岸价 也相当的有吸引力 比如 土豆的离岸价是40元每吨 小麦的离岸价是160元每吨 高粱的离岸价是110元每吨 水稻的离岸价是180元每吨 这些粮食的价格都是东岸人根据自己国内的行情 在参考国际价格以后制定的 水稻的价格先不说 这土豆小麦和高粱的价格还是很有一些利润空间操作的 如今这欧洲市场的粮食 尤其是谷物的价格 简直如同是做了火箭一般疯涨 他们如果在这里购买个几千吨东岸粮食 然后贩卖到欧洲 那一转手就是十几二十万杜卡特的巨额收益 反正从汉堡 卢斯托克 弹泽等地出发的移民船只 回城的时候也需要烧上一些货物 以不出于跑空 因此这些粮食简直是最好的回城携带商品 当然了 如果是换成了东岸人到当地去直销这些粮食 那么是得不到这么高的收益的 尤其是在东岸的海上运力 如此紧张的时刻 你还得承担海上运输的风险和费用 总的来说是很不划算的 还不如在罗洽港 以离岸家与这些德意志商人成交 这样的话大家都方便 接下来这几天内 这些来自汉萨同盟的德意志商人 陆陆续续地收购了大约三千五百吨的土豆 一千吨小麦和一千五百吨高粮 足足装满了十几艘大帆船 这些贪心的汉萨商人 即便是高价租了一些葡萄牙人 和西班牙人的商船 也要将身上的每一个铜子都花光变成粮食 最终他们共支付了大约四十五万元的巨额费用 给东岸共和国的贸易局 而东岸人为了表示对他们大采购行动的支持 甚至派遣了第一舰队的两艘护卫舰 为他们一直护航到了巴西的盛围森特港为止 汉萨商人走了以后 高谋以及贸易局的韩大局长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喘息几天 临近了西班牙拉布拉塔独办 便派了穿越众的老朋友 莱奥上尉 来到了最近在这片区域内 大出风头的罗洽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艾法莱姆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88章 莱奥上尉前来 倒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他也没那个权利 他来主要还是因为 最近的东岸人在大量的收购 硫磺 铜 铅 板马 硬木 棉花等战争物资 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不安 拉布拉塔的很多商人 都收到了这个风声了 作为当地最高统治者的 图雷斯独办 自然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了 因此 他便立刻派了 深得他信任的莱奥上尉 前来罗洽港 询问 监考察 毕竟啊 东岸人大量的收购 囤积战争物资 最紧张的 应该就是和他们有过过节的西班牙人 鉴于东岸人 三番五次表现出的强势武力 拉布拉塔那几条破船 和数百名民兵 可挡不了多久啊 所以 还是把情况先弄清楚为好 万一这东岸人有啥图谋不鬼 说难听一点 自己也好提前准备转进不是吗 不过 他很快就弄清楚 东岸人大量囤积物资的企图 其实呢 并不是针对西班牙人 东岸人的贸易局长 向他坦言 最近的东岸与荷兰人的关系 也是越来越紧张了 东岸人大量囤积战争物资 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听到这个消息的莱奥上尉 极为兴奋 荷兰人是双方共同的敌人啊 直至今天 即使偏远如拉布拉塔的一些港口 也屡屡遭到荷兰海盗船的威胁 因此 对于荷兰人 双方的态度 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在弄清楚的情况以后 莱奥上尉又向外交部长高摩 转交了一份 由秘鲁方面捎过来的信件 信件是由西班牙语写的 高摩以为又是根于 要求华夏东岸共和国 打击边境走资贸易的老生常谈呢 因此他也不以为意地收了起来 准备过两天回去的时候 再转交给上面 不过呢 莱奥上尉在看到高摩不甚重视以后 却有些着急了 他看着左腰无人 便低声提醒高摩 这是秘鲁总督奉西班牙国王的命令 专门写给华夏东岸共和国 执政王马秦祖阁下的信件 这一封信件极为重要 总督大人在信里面邀请多岸人和西班牙人 一起出兵攻打圣保罗地区的巴西人 以惩罚那帮背叛伟大的菲利四氏陛下的叛徒 听到莱奥上尉用神秘的表情 说出了这么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 高摩顿是也惊呆了呀 这可是重大的外交事件啊 他可不敢擅自决断 因此 在匆忙地将此地的一干事物交由贸易局局长 韩刚来处理以后 他立刻带着莱奥上尉 搭乘船只返回了东方港 这件事情啊 还是交到执委会的上面来集体考虑吧 他可不敢做主 也没法做主啊 这涉及到了国家的重要外交决策 不是他单独一个人就能扛得下来的呀 1641年7月8日 莱奥上尉在高摩的引荐之下 来到了华夏东安共和国外交部内 与已经事先得到了消息的 执委会主席马先祖坐在了一起 展开了秘密的会谈 没人知道双方的谈判结果是什么样的 反正这莱奥上尉在第二天深夜 乘船离开东方港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他是什么表情 而负责与他商谈的东安共和国外交委员高摩 执委会主席马前祖 也没有向外透露任何的口风 而是与他们的基要秘书 一起将材料整理好了以后 便与执委会其他的主委委员 坐在一起开始了闭门讨论 执委会讨论结束以后的第二天 即7月11日 趁着这阿尔梅达家族的布兰科 前来东安装运武器的档口 外交委员高摩 以私人的名义约见了他 并且将约见地点 定在了城外水库边的他的庄园别墅内 高摩的别墅 位于东方港城北水库的岸边 周围绿树成荫 湖光凛凛 站在别墅顶端的阳台上 望远望去 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带着一股东岸特有的幽远 苍凉与粗广的格调 虽然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别墅 但是也不过是一套以大理石 青砖 红瓦为主要材料制成的三层小洋楼罢了 在21世纪 可能还不如这中国农村的某些土豪 修建的房屋漂亮呢 唯一胜过那些土豪的 可能就是用料方面 出于这安全的原因 这些别墅的墙壁统一造得很厚 墙体通常都是由打磨光滑的大块调石砌成的 厚实而凝重 上下楼层间的地板 使用的是如今已经广泛地用于各个场合的水泥浴制板 便宜却又结实耐用 地面上铺了一层木制的地板 地板上没有上色 还保持着从外地采发回的条纹 看起来极为自然 每层楼都开着几个窗户 窗户使用的是那种彩色的碎花玻璃 就如同是欧洲的那些古老的教堂一样 拼成了各种图案 看起来极为赏心悦目 这些别墅均是由交通部建设局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慢慢地开发建造 本来呢是专供春月仲居住的 前期共建了不到50套 不过建成以后有些令人尴尬的是 大部分的春月中 对建设局建造的这些制式别墅都不是很感冒 嫌这些房屋看起来太过笨重 采光不好也不够明亮 而且这样式也过于老派 他们宁愿多花一点钱 在湖岸边垢地 自己来设计建造自己喜欢的风格的房屋 也不愿意来买这种便宜货 到后来也没有办法 还剩下的二十来套房屋 总不能完全控制在那里吧 最后还是萧百浪出了一个主意 即使将这些房屋 向一些移民中的特殊人才开放 以成本价向他们出售 一边回笼资金 一边趁机拉拢这些 已经成为了花夏东岸共和国中间的人才 也好为以后那些来的移民们做一些榜样 这个政策一出台以后 果然在移民官员 军人和技术人才当中引起了轰动 他们将这种能够与掌握着 东岸最高权力的一群人 在一起居住的待遇 视为莫大的荣耀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已经逐渐走进了一个较为核心的圈子 今后随着华夏东岸共和国日渐强大 他们的财富 权势也将水涨船高 到了最后 这剩下的24套 每套售价500元的别墅 在经过了一番激烈角逐以后 终于是被人瓜分殆尽 在这其中 很多人原本是测不出这500元 这笔购房巨款的 不过 他们的一些穿越重老上级 在这个时候纷纷地慷慨解囊 借钱给他们去购买别墅 尤其是军队里的一些高级军官 他们眼都不眨就能拿出数百元的资金 借给自己手下一些履历战功的心腹爱将 因此 这24套别墅 最后 竟然被一帮子立有五薰的丘巴们 拖走了18套 剩下的六套 分别被莫名出资赞助的托里柴利 维维尼安两个人 在北方开办炸油作坊的徐温选 平安钢铁厂高级技术员皮埃尔 丁远乡武装部长法比安 以及最早从龙的丁远乡的副乡长 葛罗特获德 这些人当中 不少在购买了湖畔别墅以后 大多数时间都无法住在这里 他们只是将这种别墅当作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已 能够与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 五百位贵族当中的某些人做邻居 在他们看来 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 高摩一把推开了一扇推拉式的木门 走到了别墅二层的阳台 不同于一般的穿越中 华夏东岸共和国 十一位中央执委当中的大部分 都选择购买了这些制式别墅 高摩就是其中之一 他左边的邻居便是物资部部长 邵淑德 而在他右边 则居住着低调的内务委员焦唐 阳台上放置了几张 为上期的桌椅 桌椅所用的木材极为名贵 看得出来 似乎是产自新华夏地区的紫檀和红檀 这也是东岸人柔情喜欢的调调 即装饰风格 尽量简朴低调 但是用料无意不考究至极点 来尝一尝来自东方民国的茶叶 在佣人上前给两个人切好茶以后 高摩伸手示意布兰科自己取用 布兰科脸色紧绷 低声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心事重重地坐在了茶桌的面前 看着阳台外的风景 阳台坐南朝北 面向阳光 别墅的前方不远处就是波光淋淋的东方县水库 这座巨大的人工水库 东岸人陆陆续续地一直修了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 历经多次扩建 改造 目前已经成了附近的一个巨大的人工淡水湖 湖泊的四周塞中了许多果树 将湖岸点缀得异常的漂亮 当然了 这里塞中最多的还是栗树 那是一种优良的造船用材 据说在这个人工水库的底部 还有几条水管岸道通到了东方港内的饮用水处理厂 为城内居民提供巨量的生活用水 湖泊的北岸有这几条小溪汇聚了起来 在小溪两岸 几十名看起来是军人模样的男子 正在洗刷着战马 他们一边和战马轻易地交流着感情 一边相互交谈着什么 人群当中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笑声 他们穿着统一适应的白色棉布衬衫 下身穿着真男子的镶边军裤 脚上套着高筒马靴 腰间竖着熟牛皮腰带 整个人看起来简洁干净而又大气 这些军人们面容年轻 笑容灿烂 和巴西圣保罗那边的整日里愁容满面 油腔滑调的雇佣军看起来 似乎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这种荣誉感和优越感 好吧 也许不是天生的 但是至少这后天培养出来的 布兰科知道 这种气质是需要优渥的生活条件 高尚的社会地位 以及不断胜利累积出的自信 才能够铸就成功 而欧洲那些乞丐一般的军队 就无法与这相比了呀 他们甚至都不是职业军人 而是临开战之前才被匆忙着急起来 战斗力能有几分那就不言而喻了呀 布兰科叹了一口气 就凭这一点 东岸人提出的那些非分的要求 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呀 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 就因为那些西班牙人的贪婪 而脏松掉了吗 良久以后 布兰科才终于吐出了一句 高 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和我们并肩作战 我们会付给你们足够满意的军匪 你们自己也知道的 和荷兰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要将我们这个现成的盟友往外推呢 高 我实在是太失望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说服我的家族 以及我的朋友们 要与东岸人交好 但是到头来 你们却这么对待我们 从我个人情感角度来讲 我是十分愿意支持你们的主张的 高摩安慰着布兰科 说道 但是 我们的政府内部 有很多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人啊 他们认为 西班牙人的邀请很及时 而且 西班牙人还给了我们领土方面的许诺 这种巨大的利益 是他们无法拒绝的 而且 鬼房最近在巴拉圭地区 接二连三的失败 也是很多人看到了机会 高摩指出的事情 说到了布兰科的痛处 自从这1639年开始 西班牙政府 批准武装传教区内的 瓜拉尼人以后 原本屡次深入巴拉圭境内 捕捉奴隶 如入无人之境的圣保罗骑队 便屡遭打击 瓜拉尼人 为了本身的自由而战 他们英勇地抗击了 圣保罗人的侵袭 而且 他们也不再随便地 相信陌生的教士 以免上了那些 经常着身穿的教士服 冒充耶稣会教士 而诱补他们的 圣保罗人的道 最近的一次 在巴拉圭的大规模战斗当中 一支两千多人的巴西旗队 惨败以后 甚至仅有三十人得以生还 让人在为巴拉尼人的英勇 而唏嘘不已的时候 同时 也对那些巴西旗队的战斗力 更加是嗤之以鼻 布兰科沉默了许久 然后才慢慢地说道 高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我很感激 你能够说服你的同事们 暂时不要答应 西班牙人的无耻要求 但这注定要让我们 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吧 好吧 你们赢了 高 我们的新国王正在半岛上 和西班牙人大战 他无暇估计我们 甚至要将我们的祖祖辈辈 生活的土地 割让给荷兰人 我们的处境无比的危险 我回去以后 会尽量说服其他几个家族 同时也会尽量说服若澳 费尔南德斯 维埃拉的代表 我想他们应该会在这个时候 认清行事 做出正确的判断 好吧 我想他们大约会答应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内 陆续地向你们提供 不超过25万元的低息贷款 年息是一分 接款期限为五年 你们可以选择用食物来偿还 但是食物不得超过一半 这就是我所能做的极限了 而你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断绝和该死的西班牙人之间的 任何秘密的协议 高姆微不可觉地点了点头 布兰科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布兰科离开了以后 高姆轻轻地走到隔壁的房间 房间内坐着马前祖 刘维敏 焦糖 萧百浪等一干大佬 高摩朝他们笑了笑 戏终于演完了 真是累啊 差不多到手25万 可惜啊 这钱转眼就要分20% 给秘鲁那位贪婪的 古铁雷斯总督 以酬谢他们的精彩助攻 话说这位总督的脑子还真好使啊 仅仅就凭着国王让他相机行动 打击葡萄牙人殖民地势力 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能整出这么大一笔生意 这不服不行啊 而就在东岸人 在欣喜从巴西人那里 额涨到了一笔救急的款子以后 刚刚回到自己船上的布兰科 也立刻找来自己贴身的仆人 贴身仆人明白他的意思 向他轻声汇报 两只东岸大脚山羊 已经被我想办法带上船了 一公一母 全都是活蹦乱跳的 另外东岸人 一直在收集粪土滞销 但是不清楚 为什么他们质得消土的效率那么高 根据零散刺探得到的消息 东岸人似乎认为撒上草木灰 有助于提高产量 最后一个消息 东岸人最近硫磺产量突然大增 他们一定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好办法 何悉 东岸人对此看得很严 我们一直无法探听到有效的情报啊 让他们不要着急 慢慢地来 只要肯花钱 总会找到 愿意向我们出售情报的人的 好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知道吗 万一东岸人知晓了我们所做的事情 这后果谁都承担不及 波兰科面容严肃地低声说道 我明白的 对方也面容严肃地点了点头 东岸人码头广场的绞行架上 几乎每日都会新增一两具晃荡的尸体 他可不像自己是其中的一员 1641年7月29日 星期一 晴 西南风四级 河口堡码头内 刚刚完成了改装 没有多久的破浪号多功能船 正静静地停泊在 波兰威奇的河面 一些南非老武功们 正在工头的指挥 以及蒸汽塔吊的协助之下 往船甲板上装运着物资 除了少量武器弹药 建筑材料 以及粮食 烈酒 布匹 等生活物资以外 最主要的物资 就是那一箱箱沉重的钱箱 总计一百万 重达三十吨的银币 装在这些巴拉纳松木制作的箱子内 它们将被运往新华夏地区 作为今年年底 开始的与葡萄牙人 东方移民交易的首笔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耳迷猴 第189章 财政部为了凑够这笔首款 可是伤透了脑筋 先是将上一次的那笔粮食交易 获得的款子直接划播了过来 然后又划了一些从布尔多 以及士卖纳港交易完成以后拿回的货款 接着又预知了一部分下半年建设的专项资金 各种补贴什么的 最后还将巴西人送来的手笔贷款全都拿了出来 最后勉强凑足了这100万元的费用 至于后续的费用嘛 财政部还需要继续等待从布尔多 托斯卡纳返回的运输船 带回的货款 不过这可能还不够 就算是巴西人 很快将剩下的15万元贷款送上门 财政部估计啊 可能还要出售一批粮食 或者在国内开征薪水 要不啊 就是向西班牙人要求 预知下半年 科罗尼亚城的贸易收入的分成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这个巨大的财政窟窿 暂时给糊弄过去 不至于立马宣布破产 陆军第三年的连长廖蒙 登上了破浪号甲板的时候 耳边游自盘旋着财政部长汤元 喋喋不休的嗓音 廖连长 你这次可一定要慎重啊 你是我们国家的中高层军官 这100万元的巨款 对于我们国家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我想你一定清楚 总之啊 钱万要慎重 人在钱在 人不在钱也得在 这钱要是弄丢了 我们可就真的付不起那些明朝一面的费用了 到时候说不定啊 很多债主还要上门来催债呢 我们就只有破产赖账里头了 这对我们的信誉可是极大的打击啊 所以一定要慎重 去保持笔钱安全的送回新华宝 想到这里 廖蒙善笑了一下 这钱对于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人口啊 而且是来自东方 同门同种的名人 他如何能不知轻重呢 不过 这也不能怪汤圆这么担心 他这个财政部长如今做的呀 也不舒心 天天有人向他要钱 可你妈这国家财政 现在如此的艰难 他又从哪儿能变出那么多钱来啊 他呀也只能是不停的拆东墙 补西墙 像个裱壶匠一样在四处补窟窿 这个问题必须要尽快解决了呀 葡萄牙人吸我们的血也吸得够久了 接下来 我们要自己打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垄断封锁 挺进南海 自己去民国移民 不再受他们的剥削 王铁锤的第二舰队四月中旬的时候 就已经向北进发了 希望他们这次探索航线的行动能够顺利 老六啊 物资和人员都差不多装载完毕了 下面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呀 海军那边已经打信号过来了 问了好几次 已经从平安矿物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 专心担任陆军第三连副连长的白水 穿着一身鼻挺的深蓝色军装 走过来说道 廖猛门延回头看了看 他的陆军第三连 两百四十名官兵 都安稳地盘腿 坐在船舱内 而甲板上的水鼠们 此时也已经忙得差不多了 嗯 我没意见 按照规定 此行由海军临时编队总指挥负责 让他们自己安排吧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陆军第三连是全军第二个 进行大连对峙改编的部队 全连共计两百四十人 出发前更是全体换装了 最新的三二秉式碎发步枪 按照陆军部队的命令 他们将乘船前往新华地区 替换已经离开了本土 打两年之久的陆军第101连 到那里去驻守 全力保障 如今对本土 已经是越来越重要的新华夏殖民地的 有序运转 第三连原本的驻地 是平安县梅河湘 平日里负责弹压当地的瓜拉尼人 以及搜捕一些由境外势力 主要是耶稣会支持的反政府 宗教分子 以及地下传教者 如今按照这轮换原则 他们被整体抽调至新华区以后 梅河湘地区的防务将由陆军第一连来接替 而首都则由陆军第103连换防驻守 由于这破浪号是第一次远洋航行 之前已经在鸭子湖内短时间的试航过几次了 为了应对航行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 现代特种船舶场的船越众高级工程师 破浪号多功能的缔造者之一 张笑特意担任了该船的船长一职 这个精力充沛的中年男人 此刻正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进行着出发前最后一道检查程序 船只中部拼后的位置 一根巨大的成扁瓶状的烟囱拔地而起 此时锅炉内蒸汽已经燃烧 银总开始缓缓地往外冒着滚滚的黑烟 呸 平安矿物局干脆关门算了 撤他们什么破煤啊 燃烧热值这么低 你妈呀 我这四十码力的蒸汽机 每小时要耗煤一百六十千克 这续航力怎么能上得去呢 张笑一边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一边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刚刚卸任平安矿物局局长 没多久的白水 脸上有些尴尬 天地良心啊 这平安矿物局出产的每吨精煤 它都是严抓质量 精挑细选 保证其燃烧热值尽可能的高 可是无奈啊 这地方的煤炭品质天生就是差啊 这能怪得了谁呢 唉 算了算了 不跟这个技术宅一般见识了 这次到了新华夏殖民地啊 得找个机会考察一下南方的塔玛塔福港 听说呀 厚实那边有个优质的硬煤矿 埋藏很浅 开采也方便 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储量不够大 不过现阶段对东南共和国来说也差不多够用了 毕竟自家的工业规模也不大嘛 检查完毕了以后 张笑一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让六瓦手挂起了信号旗 示意准备完毕 同时 命令水手们在蒸汽机的协助下 缓缓地升起了几面风帆 安装在底层的大力水手一型蒸汽机 不光是为明轮提供动力 他还能为升帆降帆 转动帆横 起降铁毛 吊装货物等提供一定的动力 虽然因为蒸汽机的马力还不够大 为水手们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还不是太大 不过这已经省了他们不少力气了 受到了大家一致的欢迎称赞 今天这河面上挂的是西南风 风帆在方地的灌注下已经鼓掌了起来 随着排在前面两个不备的海军红尊鱼号护卫舰 以及南海运输公司的防杖号敌型运输船的相继启航 破浪号也拔起了首尾双毛 修船的船体在河面上开始缓缓地加速 向东北方驶去 紧跟在这破浪号身后的 又是一艘南海运输公司的商船彭来号 而在彭来号的后面不远处 第一舰队的快速巡洋舰杨武号 也在缓缓地升翻 准备启航 此次前往南非以及新华夏的船队 共有五艘舰船 其中护航的海军战舰两艘 运输船两艘 当然了 还有一艘排水量达到730吨的多功能船破浪号 它也是舰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艘了 不光是因为它是蒸汽风帆双动力 更因为其船舱内还装载了100万元的巨额银币 按照海军军部以及南海运输公司 事先制定的计划 船队离开了河口坊码头以后 将先沿着阿根廷的海岸南下 前往马岛徐晶港 运送一批武器弹药和建筑材料 同时呢 也在他们那里补给一下积养 修理一下船只 然后队伍将离开徐晶港 转向东偏北 然后再折向东北 顺着西方与洋流朝着南非河中港驶去 到了河中港以后 船队将卸下一些武器弹药 布匹 盐巴 铁制物品等物资 然后 南海公司的两艘运输船 在红尊与号护卫舰的护航之下 装载一批高粱 小麦 烈酒 羊毛和木材 以及一批滞留在这里的波斯 底路之女奴和小孩 然后返回本土 至于这破浪号多功能运输船 则将与洋五号快速巡洋舰一起 与河中港出发的 两艘南海公司出发的运输商船 集对出发 前往新华夏地区 运送物资补给 并且拉回一些末材来 这也是如今这华夏东岸共和国本土 与几个海外据点之间的 一种最常见的运输方式了 在这条航线上 不光活跃着东岸自己的船只 还活跃着相当数量的 葡萄牙 西班牙和法兰西商船 这些都是东岸人高架租来的 不然呢 根本玩不成那么繁重的海上运输任务 为了与整支船队的航速保持一致 破浪号并没有将所有的风帆都升起来 但是 要是这样 它那修长的船身 以及空心的船手 仍然轻易地破开了水面 在整支船队刚刚使进了鸭子湖水域的时候 它就已经轻易地上升到了第一位 经过科学论证设计的修长船身 再加上这蒸汽动力驱动的明轮奖的辅助 这航速果然是给力的呀 船队使出了炮台林里的鸭子湖出海口以后 开始转向了南偏西 顺着洋流与侧峰向南航行 从7月29日开始 船队越过了拉普拉塔河口 圣马蒂亚斯湾 顺着绵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线 一直向南 最终 在8月10日这一天 抵达了正在下着大雪的马岛须晶港 冬天的南大西洋是狂暴的 尤其是这一年四季 天气都极为恶劣的须晶港 这边的海面上 常年挂着五级以上的西风 入港航道内 重年涌动着巨大的浪涌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跤或者搁浅 十分考验船长的驾驶技术 在旗舰红尊于号护卫舰的带领下 各舰纷纷地降下了大部分的风帆 一边小心地控制着方向 一边顺着水流 艰难地朝着港口内驶去 而就在大家都在紧张地控制了船只航行的时候 破浪号多功能船已经早早地降下了风帆 然后启动了主机 此刻 修长的船身在尾部那明轮桨 哗哗的滑水声 以及烟囱内冒出的滚滚黑烟之中 以2.5节出头的低速 慢慢地通过了这段海水流向多变的海域 进入了相对平静的须金港码头驳位内 破浪号关闭了主机 降下首尾双毛以后 张笑满意地从轮机舱内走了出来 这一路上行来 破浪号的大部分时间都关闭了主机 只是靠着风帆顺着洋流前行 全程保持着4到6节的低速 也就是在离须金港没多远的时候 在征得了船队总指挥李毅中尉允许以后 张笑开启了蒸汽机 给锅炉缓缓缓地增压 最后依靠着纯蒸汽动力 安全地通过了那段 有着很多涌浪的水道 事实证明 在天气或者海浪较为恶劣的情况之下 蒸汽动力的船只具有更好的操控性和安全性 而在水流多变 涌浪较急的区域内 如须金港入港水道 卖着轮海峡 整起动力船舶的优越性更是无与伦比 只是如果能把驱动船只前进的明轮桨 换成螺旋桨就好了 明轮桨的效率在低速情况下是够用了 但是远洋航性的时候还是稍显慢了一些 令人惋惜的是 如今这船只始终没有解决螺旋桨主轴水下密封的问题 因此呢 只能是先用明轮船对付 等以后解决了技术难点以后 再统一改装为螺旋桨驱动 破浪后的载重约为730吨 此时这船舱内除了运过来的物资以外 还装了大约300吨的精煤 如果使用蒸汽动力 假设这中途不出任何故障 按照每小时耗煤160千克 航速三节来算的话 那么理论上能够航行5600多海里 5600多海里是什么概念 从东方港出发 沿直线跨越南大西洋 然后抵达南非河中港 这期间的距离才不过三四千海里 这就意味着 华夏东岸共和国已经可以不看阳流风向的脸色 而直接从本土走近路 抵达南非殖民地了 当然了 这些煤炭也只能够单程使用 要想顺利的往返 那么还需要在河中港 设立一个大型的煤储基地 用来给过往的蒸汽船加煤 不过实际情况并没那么复杂 从东方港直航河中港 一路上也不是每时每刻的风向都不对 很多时候呢 还是可以利用风帆来为航行提供一些动力的 因此 破浪后横渡本土和南非之间的大西洋 其实花不了太多时间 平均下来呢 全程其实还能够达到四到五节的航速 这样从东方港到南非所花的时间 其实也就是一个月出头的样子 比走南线还短了十天以上呢 这样一来啊 煤炭基本上就能勉强够用 如果本土再提高一些蒸汽机的效率 船舱里再多装载一些煤炭 或者是换装燃烧值更高的动力煤 那就更保险了 有了这个认识的张孝异常的高兴 如果破浪后 真的成功进行了远距离跨海航行的话 那么真的可以算得上是 华夏东南共和国工业史上 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 嗯 这下一步出发前往河中港的路上 要不要试试这激翻混合动力航行呢 如果成功的话 那接下来向交通部申请 建造在两侧安装着 邀明轮的同级船 展播号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当初这现代特种船舶场 在网上报计划的时候 可是一气儿报了两艘同级船 其中之一即是破浪号 而另一艘呢 就是展播号 这两艘船的船型 排水量 翻面等数据都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 破浪号只是在尾部 安装了一个明轮桨 而展播号 则是在船腰两侧 各安装了一个明轮桨 现代特种船舶场的厂长 魏华 准备将这两种船都造出来 然后实验一下 看看哪种船更给力 只不过呀 当时这交通委员 萧百浪的亲儿子 铁道总局 乘在汤阿丽的上马铁路 消耗了很多新华夏 运回来的夜幕资源 再加上 吉布泽石的海军 也开始不再坚持 全部使用巴西红木 来建造战舰 而改用了新华夏地区的夜幕 制造护卫炮舰 因此呢 木材资源 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后来不出意外 展布号多功能船的计划 被萧百浪给枪毙掉了 只给现代特种船舶场 批了建造一条船的许可 只不过 如今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只要张笑能够证明 破浪号确实性能优越 能够承担起多种任务 最重要的 能够有效地缩短 横渡大阳的时间 那么交通部 肯定不会再阻拦自己 建造新的这种 蒸汽动力船只 而且这种船只之所以 被称之为多功能船 还真的就是因为 其承担了多种功能 比如船上安装了 特制的测量水深的锁链 比如船上安装了 由蒸汽机脚盘 操控的大型捕鱼托网 比如船上专门装设了 用于蒸主海水的 小型海水氮化装置等等 船尾二层船长室的旁边 甚至还开辟了一个 小型的外科手术师 除此以外 这艘船的甲板上 还一共安装了18门火炮 其中包括两门 威力强大的24磅舰炮 船的重要部位 还加挂了一些钢板 这使得船只的防护力 大大的增强 同样 也使得船只的自身重量 达到了300多吨 从这里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 这艘破浪号多功能船 其实就是为了探索 陌生航线而量身定制的 它的各项功能 无疑不是为了 在海上探险而设立 换句话说 这艘船在海上的生存能力 比普通船强了很多 这不吗 船队在通过拉普拉塔 河口的时候 张笑就下令水手们 使用大型的拖网 捕了一网鱼上来 鱼都是新鲜美味的 鼠为血泪 捕上来的鱼 当场就在专门的船舱内 开始处理 在留下了足够的全船人 两天的食用分量以后 剩下的鱼 都被处理干净以后 用盐码了起来 当作储备食物 而那个小型的海水淡化装置 船员们也适用着开动了一下 海水在装置内被蒸煮 产生的水蒸气 在管道内冷宁收集了起来 然后就可以当作 饮用水使用了 这个装置唯一的缺点就是 太消耗煤炭 无法长期使用 只能用来应急 另外 蒸气机锅炉减压时排出的水蒸气 也通过特殊管道收集了起来 一共下一次再用 毕竟是在海上航行 能节约一点淡水 就试一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90章 这艘船目前算是由南海运输公司和海军部共有 不过啊 估计很快就要划布到海军那边了 因为开辟探索远东航线 不正是破浪号最擅长的事情吗 折腾了几个小时以后 其他四艘船只 终于也安安稳稳地停泊在了徐京港码头内 港口内的博物已空空荡荡 这个世界 没有多少人愿意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偶尔前来港口内避风的 还竟是一些不良商人的船只 徐京港的乡长前陆军中士马蒂亚斯 亲自前来码头迎接本土来的船队 因为他听说了 本土这一次会给他运来一批移民 要知道 徐京港的人口经过了这么多年增长 才陆陆续续地有了四百多 这么一点人口搞什么都不方便 因此呢 本地的居民呢 也就在港口的附近开辟了一些田地 种种蔬菜 土豆和红薯 另外还养着了一些大白猪 肉牛 以便在本国船队经过的时候 可以获得充足的补给 当年在火地岛 以及智力带回的一些落马 以及绵羊 如今在岛上繁殖的还不错 出产的少量毛线 也大都是本岛就地消费了 此外 农业部还在岛上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军马场 养了大约两百多匹马 岛上唯一能够堪称产业的 大概就是由乡政府组织居民 自发捕杀了一些海豹 海狮 以获取皮毛 兼且提炼润滑油 不过呀 每年捕获的这些动物的数量 都被严格地控制住了 以确保种群数量 不至于快速地减少 从而濒临灭绝 新来的三百名移民 法兰西人和刮拉尼人 各占了一半 很快便被乡政府组织人手安排了下去 接下来啊 他们将利用船队运过来的建筑材料 为自己建造房屋 然后呢 在此定居生活 鉴于这须京港极端重要的地理位置 华夏东岸共和国这些年来 不断加固这里的码头 炮台 以及城防设施 以使其有着一定自保的能力 在须京港卸完了物资人口以后 五艘船只补给了一些新鲜淡水 蔬菜和肉食 同时也安置了一些病号 在此地休养 然后在8月12日这一天 再度扬帆起航 离开了徐京港 离开了徐京港以后 在中年挂着的西风的吹拂下 整个船队转向洞偏北 以六节的高速 朝着南非的西南海域市区 在这种顺风顺水的环境之下 破浪号那优美的船型 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在升起了所有帆布以后 破浪号单凭着风帆 就已经达到了12到13节的超高速 更别提它还有着 蒸汽明轮奖提供的 三节左右的航速加成 也就是说啊 在这片吹拂着强劲西风的海域上 破浪号的速度那是独一无二的 即便是它单独出海 在动力全开 最高15到16节的航速面前 那些慢吞吞的荷兰海盗船 也只能是望洋星探 以后可以在船上进行一番改装 还可以用来补金啊 嘿嘿 站在船尾的顶层甲板上 张笑意气风发地说道 加一个用火药发射补金叉的小型火炮 然后便可以进行补金作业了 如今这国内工业大发展 尤其是机械工业迅猛的发展 对高级润滑油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鲸鱼则恰恰是一种 能够提炼出大量油脂的动物 时长前景相当的广阔啊 毕竟现在用橄榄油和蜡 来给机器润滑是不太合适的 而单靠徐晶港那边 捕杀海狮海豹提炼油脂 这产量又不太够 还是捕金更划算啊 只是我们现在的人手还不足 不然呢 倒真的可以组建一些捕金船队 来马岛附近海域捕金了呀 鲸鱼是一种回油性生物 主要栖息在南大洋 即南北六十度以南南极洲附近的海域 该海域因西风漂流带 与其他海域隔离开来 水温较为寒冷 但是生物种类丰富 因此呢 成为了鲸鱼的主要栖息地 在此海域 鲸鱼的密度 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地区 而每当南大西洋进入了冬季 海水开始冰冻的时候 鲸鱼便会离开该海域 转而向北去寻找温暖的海水 这个时候 马岛附近的海域 就会经常有体型硕大的鲸鱼出没 如果有一些捕鲸船 在刺海域活动的话 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当然了 正如张孝所说的 东岸共和国目前人口太少 底子太薄 实在没有多余人手和船只 出海补鲸 这只能是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 从离开了徐京港后开始不久 波浪号便降下了大部分的风帆 然后开启了征济机 依靠着征济驱动的明轮桨 提供部分动力 与其他的几艘船只 一起维持在六阶航速 张孝这是想实验一下 目前使用的大力水手 一型蒸汽机 及其传动设备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毕竟出海这么久了 这蒸汽洞里 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试过呢 虽然之前他们在鸭子湖内 已经做到了 能连续120小时 无故障的运转 但是 那是在风平浪静的内湖啊 如今可是在风波险恶的南大西洋 这情况怎么样 还很难说呀 实验的结果 只能说是喜忧参半 在8月12日 从徐京港出发 到9月7日 抵达了南非河中堡为止 蒸汽机一共创记录的 连续运行了26天 在这26天当中 整个蒸汽动力系统 出了许许多多的小故障 小毛病 几乎有将近一半的零件 已经被更换过 而且到了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 七缸内的一个弹簧帐全失效 导致七缸的气密性开始下降 其直接后果呢 就是破浪号的航速 慢慢地下降了一节左右 不过呀 好歹没出什么大的故障 这已经让张笑较为满意了 毕竟 当初这破浪号第一次设行的时候 才刚刚开出去几百米 蒸汽机就突然怕了攻 船只挡场就停在了河面上 让兴致勃勃前来参加守航仪式的交通部 以及海军部的一帮人 落了个灰头土脸 而他们现代特种船舶厂 上至厂长 工程师 下至技术员 工匠和学徒 一个个更是脸上无光 从那以后啊 船长魏华就开始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开会 高调提出了要研把质量官 并把一些负责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 全部派到了为蒸汽机提供零部件的第一机械厂 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的机床操作工们 如何更好地加工现代特种传播厂 所需的各类零部件 破浪号上的蒸汽机 现在所使用的零部件 就是那个时候加工出来的 如今虽然已经损坏了不少 但是 其原因更多是材质的问题 而不是加工精度的问题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华夏东湾共和国目前已精业的短板 即缺少蒙 各 污等有色金属 生产出的各种钢材质量 普遍有些欠缺 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目前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谁让东湾本土没有这些矿产呢 先凑合着用吧 零部件容易坏 就多生产一些备件放在那里 随坏随坏 以尽量减少损失 虽然这问题多多 但是 破浪号多功能船 依然是创造了 华夏东湾共和国历史上的多项记录 其一便是 该船创造了 20天这个蒸汽动力船 连续航行最长时间记录 中途停机检修了一天 其二便是 该船一共航行了约4500海里 这个蒸汽动力船的最长记录 第三便是 该船挑战了各种不同海况 验证了这蒸汽名轮船 在马岛西风带 大风浪海域内的可靠性 总的来说 这次试航收获很大 对于今后蒸汽机动力船的改进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在河中港内对大力水手一型蒸汽机 进行了一番彻底大修野后 9月9日 破浪号多功能船 与杨帆号快速巡洋舰一起 护送着两艘装载了400多名 八旗奴隶 以及大批的武装弹药 食品之类的物资的 敌行运输船 离开了南非河中港 转向南方 朝着新华夏殖民地逝去 10月3日 逆流而上的四艘船 在强劲东南风的推动下 终于艰难地抵达了 位于马达加斯加北端的 新华夏港湾内的新华堡码头 谢天谢地啊 新华夏地区目前还处在旱季的尾声 让习惯了在雨天来到新华堡的一众水手们 长舒了一口气 随着国内对优质的硬木资源需求越来越大 新华夏殖民地现在在执委会诸位大佬们的眼中 这分量已经是越来越重 更别提如今这新华堡啊 更是承担了开拓东方航线的桥头堡 与始发港的重任 码头上的爱尔兰宫头们 加清就熟的指挥着一批八旗奴隶 开始给停泊在剑桥边的几艘船只卸货 他们显然是第一次看到 破浪号这种居然装了一个扁平严重的船只 不过他们也没有敢读问 只是埋头开始卸货 破浪号船舱底部的那一百万银币 是此行护送的最重要的一批物资了 新华夏殖民地的最高长官史清杰 在看到钱款到来以后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再过两三个月啊 可能就会有一批来自东方的民国移民到来了 而且这交易地点已经明明白白的说了 是新华夏殖民地 如果到时候史清杰的手中没有钱 来支付这批移民费用的话 他真想象不出来啊 到时候该怎么办 那些个愤怒的葡萄牙船长们 会不会顺势把新华宝给拆了 好在啊 本土的第一笔钱款已经到位 而且竟然还是一百万之多 足够他支付第一批移民的费用了 听说本土还在四处筹集后续的资金 那么这次移民在钱款方面的问题 应该是不大了 四百多名新来的八起监工 奴隶被管理人员领到了居住区 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一番关于如何在热带地区生存下去的紧急培训 以免重蹈他们一些前辈的负责 培训完毕的他们将会被送到此处海湾湾口处的炮台工地 开始安装此番从本土运送过来的一些海防重炮 炮台的地基 炮位以及地下的存储设施已经修建了不少 现在就等着安放货炮了 炮台一共有三座 从北至南 依次坐落在海峡的北夹角顶端 紧邻北夹角的小岛 以及南夹角顶端这个位置 分别被称作是一二三号炮台 三座炮台以石头和砖块混合气成 到目前为止一共修了不到二十个炮位 按照计划 最终的海防炮位总共是三十六位 也就是说呀 这里最终会安放三十六门海防重炮 这三十六门海防炮当中 有三十门分别安装在一号和三号炮台 至于小岛上的那个二号炮台 则只分配到了六门火炮 和东方港四大炮台的布局差不多 这三十六门火炮相互成击角 形成交叉火力 基本上没有射击死角 如果敌人开始登陆攻击某一个炮台 那么他们很快便会陷入 另外两个炮台上一些火炮的射击 腹背受敌 损失会相当大 毫无疑问 当这三十六门海防重炮 全都安装到位 并培训出了大量熟练炮手以后 任何敌剑来袭都得点亮点亮 毕竟这样的炮台阵容实在是太过于豪华了 在这个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东岸这样 一口气便能铸造出如此多的高质量港炮 而正是有了这些大口径重炮的存在 才能使得东岸人的每一个港口都固若金汤 海防炮台修建完毕以后 工程量更加巨大的陆防要塞工事的修建 也将纳入正式日程 没有陆军保护的海防炮台是脆弱的 这些陆防要塞修建完毕以后 本地的陆军驻军就会把军营移到这里 而新华堡的防御则交给城内的民兵来负责 廖蒙有些头重脚轻地从破浪号的甲板上爬了下来 他是个汗牙子 一上船就晕头晕得厉害 这么多年了也一直没啥改变 因此此番长途航行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破浪号船长时的木板床上 一坐休养 现在到了新华下岗的码头 脚踩在坚实的陆地时 他却是腿软脚也软了 这是晕露了呀 不过好在这症状较轻还可以坚持 看着手下的士兵们在军官的口令声中 于码头上列阵 他们大部分人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廖蒙的嘴角不由得扯出了一丝苦笑 在忠心的秦武兵的搀扶下 他被送到了城内的招待所休息 至于军务嘛 则委托给了副连长白水暂时主持 新华堡经过了几个月的修建 和以前又大不一样了 得益于一座设计年产红砖超过四千万块 目前估计这十几年产量在两千余万块 的轮摇的军工投产 新华夏堡的建设在旱季来临以后 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首先是新华堡地区的建设 在二月底开始 史青姐就命令八旗奴隶们 开始到附近的山上去开山采石 由于此地多喀斯特熔岩地形 使用火药开山开出的很多都是大型的条石 这种大块的石头无论是用来修建地基 还是墙体都十分的合适 只要稍加打磨就能使用 因此在不惜工本的情况之下 八旗奴隶们应着头皮伸入上游的山区 将一块块大型条石开采了出来 然后用独木舟顺着河道 拉到了下游的木材加工厂码头 然后使用几辆临时打造的粗糙马车 将石块拉到建筑工地 这些条石的大规模使用 极大地缓解了此地砖块不足的窘境 有力地支援了工地的建设 截至本月 1641年10月月初 新华堡的城墙修建长度 已经超过了650米 这已经是达到了本土一些小城堡 珠城的长度了 无奈 史青杰对新华堡的要求甚高 城珠在规划当中 竟然达到了1200米以上 因此 目前这城墙 实际上只是完工了一半左右 面对这样的建设狂人 此地的驻军长官 101年的连长徐刚 曾经无奈地向他表示了 宝贵的建筑材料 应该用到海甲口的三座炮台上 而不是应该用来修建无用的城墙 因为在徐刚看来 东岸人只需要将海甲口的炮台修建起来 然后封锁那道狭窄的进出水道 那么敌人就无法攻击到最深处海湾内部的新华堡 除非他们放弃从海湾口登陆 转而从别的地方绕行进攻 不过呢 那样一来问题就更大了 这就意味着 他们至少穿越将近20公里的山路 这些山路全都密布热带雨林 这纯粹就是作死 因此呢 在徐刚看来 修建新华堡的城墙完全是没用的 新华堡四周连绵的山市和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就是最好的屏障 除了那些土人以外 没有人能够知晓这些密林当中的道路 不过 史清洁还是坚持在新华堡修建完整的城墙 理由是 今后早晚要跟南方的土人开战 听说这些土人已经建立了封建王朝 那么 最好还是将新华堡这个东岸人在此地唯一的立足点 修建起城墙最安全 不过史清洁也不是不明白势力之人 新华夏湾的湾口处几座炮台极为重要 控厄海湾 距离于大门之外就全靠他们了 因此 他也调拨了三四百个巴西奴隶给他 后来 徐刚带101连南征返回 又给他塞了四百多个马来奴隶 这总计八百个奴隶 在监工的指挥下 一面在三处选定的炮台地址处伐木 清理场地 一面开始修筑炮台 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 总算是陆陆续续地修成了二十来个炮位 如今只要将火炮安装到位 再将炮手培训出来以后 新华夏湾就不再是无遮无挡任人进出之地了 将来这人手和物资充裕了以后 还将继续把剩余的炮位修建完毕 同时这陆房要塞 守军营房和航海灯塔 也随之陆续修建起来 总之啊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第191章 城内的房屋建设也没有落下 除了之前就已经修建完毕的仓库 医院 政府 卫生所 武器库等设施以外 几排整整齐齐的居民房屋 也已经修建完毕了 总数大约有100来套 被一条十字相交的马路 分成的四个居民片区 当然了 这些房屋目前来说 是远远不够城内如此多的自由民居住的 城里现在有自由民500多人 大部分都是爱尔兰男人 再加上分配给他们的马来妻子 这人口呢 就超过了一千 现在的房屋 才仅仅满足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居住需求 大部分人 现在仍然只能是挤在潮湿的木板房内 等待着每个月的建筑材料配额下来以后 去摇号 摇到号的呢 就能分配到两万块砖头 然后 每个居民片区的负责人 便会组织全片区的人手 利用空余时间 为他们修建房屋 这些爱尔兰人每日的工作 也是极为繁重的 他们这些日子以来 要么在开挖沟渠 埋设地下排水管道 要么在木材加工厂处理木材 或者在修主灌溉水渠 总之啊 没有一刻都以清闲 甚至 在他们处理挖沟的时候 新分配给他们的马来妻子 还要在一旁负责挑土 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目前唯一能够支撑 他们干下去的动力 就是新华夏殖民地政府 宣布将分配给他们的土地 这片土地 位于耶稣西水库的附近 大约四千多亩的样子 按照规定 每户家庭可分得十亩 所有被分配到土地的居民 前两年的收益 将和政府做四六分成 后三年五五分成 连续工作五年以后的土地 归个人所有 以后每年只需要缴纳 百分之二十的土地收获就行了 这个分配制度 是国家农业部统一制定 并且实行于本土 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的 虽然这前五年 等于是大量地剥削了 这些分到田地的农民 不过 这些个爱尔兰人 却不这么看 他们在国内可都是湿地农民 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极为看重 听到能够分到一块永久属于自己的耕地 一个个顿时亢奋的无以复加 就连干活的效率也增加提高了不少 而且上头还告诉他们了 只要努力工作挣钱 他们还可以以每亩五元钱的低价 向政府额外的赎买最多不超过二十亩的土地 这样一来 等于每户的家庭 最多可以拥有高达三十亩的耕地 这在爱尔兰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 这个时候 他们对政府的拥护 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只要有人敢于来挑战东岸人的统治 挑战这些爱尔兰农民 对于土地的渴望 那么 他们就敢和这些人玩命 这四千亩土地 是在四月份雨季刚结束的时候开辟的 当时史青杰组织人手 在画好的土地上 点了一把火 直接将上面的野草 小树 灌木丛什么的 统统都烧成了灰 用来肥田 烧荒结束了以后 便开始平整土地 清除上面的小石子 并且开挖排水沟等等 等这些都弄完了以后 这些农夫们便开始了耕种 播种 陆军101连的兄弟们 相当的给力 他们几次征讨南方的 贝奇米萨拉卡人 都是大胜而归 不但前后捕捉了两千多名奴隶回来 还为这新华宝 弄来了大量的驼风牛 这些驼风牛 在耕地的时候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样的 那些奴隶们 在修建灌溉设施的时候 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地里拨的主要是 红薯和玉米种子 每亩地拨四笼红薯快径和一笼玉米种子 实行红薯玉米兼种 这两种作物都是深耕农作物 能够较好的吸收深层土壤的费力 非常适合热带菱蓉作用较为强烈的地区种植 而且更关键的是 这两种作物可是高产作物 就凭这新华夏地区这种贫瘠的砖红壤 你要是不种点高产作物 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四月中旬的时候 新华宝方面 统一组织这些爱尔兰农民们进行了播种 到了八月上旬的时候 便已经生长成熟 可以收获了 由于是第一年开荒 再加上土壤较为贫瘠 也没有使用化肥和杀虫剂 因此这第一季的收成较为寒碜 平均下来 每亩只收获了120斤玉米和430斤红薯 与人们最初预想当中的 每亩收650到700斤的粮食相去甚远 不过 这些粮食 对于如今的人口 还不是很多的新华夏殖民地来说 已经是足够丰富了 四千多亩农田 总共收获了大约250吨玉米和900吨的红薯 这些粮食差不多已经是够所有人 包括奴隶在内 敞开肚皮吃上一年了 更别说这里 无论是光热条件还是水资源都很丰富 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极快 这不嘛 上一批作物刚刚收获完毕了 8月中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播种 这一批作物 预计将在12月初 雨季刚刚开始 还不剩大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 收获完毕以后的四千多亩农田 便进入了雨季休耕期 这两个种植剂 大概能够收获超过两千吨的玉米和红薯 从此以后 新华夏宝 成余可以不用在南非千里迢迢的运送粮食过来了 更重要的是 收获的这些粮食 还将为妥善安置 几个月以后到来的那些民国移民 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早上起来野后 打了一通太极拳 然后又拿井水洗了一把脸 张笑神情气爽的 走进了招待所 一号客房的大门 这说是招待所 其实也不过就是几间农家小院罢了 七八间前后两进的单间客房 一间柴房 一间厨房 外加一个竹圈 便是招待所全部的家当 客房坐南朝北 便于采光 同时呢 也便于晾晒遗物 柴房 厨房和猪圈 位于客房的西侧 坐西望东 一道低矮的围墙 将这些客房都围了起来 同时 客房也将围墙围住的面积 分割成了前后两个院 前院的面积 大约有两三百个平方 相当的宽敞 院子内也收拾得较为干净 整洁 一口水井 几棵从东方运过来的小荔枝树苗 两棋绿油油的青菜 以及几个搭起来的丝瓜架子 无一不透露出一股生活的气息 院子内草地上 一些老母鸡正带着大群小鸡 在草丛里面食 偶尔一条肥嫩的青虫被揪出来以后 立刻遭到了几只小鸡的轰墙 猪圈里 养着四五头哼哼唧唧的肥猪 也许是已经到了 这例行的早上喂食的时刻了 他们一个个都叫唤得很厉害 一个年轻的爱尔兰农夫 提着一大桶猪食 骂骂咧咧走过去喂食 本人间看到走出客房的张笑时 立刻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先生 早上好 你好 张笑也笑着点了点头 先生 您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 这边什么都好 就是太食热了 第一次来的人 一般都很难适应的 我也是花了好酒才适应过来 年轻的农夫继续说道 也许能够和这样的大人物交谈 是一种荣耀似的 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这里的旱季其实还是可以了 白天的最高温度 只有三十到三十一度的样子 晚上可能更低一些 再加上不时有凉爽的海风吹过 总的来说能够让人睡个好觉的 不过雨季可就讨厌了 那嘻嘻嘻嘻嘻的雨声 能够让人听到崩溃了 墙角总是长满了苔藓 地上到处是水坑 还有那讨厌的蚊虫 也许这个爱尔兰人 真的是太需要人和他聊天了 总之他一边喂猪 一边啰啰嗦嗦说个不停 张笑耐心地听着 脸上没有任何不愉快的神色 仿佛这个爱尔兰农民 嘴里讲的东西很有趣一样 事实上 他也对这个爱尔兰农民很感兴趣 因为就他以前的经历而言 他碰到的大多数移民 无论是东方移民还是西方移民 他们要么是出于语言障碍 要么就是笨嘴笨舌 总之 很少有人能够如此流利 而且逻辑分明 讲出这么一大堆话来 这种情况在农民当中比较常见 因为他们天性比较害羞 保守 但是在产业工人当中却不多 军人当中更是绝少有这种人的存在 这得益于后两者生活当中的高度组织化 以及不时开展的各种学习活动 而这呢 其实也是工业社会的老百姓 和农业社会的老百姓之间 一个显著的区别 即民众的民智是否提高 民众是否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等等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指你来新华宝之前 我很感兴趣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跟我讲一讲 张笑拿起了一把木勺 从桶里咬了一勺粘稠的猪食 然后倒进了面前的食指猪食草内 立刻引起了几头猪的烘墙 他们吃得如此开心 以至于啊 那肥大的耳朵上也沾满了猪食 哦 先生 这是我干的活儿 您怎么 爱尔兰农夫一脸尴尬的 看着正在喂猪的张笑 有些不知所措的说道 啊 这没什么的 张笑喂完了最后一勺猪食 然后笑着说道 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 我也喂过大半年的猪 现在还真是怀念 当初那段时光啊 我的朋友 你记住 劳动是不分贵贱的 好了 你不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呃 是的 先生 爱尔兰人战红了脸说道 我叫夏尔迈金莱 来自金塞尔 啊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 但是这没有关系 我如今是东岸人了 户籍就在本地 哦 是的 新华堡甲字十二号 就是我的家 我和我的弟弟哈里 哦 对了 他如今是一名光荣的海军中士 在几年前的时候 从英格兰人那该死的好望堡 逃到了东岸 在好望堡的一年当中 我和哈里差点被英格兰人给杀了 哦 不不不 我想你误会了 张笑面带笑容地说道 我更感兴趣的是你在好望堡之前 是干什么的 你也似乎去过很多地方啊 见识过很多东西 哦 是的 睿智的先生 迈金莱一愣 随即说道 我和哈里曾经在一艘荷兰商船上 当过很长时间的水手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加勒比 巴西 吉内亚 罗安达 等等很多地方 后来我们的商船 不幸被英格兰海盗给俘虏了 我和弟弟被贩卖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然后便来到了好望堡 而在当水手前 也就是年少的时候 我为了糊口 曾经在一家煤矿干了几年 哦 真是曲折的经历啊 张笑评价道 这些会在以后成为你宝贵的财富的 你弟弟哈里如今怎么样了 哦 哈里是我的骄傲 说到这里 麦金来胸脯陡然一挺 哈里在自由贸易号战力舰上当忠实 他非常的努力 也非常的出色 他的战友们对他都非常的友善 尤其是他的船长 对他关爱有加 据说要提拔他当剑袭航海长 他教了哈里很多东西 哈里很尊敬他 嗯 不错 出色的年轻人 张笑称赞道 我相信哈里会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的 他平时有什么困扰吗 哦 他一切都好 除了不能实时地聆听上帝的旨意以外 这令他很痛苦 麦金来忧伤地说道 哈里比我虔诚 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他曾经跟我不止一次地抱怨 军舰上连一个可以告解的神父都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东方的僧侣 哈里很忧伤 也很愤怒 但是就连他敬爱的国船长都对那些僧侣李竟有加 他又不得不静下心来重新审视那些东方来的教士们了 你真直爽啊 直爽的可爱 张笑呵呵地笑了起来 然后又问 那么你认为新华宝应该建一座教堂吗 但是我想城里那些伯伯尔 马格里布或者达达人 应该会有不同的意见 好吧 这个问题是敏感问题 我们暂时不去讨论 为了瞅信你的直书兄弟 我请你吃早餐 怎么样啊 说完 张笑从兜里摸出两张餐卷 朝着麦金来笑了笑 哦先生 我很荣幸 麦金来紧张在将手 在肮脏的围裙上摆来摆去 早餐也是招待所食堂准备的 由于其招待对象的身份 一般来说都不低 因此呢 菜色看起来还算丰盛 红薯粥 水煮玉米棒子 咸菜 煎荷包蛋 酱牛肉 烤缩鱼 凉拌海参 麦金来来新华宝大半年了 却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 此刻啊 是狼吞虎烟 其情景看得张笑是 哈哈大笑 张笑就着可口的咸菜 一口吃下了三碗红薯粥 然后笑着说道 我吃饱了 剩下的全都是你的了 麦金来的嘴里塞满了食物 瞪着你胃般的大眼睛 朝着张笑连连点头 张笑再次大笑 说道 慢慢吃 不急 难道你还有工作没有完成吗 麦金来此时 才将嘴中的食物咽了下去 猛地点了点头 说道 是的 我一会儿还要去后院粉碎那些煤块呢 嗯 煤块 听到这里张笑神色一动 紧急着问道 你说的是那种烧火用的煤块吗 是的先生 麦金来一边吃 一边点头回答 就是那种烧火用的煤块 我们在南边找到的 那些贝奇米萨拉卡人 就懂得用这种东西做燃料来烧火 前阵子徐长官带兵南征了好几次 最远的一次 甚至抵达了南边的那个海角之处 他们在那里俘虏了很多土著 当然也缴获了很多这种煤块 据审讯 土著们是在海角的附近 捡到这种煤块的 我想那里也许有一个天然的露天煤框啊 哦 煤炭的品质怎么样啊 张笑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 问道 据我在煤矿多年的经历来看 这些煤炭的品质相当的不错 至少比我们本土挖出的那些煤炭强多了 麦金来毫不迟疑地说道 用这些煤块去收火 火力往往比我们从本土带的那些煤炭 要更强健 收得也更持久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优质的煤炭 丝毫不比我在英格兰那些煤矿 挖到的没品质差呀 真是太棒了 张笑有些激动地在屋子里躲起了步 麦金来不明所以地望了望他 然后继续低头 蒙吃桌上的早餐 我需要去看看那些煤块 张笑突然走到了麦金来的身边 有些热气地说道 麦金来 你带我去看一看 快点 如您所愿 我的先生 麦金来最后往嘴里塞了一把酱牛肉 用肮脏的袖口使劲擦擦嘴巴 然后站起了身 说道 先生请跟我来 那些煤炭就堆在后院那里 老徐 人哪 老徐啊 张笑站在史亲节的办公室外 一把抓住了刚和史亲节等人 开完碰头会的陆军地101连连长徐刚 什么事啊 这么急啊 徐刚扶了扶鼻梁山的眼睛 纳闷地问道 即使是二三十度的气温 徐刚也穿着一身一丝不苟的鼻挺军装 手上戴着的手套更是洁白的一尘不染 问你个事啊 张笑擦了一把额上的汗 说道 你们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远征过一次南方啊 我们在四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要往南方出击一两次啊 七月份月初和月末的时候 我们都出击过 我不知道你问的究竟是哪一次啊 徐刚正色道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就如同他一直不苟言笑的脸庞一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92章 就是那次你们出征到南边那个海角处的那次 我也说不清楚 总之啊 就是圣玛丽岛南方的那个海角 张笑说了半天 还是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哪里 哦 你说的是那个地方啊 徐刚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然后点了点头 7月4日我带着全联官兵抵达过那里 那边有一些土著村落 应该也是贝奇米萨拉卡人 那些人以捕鱼和种植水稻为生 当天我们就征服了临近区域的五个村落 捕获了奴隶八百多人 这也是我们单次捕获奴隶最多的一次了 现在这些奴隶当中的一部分 留在本土修筑城墙 一部分则已经被装船运往了河中港 补充八七人手去了 回来以后我研究了一下 残楼门绘制的地图 发现那个海岛 应该就是后市马达加斯加东部的 塔玛塔夫港 是个港口 那就更好了 张笑乐了一拍大腿 笑着说道 你们是不是搅和了很多煤炭回来 煤炭嘛 是有一点 徐刚点了点头 肯定地说道 然后他转身吩咐身后的副连长 瘦道士 去把战斗记录拿过来 瘦道士很快就把战斗记录拿了过来 然后翻到了七月四日那天的战斗记录 击破贝奇米萨拉卡人抵抗力量一支 毕伤敌一百六十六人 扶八百四十七人 缴获驼风牛一百二十二头 刀骨三万两千斤 刀剑公卯两百五十剑 煤炭八千五百余斤 对了 就是这个 张笑右手打了一个箱子 说道 有没有问问这些人哪来的煤炭啊 收道士将战斗记录又往后翻了一样 这里是每一次战斗以后对俘虏的审讯记录 土人交代 当地离海岸线十公里左右的小山包内 好几处地方可以捡到这种可以燃烧的黑色石头 他们发现这种石头用来生火特别的耐烧 特别是在雨季来临 木柴全是石碌碌的时候 他们几乎是用这种石头来做燃料了 但是他们也发现这种黑色石头不太适合拿来冶炼金属 因为那样的话会使铁的翠性变大 用这种方法打的刀具很容易折断 愿不如使用木炭野炼的铁好 这可是优质硬煤 拿来烧火做饭 简直太浪费了呀 张笑立刻说道 塔玛塔夫港附近肯定有一个煤田 储量多少 可不得而知 但是肯定足够我们目前用的了 纪连长 我建议我们立刻出兵将那里站下来 这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 你也知道 如今我们本土的平安煤矿 出产的煤质量太差 就是烧火都现在回答 现在有这么一个县城的煤田 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还犹豫什么呢 干吧 支委会肯定会批准的 现在我们几乎每个月 都要花费上万元的 用来向欧洲进口优质煤炭 如今我们终于能够自己开采煤炭了 摆脱对外界的能源依赖 我们还等什么呢 更妙的是 这个煤田就在海港的附近 运输极为方便 塔玛塔夫港 我也是知道的 海湾内平均水深十米 完全能够停泊大型运输船 比起到南非内陆去采煤 不知道便利多少倍啊 徐刚沉默了起来 马达加斯加的煤炭资源怎么样 他不是很清楚 但是也隐约知道 后世马国的南部地区的 萨库阿煤田 储量巨大 虽然称不上是世界级的煤田 但其储量也绝对不可小失 这在当时还吸引了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过来勘探 开采 这个煤田的煤炭 主要是埋在 马国南部的内陆地区 离海岸 大约两百多公里的样子 在海岸边 还有多个延伸带 除了这个大煤田以外 在马国南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 还有一些中小型的煤田 由于这些煤田的煤炭储量不够大 很难吸引到外国资金 因此一般都是当地人自己在开采 供应的用户也大都是来自周边地区 不过后世中国的一些大型煤企 看不上的煤田 不代表穿越重看不上了 东南共和国现如今才多大工业规模 后世的一个大家看不上的中小型煤田 在此刻绝对可以撑死东岸人的胃口 更别说这个煤田 还恰好处在一个优良的港口周边 采掘出的煤炭 可以直接装船运输 成本极其低廉 比起目前这工商部内 有些人挖空了心思 想去南非内陆采煤 要靠谱多了 想到这里 徐刚也点了点头 赞同地说道 我也建议可以将这个地区拿下来 国家工业发展蒸蒸日上 对优质煤炭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再不解决煤炭 尤其是优质动力煤的瓶颈 还谈什么发展呢 还谈什么蒸汽时代啊 这样吧张工 你和我进去找一下使队长 将情况跟他说一下 这个事情还得他来拿注意 光靠我们两个是不行的呀 最好还是以马大家斯加开拓队的名义 向支委会反应 不然啊 本土那帮官僚是不会重视的 好 我们进去找使队长谈一谈 这件事情对于扩大新华夏殖民地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很有好处啊 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想使队长也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张笑也毫不犹豫地说道 说完 便和徐刚一起再度返回了史新杰的办公室 几个人随即便在办公室闭门商讨了起来 受到是自觉地在门外站起了岗 阻止一切闲杂人等靠近 一个多小时以后 张笑面带喜色地走了出来 一边走一边说道 徐连长 这边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势力了吧 就算是有 咱们也将他们统统剿灭 这个梅田对国家的意义极其重大 谁敢躺在我们的面前就灭掉它 难得史队长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看啊 还是趁早把这事给办了吧 正好现在来接班的陆军第三连官兵们也都在 两个连合作一股 先去把那个地方占了再说 也好 我去和廖连长商量商量 问题应该不大 徐刚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1641年10月7日 在马达加斯加开拓退队长史新杰的支持下 陆军第101年的连长徐刚 带着全连的官兵 以及配属给他指挥的半个第三连 集六个牌 126人 乘坐刚刚在新华修船所内 做完了简单保养的破浪号多功能船 朝着南方行去 由于这海面上刮着东南风 破浪号将风帆降了下来 船上的蒸汽机已经启动 船中部的扁平烟囱内冒出的滚滚黑烟 在海风的吹拂下 很快便消散于天空之中了 整条船在伟民轮哗哗的滑水声中 以五节左右的航速向着南方航行着 反正船舱内还有将近190吨煤炭 张笑也不在乎 烧就烧了呗 这船又不是没有煤炭就不能航行了 10月9日 破浪号通过了圣马利岛 与西方海岸线之间的狭窄海峡 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两艘三四百吨级的盖轮帆船 这些船的围杆上 悬挂着五花八门奇怪图案的旗帜 在这里 已经撕混了将近一年时间的徐刚 告诉张笑 这些都是聚集在圣马利岛上的欧洲海盗船 这些船少的时候有五六艘 多的时候达到十来艘 聚集有数百人 对于这些欧洲海盗的存在 新华港的东岸人 抱着既不结交也不敌对的中立态度 毕竟这些欧洲海盗的主要目标 是行经此地的荷兰商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双方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挺有共同语言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些欧洲海盗在岛上开荒种地 很多人还娶了当地的土著妇女为妻 他们对于新华夏地区的东岸人的 来自文明世界的商品十分的渴求 经常拿着一些农产品 或者是鱼货前来交换 有的时候也会拿一些不好出手的 藏物前来交换 在史青杰的指示下 东岸人每一次交换时 都没有刻意地压低 这些海盗们手中的藏物 对于他们拿来的农产品或鱼货 也都给予了公平的价格 因此呢 很是赢得了这些海盗们的好感 再加上东岸人在此地强大的武力 即180名火枪手 400多民兵 200多八旗进攻 这些海盗们也不敢起什么非粉之想 因此呢 双方一时间倒也和平相处了起来 后来 在东岸人修建起了坚固的炮台和城寨以后 这些海盗啊 便彻底地放弃了掠夺东岸人一把的企图 转而将新华宝 错为了一个补给和交易的场所 毕竟这海盗也是人呢 也需要享受一些文明世界的商品 也需要过一过这文明世界的生活 不然啊 就他们那样拼死拼活地抢劫 以至于这身上都背了好几个国家的通缉令 这又是图什么呢 两艘海盗船就像是没有看到东岸人的船只一样 静止朝着北方而去 他们的航速很快 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远方的海平面 他们是去北边抢劫那些麻刃加地区的阿拉伯人 或者是去抢劫那些阿拉伯人的近亲 科摩罗岛上的阿拉伯人的后裔 徐刚推了一把划到鼻梁上的眼睛 慢悠悠地说道 当然了 有的时候如果那些葡萄牙人不太注意的话 他们也不介意上岸去掠夺一下葡萄牙人 就我所知 去年他们就曾在蒙巴附近登岸了一次 抢劫了好几天 当地的葡萄牙驻军一直没什么反应 让他们从容撤退了 葡萄牙人对德尔加多角以北的东非海岸地区的控制地 是越来越差了呀 我记得他们甚至没能剿灭 当地有阿拉伯人穿多了 张笑笑了笑 说道 他们的海军力量也不足 阿拉伯人才几条船呢 却一直没法彻底地剿灭 还是他们地盘太大了 徐刚屡的屡 有些被海风吹乱的发型 说道 其实他们的海军总体实力还是很强的 只不过要占的地盘实在太多 有些船一分散不止 就显不出什么优势了 你想想 葡萄牙人芒果才两百万左右的人口 却占了巴西沿海等新大陆殖民地 几内亚的部分地区 刚果 安格拉 莫桑比克 赞比西河流域 蒙巴萨 以及索马里等非洲地盘 阿曼 果阿 西兰 马六甲 帝温 澳门等亚洲领地 同时又和西班牙 荷兰 以及奥斯曼帝国 从欧洲到非洲 再到亚洲的广阔地盘上 进行的敌对活动 这是他娘的一种 怎样作死的精神啊 如今玩了这么久 还没玩崩溃 就已经算他们有本事了 老徐啊 你也会开玩笑啊 张笑哈哈的一笑 说道 他们就快玩崩溃了 几内亚湾附近的埃尔米纳堡 让荷兰的西诺公司给拔掉了 巴西地区 也被蚕食得不像样子 港国也屡屡被袭击 很多哨所被荷兰人拔除 安格拉也岌岌可危 甚至啊 就连东非的莫桑比克岛 都被荷兰人的舰队 围了好几次 如今这蒙巴萨 桑给巴尔 摩加迪沙等地 都在起义叛乱 东方的西兰 马六甲 又在荷兰人的压迫下 招不保息 我看啊 葡萄牙人的殖民帝国 崩溃在即啊 两个人就这样 一边吹着凉爽的海风 一边闲聊 而破浪号 在以五节的航速 继续向南航行 10月10日 破浪号多功能船 在塔玛塔夫附近的海岸 停泊了下来 徐刚指挥着陆军官兵们 轻车熟路地乘坐小船 向岸边划去 岸边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色 相当数量的木质高角屋 倒在地上 显然啊 几个月过去了 这里仍然没有得到恢复 农田仍然是荒芜着 里面长满了杂草 这里原本的主人 被击破掠走了野后 还没有谁来宣示 对此地的所有权 这样最好了 徐刚也从小船上登了岸 站在平坦的海岸边 他说道 我原本还在担心 西边的麦利纳人 会将扩张的脚步伸到这里来 但是幸好他们没有 否则啊 我们可能会遇上一点小麻烦的 麦利纳人 那是什么呀 这边的土著吗 张笑是第一次来到了马达加斯加 不是很了解这边的情况 因此出言问道 那是占据着马岛凉爽的 中央高原地带的一个土著王国 同时也是岛上不多的 土著封建王国之一 传闻他们在中央高原上 修建水利 种植水稻 还修建起了一系列 由粘土和石头混合筑成的城墙 那里有一些极为繁华的城市 他们崇拜祖先 建有家族祠堂 他们重视农耕 使用铁制农具 他们居住在高角屋内 就如同是那些马来印尼人一样 徐刚一一地介绍 这些情况啊 其实也都是从那些欧洲海盗 阿拉伯人 或者是抓到的 贝西米萨拉卡人的口中 得知的传闻 并没有实地验证过 啊 对了 这个岛其实和台湾岛很像的 中央地势高 四周沿海地带是平原 其中这西海岸的平原 面积广阔一些 而东海岸的平原呢 则只有狭长的一块 当然了 和台湾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中央高原地带 才是本岛最为核心的精华地带 也是岛上传统的农耕区 那里现在是麦迪娜人控制的地盘 徐刚继续说道 张笑一边听一边点头 我们现在还不能和这么一个人口众多 拥有着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封建王国交战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实力 所以啊 还是先埋头干自己的事吧 塔玛塔夫这个地方 我们只负责挖煤就行了 暂时不适宜进行任何扩张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暂时和西边的麦迪娜人交好 先稳住他们再说 两个人正在交谈 士兵们已经将这一片整个搜索了一遍 最终证实 这里已经几个月没有人光顾了 七八个被士兵们压制的 贝奇英米萨拉卡人 开始带着人去查看他们 曾经捡到那种黑色石头的地方 士兵们每到一处 便在手绘地图上点出来 然后继续寻找下一处 忙活了几个小时以后 看着一幅大型手绘地图上 画着的斑斑点点 张晓基本上确定了 这里确实有一个 储量还不算小的煤田 不过 最终这勘纸 挖井 开采的国际 还得专业人士来弄 他也只是负责打个前战而已 已经登陆的士兵们 分成了两拨 其中的一拨 开始带着工具 到几处煤炭埋得较浅的地方 去挖煤 准备带一些样品回去做对比 而另外一拨 则开始收集一些 被吉米萨拉卡人 遗弃的房屋木料 开始在海角地带 打减了一个木制的军事哨所 这是准备下一次来的时候 方便助人 这边的土地和新华夏地区 很是相似 都是贫瘠的砖红壤 四周也都是密密麻麻的热带雨林 森林一直延伸到了西边十公里左右的小山丘边 那里已经是中央高原地带的边缘了 属于低矮的丘陵地区 那片丘陵 依然被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 遮天蔽日 密密麻麻 森林当中 栋植物众多 也许还有几条通往中央高原地带的小路 不过一般人很难找到就是了 有的这片森林也好 至少它将我们与那个 麦尼娜人的王国隔离开了 不至于让双方立即就对上了 他们在中央高原 专心做他们的土皇帝 我们在海平原专心挖我们的煤 双方忽不强干 这样最好不过来 张秀站在一个小土坡上 望着西边那茂密的原始森林 说道 这边的木材资源也很丰富 一点都不比新华夏那边差 哎呀 这里可真是个宝库 要是好好的开发的话 一定能为本土创造巨大的财富 此时士兵们已经搭起了一个 简易的木制哨所 并在上面升起了一面 华夏东岸共和国的国旗 与此同时 他们还在这附近埋设了 大大小小七八个石碑 以巡视主权 石碑上用汉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和法语 各刻了一段文字 文字大意就是 此地于1641年10月10日 被华夏东岸共和国 海军舰队发现 并正式命名为塔城 以后 此地级为东岸共和国的 海外领土 任何国家或组织不得侵占 否则 华夏东岸共和国 将保留自由行动之权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耳迷猴 第193章 士兵们一直忙活到了傍晚 才返回了船上 他们将挖回的上千斤的煤炭样本 也带了回来 做完这一切以后 当天晚上 破浪号多功能船 便启动了蒸汽机 挂起了风帆 然后 在东南风的吹拂下 以五到六节的航速 踏上了返航的旅途 10月13日 破浪号安然返回 停靠在了新华堡的码头内 张孝徐刚两个人 在和史清杰一起 进行了一番细致交谈以后 大家一直认为 这个煤田 具有很大的开采价值 因此 当天晚上 史清杰就以 马达加斯加开拓队的名义 向指委会写了一份报告 要求指委会 批准塔城煤矿的开采事宜 并附上了一份详细的开采计划书 张孝徐刚 以及新来的陆军第三连的连长 廖蒙 也一起在该报告上签署了名字 以增加这份报告的说服力 10月14日 在耽搁的数日以后 破浪号 杨武号等四艘船只 将离开新华港 返回南非 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时候返航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呀 几个月以后 还会有第二批运营船过来 将此次民国移民费用的尾款给带过来 几艘船上 装载了大量的墨材 椰子 驼风牛 以及风干的海货 毕竟总不能让回程的船空着吧 再次驻守了近两年时间的陆军第101连 也随船返回了本土 他们的任务将有新来的陆军第三连接替 就在大家在码头上一一告别 准备杨帆离开的时候 突然 有两艘灰头土脸的船只 从湾外驶了进来 而他们桅杆上悬挂的 正是华夏东岸共和国的海军席 那不是共同市场号和超勇号吗 突然 有眼尖的人喊了出来 那是第二舰队的人 唐行进这新华夏湾内的 正是第二舰队的船 不过 他们的状况看起来并不怎么样 走在前面的超勇号 首席尾不正哪去了 纤维杆也断了一截 反面多多少少也有些破损 而后面这共同市场号的样子 看起来还行 如果你忽视它尾楼二层 三层船长室和剑桥 被炮弹多次打烂的门窗的话 看起来啊 他们似乎是遭遇了一场战斗 打了一架 成了这副德行了 看着前来查看情况的众人 王铁锤苦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 没啥大事 也没有人伤亡 就是这事有点别去 奶奶的 第二舰队的这两艘战舰 很快被拉进了修船所的船坞内 开始进行了一番整修与保养 而在城内 王铁锤已经跟史青杰等人 谈起了此行北上 寻找航线的曲折经历 六月上旬的时候 我们在奥斯曼人的许可下 在他们的军港内 进行了一番修整 王铁锤点起了烟斗以后 才缓缓地说道 修整补给了一番以后 我们开出了波斯湾 在马斯科特附近 被一艘葡萄牙船发现了 不过很快便趁着夜色 摆脱了他们的视线 接下来 我们一直沿着波斯和印度海岸航行 一边绘制地图 一边收集沿线水文信息 6月25日 我和老韩的船 为了躲避风暴 而进入一条河流内避难 那条河流 事后据我跟老韩的分析 很可能就是印度河 风暴过去了以后 我们两艘船挂起了 葡萄牙的旗帜 然后顺着印度西海岸的方向南下 为了避免遭遇 葡萄牙人的船只 一直航行在 远离印度海岸线的地区 不过路上 还是遭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巡逻队 我们没有理他们 调整航向 逃离了他们的视线 不过我估计 葡萄牙人肯定是有所察觉 在东印度地区 无论是英国人 葡萄牙人 还是荷兰人 如共同市场号 这样庞大的战舰都很少见的 我估计他们是猜到了我们的来历 但是出于种种原因 他们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翻过了我们 7月15日 我们在西兰岛西南部的加勒堡附近 遭遇到了一支荷兰舰队 哪里那个熊的 我们当时忘记把葡萄牙旗帜收起来了 这帮荷兰人大概是七八艘船只 看到我们就冲了上来 王铁锤深深地吸了一口盐 辛辣的烟味稍微舒缓了一下他的情绪 直见他继续说道 我们这个时候也不好再降下葡萄牙旗 省起我们的海军旗 不过估计着就算我们这样做了 这帮荷兰人也是照打不误 他奶奶的 那炮火可真够猛啊 这帮红毛站着上风 直接就围了过来 竟然一口吃掉了我们两艘船 老汉的超永浩跑得快 我让他先走 我的船边打边撤 最后一路向东突围 到了晚上才甩掉了这一艘荷兰船只 妈的 要不是我们船少 我真想狠狠地揍这帮荷兰人一顿 太他妈嚣张了 荷兰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加勒附近的海域呢 加勒堡不是葡萄牙人的据点吗 说到这里 史青杰不由得出声问道 我知道这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之前 一直在西兰岛相互交转 难道加勒堡已经被荷兰人给沾了吗 他们不是已经签署了一份 为期十年的和平协议吗 难道是欧洲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边 加勒堡多半已经在荷兰人手里了 韩德志刚刚从修船所回来 此刻听到史青杰的问话以后 立刻出声答道 荷兰人那些船 就是从加勒堡的方向开过来的 看样子是巡海的舰队 至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 签署的那份和平协议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那只限于欧洲范围以内 双方的海外殖民地 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 比如巴西西兰岛 目前就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了 葡萄牙人一面要面对北方的泰米尔人建立的 贾夫纳王国 以免要应对跨海而来的荷兰人的攻击 出境是相当的不妙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荷兰人如今在各个海域都这么嚣张吗 史青杰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王铁锤说道 老王啊 你继续说 你们摆脱那些荷兰人的追击以后 又怎么办的呀 我当时不死心 还想再往东闯一闯 于是和老韩一起 顺着杨流和西南风 朝着马六甲大概的方向而去了 不过想来啊 当初我们在摆脱荷兰人追击的时候 都差了方向 再加上那些日子 天气也一直不是太好 我们一直都没法确定自己的方位 只知道按照自己骨策的方位 顺着杨流向前航行 王铁锤又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 然后和站在门口的韩德志 相视苦笑了一下 说道 现在想来当时也是运气啊 我们要是没有迷航 而是按照正常的航线走的话 路上不知道要遇到多少荷兰人的船队呢 那样我们多半就完了呀 老韩估计没事 跑得快 但是我的共同市场号可就难说了 荷兰人来个三四艘还能对付 再多了可就吃不消了 如果再来个七八艘 我也得落荒而逃 听到这里 石青姐等人都皱起了眉 以前只知道这荷兰人厉害 荷兰人船多 荷兰人满世界的做生意 抢殖民地 却没有想到啊 荷兰人在远东的船队 规模也如此庞大 即使都是武装商船 就拿数量也够让多万人头疼的了 毕竟这已多能咬死乡啊 当然了 东印度群岛是荷兰人的命根子 这里船的密度高 也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荷兰人的海上实力 确实是毋庸置疑 石青街隐约记者 在这个年代 去掉那些不是以远航的船只 荷兰人在全球范围以内 拥有超过六千条船的庞大规模 海上马车夫的名号 那个真不是白叫的呀 任何一个国家 这个时候 想和荷兰在海上争雄 那真是一定要三思三思再三思了 英国那么一个有着航海传统的国家 在对上荷兰人的时候 仍然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拉了好几个帮手 打了三场战争 这才把荷兰耗得精疲力竭 请注意啊 英国人并没有彻底打败荷兰人 而是把他们拖垮掉了 由此可见 荷兰人当初的使力 7月31日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片海岸 但是并不知道这是哪里 韩德志接着王铁锥的话说道 老王跟我说 这里是安达曼海 我估摸着也是 后来我们在这条海岸线的附近啊 来回走了好几遍 绘制了大量地图 然后在进行对比以后 最终确定 这里应该是 后世缅甸的毛蛋棉附近 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两天 更换了一下破损的帆布 和漏水的船板 同时还上岸与一个土著村 交易了一些新鲜肉食 8月上学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毛蛋棉 然后朝着南方航行 没有再去尝试通过马六甲海峡 这根本就没戏 那边的荷兰人 亦或者是葡萄牙人 都不会允许我们 涉足那边海域的 于是 我们呢也没去出这个梅头 而是顺着海流返回了新华夏 不过 在经过亚籍附近的时候 仍然遭遇到了一队荷兰船只 对方欺负我们船手 逼上来恶战了一番 最后 那队武装商船 发现啃不动我们 于是便又撤了 而我们呢 也归心四肩 懒得和他们在做纠缠 也就闪掉了 船上那些破坏处啊 就主要是在这场战斗当中产生的 那一些荷兰人 对自己的地盘看得很紧 除了一些 与他们做过利益交换的 少数的英国 法国和丹外船只能通过以外 外人只要一出现在那附近 就会遭到他们的敌视 邦铁锤郁闷地说道 这次我和老韩是实力不足 没底气和他们叫板 不过 我们想要直航大名 荷兰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这事情啊 一定要尽快解决 依我看啊 我们干脆 集中几艘主力舰 应闯一次那里算了 众人一起摇头实笑 方铁锤自己都笑了 然后摇了摇头 哎呀算了 就算赌上全部夹当 应闯成功了又如何呀 荷兰人到时候赌上门来 我们也没辙 这事啊不好办啊 还是得和荷兰人谈一谈 看看有没有可能 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但我感觉这可能性极低啊 扬得 现在荷兰人是垄断了远东航线了 怎么就没人跳出来 对荷兰人这种吃毒食的行为 表示质疑呢 只要有人起头 我们肯定第二个响应 要是实在不行了 就只能偷渡了 不过不是从马六甲海峡偷渡 那样成功率太低 坐在里面的破浪号船长张笑 突然说道 我们可以顺着洋流往东走 然后在靠近荷兰人地盘的时候呢 折向南方 贴着澳大利亚的海岸线走 绕过新几内亚岛以后北上 直接从菲律宾移动 一大大名的沿海 那样的话 到了澳大利亚近海以后 无论是洋流还是风向 都可能很不利啊 怎么走啊 房铁锤皱着眉头 思索了一阵以后 说道 没办法的 虽然我没有走过 新几内亚岛那一片 但是我也知道 那里风向洋流多变 很难走的 除非 除非是正气船 才可以在那种 复杂的环境下航行吗 张南打了一个响指 笑着说道 现在这个不是问题了 你们有蒸汽船了吗 房铁锤的眉头陡然舒展开了 哈哈笑道 哈哈 我就说嘛 刚才在港湾内 好像看到了一艘船 装着盐匆呢 我还好奇呢 不过这脑子 一时没往这方面想 哎呀 这出海都几个月了 人都变傻掉了 只能说是 在蒸汽船上 有了初步突破 张笑 矜持地笑了笑 他是破浪号的 主要研发人员之一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因此呢 如实地向王铁锤说道 目前造出的 这艘破浪号多功能船 也仅仅是实验性质的 其动力 主要还是以 风帆动力为主 以蒸汽明轮动力为辅 因为现在船上使用的 大力水手 一型蒸汽机的技术 还不是很过关 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而且 我们的煤炭燃烧热值 也太差 这影响了 船只的续航能力 总的来说 这艘船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突破 今后的船只会越来越好 过不了两年 也许 我们会有输出功率 更大的蒸汽机 也许 我们就能够给船只 安装上螺旋桨 总之 请大家对我们 现代特种船舶厂 抱以信心吧 哈哈 张公啊 反正你也是个临时船长 等你回去了以后 就跟上头说一说 把破浪后 划布给我们第二舰队呗 防铁锤突然来了精神 坐直了身子说道 我们第二舰队 熟是一个舰队 不过和主力齐聚的 第一舰队 完全没法比 总共才那么三四条破船 却还要独自对抗南非 东非 乃至远东地区的 欧洲国家海军的威胁 这任务明显过重啊 力量明显不足 哎 算了算了 我自己来写报告吧 强烈要求破浪号 划布给第二舰队 不然呢 老子这舰队司令就不干了 谁爱干谁干 先别忙着玩以退为进这招啊 张笑笑盈盈的摆了摆手 现在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没有解决呢 第一个就是大力水手号蒸汽机的后续改进系列 这个呀 得督促第一机械厂的人抓紧完善 你可能不知道啊 如今这第一机械厂过炉车间的任务有多重 他们一方面在继续改进之前生产的野蛮人型号的蒸汽机 嗯 主要是一到三代 同时呢 他们还在大力研发亚钢专用的野蛮人四型 以及初步开始研发蒸汽火车使用的野蛮人五型 总之啊 他们的任务很重啊 我们得随时督促他们 不然啊 天知道他们有没有将心思放在研发改进大力水手型号蒸汽机上面 要是在这上面被卡了脖子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 听说这一机厂的副厂长 锅炉车间的负责人李鸿兴 目前正在筹划着将锅炉车间从一机厂独立出来 新成了一个专门做蒸汽机的企业 我看啊 你可以在这方面试使劲 帮帮忙 也许它就会倾斜更多的资源 到大力水手系列蒸汽机上面了 这样呢 我们的蒸汽船的整体研发进度 就会快上许多 这个我义不容辞 王铁锤拍着胸脯保证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一并提出来 老王国好歹还有些老关系 也许能帮上他们什么忙也说不定啊 说吧 我听着呢 该写报告写报告 该署名就署名 该打招呼就打招呼 下一个就是关于开发塔城煤矿的事了 史金杰看了一眼张孝等人 然后亲自说道 本土平安矿物局出产的煤 质量奇差 这对于船只的续航能力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毕竟船舱的容量 吨位都有限 多装燃烧值高的一些煤炭 就能多航行一些距离 前阵子 我们在离这里两天多航程的南方塔玛塔夫港的附近 发现了一座对于现阶段我们来说绝对不算小的煤田 煤田出产的都是优质硬煤啊 质量堪比后世马大家斯加南方的萨库阿煤田 这个煤田出产的煤炭 无论是作为炼胶用煤 还是作为动力煤都相当合适 我们这边呢 已经准备联名向执委会申请占下塔城地区 然后设立塔城矿物局 主导塔城煤矿的开发事宜 这事你怎么看呢 这是大好事啊 王铁锤毫不犹豫的说道 我坚决同意 没说的 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吧 这事对于我们海军来说 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放心吧 关于这件事情 我会写信给执委会的小委员 王委员 请他们两位帮帮忙 尽量促成此事 那我可就放下一半心了呀 史新杰和张孝等人相视而笑 这件事情事关国家工业发展大局 我想马总理一定会同意的 巫司部的少部长也八九不离职 这事啊差不多就能成 嘿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94章 对了 我们是不是偏提了呀 这两天刚刚从晕船当中 醒过来的廖猛 坐在一旁 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 刚才众人还在讨论 如何绕开荷兰人 在东亿赌群岛的势力 另辟蹊径 前往大明沿海 这一眨眼的功夫 大家又转到什么开发煤矿上去了 这楼歪的也够厉害的呀 对对对 继续刚才的议题 王铁锤兴奋的说道 现在有了蒸汽快船了 那么实行就好班多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 顺着夏季时的西南气风 直接从新华堡向东航行 然后在澳大利亚北海岸 或者西海岸设立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将拥有最基础的防御设施 足够一万人吃半年的粮食 以及一个大型的储备仓库 对了 必须还有修理船只的能力 做到这些以后 我们的船只就可以在此 稍左停留以后 接着可以寻机 沿着地温海向东 绕过新几内亚岛以后 经历索罗门海 再向北 直奔大明沿海海域 就是回城的时候 还有些麻烦 如果人没不足 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那么就需要在大明的沿海 有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 我选几州岛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几州岛不错 张孝首先赞同 就凭朝鲜王国那沉弱的战斗力 我们的大船往来一开 再派少许陆军登陆 岛上的朝鲜人 就是瓮中之鳖了 以后就以这个岛为基地 以大明北方沿海 处处漏风的境地 以及当时政府事实上 丧失了对地方控制力的情况 我们大摇大摆地上岸收集流民 或者干脆强行掳人 估计都没有人敢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 其实呢 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 张孝想了想以后 又说到 我们也可以在印度洋岸 是一个据点 据点建设 一概如我之前所说的 然后呢 我们的船 一路依靠风帆动力 航行至新南岛附近的海域 接着 开启蒸汽机 全速向东航行 以荷兰人那些老实翻船 不到我们一半的航速 恐怕是很难拦截上我们的 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 耗煤量非常小 而且是成熟航线 顺风顺水 荷兰人就算是发现了我们的船只 也只有干瞪眼 除非他们调集大量的船只 封锁马六甲海峡 不然呢 休想阻止我们蒸汽快船的船行啊 我想了想 如果以破浪耗北蓝本 建造船只的话 一条船 一次骑马能约五百个人 造的船只数量越多 我们一次能够运输的人口 数量也就越多 不过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荷兰人看着你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钻来钻去 时间一长 肯定会忍不住的 到时候啊 还会调集大量的主力 封锁海峡 这条航线看起来啊 终究还是 不如走南方的地温海 索罗门海一线妥当啊 不过 作为备用航线 也是不错的 那走太平洋航线怎么样 有没有论证过啊 史青杰盯着面前的一幅 手绘地图 看了半天 最后突然问道 我第一次是从本土 经徐京港 穿迈着龙海峡 然后沿着智利海峡 一路向北 接着再走西班牙 马利拉大帆船航线 沿着北太平洋赤道附近 向西进入中国沿海 这条航线怎么样啊 有没有可行性啊 没有太大的可行性 王铁锤 只是稍微瞄了一眼 便说道 事实上 关于这条航线 海军部雷帮残诺们 很早就论证过了 结论是不现实 首先是 我们没法在智利 或者 壁鲁的西班牙海港 停靠补给 这里对西班牙人的重要性 就和东印度群岛 对荷兰人的重要性一样 容不得别人半点燃止 这里所有的城市 都是限制交易城市 不允许 没有任何特许证的外国 或者本国船只进港 所以啊 走这一段 将会没有不及点 这相当不利啊 而且 横穿太平洋的时候 我们可没本事 找准那些小岛啊 你让我们找块大陆简单 但是 在茫茫大洋当中 找个小岛 可就要看运气了 不可能每回都能找上 而只要有一次没招准 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啊 我只能说 这条航线不现实 至少现在不现实 只能是作为备用航线 排在最后一个选择了 几个人又在纸上 谈兵一般 谈论了半天 最后 将几种方案都形成了文件 各自署名以后 便准备提交海军部参考 剩下的事情 就不归他们管了 1641年10月14日 因为第二舰队回归 而在此耽搁了一天的 破浪号等四艘船只 八毛起航 离开了新华夏湾 朝着本土驶去 与他们一同离开的 除了大量的物资以外 还有几份 由马达加斯加开拓队 提交给执委会的报告 其中就有最为至关重要的 关于设立塔城矿物局的申请书 除此以外 还有几封私信 史清洁等人相信 这些私信 绝对能为他们在此地的事业 提供更大的助力 1641年 11月20日 新华夏殖民地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终于拉开了一年一度 令人烦恼的雨季的序幕 而在此前的两天 大规模的旱季农田收割工作 刚刚结束 新华堡的自由民和奴隶们 抢在大雨来临之前 显之又显的 将总计约1000吨 即200吨玉米 800吨红薯的粮食 收进了仓库内 加上这前一批收获的粮食 以及仓库内剩余的不少高粱米 新华堡的仓库内 目前已经堆满了 超过2400吨各类粮食 至此 本年度新华堡的农业种植活动 已经全部结束 接下来就是为期四个月的 余季休耕期 这2400吨粮食 加上一些采集的椰果 海货 以及1000多头驼风牛 差不多能够1万人吃上一年了 而新华夏殖民地 目前所有人口 算上这八期奴隶 1500余人 马来奴隶2500余人 自由民 500余人 和军政企业系统人员 及其他 约450人 加起来差不多 共有近5000人左右 即使是此刻 立即来五六千的民国移民 现有的粮食储量 差不多也能够应付得过来了 而且啊 这些名人来了以后 也不是白吃白喝白养着 新华宝政府也会组织他们修城墙 修炮台 伐木 采石 烧砖 开垦荒地 甚至是开挖煤矿 这么庞大的劳动力 不好好的利用一番 可真是可惜了 毕竟他们也不会 立马就被运回本土 在等待船只到来的时间内 完全可以组织他们 将新华殖民地 好好地建设一番 如今这里到处是建设工地 到处都需要人手 而那些新建被政府 掳掠而来的本地工人 又懒又奔 干活的积极性极低 还有老挖空的心思想逃 让监工们是烦不胜烦 一个奴隶只能当成是半个来使用 不得已之下 对于第二年来的八级奴隶 新华宝方面 在和河中宝方面沟通了以后 人为地将他们的服务仪期 延长了一年 从一年变成两年 理由是 如今的新华夏地区 已经不再显得那么危险 各种疾病 尤其是疟疾的发病率 显著下降 目前这奴隶的年死亡率 已经降到了15%到20%左右 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进低 这些八级奴隶 踏实肯干 吃得少 干得多 能忍受艰苦环境 比那些马来人 不知强了多少倍 为此呢 史新杰甚至有个想法 即将这边的马来人 全部送到南非 跟河中宝 置换一些八级奴隶过来 但是 莫名也不傻呀 这些马来人不好管理 好事懒做 他也头疼啊 但是新华宝方面的面子 也不好 一点也不给 因此呢 这两年来 人种的交换行动 一直在小规模的进行 雨季来临 大部分的工作都不得不停止 如水利设施 伐木 修路等工作都停止掉了 不过 修建炮台和城墙这种大事 可没有人敢停下 给新移民们准备的木屋 也在紧张的冒雨时空之中 另外 修船所的技术员 和新招募的工匠们 也在尝试着建造一些 不大的渔船 用来近海捕鱼 要知道 马达加斯加附近海域的 渔业资源极为的丰富 尤其是对虾 箭鱼 缩鱼 龙虾 海参等海产品 更是后世此地的著名特产啊 多造一些渔船出来 为本地多捕一些渔虾 既能给全体居民 多增加一些蛋白质的补充 同时呢 也能极大的减少 粮食的消耗速度 更重要的是啊 职委会在新华夏殖民地 发展造船业的决心 早就定了 因此呢 先从造简单的渔船入手 也能够尽快培养出 一些造船人才来 为将来建造更大吨位的商船 积累经验和技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 在时间跨入了1642年的时候 新华夏地区 等待已久的民国移民 终于到来了 1642年1月1日 这天下午 足足五艘葡萄牙籍的 大型分帆盖轮船 在新华夏湾的海家口停泊 请求入港 在派人仔细地检查了 这几艘葡萄牙船之以后 东岸方面 允许他们依次入港 将新来的民国人 奔批送上岸 城内的居民 几乎全部动员了起来 在码头上帮忙 以安顿新来的民国移民 就连驻扎在 1号和3号炮台要塞区的 陆军第三连 都派遣了部分士兵 回到码头上来维持秩序 占据新华堡居民主流的 400多爱尔兰人 神情复杂地 看着这些新来者 默默地将洗澡水 和红薯玉米粥 为他们准备好 据和葡萄牙人 事先沟通得知 此番新来的民国移民 共有近3000人 不过 其中也不乏 余目混珠的朝鲜人和日本人 甚至还有少数的越南人 混聚于其中 负责申别的陆军士兵们 按照官兵发放的比对手册 将他们一一给揪了出来 然后再统计数量 准备一会儿 跟葡萄牙人讨价还价 今天这天空还下着小雨 史青杰在秘书 罗德里哥打伞陪同下 缓缓地走在码头边上 仔细地看着 这些新来的名人 也不知道这葡萄牙人 从哪里搜罗来这些人的 来源似乎很杂 从他们的长相 身材和偶尔露出的口音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本来还可以从他们的着装上 进行一些辨认 不过此刻看起来 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 没有任何着装可言 换而言之 他们全部都穿得是破破烂烂 有些小孩甚至还光着屁股 他们也不以为意 用好奇又畏惧的眼神 盯着码头上一帮衣冠楚 披甲执刀的军人 这些人当中 甚至还有一些 他们压根都没有见过的 大胡子 蓝眼睛 或是金头发什么的 这令他们很是好奇 不过他们也不敢多看 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同样在影响着他们 使得他们只是偶尔将目光 转过来一小会儿 但是又很快锁了回去 大人们普遍都是木讷 老实 麻木 看得出来 大多数都是一辈子 待在村里种地的庄稼汉 他们对外籍的认识 仅选于居住在村子 这么一个狭小的范围 他们的社会关系也极其简单 大部分都集眷在祖邻右舍 或者是地主东家 他们中很多人 估计和之前几批移民一样 很多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无法用言语 来将自己的感情 或者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 他们需要长期的改造 史心结暗自叹了一口气 多年的扶贫 饥饿 疾病 和战乱 严重摧毁了他们的生理和心理 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调养和改造 才能够慢慢地融入 这东岸现有的体系 这些人看起来都像是大明北方常见的穷苦百姓 虚弱而又麻木 也怪不得这满清能长驱止入 窥占中华 多年的战乱 已经使民国腹地的秩序完全地崩溃了 地主文人腐败堕落 普通的百姓穷困而又麻木 奋起反抗满清 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 甚至那些新来的满清征服者也未必就比原来 不屑他们的汉族地主阶级残忍到哪去 哎 这是一个怎样操弹的社会啊 使津洁不由得仰天长叹 这样的大明要是还不亡 那可就真的没天理了呀 这几年运过来的民国移民是一年比一年凄惨 看得出来啊 那边的局势恶化得很快 穿越众们甚至都不用从固执堆里去了解这些事情 他们只需要从来到东岸的那些民国移民的状态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些许端倪 而这呢 也正是军队以及政府的内部很多人 加速推进远东航线开辟的原因之一了 爱尔兰民兵们将下船的移民 每50人编为业组 然后将它们领到旁边的一个大型木结构房屋内 分开男女进行洗澡洗头等个人卫生活动 房间里用砖头水泥 砌成了几个大型的澡堂 一些八起努力 不时地将一桶桶烧好的热水倾倒进去 得益于硫酸的大量工业制备 因此澡堂的洗澡水里面 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宝贵的硫酸桶溶液 这主要是起到了杀菌消毒的作用 每一批人进去洗澡以后 站在奴隶们将他们脱下来的破烂衣服取走 送到澡堂里面统一烧掉 然后给每个洗完澡的人 发一套从东岸本土运过来的牛仔布衣裤 洗完澡的民国移民们 在被人统一领到澡堂旁边的食堂内去吃饭 饭菜没有别的就是简单的红薯玉米粥和咸菜 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些食物最适合他们了 毕竟他们虚弱的身体在短时间内可无福享受那些香喷喷的鱼肉 还是先拿一些简单的食物调远段时间再说吧 三千多名民国移民的安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才初步结束了 无论是新华堡的军政官员 还是下面具体干活的爱尔兰人和八七奴隶们 大家都累得不成样子了 不过现在还不能放松 硬得给新移民们准备的木屋还没有彻底完工 接下来几天内就将组织这些新来的移民们自己动手 用木材加工厂挑选剩下不要的木板 为自己搭建临时居住的木屋 而且关于热带地区的生活常识 一些忌讳以及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项 都得向他们交代清楚了 当然了在所有这些进行之前 最先要进行的恐怕还是语言学习 即让这些名人学习一下东南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避免以后交流不畅 总之啊这事情是千头万须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家恐怕是要忙得脚步沾地了 1642年1月10日大雨 葡萄牙人的船只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新来的3022名名人去掉一些烂于充数的朝鲜人 日本人以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史青节仍然为他们向葡萄牙人支付了总据约90万元的费用 其中的86万是移民费用 而剩下的4万元则是用来支付一些购买的东方树苗 农物种子和牲畜的费用 这些种子在将来都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比如那些荔枝树苗 新华夏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这种作物的生长 甲乙石必将成为本地的一大特产 除去荔枝以外 还有新大陆的腰果 咖啡 可可 烟草等等 都是可以在本地大量种植的经济作物 至于甘蔗这种东西 虽然是气候适合 不过实在是过于耗费地力 暂时被史清洁忍痛给放弃了 雨季来临了以后 新华夏地区的大部分户外活动都已经停止 不过 这并不代表大家没有事可做 除了下刀子也不能停的海防炮台 以及暗房要塞的修建以外 一束西边的木材加工厂内 新华宝城外的砖窑厂 水泥厂和石灰厂内 以及码头附近的修船所内 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名人移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爱买母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95章 这些移民们 休养来战石县野后 现在已经被开始组织起来 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了 他们白天在各处干活 晚上还要上夜校 被统一教授一些 主要是生活常用的语言课 此外 还有卫生常识 热带生活的注意事项 以及政府的律令等课程 这样的解体生活 很可能伴随他们最长几个月的时间 直到前来接他们去本土的船只 抵达为止 到了那个时候 身体状况好的优先走 语言和其他方面学习好的其次 给他们上课的政府工作人员 也不断地向他们描绘着 本土的土地多么广阔 生活条件多么优越 当然了 规矩也很重等等 以这些内容 不停地对这些新来的移民 进行思想方面的教育 凯尔忠士 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厂房内 此时这时间已经中午 但是 这已经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 没有丝毫要停下的意思 幸好啊 这座专配的厂房 建在地势较高处 周围的排水设施 也是一应俱全 因此呢 倒也不用担心厂房 遭到雨水的浸泡 厂房是专木混合结构 部分承重墙或者柱子 由砖石砌成 而其余的部分呢 则有立志木板和茅草 草草的造就 房顶铺板了防水油布和茅草 四周的墙体 开了很多小窗 大部分的窗户上 只活了一层油纸 只有少数几个窗户上 才镶起了一些玻璃 这可是好不容易 才从本土运过来的透明玻璃 运气好 才没有在长途海上运输当中破碎掉 痘大的雨滴 噼里啪啦地打在了玻璃窗上 让人开始担心 厂房后面那些油纸糊的窗户 是否能挡住如此猛烈的雨湿 厂房内很多地方都撒了石灰 这是为了吸收空气当中的潮气 雨季就是这么讨厌 空气的湿度极大 这对于此处的三百多名 制作专配的工人们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感到高兴的事 硬得呀 在这种情况下 制作的砖胚在烧制时破损率极大 而且很多时候会烧出面包砖 等不规则形状的砖块出来 而这呢 毫无疑问会招来工头们的斥责和打骂 凯尔中士随便看了几眼 便发现 这些撒在各个角落当中的石灰 很多都受潮反应掉了 空气实在是太潮湿了 就连厂房内的墙壁上 都长了不少的青苔 厅上的乌云 依然没有一丝要消散的意思 屋内有些昏暗 凯尔中士命令工头点起了火盆 这才晾淌了一些 制作专配的厂房 一共有五个 这是其中之一 五个厂房加起来 共有约1600多名工人 在制作专配 规模可谓是极大了 如果他们的技能能熟练一些的话 一年制作可 将近四万块砖头 将不成问题 而砖头这种物资 对于东岸人 尤其是海外殖民地的东岸人来说 绝对是战略级别的物资 没有砖头就什么也没有 难道你想学荷兰人那样 弄上一些粘土和石头 来修筑城墙吗 这1600多名制装工人 可不全是那些八旗努力 他们的总数加起来 还没有1600人呢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后来的民国移民 少部分的八旗熟练工 留在这里 教他们如何快速 保质保量地 制作出合格的各种用途的专配 而大部分的八旗工人 此时已经被调派到了海湾口 在那里正在冒着雨排水砍树 修建未完工的部分海防要塞 由此可见 掌握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 就比如眼前这些八旗努力吧 他们就因为制作专配技术好 速度快 就有机会留在厂房内带徒弟 而不用像他们那些同胞一样 到海湾口 原始森林密布的地方 砍伐树木 清理空地等等 要知道啊 那可是要冒着疟疾的风险的呀 这边的一千多民国移民 大部分都是女人和小孩 毕竟这制作专配 不是什么重体力活 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活还是能够胜任的 凯尔忠实仔细地观察着 这些人普遍营养不良 女人瘦弱干瘪 小孩子更是颧骨突出 瘦骨临寻的模样 不过看得出来 在吃了一个星期的饱饭以后 这些人的气色 都明显好转了不少 这一个星期以来 所有人的红薯玉米粥 一天三顿管饱 小孩子还能额外地 得到一杯牛奶和一块咸鱼 这日子和以前在大明 那暗无天日的生活相比 简直像不真实的一般 一边只为了一点 能够活下去的吃食 就能相互抢夺 厮杀 一子而食 另一边 是干净整洁的房屋 衣服 只要干一些 力所能及的活计 就能吃上香甜的芽头 喝金灿灿的大米 瓦尔门 还能喝上牛奶 吃上鱼肉 在很多名人百姓的眼里 就算是大明的皇帝 顿顿也只能吃这些东西了吧 可能这皇帝还能吃几个肉饼 难道这就是那位来给大伙上课的官爷所说的什么工业社会 科学管理 生产力等什么东西给整出的差距吗 人都说了货比货得冷 人比人得死 这话放到现如今也一样适用 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 他们不懂得什么华裔大房 什么忠君爱国的 饭都吃不上了 哪还过得了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 就算眼前这些人都是蛮子 那又如何呢 他们给自己新衣服穿 给自己地方住 给自己饭吃 教自己手艺 而且据说啊 他们中那些领头的大官 原本也是来自中土的延桓后裔 和大伙流着一样的血 那也就难怪他们对大伙这么好了吗 果然是自己人啊 眼前的这一千多名名人 刚来专窑厂三四天 很多人制作专备 已经很是像模像样了 学习的进度 比当初那些八七奴隶要快多 这些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其中八小时在干活 六个小时在学习 每天差不多能制作十几万块砖配 按照三天烧一窑的节奏 每一窑 他们都能为新华夏殖民地的各处工地 提供将近四十多万块的各类红砖 有利保障了殖民地的各项建设 一些个马来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 低头走进了厂房内 他们将硬杆好的专胚 小心地马放在了平板牛车上 然后驾驭着牛车离开了厂房 通过一道长长的封闭式连廊 走向了大约几十米以外的轮窑 等待那边的奴隶工们 将这些砖配按照工头的指点 一一地马进窑内 然后点火烧制 而烧制好的砖块 则统一放在了一处平地上 等待着施工工地派人来拉 凯尔中士在整个厂房内 穿越了一圈以后 命令工头们将房间内的石灰更换了一下 接着便穿戴上油布雨皮 在几名随从的陪同之下 离开了砖窑厂 将临近了椰树溪盘的木材加工厂而去了 木材加工厂的附近 椰树溪上油地段 有好几个归他负责的伐木营地 大约两百多名霸气奴隶在此地伐木 然后就地去除无用的树枝 扒掉树皮 一切处理妥当以后 顺着椰树溪拉到下游的木材加工厂内进行处理 目前这新华夏殖民地采伐的树木 百分之五十则在木材加工厂内进行烘杆处理 烘杆完毕的木材 部分留在本地使用 部分则和那些原木一样 被返航运输的船只拉回到南非或者本土 供那边使用 凯尔忠士将自己的雨劈紧了紧 袖口和裤口都用绳子牢牢地扎紧 就连脸部都用毛巾折了一下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在外面 拔木营地位于东南边的森林的边缘 环境极为复杂 虽然那边的很多水坑已经被填平了 不过最近连降大雨 森林里积水畜众多 难免刺生大烂的蚊虫 他可不想象 最近他管理的几个得了瘧疾的八七奴隶一样 整天缩在卫生所的角落里打摆子 虽然以他的级别 是有资格得到药物救治的 不过那也得遭一通罪不是吗 最可怕的是 当时不能根治 那么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野湾一片白茫茫的 四处都笼罩在浓密的雨雾当中 河岸的土地有些湿润 凯尔忠士一行人 伸一脚浅一脚 行走在因为雨水过长时间的浸泡 而软化的泥土公路上面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赶到了伐木营地 负责看守营地的几名达达民兵 举手向凯尔忠士敬礼 凯尔回了一个军地 然后大踏步走进了营地内 营地内遮雨棚下面 堆满了大批经过初步处理的原木 这些原木的直径很大 看得出来生长了不短的年头了 高统军学踩在转起硬化的路面上 凯尔忠士这才感觉好处理一些 这泥土路可真是要命啊 等以后材料和人手宽裕了 一定要在耶稣西两岸 修一条硬化路 再栽赏航道书 伐木营地内 到处都是拉锯巨木的声音 大片连绵的遮雨棚下面 很多工人都在埋头处理着 刚刚采发挥的树木 对于一些特别粗大的树木 还需要用水利巨床来处理 虽然外面下着大雨 但是伐木营地内的工作 看起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各项工作 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现阶段这国内工业大发展 各项建设也在飞速展开 对于木材的要求 开始承起和增长 而目前这新华夏殖民地 很显然已经成了国内 最主要的一个原材料供应基地 据估计 自新华夏殖民地设立以来 被国内创造的财富 已经不下50万元了 更别提接下来 要提上开发议程的塔成煤矿 是目前国内找到的 唯一的一个优质煤田 如果说这一开始的时候 支委会还是将新华夏殖民地 当作是一个单纯的移民中转港口的话 那么到了现在 国内的工业已经有些离不开 这个优质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了 本土也已经无法舍弃这个 新开发没几年就会下金蛋的母鸡了 和砖窑厂一样 伐木营地内除了八旗奴隶和马来奴隶以外 还有将近300名的民国移民 这些人大部分在营地内负责 前面运过来的树木 只有棘手的一部分 跟随伐木队前往山里去伐木 留下来的人当中 有20来个木匠出身 或者是曾经干过木匠活的民国移民 他们是从全部移民当中挑选出的人才 这些手艺人如今都为以了重任 即负责伐木营地内的传帮代 争取带出一批知道该怎么处理原木的学徒出来 没办法呀 新华夏殖民地各方面的人才实在是太匮乏了 光凭着木材加工厂 那十几个正经的木匠带出的学徒 效率实在是太慢了 做好防纹工作 不要喝生水 凯尔忠士站在伐木营地内 唯一的一排砖房屋檐下 对负责此地的八旗建工工头说道 有人得了病立刻进行隔离 不得耽搁 记住了 这里是热带 算了 这些你也不懂 总之按我说的做 好了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敲锣让大家卸工吧 该吃饭了 八旗建工 很快便敲起了食堂门口 那面铜锣 随着清脆的锣声响起 工人们先是在工作地点附近整队 然后排着队伍依次走进了食堂 食堂就是几间砖瓦房 里面放着几张巨大的长条桌 长条桌是供自由民工人吃饭用的 而八旗奴隶工们则是捧着饭碗 坐在屋里的树墩上吃饭 至于那些被征服来的马兰奴隶们 只能是蹲在墙角 吃一些自由民和八旗奴隶们吃剩下的餐羹冷制 小小的一个拔木营地 等级制度之森严 也令这些个有幸被划入了自由民行列的 新来的民国移民 暗自择折和庆幸 凯尔忠实坐在靠近窗口的一张八旋桌上 几名爱尔兰厨子给他端来了饭菜 土豆炖牛肉 烤鱼排 几张香喷喷的肉饼和一大碗牛肉汤 此外还有一杯啤酒和一个新鲜的椰子 供他享用 至于那些自由民和奴隶们 可就没这么奢侈了 自由民和八旗奴隶们还好 他们的主食是蒸熟的红薯 少量土豆炖牛肉和一小碗牛肉汤 而那些新近被征服的马来奴隶 待遇就差多了 他们只能就着一大碗 只飘着一点油腥子的汤 砍一些红薯和玉米棒子来冲击 而就是这些食物 还不一定每个人都够吃 还得相等自由民和八旗奴隶们吃完了才有 这个世道就是这样 作为被征服者 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就偷着乐吧 况且东岸人也没有断绝他们上进的路子 前阵子 执委会通过运输船 给史青杰捎了一份文件 文件里命他 竹琴在新华夏殖民地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组织 岛屿八旗 岛屿八旗一旦成立 那么以后就会减少帮南非输送马来奴隶的数量 而将专注于成立 控制在新华夏殖民地自己手中的附庸部落和国家 而史青杰经过了考察以后 觉得设立岛屿八旗还是有必要的 只不过呀 目前这些被征服的马来人还不是很可靠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等出现了一些愿意和东岸人合作的马来人以后 再提拔他们去统治这些马来奴隶 也更好的被东岸人来服务 今天怎么多了一道口鱼牌 以前怎么没有 海尔忠士熟练地拿着木块 夹起了一块鱼牌吃了起来 鱼牌上某了一些香料 烤的时候也恰到好处 闻起来令人是垂涎欲敌 这个我知道长官 海尔忠士的一名随从门言 立刻接口道 昨天修船所的那帮工匠们 终于将那几条渔船造好了 配上从本土运来的渔王以后 今天早晨 他们就组织人手在河湾内开始捕鱼 他们的运气还不错 一上午就捕了大概三千多斤的鱼虾 大部分都是缩鱼 捕上来的鱼被送到各处去食用 房木营地那边也分到了一些 大概有两百多斤的样子吧 这两百多斤的鱼 大部分都被马成了咸鱼 少部分则被拿来熬汤 给那些新来的女人和小孩喝 还有的新鱼就直接拿来吃了 新华夏湾的鱼业资源有多么丰富 凯尔中士还是很清楚的 当初在登陆的时候 就已经见识了一番 清澈的海水 四处游动的鱼群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湾内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鱼群和虾群 缩鱼 箭鱼 金枪鱼 对虾 螃蟹 龙虾 海参等海产品 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 近岸捕捞了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一次从本土讨要的大型渔网到了位 几艘百来敦级的渔船也建造完工 因此呢 如何开发本地丰富的渔业资源 以更好的承载 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移民到来 被提上了一时日程 今天早晨开始的捕捞 不过是小时牛刀而已 少数不专业的渔夫 操船在新华亚湾内 专有了一圈 在平时观察记录下的 一些鱼虾群秘局之处 下往捕楼 忙活了一上午 总共捕上来 三千多斤各类鱼虾 其中的大部分 都是本地盛产的缩鱼 今天上午 使队长也到码头上 去看了修船所那帮人 所捕的鱼了 凯尔忠士的随从 一边吃饭 一边继续说道 他很高兴啊 当众宣布 说下午就会召开 渔业工作会议 要成立捕鱼队 在附近大力开展捕鱼活动 以充分挖掘 新华夏地区的 渔业资源潜力 这都是我的老乡 跟我说的 他当时就在 其中一艘捕鱼船上 他还说了 过一阵子啊 这边还可能要成立一个 海产品加工厂 用于加工处理 捕鱼队捕上的鱼货 目前都已经开始招人了 新来的那批民国移民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 曾经生活在海边 这些人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捕鱼的技巧和经验 因此即将成立的捕鱼队成员 将以这些人为主 捕鱼队成立了以后 前期呢 先在华夏湾内进行捕捞 将来捕鱼队 还可能走出华夏湾 到西面和东面的海湾内 去捕捉 诸如箭鱼啊 金枪鱼之类的深水鱼类 我知道的暂时就这么多了 凯尔忠实微微地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了 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随着民国移民的蜂拥而至 新华宝的人手 终于没有那么短缺了 那么很多事情 很多项目 就可以着手展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96章 虽然这些人一两个月以后 可能要开始陆续地被本土过来的运输船接走 不过现在还没走不是吗 那就得好好利用一下 这段时间要抓紧时间 把几个因为人手不足而耽搁已久的项目完成了 比如这城内房屋的修建 比如城墙的修建等等 凯尔中士对新华夏殖民地的热爱是无庸置疑的 他甚至已经把自己的妻子跟孩子都接到了这边来居住了 也在这边花钱购置了30亩农田 因此 对于任何有利于新华夏殖民地建设与发展的事情 他都会很高兴的 毕竟他的根基已经被挪到了这里 新华夏殖民地被建设得越好 其重要性就越高 而这边的所有军政官和普通的小老百姓 也会跟着沾光受益 吃完了午饭以后 凯尔中士在这边略作停留 视察了一番这边的排水设施是否良好以后 这才再度踏着泥念的土地 深一脚浅一脚 往新华宝城区而去了 还有一个小时 就是每天中午一次的碰头会 碰头会由史新杰主持 主要内容就是 总结一上午的工作进度 并将一些遇到的问题 拿到会上来讨论解决 这个会 新华宝中层以上的干部都要参加 他可不想迟到了 下午一点钟 新华宝会议室内 碰头会正常进行 目前正在发言的是 新任新华夏派遣的军司令 陆军第三连的连长廖蒙 这批新来的东方移民中 有很多是来自日本 朝鲜甚至战城的人 前阵子我清点了一下 既有日本人265人 朝鲜人62人 以及战城人11人 这些人里面 绝大部分为青壮年男子 而且曾经参加过战争 尤其是那些流浪的日本野武士 及其后裔 他们在南洋这么多年里 辗转多处 颠沛流离 生活要多辛苦就有多辛苦 此时我们只需要花费极小的代价 便可以将他们收编 作为开发塔城煤矿的前锋队 廖蒙说道 我们所付出的仅仅是一套服装 少许自由民吃的食物 以及事成以后 给予他们一定数量土地的许诺 便可以换来一支 还算堪用的保安部队了 诸位 要知道这陆军第三连 肩负守卫海防要塞的重任 须余不能离开 想南方开发塔城煤矿 还需要组建非正式部队 因此 我提交的组建挺身队的计划 还请大家仔细地考虑一下 凯尔忠士 裴索宁 莫大山等人 虽然也列席了会议 不过 他们只有旁听的权利 如果没有人提问他们 却是没有发言权的 因此这个时候 只有坐在夜边默默地听着 廖连长 军务方面的事情你做主 你这个 组建以日本野武士为主体的挺身队的计划 我同意了 不过 这些人真的有战斗力吗 史兴杰在略作考虑以后 就同意了廖蒙的提议 他一向很有自知之明 对于自己不擅长的地方啊 就大胆地放手 让底下人去做 不过呢 他还是对那些日本流浪武士的战斗力略有些怀疑 毕竟这些人已经流浪在外多年 有些人虽然一直在为人充当护用军上阵作战 但是更多的人 则是一直在从事着保镖 护院之类的低烈度工作 甚至有些人呢 已经完全丢弃了武士的身份 转而干起了农夫 小商人一类的敌尽工作 这战斗力还能保存几分 很成问题啊 我大略考虑了一下 有些人状态保持得不错 有些人在马马虎虎 有些人就完全不行了 廖蒙也是实话实说 不过他们的底子还在 只要几遇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待遇 有了精气神以后 恢复五六成以前的实力 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让我们连的安达上士 去和他们交谈过 他们都普遍很渴望 能够参加我们的挺身队 被东外共和国效忠 而且他们的对手 一般都是那些土著马来人后裔而已 战斗力也很孱弱 我想这挺身队的战斗力 再也不计应该还是能够应付他们的 这点我很有信心 最后一个问题 史经杰好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听说这些人里面 很多都是信奉天主教的 而且信仰很顽固 不然他们也不会被迫流落他乡 这与我们的政策不是很符合呀 如今国家一直在各种正式 非正式武装力量当中 推行去宗教化 我们这边却在大规模的招募基督徒 这与政策有些不符吧 史经杰公然这么说 倒也不怕什么 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而列席的三个人当中 凯尔中士和莫大山都是佛教信徒 而裴索宁更是信仰科学的无神论 因此呢 倒也不怕他们听到什么 廖猛先是沉溺了一下 然后我才说道 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了 说难听点 这些即将被招募的挺身队队员 都是一些廉价的炮灰 塔城六块地方 我们还没有正式踏足呢 那里之前也一直只有少量的 贝奇米萨拉卡人 在进行着有限度的啃荒种植而已 可以说环境还是相当原始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先期投入开发的人员 会有很大的检员 因此 派他们去那里 也是不得一而为之的事 我们只要将他们的家小 扣留住在新华堡这边 便不怕他们闹出什么花样来 再加上可能遇到的土著袭击事件 我认为 他们的存活率并不会太高的 话说到这里 其实就不用再说下去了 大家都懂得 这些日本人 其实就是替东岸人去弹地雷的 先让八旗奴隶和挺身队的人 去塔城地区搞开发 等那边开发的差不多了以后 新华堡这边 再想办法抽掉人力过去支援建设 这样能减少很多阴病检员 好 那就这么办吧 使亲节拍板将这事定了下来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 以明朝移民当中的前渔民们为主体 组建近海捕鱼队的事情 嗯 还有与之配套的海产品加工厂 碰头会结束了以后 廖猛立刻在参谋副官们的簇拥下 来到了城外的一处遮雨棚下面 在这里 大约250名左右的男子 正在几名东岸军官的督促下 进行着简单的军事队列训练 这些人满面风霜之色 但神情还算坚韧 毕竟能在颠沛流离当中活那么久 然后又乘船跨海来到了新华堡都不容易 差点就被残酷的生活给淘汰掉了 他们统一身着蓝色的牛仔衣裤 头上戴着皮帽 乍一看上去 一副标准的南非八旗武士打扮 而事实上 在东岸人眼里 挺身队的地位和八旗武士也相差无几 都是炮灰嘛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 这挺身队的人都是自由民 如果混得好的话 还能够有机会转正 获得正式军级 但是八旗武士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呀 他们永远只能在八旗这个系统内打转 别说是军级了 他们连东岸共和国国级都很难获得 除非是特别特别优秀的人才 才有那么一丝可能获得东岸的国级 这支挺身队总共250人 其中超过180人 是日本野武士及其后裔 此外还有朝鲜人39人 战成人11人 以及为了凑够250人之数 而挑选过来的20名 相对来说神强力壮的名人 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 也已经被确认了下来 即华夏东岸共和国 新华夏保安司令部 直辖挺身队第一中队 平日里简称为挺身队一中队 或者干脆就称其为挺身队 挺身队的指挥官也确定了下来了 经新华夏派遣军司令 廖蒙陆军中尉推荐 新华夏保安司令史新杰 正式任命陆军上市安达十五 担任挺身队司令 兼一中队队长的职务 至于他的陆军排长职务 则由副排长暂时代替 安达十五是日本下级武士家庭出身 自幼贫困 辗转夺地 后来到了东岸 通过多年打拼 如今已经有了不低的地位 和不菲的财富 他的励志经历 简直就是眼前这帮子挺身队队员们 最好的效仿队相啊 是他们东岸梦的最好寄托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安达十五为人防证 忠于职守 对东岸共和国有着很强烈的认同感 因此 由他来统领挺身队 为东岸共和国开疆拓土 是最合适不过了 安达军 挺身队 我就交到你一手上了 廖蒙走到依然穿着一套深蓝色 东岸陆军军服的安达十五的面前 看着他说道 你依然是陆军的预言 希望你能秉承自己立场 忠于国家 带好挺身队 为塔城煤矿的顺利开发 保驾护航 请司令长官放心吧 直部一定会尽到自己的义务 安达十五一脸坚毅地说道 挺身队250名官兵 保证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未做到 甘愿全体自裁谢罪 好 我相信你 廖蒙拍了拍安达十五的肩 赞赏道 这么有精气神的一支部队 真是堪比正规军了 对了 武器方面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目前挺身队的编制是250人 下辖四个小队 每小队60人 和一个中队部 按照计划 四个小队将有两个长矛小队 一个竹突小队 即使用50刀近战 和一个火枪小队组成 保安司令部之前 供给我们派发了120杆标准的三米长矛 120套胸甲和120把军刀 海浅六十杆部枪没有发下来 安达十五略有些犹豫的说道 希望长官阁下能够酌情欲语解决 嗯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 廖蒙很快便说道 原本是准备着让你们使用布弓 作为主要远程输出力量 不过考虑到热带地区气候时热 弓弦保养不易 威力便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 我向保安司令部建议 给你们配备武器库里 库存的三二乙型旧式步枪 使司令已经同意了 放心吧 六十杆步枪 下午就会给你们送过来 装备齐全以后 你们可就要抓紧时间训练了啊 不光是个人技能要练 这战术配合也不能落下了 你也是老航武了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 我只关心部队能不能站 你明白了吗 直不明白 安达十五双腿并拢力正 行了个军礼 说道 好了 去训练部队吧 下雨也不能停 廖蒙也回了个军礼 严肃地说道 接下来的热子里啊 挺身队便开始 在新华堡内外 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 这些人底子本就不差 此时是天天大鱼大肉 营养也跟得上 再加上又给了他们以后分地的许诺 这些人一个个都爆发出了无穷的潜力 队伍的战斗力和士气也是节节攀升 1642年2月1日 天空依然阴雨 昨天这下半夜 几艘从本土过来的运输船 由于天黑事物不清 一直在港外徘徊着 直到今天早晨时分 才被允许进入湾内码头停靠 三艘运输船给新华夏殖民地 带来了财政部 好不容易筹集到的80万元资金 同时 还有相当数量的武器 弹药 棉布 皮具 武器制品等商品 按照计划 新华堡这里将要和河中堡一样 建设一个大型的货物储运中心 以后和奥斯曼帝国交易所需的各类物资 都将从新华堡的仓库内直接发货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也快了很多了 三艘运输船 以及一艘护航的海军战舰 没有准备在此多坐停留 日前本土的海上运地依然极为紧张 他们可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外面晃荡 因此 史新杰马上命人将早就准备好的大量墨材 椰子 风干海货等本地特产都装上了船 当然了 他们也没有忘记这几艘运输船 在往回拉的最重要的货物 那就是人 在本地冥冥的组织下 一千两百名相对身强体壮的名人移民 被挑选了出来 然后 他们在水手们的协助之下 一一地登上了船 他们在离开前已经被告知了 回到富饶的本土以后 将会被授予房屋 土地 农具 种子和耕流 然后在一个山清水修的宾湖地带 开荒种地 从此过上他们之前 想也不敢想的神仙一般的生活 以后 他们自己种的粮食 能够自己吃 如果农贤时节 愿意去建筑工地上干活的话呢 他们还能吃到那香喷喷的牛肉 这样的日子 在如今遍地烽火的大明 哪去寻呢 这些移民已经在新华堡待了一个多月了 身体状况大为改观 大多数人脸上都有了健康的血色 而不再是之前那一脸菜色的苦样 移民们登船的速度很快 到了下午时分 差不多就全部登船完毕 而新华堡给他们准备的新鲜淡水 蔬菜和肉食 也及时送上了船只 将少数伤病员 安置到新华堡内养伤以后 四艘船只 竟然没有做任何停留 直接连夜拔毛起航 离开了新华下湾 1200名明朝移民走了以后 新华堡一下子空荡了很多 随着上个星期 搭乘第二舰队 两艘战舰 前往南方塔城地区的 600多名八旗奴隶离开了以后 新华堡附近的居民 包括奴隶 这数量啊 一下子从8000余人 忽然下降到了6000多人 随着塔城煤矿的逐步开发 新华堡人口的持续下降 已经成必然 不过 塔城煤矿的意义极其重大 在新华堡地区 有余力的情况之下 纸巾节肯定会大力支持那边的建设 运输船队离开后的第二天 即2月2日 天空难得地放晴了一天 本来这是令人感到舒适的一天 而刚起床的史经杰 也是这么认为 他呢 还让他的秘书 给他准备了一些鱼具 正准备好好的放松一下 到海湾内去享受一下 钓鱼的乐趣 而就在这时 海湾的外面 隐隐地响起了一阵 隆隆的轰鸣声 是破声 史经杰马上做出了判断 海湾口那几座炮台上的火炮 练习时的发炮声 他也听过了不少次 自然能够分辨出 什么是雷声 什么是炮声 听到这炮声也没什么 最近这三座炮台上 已经安装完毕的 二十多门海防重炮 就经常开炮练习 可问题是 今天没有安排炮击训练呢 罗德里格 看看什么情况 史经杰直觉有些不安 因此赶紧出声说道 好的 阁下 我这就去 罗德里格应了一声 随后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不过 他还没走到门口 门外突然快步 跑进了一个 身着落军服装的军官 史经杰定睛一看 来人竟然是 陆军第三连队 副连长白水中尉 只见白水此刻 一脸紧张之色 额头上也满是 痘大的汗珠 一进门 就听他直嚷嚷 老实 大事不好了 我们的渔船被人袭击了 刚才 我在三号炮台上 看得清清楚楚 三艘风帆盖轮船 三尾的 看起来就像是武装商船 正在追击我们的四艘渔船 事情发生的地点 就在海湾口 还好啊 我们的捕鱼船 离炮台不远 很快就躲进了港湾内 那几艘船 应当不至于追进来 靠 不过现在看样子 他们已经在交火了 这几艘船的胆子 还够大的 竟然还不依不饶 难道真的这样冲进来吗 是哪个国家的船只 这么嚣张 这附近 恐怕已经没有人还不知道 这里是我们华夏 东湾共和国的领土 石心节有些愕然 还真的有人冲上门来挑衅啊 这事闹的 没有悬挂旗帜 看不出来是哪个国家的 白水有些无奈地说道 不过猜也猜得出来 父亲除了与我们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相望的葡萄牙人以外 就只有在这边西海岸附近 设有几个补弄点的荷兰人了 我猜是荷兰人 他们嚣张惯了 经常去莫桑比克岛 索法拉 洛伦索侯渠城打秋风 葡萄牙人完全拿他们没办法 这一次不排除他们抢得顺了手 然后一路跑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97章 白水所说的荷兰捕努点 被于马大家斯加岛西南海岸 后市图莱尔附近 自从几年前 荷兰人接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好汪堡以后 就一直受困于移民人口的不足 除了从欧洲本土招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混不下去的移民以外 荷兰人还从东印度地区弄了很多马来人 爪哇人 以及华人到开普敦殖民地去种地做工 由于东亚人现实的压力 荷兰人并没有像历史上那样 缓慢地建设着开普敦 他们的巴达维亚高等法院 也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 宣判了一批又一批治下的臣民有罪 然后将他们统统地发配到了开普敦殖民地来 为东印度公司种植蔬菜 木须 放不牛羊 不过 饶是这样 好放宝的德阳总督 仍然无法满足 尤其是东岸人通过一场辉煌的胜利 彻底地击败了入侵的卡马波罗大军以后 被东岸军事实力震动的德阳总督 便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增加开普敦殖民地的实力 他先是在与东岸人 关于两国殖民地化解的问题上 稍稍地做了一些让步 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然后 他便开始用火墙 甚至是火炮 等卡马部落急需的武器 与他们交换战争当中俘获的奴隶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派出驻扎在那里的一些荷兰船只 到莫桑比克沿岸 骚扰袭击葡萄牙人的殖民地 还不时地上岸掠夺一番 很是捕获了不少当地的赞比西人 在袭击海峡西岸的赞比西人的同时 他们自然而然地 也将目光转向了海峡东面的马达加斯加岛 这座巨大的岛屿 西南部是平坦的草原地带 在那里生活了很多 带伴游牧性质的土著部落 与中央高原 或者北方的那些土著相比 西南海岸的土著文明层次较低 目前大多数还是奴隶社会 因此呢 便成为了荷兰人良好的掠夺对象 据东岸人估计 从开普敦殖民地 转到荷兰人手上开始 他们已经在图莱尔附近的广阔陆地上 掠取了不下一千名土著努力 而在他们的努力下 此时整个荷兰开普敦殖民地的人口数量 估计已经攀升到了三千人以上 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实力 走 我们到炮台去看一看 史新杰也不废话 直接手一挥 就朝着码头走去 码头上有几艘独木舟 史新杰等人 带着几名卫兵坐上了独木舟 然后 几个爱尔兰水手便开始滑起了船 朝着海口炮台而去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 史新杰等人 便从海湾内炮台的侧后房 登上了位于南海甲上的三号炮台 这个炮台内 驻插了五个牌的陆军官兵 以及大量的 由本地居民 或者是新来的明朝移民当中 集令者组成的海防重炮炮守队 三号炮台 目前阶段 共安装了两门24磅炮 四门18磅炮和四门12磅炮 活力相当的不俗 此刻 炮台上一共约有50多名炮手 正在乱哄哄地喧哗着 有的人 更是在各个炮位之间走来走去 看起来有些混乱 这支炮手部队刚刚组建不到一个月 实弹还没有打过几次呢 军事素质很一般 此刻障碍遇到敌船来袭 他们一时间确实有点惊慌 刚才在看到一号炮台开炮了以后 他们也顾不上这火炮没有校准过 射表还没有尽力完善 并也急吼吼地朝着海面上的敌船 开了几炮 只不过这火炮射成的结果嘛 自然是极差了 几发炮弹 无一例外地都落进了海里 只是白白地浪费掉宝贵的火药而已 慌什么慌 不许乱开炮 白水一上炮台便走到了自己部队的营房内 然后带着陆军士兵 跑到各个炮台上去弹压 将那些惊慌失措的炮手们 一一地驱赶回自己的炮位 这些都做完了以后 他也顾不上安排史清杰等人 今次走到了那两门24磅火炮的炮位旁 开始仔细指导他们向海面上的三艘荷兰炮船开炮射击 而此时的那三艘荷兰船只 在遭到了炮台上的火炮射击以后 一时也有些惊慌了 他们没有想到啊 那些看起来郁郁葱葱 全是树林的海甲上 居然隐藏了这么多的海防重炮 因此也正积极地朝外掉头 1642年2月2日这一天 在原本的历史长河当中 也许是平平无奇 不过 如今在穿越众所在的这个时空 却产生了别样的浪花 说实话 史新杰曾经在脑海当中 无数次推演过东岸共和国 与荷兰人交战的场景 其中在某一天的深夜 荷兰人纠集了大批的舰队偷港 其中也有着荷兰人攻下葡萄牙人 在东非的某些据点以后 开始大举围攻这新华夏湾 其中还有葡萄牙人 与其宿敌荷兰人联合起来 瓜分了他时某人 担惊劣劫 呕心劣血建立起来的新华夏殖民地 不过啊 他可从来没有想过 战斗会从一起 毫不起眼的袭击渔船事件展开 而且会来得那么突然 白水仍然在指导炮台上的那些新兵们 怎样更好的炮击敌人 这些人的训练还很不足 此时炮弹落点打得惨不忍睹 不过 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 此刻他们倒是比之前好了一些 几十发炮弹下去以后 倒是有一些炮弹击中了敌舰 给那帮子河南人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使心劫看着眼前那炮弹横飞的海面 思绪渐渐地飘到了别的地方 荷兰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并且他们还袭击了我们的渔船 他们以前可是很少出现在这片海域的啊 因为这里并不在任何航线的位置上 那么 他们现在是逐渐地将注意力 转移到东岸人的身上了吗 难道东岸人在新华夏地区的蓬勃发展 已经使得他们渐渐难以忍受了 还是他们觉得东岸人在这片海域的据点 已经威胁到了他们 从开普顿到吉他海峡附近的巴达维亚航线的安全了 我该怎么应对荷兰人这次袭击我们的渔船事件呢 这到底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呢 还是一系列摩擦或者是阴谋的开端 我是该向荷兰人表示我们的强烈抗议呢 还是就当此事没有发生忍过去呢 就在使清节患得患失思考的时候 周围猛地传来一阵喝彩 原来是一发18磅炮弹 打中了荷兰人尾楼的船长室 不过这发幸运的炮弹 显然是没有造成多大的效果 那个穿得像工具一样华丽的荷兰船长 仍然站在剑桥外面的围栏上 大呼小叫地指挥 荷兰人的三艘船只 艰难地在海湾口进行转向 只不过他们的运气不是很好 既逆流这风向也不是很顺 因此几艘船在海湾口 显得是那样的笨拙 这样移动缓慢的靶子 给两侧炮台上一帮子 还不是很熟练的菜鸟炮手们 一个极好的打靶机会 在军官们的指挥下 他们不断地调整炮管的方向 角度以及装药量 各种炮弹如爆炸弹 石心铁弹 链弹等轮番上阵 如雨一般落在了几艘荷兰船的周围 海中到处都是冲天的水珠 不时的有几发炮弹落在对方的船体上 使得船上的荷兰水手大呼小叫 惊慌不已 老白 要不 要不先让大伙停下来 这几艘荷兰船来得很蹊跷啊 再打下去打沉了 可就不好收拾了 万一酿成国际事件 这 石心结看了半天 然后找到了正在指挥射击的白水 犹犹豫豫豫地说道 什么 停下来 白水有些惊讶地 转头看了看身后 一脸忧虑之色的石心结 然后问道 为什么停下来啊 这帮子荷兰老袭击了我们的渔船 我们再不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怎么能罢休啊 老师啊 虽然你是我的上司 但我也得说 对敌人就不能仁慈 也不能瞻前顾后 今天这事 有什么问题 先打完了再说 说完 白水将一把烧红的铁钳插进了泡门 只听红的一声 一颗二十四磅石心铁球 飞越了数百米的海面 一头扎进了 离三号炮台 最近的那艘荷兰船只的侧弦 近起的目击 击上了附近多名 正在操弄火炮的炮手 不过 这艘荷兰船只的厄运 仍未结束 从一号炮台飞过来 带一发炼弹 直接命中了中围最大的一块帆布 将原本就有些破损的帆布 扯了一个七零八落 失去了大半的效力 这一艘荷兰船只当时追得最猛 当然 此刻也最深入海湾 竟然被与二号炮台 所在小岛的西南方 约百米余处 二号炮台尚未安装火炮 此时 正在和流进海湾内的逆流 和东南风挫着搏动 艰难地进行掉头 不过 看来它一时半会儿 很难完成这个动作 于是 看到有便宜可占的东岸人 立刻集中了超过一半的火力 朝他身上重点招呼了过去 另外两艘荷兰船 不想惹火上身 毕竟拿自己的木头船身 去和两岸水泥修建的 半封闭式炮台对红 实在是太傻了 不过 他们此时明显 也显得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放弃同伴而逃走 东岸人很快用炮火 为他们做出了决定 急发看着就十分圣人的 十八磅 二十四磅铁球 落在这两艘犹豫徘徊的 荷兰船只的周围 吓得他们不敢再坐停留 开始向外海驶去 而那艘荷兰船只 眼看着两位同伴 气他于不顾而走 顿时一片混乱 甲板上的水手们 用罪恶毒的语言咒骂 那响亮的声音 甚至在隆隆的炮声当中 都隐约可闻 没有了分担火力的小伙伴 这艘倒霉的荷兰船 在二十多门场馆重炮的反复蹂躏下 迅速增加的伤痕 虽然这两侧炮台上的东岸炮兵们 基本上都是菜鸟 火炮也都是型炮 准头不是很高 但是架不住这密集火力轰击啊 尤其是东岸人的火炮 身管较长 炮弹出塘速度又快 偶尔有一发落在船身上的炮弹 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啊 更别提那些讨厌的炼弹什么的了 船上的帆布 现在被打的是七零八路 船身也有了几处破损 整条船只 开始有些操作不灵 荷兰人的心里 渐渐地生起了不妙的感觉 这是要被击沉的节奏啊 终于在被又一发炼弹 打断了前内围杆以后 这艘荷兰武装商船 在准头越来越高的 东岸海防重炮的连续打击下 终于是持不住了 他们的水手在顶端 升起了一面白色旗帜 巡视了屈辱的投降 两侧炮台上的菜鸟东岸炮兵们 也发出了一阵欢呼 他们迅速派人乘坐小艇 登上了荷兰人的船只 然后在第一时间控制了整条船 船上的五十多名荷兰水手 垂头丧气地被压了下来 陆军派来的参谋 已经准备着对他们审讯了 史青杰叹了一口气啊 不理会身旁那些军人们欢呼的声音 带着随从们上了船 然后忧心忡忡地回到了新华堡内 在他们回去没多久 负责审讯的陆军参谋 便将审讯的记录 抄了一份过来递给了他 荷兰人果然是有预谋的呀 史青杰看完了以后 心里暗叹了一声啊 事情果然不是那么简单啊 这世上哪来那么多孤立事件啊 这分明是荷兰人对东岸的态度 开始逐渐转变的信号啊 按照审讯得来的消息 此艘荷兰声船 从阿姆斯特丹前往摩洛加群岛 路过开普顿等待季风的时候 接受了当地德阳总督的请求 沿路袭击遇到的敌人船只 或者据点 事实上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无论是从欧洲到东印度的船只 还是从东印度到欧洲的船只 这些荷兰人一有机会 就会袭击敌人的海外堡垒 伤管或者船只 以前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 是葡萄牙人和英国人 如今东岸人也有幸地 加入了这个名单内 哎 以后这条航线不太平了呀 史新杰再度哀叹了一下 自言自语道 我早就说过嘛 那帮子疯子 整天在巴西辽薄荷兰人会出事 他们还无动于衷 继续我行我素 靠 如今报应到了我们的身上 真是草弹 这帮军国主义狂人 惹下的事情 凭什么要我们来承担后果呀 不行 得想想办法 史新杰又琢磨了一番 然后猛地站起了身 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 然后 继续低声嘟囔着 新华夏这边实力薄弱 只有第二舰队驻捕的两条船 完全不够用啊 而且第二舰队的母港在河中堡 他们也不可能长期驻捕在这里 总要定期去南非那边走一走 那么以后这里难道一直靠着炮台被动防守吗 这样不行啊 得想想别的招 荷兰人的航线 要么是从开普吞经过马达加斯加岛南侧的海域 顺着西南寄风 直抵一塌海峡 要么就是沿着非洲海岸线近地航行 最后经西南岛走马六甲海峡 进入香料群岛 无论是哪条航线 都绕不开马达加斯加岛 换言之 他们航行的时候 完全可以顺度来我这里骚扰一番啊 而且 从南非过来的船只 可能经常会到半路就遇到荷兰人 毕竟大家走的都是同一条航线 那么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加大海军的护航力度呢 如果从南非过来的运输船 在半路被荷兰人给劫了 新华夏这边岂不是要被卡脖子了吗 妈的 这事一定要慎重 石心杰烦躁地想着 看样子 我得到西面的莫桑比克岛去走动一下了 我们的葡萄牙邻居 也一定深受这些荷兰人的困扰 听说就连莫桑比克岛都被围困了好几次 在对付荷兰海盗这世上 我们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才对 那么就走一趟吧 看看能不能和这边的葡萄牙人联合起来 1642年2月7日 天空依旧是阴雨连绵 空空荡荡的新华堡码头上 一艘来自莫桑比克岛的葡萄牙船只 缓缓地停在了战桥边上 路易吉巴拉尔迪 谈了谈白色列装上的灰尘 然后踏上了甲板上的绳梯 伸着绳梯熟练地下到码头上 他的船只旁边停靠着一艘荷兰风格的三维帆船 看起来这吨位有四五百吨的样子 船板上有很明显的修补痕迹 也许这就是东岸人捕户的那艘荷兰船只了 上帝保佑啊 这个可怜蛋 竟然一头钻到了人家 设防严密的海防炮台的交叉火力内 也许东岸人不将其当场击沉的唯一理由就是 怕沉船会堵塞河道 路易吉巴拉尔迪先生 史金杰的秘书罗德里格 打这把油布雨伞 走到了巴拉尔的面前 用疑问的语气说道 是的 我是来自西尼纳的巴拉尔迪 巴拉尔迪用带着浓重口言的葡萄牙语说道 我封了菲尔南多将军的命令 来与你们共同商谈 规防前些日子提出的事宜 那么请跟我来吧 出生于里本斯的罗德里格点了点头 然后礼貌地递给了巴拉尔迪几把雨伞 示意他跟上 巴拉尔迪也没有多话 将雨伞分发给他身后的几名随从 一行人跟着罗德里格 沿着书港公路朝着城内走去 书港公路仍然是由碎川马加石子铺就的路面 在雨季大雨的浸泡下 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软化现象 但是某些路面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翻浆 搞得走路的人的鞋子上往往是沾满了泥浆 不过这样的路面在巴拉尔迪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要知道即使是波尔多佛罗伦萨这样的大城市 城区内大部分的路面也都是泥地 下雨的时候往往这泥泞无比 再加上居民们乱泼污水 倾倒垃圾 这路面给人的印象就是污水横流 难以下脚 行人们往往是眼鼻而过 公路两边有着许多的遮雨棚 棚内蹲坐着许多面无表情的黑人奴隶 偶尔还夹杂着一些马来奴隶 这些人的脚边都放着一些铁桥之类的工具 看起来正处于干活的间隙棋 下雨还要干活 这东岸人可真是残忍的主人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98章 公路穿过了一片茂密的椰树林 然后一直延伸到了一并平坦广场上 广场的地面上铺着红砖 非常的平整 看起来东岸人真的是准备在这里大干上一场了 那些马斯科特 波斯商人之间 早就在香菇传递着 东岸人将在这里设立一个大型的贸易中心的传闻 如今看来啊 这多半不仅仅是一个传闻 而是东岸人真的在如此筹备 可以想见 一旦东岸人这个市场成立了 他们依仗着自己手头上 掌握着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资源 应该能够慢慢地 将原本前往莫桑比克岛 进行交易的各国商人船只 都吸引走 这样一来 其实就已经宣判了 莫桑比克岛 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死刑 这座局促的小岛 无论是在硬件设施 还是商品数量种类提供上面 都无法与海峡东面那座 新近崛起的港口城市相竞争 也许莫桑比克岛唯一的优势就是 正好处在航线的上面 而东岸人这座 被称为新华宝的港口城市 则稍稍地偏离了一些 在疏港公路和广场之间 挖了一条细小的排水沟 排水沟的上面 铺满了带着渗水孔的巨性 排水沟内的雨水 正在哗哗地往着一个方向流动 与这项对应的 虽然是连降大雨 但是无论是公路 还是广场上的积水都很少 大部分都顺着排水沟 流入了复杂的地下管道网络 最后顺着一个巨大的通道 排进了海湾内 正如巴拉尔迪 在船甲板上看到的那几个 直通大海的原型水泥管道 真是精巧的工程啊 同时也是耗费巨大的工程 巴拉尔迪摇了摇头 圣塞巴斯蒂安城堡的费尔南多将军 绝即使拿不出这么多钱和物资 来修建这种巨大的城市下水设施的 而且看起来也没有这个必要 东岸人真是太奢侈了 他们看起来几乎就是在意 建设自己首都的态度 在建设这座殖民地城市 在费尔南多的身边 担任了多年书记员的巴拉尔迪很清楚 无论是葡萄牙人 河南人 还是英格兰人 他们此时啊 都是在以一种掠夺的心态 在经营着绝大部分的殖民地 他们追求的是赚快钱 而缺乏耐心 去好好的经营殖民地 除非那个殖民地很重要 不然呢 是很难得到适当的投资的 而东岸人则不同 他们每到一处都修建起了宏伟的城墙 威武的炮台 坚固的码头 以及开垦出的平整的农田 这里面的投资是巨大的呀 光是那些大型的条石 砖块 水泥和石灰 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呀 更不幸的是 这些物资 殖民地往往没有产出 需要千里迢迢地从欧洲本土运输 那样一来 这成本就更高了 就比如这著名的西班牙大帆船船队 每年从塞尔维亚出发的船只 就携带了大量的砖块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这样成本高昂的砖块 也许真的只有那些殖民地的贵族 或者大商人才能用得起 哎呀 真是太嫉妒这些东岸人了呀 他们的政府 允许他们在本地烧砖 他们还掌握着 不为人知的烧制水泥的技术 这一切都使得他们 能够以较为低廉的成本 来建设自己的城市 穿过一座 用厚实的硬木制作的城门以后 巴拉尔迪一行人 终于进入了 掩藏在高大城墙后面的城区 城区内的建筑 有些是用木材建造而成的 有些则是用砖头建造而成的 此时 街道上几乎没什么行人 偶尔路过的一两个 这手上呢 往往还拿着一些干活的工具 雨天都不休息 真是一群勤劳的家伙呀 巴拉尔迪不由得暗自感叹啊 比起那些喜欢坐在树下发呆的黑人 这些民国来的移民还真是勤快啊 也许自己以后 可以建议将军大人 多招募一些民国移民 到莫桑比克去啃荒 路易吉巴拉尔迪先生 史清洁站在他办公室的屋檐下 矜持着朝着来人点了点头 我是巴拉尔迪 尊敬了史先生 巴拉尔迪摘下礼帽 卑微地拘了一下宫 说道 请坐 史清洁朝着屋内的座椅指了指 然后说道 巴拉尔迪也不废话 直接带着随从 坐到了史清洁办公桌对面 那么路易吉菲尔南多将军 对我的提议有何看法呀 史清洁单刀直入地问道 他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忧虑了呀 虽然王铁锤一再宽慰自己 不用太担心 荷兰人每年往返欧洲 与东运渡之间的船只 不过才二十多舟而已 一般来说呢 是很难威胁新华宝的安全的 不过 考虑到这第二舰队薄弱的战斗力 一旦这荷兰人 如同当年围困莫桑比克岛一样 疯港 那么东运人的处境就很是被动了呀 更别提如今他刚刚批准了 南方塔城地区的建设 那边可没有新华宝这边 如此完备的防御设施啊 多半是很难抵挡住荷兰人的侵袭的 那么这个时候 拉拢一下同样饱受荷兰人之苦的葡萄牙人 争取双方一同建立一个针对荷兰人的共同防御体系 或者说是准同盟 并不是为一个明智之举 菲尔南多将军对此表示同意 邦拉尔迪也没有绕圈子 直接向史青杰说道 该死的荷兰海盗们 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窥探着富饶的摩桑比克岛 他们还在东方的西兰岛 无端对我们发起了攻击 去年更是勾结了柔佛等地的土著们 一举亲战了 我们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的马六甲城 他们兼职亡国的船只在马六甲停靠 并对所有来此交易的各国商船征收重水 肆意地破坏当地已经承行多年的贸易法则 没有比这更加恶劣的事情了 菲尔南多将军也认为 我们双方是时候联合起来 对抗着无耻荷兰人的威胁了 那么组建定期巡逻队的事情 史青杰开始问到了核心问题 组建华普联合舰队定期巡逻双方的各大港口 这才是这次双方联合的应有之一 哦 正如您之前所提出的那样 巴拉尔迪说道 双方各出三艘船 组成一个联合舰队 至于这舰队的指挥权 则由双方各位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来协商指挥 联合舰队的巡航路线 为蒙巴萨至桑给巴尔 至莫桑比克岛 至索法拉 至洛伦索侯爵城 至塔城 至新华堡 如何 这份巡航路线图既综合了您提出的意见 也照顾到了我们在此地的各大港口 您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这份巡航路线图很不错 我没有意见 史青杰想了想 然后说道 但是 我有个事情必须要弄清楚 我们将要派出的三艘船里面 到底有没有专业战舰啊 没有 都是武装商船 巴拉尔迪诚实地回答道 但是我们的水手都是最顶尖的 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也很勇敢 既然这样 我想我们只需要派出两艘船就够了 因为我们的船都是专业战舰 其中更有着一艘 装备了66门火炮的强大战舰 我们两艘战舰的火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你们三艘武装商船 因此我认为 我们只需出两艘船就够了 史青杰说道 哦 这个我得请示一下 菲尔兰德将军才行 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大 正如您所说的 你们的战舰在性能上 超出了太多了 巴拉尔迪耸了耸肩 说道 共同市场号战列舰 缓缓地停靠在新华宝的码头 王铁锤忧心忡忡地从甲板上爬了下来 他这次回来啊 本是来装运一批建筑物资的 不料啊 刚一靠岗 就听到了荷兰人袭击我渔船的事件 顿时心下感觉不是很妙啊 不过 这心底隐隐的也有一丝兴奋的感觉 省了起来 他在码头上没有多做耽搁 而是直接跑到了修船所内 找到了正在视察的史清节 新华宝这家修船所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运转和积累 目前已经初步培养出了几十名初级工匠 学徒级别的工人 再加上从本地调拨过来的 十余名专业造船技术员 修船所目前 基本可以为国内任何一种船只进行修理 维护和保养 当然了 修船所的同仁们 也没有满足于现有的成就 尤其是在史清节的殷切希望和大力支持下 修船所开始面向全宝招收工人 且待遇极为优厚 为将来扩大规模埋下了伏笔 截至上一周 已经招募了近百名年轻工人 基本上都是这次来的明朝移民 史清节也为此难得地强向了一把 他决定了 将这批造船工人 以及新组建的新华港海防炮兵 捕鱼队 海产品加工厂 挺身队等机构的人员的户籍 统统落在本地 为此 哪怕得罪本土一干 期待人口的同僚们 也在所不惜 这么算下来 他此次怕是要截留下将近六百人 再加上手术身体残弱 无法远航 只能就地安置的移民 这三千名新来的明朝移民 估计得有七八百人 留在新华夏地区 这七八百人口 加上原先的四百多爱尔兰人 以及百余名 从土耳其买来的达达 白白尔人等 整个新华堡的正式居民人口 妥妥地突破了一千 史清节已经筹备着 在本地经济再发展以后 就写报告 请求中央在新华堡彻堡设乡 正式在将这片土地 纳入全国经济统筹的安排当中 以获取更大的投资 修船所的工人们 正在对前阵子 缴获的荷兰武装商船 旅人号 进行一番彻底的维护保养 无论是破损的帆布 围杆 也或者是漏水的船板 还是爬满了浮游生物的船底 这次将彻底清理一遍 马上就要和葡萄牙人 组签着联合巡陆舰队了 史清节属一 将共同市场后 与眼前的这艘缴获的 荷兰武装商船 一同送过去 至于这第二舰队 剩余的两艘船 超永号巡洋舰 和加利亚飞鱼号武装运输船 则因为要承担南非河中港 与新华港之间的运输 和护航任务 而只能是被剔除在外 当然了 现在又多了一条 新华港至塔城间的近海运输路线 需要有船来跑 总的来说 船还是不够用 史清节叹了一口气 船不够用 还是得立足本地来解决 本土那帮官僚是靠不住的 大鱼湖海军造船厂 和镇海造船厂 目前正在开足马力 建造运输船和战舰 而现代特种船舶厂 估计也在加紧完善着 原洋蒸汽船 一时半会儿也腾不住属 为海外殖民地建造船舶 那么还得靠自己 目前这新华港的修船所 已经能够建造 一百吨级别的渔船 等新一批的工人 培训完毕了以后 再请求本土 支援一些工程师过来 相信 在新华港建造 数百吨的运输船 就不成问题了 那样的话 很多麻烦就能迎刃而解 老师 和葡萄牙人的联合舰队 是怎么回事啊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王铁锤一将史青杰 拉到了无人的地方 轻声地询问 还不是前阵子 三艘荷兰船只 闹的事情给逼出来的吗 史青杰平静地说道 我也很清楚 如今我们的航运安全 其实很脆弱 尤其是从河中港到新华港 以及从新华港 至塔城这两条线 荷兰人或者海盗 若是要使坏的话 还是很容易找到机会下手的 目前东面的圣玛丽岛上 那帮子海盗 暂时算是跟我们相安无事 但是 那些荷兰人呢 他们会不会暗中 对我们的船只下手呢 你可别告诉我 不知道他们的海盗传统啊 因此 我想来想去 就只有联合海峡 西面的葡萄牙人一图了 他们在本地的海军 实力也不是很足 才那么三五条大船 就连摩加迪沙 蒙巴萨一带的阿拉伯海盗 都剿灭不了 更别提让他们对付荷兰人了 荷兰人若真来找他们的晦气 我看啊 他们也只能当缩头乌龟了 同样的 新华港这边 目前除了你的共同市场后 没有固定任务以外 就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海上力量了 荷兰人若来 我们一样只有缩在新华港湾内当乌龟啊 所以呢 我们和葡萄牙人组建联合舰队 对我们双方来说 都是炮团取暖 各取所需的好事 对面摩桑比克岛的葡萄牙人也答应了 联合舰队一旦组建了起来 真的遇到了荷兰人杀过来的情况 我们双方的力量凑在一起 多少也有一波之力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好吧 我并不反对组建联合舰队 但是我想知道 这个舰队是怎样操作的 我可不想自己的船只 整天被束缚在这个舰队里面 王铁锤说道 第二舰队的主要任务 是开拓向东直抵大明的航线 虽然这上一次行动 遭遇到荷兰人组结 煞雨而归 但这并不代表 今年他们会停止这种尝试 况且他也从与本土的信舰来往当中 得到了消息 目前已经差不多快要建造完工的 两艘战舰当中 将会有一艘配给第二舰队 以补充第二舰队的实力 而且将破浪号这艘整体船 归属第二舰队 也八九不离十了 这么一来 第二舰队的阵容 就稍稍的能够看得下去了 那么就是重提 直抵东方的任务 也就势必不能再拖延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已经和葡萄牙人的 费尔南多将军商议妥当了 史新杰清了清嗓子 说道 联合舰队由五艘大船组成 其中葡萄牙人 出三艘武装商船 我们派出你的作舰 以及这艘刚搅获的 荷兰武装商船 旅人号加入 联合舰队的母港有两个 即新华港和莫桑比克岛 巡逻范围 北至摩加迪沙 蒙巴萨 桑给比尔 南至克里玛内 索法拉 贝拉 洛伦索侯爵城 东至塔城一线的广大海域 当然了 北方的摩加迪沙 蒙巴萨等地过于遥远 加之要跨越赤道 这一方面的巡逻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在 莫桑比克岛 与新华港之间的海域 以及南至洛伦侯爵城这一片 这里是重点巡逻对象 联合舰队在冬季的时候 驻扎于新华港 夏季时 驻扎于莫桑比克岛 每间隔十天 进行一次巡逻 以维护这片海域的安全 先这么着吧 等过阵子 超永号 以及本土支援过的船只 入役了以后 我再调整加入 联合舰队的舰船序列 王铁锤考虑了一下以后 表示同意 然后又突然问道 荷兰人为什么突然发神经 攻击我们的渔船 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只 还是西印度公司 按理说呢 跟我们结下梁子的是西印度公司 可这边的船只都是东印度公司的 为何会对我们暴露如此强烈的敌意呢 你忘了呀 荷兰东印度公司 是西印度公司的大股东了 史青杰有些好笑的 看了一眼王铁锤 继续说道 而且我估计啊 你们第二舰队 硬闯马六甲海峡的时候 引起了荷兰人的注意 他们多半是通过分析 认出了那是我们的船只 他们很可能判断 我们有进军东印度群岛 燃脂香料贸易的企图 要知道 这可是他们奋斗了几十年 和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以及英国人连番血战 才抢下来的肥肉 他们是断然不会允许 我们的船只 越过马六甲海峡的 这次的袭击行为 很可能表明他们 已经向我们列为了 一个危险的潜在对手 如果我们再指引东进的话 难保会爆发更大的冲突啊 这个冲突是一定会爆发的 方铁锤坚决地说道 我们要东进 要冲破马六甲海峡 要抵近大明 这一战就不可避免 赶快写报告给本土 让他们加快战争物资准备吧 虽然我们不惧怕战争 但是也得以防万一吧 这是当然了 我会写详细的报告给本土的 石心杰点头确认 其实啊 荷兰人与我们的关系恶化 也不光是你们第二舰队的事情 我估计啊 巴西那边的荷兰西弄公司 一定早就对我们恨之弱骨 本土那帮子军国主义狂人 可是卖了大批的武器给葡萄牙人啊 他们造的孽可不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199章 那是自然 王铁锤也笑了 我们和荷兰人的矛盾是全方位的 他们简直就是压在我们头顶上的一座大山啊 只有将它搬走 我们华夏东岸共和国 才有可能打破生存的瓶颈 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1642年2月15日 三艘葡萄牙船只 来到了新华堡码头内驻博 联合舰队正式宣布组建 第二天 由共同市场号领先的联合舰队五艘船 离开了新华港 南下朝着塔城的方向而去了 开始了其祖先以来的第一次巡逻 联合舰队离开了以后没几天 即1642年2月20日 第二批葡萄牙移民来到了新华港 他们足足地带来了三千余名民国移民 数量众多的移民 几乎将小小的新华堡码头给塞包了 在支付完了所有的移民费用以后 史新杰突然发现 自己手头还结余了大约七八万元的现金 在略微思考了一下以后 他决定将这笔钱留下来 用作接下来和马斯科特商人 或是奥斯曼帝国交易时购买的一些奴隶 以增加国内人口 毕竟人口在任何时候 都是东岸共和国进口的最大宗的商品 也是他们消化自己外貌盈余的最主要的途径 就在这批移民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 第一批抵达此地的明朝移民千余人 已经在码头上拍好了队 准备搭乘船只前往本土 加利亚飞鱼号运输舰 蓬莱号敌行运输船 以及一艘租用的法国运输船 依次停靠在码头的边上 等一会儿 他们将搭载着千元名移民 和一批莫塞 少许的煤炭样本返回国内 共同市场号和旅人号 已经出海巡逻去了 接下来 他们只能依靠刚回来没几天的 超涌高速巡洋舰 护航至南非的河中港 至于从河中港返回本土那段航程 则有海军的第一舰队护卫舰来护航 就在新华夏地区一片忙碌的时候 几个月前的本土河沟堡 现代特种船舶厂的码头里 厂长魏华正在和几名海军军官 仔仔细细地在一艘静静停泊的船上 检查着什么 这条船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魏华的嘴里叼着个烟斗 一边走路 一边朝着身后的新近海军上尉李毅 说道 这艘多功能探险船 要算是海军的两大舰队序列里 第一条争起船了吧 嘿嘿 你小子够走运的啊 也不知道王大部长 到底看中了你哪一点 竟然让你看上这艘展播号的舰长 听到魏华嘴里面的调侃 和他私底下颇为熟悉的底 一点也不生气 只见他用略微调侃的语调说道 你当我这海军中尉是大风刮来的呀 嘿嘿 这不是因为我在罗下港外海 打了一艘习军我们运粮船的荷兰海盗船吗 这就叫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丁伟 黄阳那几个家伙惊讶了面孔 哈哈 到底还是让我老李拔到了头筹 生生从这帮牲口手中 夺下了展播号这艘船 李懿说的事情啊 发生在上个月 即1641年11月中旬 当时在从镇海港到罗洽港之间的固定航线 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 他发现这内核运输公司的夜搜 运送粮食的72吨级小火轮 因为故障 抛锚停泊在了罗洽港以北 十余里处的阳面 而这艘小火轮不远处 一艘未悬挂任何旗帜的 疑似海盗的船只 正一边朝着小火轮 进行恐吓性的射击 一边试图靠近 以捕获这艘轮船 就在这时 巡逻至此的红尊鱼号护卫舰 立刻抢占了上风 以一通猛烈的炮火 迅速地击溃着这艘 已经降下了大部分的风帆 暂时无法自如行动的 敌船的抵抗 二十多分钟以后 这艘猝不及防的海盗船 悲剧性地被打破了船体 沉入到了南大西洋的海底 而弃船逃生的水手 自然而然就成了东岸人的俘虏 经过一番突击审讯 这伙人交代 自己来自荷兰 原来啊 大约在两三个月前的时候 荷兰西洋公司 突然对所有停留在 累积匪的荷兰船长们宣布 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 遇到的任何一艘 华夏东岸共和国的船只 至于因为此次攻击行为 而导致的外交纠纷 西洋公司将承担全部的责任 此话一出 在场的荷兰船长们 虽然没有党场表示什么 但是很多人的心思 瞬间就活络了下来 这些无法无天的船长们 在海上撕混了很多年 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敢做的 听说东岸人 一个个都富得流油 而他们的海上交通线 一概都很繁忙 而且运输的都还是粮食 布匹 军火等紧俏物资 那么顺手做上一笔五本生意也不错 特别是在一些曾经去过东方港 卖过渔货的荷兰船长们 绘声绘色地宣传了一番东岸的富饶也后 当天夜里就有几名兴急的船长 渡海南下了 在得到了这个重要的信息以后 李毅迅速地将其汇报给了 第一舰队司令部和海军部 然后这个消息又很快被反馈给了执委会 执委会当天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了磋商 大家一致判断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意味着荷兰人在对东岸的政策上 有了某种程度的转变 即他们对东岸人肆无忌惮地偏袒葡萄牙人 失去了耐心 他们开始鼓励着旗下的船只 对东岸人实施自由的攻击行动 就如同他们在非洲以及远东地区 对所有他们遇到的竞争对手所做的一样 而这么一种极富侵略性的措施 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东岸人依旧坚持之前的政策没有改变 也许他们会考虑一些更加激进的措施 比如贸易封锁乃至全面宣战 很不幸啊 荷兰人这次遇到的对手和以往不大一样 不可以以常理揣夺 东岸从上到下都被军国主义分子给绑架了 他们立刻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首先 他们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抗议信 借由一名前来出售海鱼的荷兰船长 转交给了荷兰西印度公司 要求荷兰西印度公司在三个月以内就此事做出正面回应 与此同时 外交部贸易局宣布对来自荷兰的船只所载商品 一律加在12.5%到75%不等的为期三个月的临时呈发现关税 直至荷兰西印度公司对此事做出合理解释以后 再考虑是否取消关税 这个政策也出 双方间的火药味就更浓了 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仿佛看到了某种他们期盼已久的可能 开始频繁地派遣使者来到东方港 不过他们没能从东岸人的嘴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甚至就连东岸人是否下定了决心要与荷兰人开战也不得而知 传越众肯定是不想与荷兰人全面开战 不过话虽如此 但这事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人们无法预料的 因此必要的防备手段也是必不可少 在1641年8月中旬的时候 现代特种船舶厂的厂长毕华 就开始向上级申请建造展播号双鸣轮船 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甚至他已经命令工人们利用部分节省下的材料 前期建造了一部分船体 而这一次严重的袭击运粮船事件发生了以后 执委会迅速的批准了由他提出的展播号的建造申请 同时加紧进口硫磺 巴西红木 铅 铜 亚麻 辣等战略物资 此时已经是1642年1月底 展播号在经过了五个多月紧张施工以后 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出海进行试航的条件 展播号的基本参数与之前建造的破浪号一模一样 排水量都是730吨 飞碱式空心船手 三维风帆 而与破浪号的不同制作在于 展播号一共安装了两个名轮桨 分别位于船舰两侧 由一台大力水手一改型船用蒸汽机驱动 大力水手一改型蒸汽机是由第二机械厂 即由第一机械厂锅炉车间独立出来以后改组成立 在原来基础上加以了改进 优化以后制成 其额定的输出功率比原来略有提升 达到了36000瓦左右的样子 约合48.3瓦力 而且这台蒸汽机的气密性 也比原来好了一些 很多部位大量使用的黄铜密封电圈 这些都进一步提升了这款型号蒸汽机的性能 展播号的两台名轮桨叶片 有铸铁支撑 不太容易损坏 与破浪号火车车轮式的驱动方式不一样的是 展播号的蒸汽机的传动杆 直接连接在明轮桨的中心轴位置 直接带动明轮桨的旋转 同样的 这个轴里面依然没有使用轴承 而是通过传动杆 与蒋轴之间的滑动摩擦 来带动明轮桨的转动 这样一来 设备的磨损速度就大大的加快了 需要维修人员密切注意 精心维护 蒸汽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是36千瓦 大概每小时耗煤 一百二十五千克的样子 怎么样啊 比起大力水手 以基础型那个四出漏风的蒸汽机 强太多了吧 这输出功率上去了 单位时间的煤号就下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续航能力 魏华得意的笑着说道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更快的速度 航行更远的距离 如果船舱里散满了煤炭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从这里直接跨海航行到海对面的南非河中港 怎么样啊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创举吧 哈哈 我们的工业可是在一点一滴的进步啊 我相信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的话 研制出更好的蒸汽机 开发出更优质的煤炭 这艘船的续航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 嗯 真是不错 李毅也满脸喜色的说道 我都快要等不及 想开出去到海上兜兜风 找找感觉了 现代特种船舶厂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发展 如今已经出具了规模 该厂现阶段 共有工程师数人 技术员十多人 各类工匠六十多人 学徒一百五十余人 总计两百余人 这个规模 虽然比不上大鱼和海军造船厂 和镇海造船厂 两大传统造船厂 但是 比起刚创立时那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的寒陈规模 那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呀 随着国内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内核运输的运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长山铁矿的扩产 平安煤矿的扩产 新建一座大型的砖窑厂 等国家的大型工程的陆续展开 对于内核运力需求激增 目前在意的四十余艘内核运输船 完全不复使用 很多货物 往往需要在码头上堆放很久 才能够运走 鉴于这种情况 交通部一边下令 这现代特种传播厂 开始使用巴拉纳松 制造新设计的 七十二吨级内核蒸汽运输船 这种木料 国内储量很丰富 相当廉价 更不用占用那些宝贵的硬木资源 一边开始让联合工业信贷银行 挤出了一笔钱 带给现代厂 让他们添置机器 招募工人 扩充了人手以后的 现代特种传播厂 开始将目光逐向转向了 需求广阔的 国内内核运输市场 当然了 在此之前 他们先得想办法 把展波后多功能探险船 给整立了 因得 按照海军部的计划 下个月二月 展波后 将与已经做完了 维护保养的破浪号 离开本土 前往新华夏殖民地 然后 以那里为基地 探索远东航线的 各种可行性 现代特种传播厂 当然对此不敢怠慢了 要知道 这可是政治性任务 容不得一点马虎 很快 1月28日 展波后 在鸭子湖内 航行的将近200公里 平均航速 达到了5到5.5节左右 这还是在 未使用风帆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当时 张开了所有风帆的话 估计 不用一天时间 就能从河沟堡 直接航行到平安镇 撤速度 远不是那些普通风帆船 能够比得上的 破浪号 此次也在现代厂内 进行了一番保养与改造 技术人员 对这艘船的动力系统 进行了大改 使得气缸的气密性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这意味着 蒸汽机的输出功率 得到了变相的加强 经过测试 改造以后的破浪号 在鸭子湖内 航速达到了3.5到4节左右 比起原先 直接提升了20%以上 这意味着船只的续航能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现在二机场 就没有输出功率 更高的征细局了吗 李毅站在甲板上 手摸缩着下巴 有些贪心不足的问道 二机场的全名 叫第二机械厂 刚刚成立不过两三个月而已 由以前的一机场锅炉车间 为基础成立 厂长是原一机场的副厂长 锅炉车间主任李鸿兴 作为国内唯一的一家 专业的蒸汽机动力系统供应商 二机场刚一成立 就有大小技术人员将近300人 技术力量可谓是无比的雄厚 目前他们的主要研发任务就是 船用蒸汽机大力水手一型 以及其后续改进的型号 以及为铁路机车而研发的 大马力蒸汽机 野蛮人五行 和亚钢专用的野蛮人四行 除了这几个以外 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就只剩下了 对现有的蒸汽机型号进行整合 小修小补等等 综合来看 他们的任务也不轻啊 但是考虑到他们目前 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 其中更有几个高中学历的技术尖子 那么完成这些任务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了 你还真是贪心不足啊 魏华转头朝着李仪笑来笑 说道 暂时没有了 三十多千瓦收出功率的蒸汽机 说实话 在几番昏庸的时代 也能凑合着用一下了 你也不看看我们的船才多大呀 等以后有了更大体型的船只再说吧 到时候 即便是你们不说 交通部那帮子官老爷们 也会催着李鸿行 上马更大马力的船用蒸汽机项目 实在不行啊 现在这种48.3马力的蒸汽机 也可以改进一下嘛 平时我们不是老说这气缸里有蒸汽泄漏吗 那么我们就采用复杖式蒸汽机 即把两个蒸汽机串在一起 上一级气缸里的蒸汽都到下一级气缸 继续推动活塞做工 这样就减少了很大一部分蒸汽外泄 造成的热能损失 应该能提高不少输出功率啊 不过这种复杖式蒸汽机 一般都用在大型船舶上 我们这些船还是太小了 单缸就够用了 什么是副杖式蒸汽机 我怎么没听过呀 给我科普一下呗 李懿毫不知廉耻地问道 魏华用鄙视的目光看了一眼李 没好气地说道 三杖式蒸汽机听过没有 那就是三个气缸穿在一起 两个气缸穿在一起的 当然就叫副杖式了 小李啊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别老和那些来这里的欧洲破落贵族小姐们纠缠不情 和常开胜那斯一个德性 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还在外面养私生子 这想什么话呀 我看呐 你啊 还是把时间多用在学习上比较好 对你有好处的 真的 听我的没错 李懿善善的一笑 没有再说话 而是站在船尾的甲板上 看着船上那忙忙碌碌的水手们 如今这水手数量不足 也是制约华夏东岸共和国 航海事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位于大渔湖两岸的航海学校 虽然几经扩招 但是就目前来说啊 每年也只能是提供 大概一百多名毕业生的样子 这些人对海军部来说 都是自己人 属于可以放心使用的部下 穿越众海军的军官们 一般都喜欢提拔他们 来坐船上的士官 以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志 除了这些以外 就只有靠着统战部 利用东岸海军内 一些海盗出身的官兵 去加勒比海 忽悠一些海盗来投 但是这数量也是有限的 而且随着东岸 年年都去加勒比海 招募落魄的海盗 这些年来啊 这招也越来越不管用了 因为啊 像从良的海盗 大部分都被东岸人给招来了 每年招来的海盗 基本上都去了海军 而交通部花了大力气 甄别培训的 那几百个马来奴隶水手 则是被分配到了 内核运输公司 以及南海运输公司的 运输船上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两百章 李懿的展播号 额定船员为105人 含炮手 与破浪号的人数一样 当初为了凑满 这一百来个水手 可真是伤透了脑筋啊 因为啊 今年海军对水手的需求 这缺口实在太大了 按照海军部的计划 和造船的进度 差不多两个月以后 就会有两艘新的战舰入役 即高速巡洋舰 金五号 和护卫炮舰 十手余号 更别提 王启年夸口的 四四舰队计划当中 上去的一艘 8月10日级战力舰 虽然这艘战舰 建造与否 还在争论当中 但毫无疑问 这两年来 海军对水手的需求 是越来越大 正常的水手培养途径 完全无法满足 海军飞速增长的胃口 因此 可想而知 为了凑齐 斩不好的水手数量 李毅可是费了 很大的一番劲啊 他也不知道 求爷爷告奶奶 托了多少人情 这才勉强凑齐了 大本人数 但是 饶是如此 炮手中间 仍然有相当的一部分 是暗房炮兵出身 很多人根本就没出过海 想让他们适应 海上的节奏 看来仍然需要 一定的时间来磨合啊 而且展播号是机帆船 船上装载有蒸汽机 这对水手们来说 也是新事物 他们也需要时间 来熟悉设备 学习如何使用 维护 以及保养设备 这些都需要时间呢 每条船的船舱内 都加满了400吨精煤 都放在底舱了 就当是压舱石吧 魏华突然又说道 这些煤理论上 能够使展播号 不间断航行 三千两百个小时 当然了 很多设备的寿命 可没那么高啊 不足以支持你们 航行那么久 额 破浪号经过这次的整改以后 耗煤也下来了 大概 每小时耗煤 一百三十五 到一百四十千克的样子 400吨精煤 也够它航行 三千个小时左右了 再加上还有风帆 总之啊 你们的训航能力 看起来是无限的呀 再加上 这船上 还有捕鱼托网 小型海水淡化装置 你们在海上的生存能力 绝对完爆这个地球上 现存了所有船只 装400吨精煤 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可惜啊 等到了新华夏那边再看吧 前阵子他们写报告回来说 发现了一个优质煤矿 希望这会儿已经出煤了 煤的燃烧热汁越高 我的续航能力就越高 李毅叹着气说道 破浪号与展播号的纸面数据差不多 因为加挂了许多钢板 以及大量使用高密度的硬木制造的缘故 其空载排水量就在300多吨 而标准排水量为730吨 其实呢 这个数据也不准 因为设计的目的 是用作海上探险船 因此呢 船里杂七杂八的设备比较多 像是火炮 弹药 淡水 啤酒 烈酒 粮食 燃料 备品备件等物件 都往多了配备 因此呢 造成其标准排水量高达730吨 而满载排水量只有850吨 因此 一艘船装个360吨到400吨燃料 也就是极限了 1642年2月1日 破浪号与展播号 满载驶出了河口宝马头 然后 穿越鸭子湖 进入南大西洋 低调地朝着南非河中港驶去 探险队出发了以后 本土依旧有条不稳地继续自己的步伐 从1641年年终时分开始 针对欧洲移民的禁令开闸了以后 从布尔多 佛罗伦萨 以及李家 哦 这个李家呀 是在汉萨同盟的协助下 于41年年初设立 这几个商战内 一下子涌来了大批的欧洲移民 11月下旬 2000名法兰西移民 和700名儿童 在东方港登陆 12月上旬 1500名意大利人 分成几批船 抵达了南方的罗洽港 1月初 2000名利沃尼亚人 在镇海港上岸 这总计5000多名欧洲移民的到来 极大的改变了国内人口的数量 如果再算上新华夏地区 前后两批运送过来的 6000余名民国移民 以及这些年来 国内人口的自然增长 临近地区 越境偷渡的人数 华夏东安共和国的人口 预计将在下个月 达到历史性的 56000人左右 人口一下子激增了30%有余 这对于立国才几年的 华夏东安共和国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管理这些新增人口的 干部数量严重的不足 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大鱼和青年干部培训学校 这些年来 每年大约只能毕业 几十名行政干部 这些人经验不足 完全没法管理这些 出来乍到的移民 最后没办法 只能从东方县 平安县 这些核心统治区 抽调老干部 去安置这些新移民的地区上任 而将那些经过了多年统治 秩序良好的核心统治区 留给那帮子 刚毕业的愣头青们练手 尽管这样 以东岸工业化社会 那严密的组织结构 干部数量的缺口仍然很大 后来只能是将相当数量的 部队老兵事官退伍 然后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上任 这才勉强将局面给撑了过去 经过此次事件 执委会深刻地认识到了 培养干部 是一件比爬科技术 还要重要的事情 必须当作大事来抓 不过呢 现在转变政策 要想出成果 也是几年以后了 眼下只能靠着大量 抽调老兵 军官 去当地方官呢 这其中的影响和副作用 一时半会儿 真难说得清啊 不过 这次一下子 涌进来这么多人口 也是特殊情况 执委会也是怕和荷兰 突然爆发了战争 到时候 移民的渠道 差不多就要断掉了 既然如此 还不如自己 先主动招募大批移民 然后再好好地 花上一段时间 消化消化 按照执委会的计划 新来的移民 全部拆开 分散安置到了 全国二十多个乡镇 不含海外地区 计划新建的 两个乡镇当中 安置的原则呢 还是新老搭配 即以对华夏东岸 共和国 认同度较高的老居民 来以老代新 以尽快地 能够和他们之前 生活的地区 完全不一样的 工业化社会 目前呢 全国五万多居民当中 能够熟练地 听说汉语 会书写几百个常用汉字 主动维护国家利益的 真东岸人 才不过三万有余 以三万人来同化 几乎和他们数量 差不多的人口 这可是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 当然了 优厚的生活条件 良好的成人教育 和不断的战争胜利 都能够加速这个过程 这就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 一揽子安排了 毕竟啊 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 原有的各种资源 如这成人业校教育资源 粮食以及消费品资源 土地资源 住房资源 交通资源等等 在短时间内 都会呈现出紧张之势 在这一件事情上 政府如何加大投入 积极地协调 以及合力地疏导新移民 与老国民之间的矛盾 对于如今底子还有些薄 立国年头 还有些短的华夏 都按共和国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如果用形象一点的语言 来描述的话 如今的华夏东汉共和国 就像是一条吃上了肚子的蟒蛇 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 被它一口吞下去的食物 尽管我们可以给这条蟒蛇 为一些有助于消化的药物 但归根到底 还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来消化食物 然后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这5500名欧洲人口当中 最受东汉人重视 或者说警惕的 等属那2000名法兰西人 鉴于这国内数量庞大的 法兰西裔移民群体 作为掌握着国家资源的穿越众 以及他们的少量铁杆追随者 其实一直是不太愿意 大量的引进法裔移民 原因就是 他们不愿意让国内的某个族群 势力过于庞大了 这不利于同化 也不利于他们的统治 毕竟这么大的人口基数 这万一里面出个野心家什么的 利用民族或者宗教矛盾 挑起社会动荡 那么穿越众的视野 可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险了 虽然目前这国事蒸蒸日上 国民的生活水平较高 大家对穿越众 及其追随者的统治相当认可 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可能性不是太大 但是也得以防万一不是吗 好在目前这军队 尤其是陆军的构成 主要还是以利沃尼亚人 名人以及哥萨克 达达人种为主 不然如果就连军队当中 都大量充斥着法兰西人 那热子可就大了 如今这国家实行高压统治 和民族沙门主义政策 强制同化外来移民 同时也将一些宗教神棍 牢牢掌控在手中 严厉打击着地下奖经会 等被定性为 邪教组织的宗教机构 以确保能够利用宗教 更好地维护 政府的统治地位 这几年来 由于信徒告密 而被抓捕的耶稣会神父 已经不下十人 他们以及国内那些 追随他们的狂热信徒们 都被拉到山里 秘密地处决了 东岸人对这些 地下活跃分子的打击 从来都不手软 为此呢 宗教事务初 还专门设立了一个 守夜人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 有海盗 有刑事罪犯 有流亡者 有便捷的神父 总之啊 都是一群人渣 他们对于打击 受境外势力资助的 地下邪教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642年1月中旬的时候 700多名法裔小孩 被送进了兵团堡学习 与此同时 剩下的1300名 成年法裔移民 被分散安置到了 东方港 罗洽港 河南乡 牧场乡 棉农乡 镇远乡 梅林港 等多个乡镇 一千多人像是撒胡椒面一样 一下子就撒了出去 每个地方 也就分到了 区区一百多人 几乎将他们集群 居住的可能 都降到了最低 除了首都 以及一些周边地区以外 此次重点分配人口的地区 当属前一次规划当中的 鸭子湖流域的农业区 更具体一点的话呢 就是湖西堡 河口堡 以及香山堡三处 而在这三处里面呢 以种植业 和木材采伐加工 为经济基础的西湖堡 又是重中之重 早在1640年10月份 随着800名啃荒的居民 及400名名人 100名插路亚人 300名法兰西人的到来 宣告了西湖堡农业基地的设立 经过一年多辛苦的建设 本地居民 在交建三局建筑队职工的帮助下 已经开垦出了上万亩农田 以及足够灌溉 数万亩农田的水利设施 虽然这去年 该地因为误了农食 而没有大规模种植粮食 只收获了部分土豆 但是农业潜力 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在新一批移民到来了以后 政务院大比议会 就将利沃尼亚人 意大利人 各分了一千 分派到这个地区 开始肯荒重地 当然了 这么多人 不可能全都挤在西湖堡的周围 其中大约有一千人 被带到了西湖堡东北方 与三十公里处的 卡玛矿河入湖口的附近 开始在那里 修建一个新的定居点 大风堡 予以为粮食大丰收 等到新华夏地区的名人 都过来了以后 政务院还将轻移一千名名人 以及数百名 刮拉尼人过来 最终 西湖堡和大风堡 这两处的人口总数 估计将达到四千人以上 成为国内又一个人口 稠密之地 这些人将在两地 开啃出十万亩以上的农田 以种植水稻和玉米为主 同时放养一些山羊和肉牛 农前的时候 还可以下湖去捕鱼 以尽可能地增加他们的收入 可以想见 在这个农业基地开发完毕了以后 华夏东岸共和国 从此将不再有粮食短缺之率了 相反 他们还可以大量出口一些粮食到国外 以赚取利润来反补工业 是剩下的一千名利沃尼亚人 和五百名意大利人 五百人被打散 分配到了煤河乡的平安煤矿 那边最近在计划着扩产 正是需要大量人手的时候 五百人被分配到了平安镇 及其附近的局树乡 那边的码头 工厂和农田 也正需要大量人手 此外 最后的五百人 则被集体拉到了 香山堡海对面的三炮台乡 三炮台乡 在镇海港以南的一处半岛上面 后市的时候 由大乔与里奥格兰德相连 因镇海港周围的三号海防炮台修建于此 而得名了三炮台乡 这五百名移民 在少量的法兰西移民的指导下 在此地设立葡萄园 种植葡萄 新来的法兰西移民 带来了先进的葡萄种植技术 如果不好好的利用 那就太傻了 其实 不光是三炮台乡 附近的香山堡 也是一个良好的葡萄种植区 且已经付出实施了 只是这规模还不够大而已 这些居民们将以种植葡萄为主 同时放牧山羊 再种植一些蔬菜 以供应镇海港内庞大的产业工人 以及海军官兵们的消费 这些新移民都分配下去了以后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 以平安镇为核心的重工业聚集带 以镇海港为核心的造船产业区 以东方港为核心的首都商业经济区 三大经济圈 在接下来持续不断的资金人口投入下 这三大经济圈一定能带动 整个华夏东海共和国经济的腾飞 1642年2月26日 两艘探险船在批波展浪以后 终于抵达了南非的河中港码头 在这次历史26天的航行当中 有李毅指挥的双船编队 没有再走先南下徐京港 然后再东进北上河中港的老路 而是自出发了以后 就一直沿着南尾30度左右的航线 向东航行 期间无论是风向还是阳流 都不是很顺 船只只在有限的几天内 能够利用一下侧风作为助力 整个航程主要依靠的还是蒸汽动力 最终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一共花费了26天左右 算下来平均航速6.5节出头的样子 与南方航线5600多海里的航程不一样的是 北线的航程只有4000余海里 距离上近了不少 但是缺点是 无法利用南大西洋的洋流和风向 这导致他们的平均航速 只能维持在6节多一点的样子 与上一次航行时 南线平均航速6节左右差不多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6节航速是指东岸的普通运输 以及护航炮舰的速度 并不是飞舰船的航速 事实上 上一次这破浪后积翻全开 走南线的时候 平均航速就达到了13到14节左右 最高的时候 甚至达到了接近16节的超高航速 因此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两条船走南线 充分利用洋流和风力的话 尽管距离上远了40% 但是航速却能提高一倍 最终他们所花费的时间 即使算上中途在徐晶港停靠补给 也不会超过20天的 比起这北方航线要快上6天多 而且中途还能停靠补给一两天 这一两天可以补给食物 加煤加水 维护机器 其可靠性 比起北线来 不知强了多少倍 通过这次实地验证了以后 李懿等人也终于明白了 各条航线的实际情况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北线至此 已经基本上被判了死刑 因为与南线相比 无论哪方面的劣势都比较大 同样的 他们也证明了 飞碱船在顺风顺水的环境下 其优势将会被无限的放大 超高的航速 配上近乎无限的续航能力 以及相较蒸汽船 低了很多的维护 以及运行成本 使得这类船只 在固定航线上 仍然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比如李懿就建议了 以后本土要大力建造 大型的飞碱式货船 在本土与南非之间的固定航线上 泡运输 其竞争力 比起破浪号这类击帆船 肯定要强很多 毕竟他们的运行成本极低 2月28日 在河中港休整补给的一天也后 两艘船再次扬帆起航 烧起了锅炉 朝着新华夏地区驶去 从本土到河中港 两艘船一共消耗掉了 160多吨煤 虽然河中港已经修建起了一个 除有一定量煤炭的仓库 不过李懿等人却没有打算着 在此地加煤 煤舱里面的煤炭 才用了20%多一点 剩下的足够他们航行到新华堡 一个来回了 而且据说 那里可能还有燃烧值更高的优质煤 那么谁还会用现在仓库里 平安矿物局出产的劣质煤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201章 他们没有加煤 相反的呀 却按照计划 往两条船上塞了足足500名 惊条细选处的八七五师 这500个人几乎向两条船给承报了 不过啊 此刻也只能是让他们忍一忍 反正也就十来天的航程 这些八七五师的身体素质也算是强悍 撑到新华港应该问题不大 这500名八七五师 由出身正红旗的莫大勇率领 500人被编为两个中队 与塔城地区的挺身队编制差不多 这500人可是全八七当中精挑虚选出的强者啊 战力颇为不俗 说到这里啊 不得不提一下了 自从和马卡部落的续合之战结束了以后 莫名领导下的东岸共和国南非开拓队 已经顺利的将高达堡修建完毕了 彻底将南湖地区这片水草丰美之地收入囊中 不光如此 这些日子以来 莫名亲自率领陆军第二年 第104年 南非骑兵连等部队轮番出击 几乎将山东面所有能找到的土著部落都杀了一个遍 大半年的战斗下来 他们俘获了大量人口 牲畜和财物 八级部落总人口在这个时候是节节攀升 截至本月初 其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两万人左右 要知道啊 这还是在本地 将他们索要了大量的新增劳务工的情况下 达到了人口数字 如果算上目前活跃在本土的过万南非劳工的话 八级部落的实力 恐怕还要再上一个新台阶 这500名最为精锐的八级武士 将跟着东岸人一起出发 抵达新华夏地区 然后试情况 看是否要带着他们继续向东探险 开辟直抵大明的新航线 因为要是向东航行的话 很多海域对于穿越众来说 都是极为陌生的 当地的气候 水文 地理等信息 众人几乎都是一个模糊的大概印象 这对于探险是很不利的 有些地区可能还会有些土著 而这些土著呢 对待外来者的态度 也是一个未知数 很多的时候啊 恐怕还需要进行战斗 因此呢 带上这几百名八戚武士 就很有必要了 按照计划 这五百人将被分配到精良的武器装备 铠甲 军刀 长矛 弓箭 等一应计权 甚至啊 这五百人当中 还有一百人曾经被训练过 如何使用枪线 有些人甚至被培训过 如何使用火炮 真到了关键的时刻 比如遭遇欧洲海盗 或者河南人什么的 将武器往他们手里一塞 就能发挥作用 三月一日 在艰难地穿越了 厄加勒斯角的风暴海域也后 双船编队 又在东南风的吹拂下 逆着莫桑比克暖流 涉水而上 最终 在三月十五日这天清晨 抵达了风平浪静的新华夏湾 整个航程 历时的十五天多 平均航速在七点五节左右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长途航行 两艘船一共消耗掉将近两百七十吨燃煤 占全部燃煤携带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时还消耗掉了一些备用的蒸汽机 以及其传动系统的零部件 幸好出海的时候 李懿等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备件 特别是那些易损件 更是准备了十几二十套左右 已被随时更换 新华港对于破浪号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拜访了 早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破浪号就已经在张啸的指挥下 运了一次银员过来 不过时隔五个月 再一次抵达这里的时候 破浪号的船长 已经更换成了海军中尉安楚 至于他原来的船长张啸 由于原本就是客串的性质 因此呢 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和和宝 现代特种船舶厂内 专心地担任高级工程师 正为研发更加先进的螺旋桨 推进器船舶而努力着 新华夏地区的雨季 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 此时的天气 开始逐渐地转向晴朗 海峡口的炮台 与陆防要塞的各类设施 和上一次到来的时候相比 又完善了不少 看得出来啊 即便是处在雨季 大家也都是在加班加点地 搞着建设 尤其是海防炮台这种 堪称是所要级别的防卫设施 更是没人敢马虎啊 在与二号炮台上的东岸军人们 打了一通旗鱼以后 两艘船没有丝毫受阻地 穿过了海架口的狭窄水道 顺利地进入了新华夏湾 新华夏湾内 碧鱼的海水轻轻拍打着海岸 几只海鸥在远处的天际翱翔着 微微起伏的海面上 七八艘渔船正在捕着鱼 听口音啊 似乎是来自大明直属地区的一些渔民 正在船头哼唱着不知名的小调 偶尔拉上来一网沉甸甸的鱼 大伙的欢快笑声 就能在海面上传出去老远 按照规定 这些渔民打上的鱼 在上缴给海产品加工厂生产以后 厂里将会把其中的20% 以现金折算了以后 返还给这些渔民 算是他们打鱼所得的提成 这种返还制度 有效地提高了渔民们的积极性 使得每条渔船的捕鱼量 在最近段时间 一直处在稳步的上升期 如今这新华夏地区的民国移民 数量已经达到了3800余人 其中大部分人 还在等待着本土或者南非过来的船只 运载他们 本地最高长官史青杰 自然不会看着这些人整日里无所事事 他几乎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伙计 眼前这些渔民就是例子 这些渔民们驾驶着本地修船所 生产的百吨级小渔船 这些船可都是翻篮齐全 几乎就是缩小版的风帆运输船 史青杰给每条船都配备了一辈的人手 并让他们轮流操纵船只 以熟悉船只性能和各种操饭技术 这在客观上起了培养后备水手的目的 而除了渔民以外 事实上 史青杰在和王铁锤商量了以后 还挑选了大量的名人 到华扑联合舰队本方的船只上 去当实习水手 后来为了培养更多的水手 在和葡萄牙人沟通了以后 史青杰甚至还派了一百多人 到葡萄牙人的船只上 去接受培训 充当实习水手 这么一来 整个联合舰队 几乎成了东岸人 培养水手的实习场所 这倒是一开始 大家所未预料的事情 如今这七算八算下来 最后这六千余明朝移民 估计要被新华夏地区 扣下来超过一千两百人 这其中除了部分人 因为身体的原因 只能就地落户以外 大部分都是被本地扣下来 充当各类工人 渔民 地方部队 以及水手 五百名在狭窄的船舱内 与煤炭待了半个多月的 八七五师们 此时终于能够下船了 李懿瞅了瞅他们 感觉在煤舱里待得久了以后 这人都显得更黑了 好吧 也许这是自己的错觉 李懿摇摇头 然后大步朝着码头城区内走去 新华夏地区的一干官员们 看起来都很忙 目前呢 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们 走到正在热火朝天 修建了城区以后 李懿在七道上 逮住了正在视察 住宅建筑工地的史青杰 史青杰的头上戴着一顶 用树藤编织的安全帽 背着双手站在太阳底下 由于天气炎热三十度 他的棉布衬衫的后背啊 都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他显然对李懿等人的到来 比较意外 不过 在听闻了李懿等人的任务 以及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以后 他脸上的表情 要有多精彩就有多精彩 可惜啊 王铁锤巡海去了 不然你们还可以和他讨论一下呢 史青杰叹了一口气 说道 就连老韩的超永浩都护航在外 没回来呢 目前我们港里 除了一条在试造的 敌行运输船以外 连一艘船都没有啊 更别提什么海军军官了 算了 我也帮不了太多忙 只能是尽量给你们做好 后勤补给工作 说吧 需要我们做哪些工作啊 煤 李一言简一概地说道 我们需要大量的煤炭 对了 上一次你们说的塔城煤矿的事情 弄得怎么样了呀 除煤了没有 品质怎么样啊 那个煤矿啊 已经折腾了好一阵子了 我派了好几百名巴西奴隶在那边 史青杰肯定地说道 不过这边的天气你也知道 雨季不适合大规模的建设 尤其是塔城地区 那种缺乏基础设施的蛮荒之地 很多奴隶都当了瘧疾 甚至啊 就连监工和挺身队的官兵们 也有几个人得了孽举死去了 再加上这连江暴雨 煤矿积水严重 这些奴隶一边要建设房屋 一边要采挖煤矿 产量一直很低啊 说了半天没说到重点 我是问你们现在有没有煤炭 品质怎么样 李一着急地问道 他的额头上也出了一层细汗 哎小李 我可是曾经做过你的上级啊 你这么跟我讲话 史经杰白了李一眼 嘴里却说道 当然存了一部分了 那边的煤炭埋葬得很浅 基本上就和露天开采差不多 几百个奴隶断断续续的 也采了个把月了 目前应该不会低于 一千五百吨的存煤 品质嘛我也看了 就烧火来说比我们原来平安煤矿出产的煤强太多了 燃烧热值绝对高出一大截 这质量是没得说啊 一千五百吨 这么多啊 李一有些惊喜 那这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样吧 给我们六百吨好了 就六百吨 把我们船上那些烂平安煤都送给你 你给我每条船各装上三百吨的塔成煤 奶奶的船只吨位紧张 还要装一些士兵呢 实在塞不下更多了 下次回去 一定要让现代特种船舶厂那家伙们 搞一些大船出来 至少是一千吨以上的 现在这种装在八百五十吨的 还是太过局促了一些 放弃东西来总觉得不够啊 行 你们任务在身 我呢也不废话了 石金杰爽快地说道 这样吧 博德里哥 你一会儿派人给船上送一些熏肉 盐肉什么的 新鲜的椰子也采摘一些 地里面的蔬菜 尽量挑选新鲜的送上船 呃 还需要什么吗 再弄几头活生畜给我们 李一掰着手指头说道 新鲜淡水不急 等厨房里天再装也不迟 武器 火药 粮食 我们都不缺 钱我们也带了一部分 现在煤炭也解决了 船上的各种零件 我们更是准备了很多套 呃 也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这样吧 给我一些备用的船板 另外 再抓紧时间 给我们两艘船 进行一下维护保养 船底刮一刮 然后再摸摸浇游 哦对了 最好再给我们几只 会抓老鼠的猫 船上那些个 整天闲着没事干的兔崽子们 整天在逗老鼠赌钱呢 老子的一套礼服 都被老鼠咬了个洞 哎 那个熊的 给我几只猫 我要把这一窝老鼠给端了 行行行 都满足你 史青杰笑着说道 我让罗德里格来负责此事 什么事情 你只管找他就是了 啊对了 现在新华堡这边 可没有煤炭啊 所有的煤炭 都堆在塔城那边 还没运回来呢 你们恐怕 还得自己开船 去那边装运啊 也不知道顺不顺路 顺路啊 当然顺路了 李懿白了白手 无所谓的说道 反正我们也是要南下 到时候 直接停到塔城那边装煤 啊对了 那边的港口条件怎么样啊 或者预测之处没有 我怕船只搁浅 那样可就闹笑话了呀 放心吧 共同市场号站内舰都能停 还停不了你的船啊 史青杰说道 都测过了 平均水深在十米以上 能停大船 港口位于海角内凹处 正好还能避风 一个天然的海港 目前已经修建起了一条 木质栈桥 你们的船 完全可以停高过去的 只是 你们这次的航线 是怎么走的呀 我原来听王铁锤说过 这条航线 最好还是能贴着 澳大利亚海岸线走 然后绕过新吉尼亚岛 在北上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应该从这里往东走啊 怎么会往南呢 难道你们确定的航线 不是这样的吗 我倒是想 四月份的时候直接北上呢 然后走北印度洋 顺风又顺水 开启蒸汽机来 航速能飙到十多节 李一擦了一把汗 然后探着气说道 但是这次上头给我们的任务 是探索南印度洋航线 以及避开敏感的 东印度群岛地带 事实上啊 按照王铁锤原本的想法 陈之离开了新华港以后呢 将一路向东 然后 试图捕捉到那股西南风 以顺风航行 这个时代的荷兰人 传说就是这么走的 他们的船只在进入了印度洋野后 便会利用这股西南风 直抵一塌海峡 不过同时这问题也来了 一看穿越中的一干海军军官们 平日里牛皮轰轰 可问遍了众人 包括穿越前担任过船长的萧白 他们对于如何利用这股西南风航行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这股风什么时候刮 在哪里能够捕捉到 都需要仔细地去探索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顺着这股风能够抵达的目的地 是一滩海峡 这难道不是找死吗 因此在海军部的一载规划下 最后还是决定了 将航线选定在 南北35度到40度之间的海域 即顺着这个纬度一直向东 然后再设法寻找到澳洲大陆 毕竟寻找一个大陆 总是显得比较容易的 寻找到澳洲大陆以后 李一等人将线上案补给 修整一下 然后继续沿着澳洲南海岸 向东航行 当越过了澳洲大陆 与塔斯玛尼亚岛之间的海峡以后 船队将转向 沿着澳洲大陆 东海岸朝北 顺着山河海 进入索罗门海 然后 穿过吉尼亚岛附近的海域 向北直插入中国沿海地区 这条航线 比顺着澳洲大陆北海岸走 远不了多少 但是安全性和隐蔽性却强得太多了 要知道 荷兰人在班达海 可是有这支规模庞大的舰队的呀 互为了他们的丁香生意 而无论是班达海还是地温海 其实呢 都在荷兰人的巡航范围以内 贸然过去的话 很容易就会与他们遭遇 然后引发一系列不可控的事件 既然如此 那么大家还不如走澳洲南海岸 那里完全是一条荒凉的航线 从这里走 完全不必担心能遇到敌船 建立补给基地的话 也会比较安全 而且啊 这条航线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那就是 澳大利亚丰富的煤炭资源 一路上所经的 西澳 南澳 维多利亚 塔斯玛尼亚 新南威尔市 昆士兰等地区 均有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 其中便于开采的 即埋藏于不超过三到四米的地下 方便运输 即靠近海港地区的 共有四处 即墨尔本地区 塔斯玛尼亚岛的罗瑟维尔 纽卡斯尔附近的猎人谷 以及昆士兰州的鲍文盆地 这几个地区之间 前两者出产的煤 以赫煤为主 黑煤所占的比例不高 不过 盛载运输极为方便 有的煤田 甚至就在海边 而后两者呢 基本上都是 可以露天开采的 优质黑煤 离海岸还有着一定距离 比如著名的 猎人谷煤矿区 煤田普遍都在 离海岸数十公里的 内陆地区 这些煤在开采出来以后 可以给东岸人的蒸汽机 作为燃煤补充 以提高船只的续航能力 这对于长途航性的东岸船队来说 极为重要 当然了 最后开采哪个 主要还是看着哪个煤矿区先被找到了 反正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之下 李懿是倾向于 在墨尔本附近的 阿尔托纳地区 开采煤光 虽然其出产的 都是燃烧热值较低的鹤煤 但是 盛在开采简易 煤炭埋藏较浅 运输方便 比起猎人谷地区 需在陆地上 运输几十公里到海边 要方便多了 原来是这么走啊 石清杰 若有所思地说道 看来本土还是没有勇气 做出与荷兰人撕破脸皮的准备啊 不过 这条航线安全吗 我是指气候 风浪等条件 毕竟南印度洋的西风带 可要比虚惊港那里强多了呀 这里不像那边 还有南北大陆阻隔 风浪会小一些 这里可全都是光秃秃的大海 风浪肯定会非常大 你们的船只吃得小吗 咆哮西风带的大名 我们早就从很多欧洲水手的嘴里听过了 他们谈之色变 认为那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死亡航线 当然了 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说到这里 李懿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我们会试图靠近西风带 以借助一点风力和洋流 但是不会太深入 别忘了 我们可是有整体动力的呀 因此 我们只需要借助西风带 一点点的威力就可以 我们基本上不会向南越过南北四十度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在三十五度到四十度间横行 这里西风不够大 洋流不够快 但是对有整体动力的我们来说 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202章 但愿如此吧 史心节还是有些担心 这条航路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其实对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水手来说 都是陌生的 我们不知道那里的海况 气候 我担心会有巨浪 会有汽旋 会有冰山 总之啊 你们一切小心吧 你们为国家做的贡献 大家都记在心里 兄弟我也不会说什么煽情的话 就一句吧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凯旋 李毅雷了史心节肩膀一拳 然后来了一个熊豹 笑着说道 我会回来的 我会开辟出这条航线的 我会让所有人都记住我的名字 以后我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著名的航海家呢 想想就令人激动啊 破浪号和展播号在新华堡修整了两天 在补济完了各类物资以后 李毅等人和新华堡方面一一的西别 然后开始扬帆南下 并在三月十九日中午 抵达了塔城港 如今的塔城港看起来乱糟糟的 除了少许七八间砖瓦房以外 大部分的奴隶 都住在一片片草草搭旧起来的茅草屋里 港口内只修了一座木质栈桥 两艘蒸汽船一左一右停靠在战桥的两侧 史青杰的秘书罗多里格上岸敲视了一番 很快挺身队的队长安达十五 快步过来向李毅问好 李毅和安达十五也算是老相识了 在说了自己的要求以后 安达十五二话不说 立刻回去组织人手 装用那些乱七八糟 堆放在草地上的煤炭 这边的煤炭经过筛选 去掉了很多粗大的煤干石 勉强可以算是精煤 燃煤的装运工作 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下午才结束 至此 两条船的船舱里 各装运了三百堆燃煤 大量的蒸汽机灵部件 备用的船板帆布 武器弹药 蔬菜粮食 以及各种酒粒 还有一些牲畜 少许的云园 以及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除了这些以外 自然还有五百名八七五师 他们是探险队的御用打手 在补充了大量淡水以后 三月二十日傍晚 探险船队没有再逗留 在塔城附近 千名开拓者沉默的目光注视下 两艘船直接扬帆起航 南下朝着未知海域行去 江森 我们现在在哪了 这该死的海风 怎么这么小啊 还不够啊 李毅的身上穿着一件 长款的风衣 头上戴着海军制式 统型军帽 走到了他的大副 强森上市身边问道 今天已经是三月二十六日了 这些天来啊 两艘船一直在沿着 南偏东的航线在行驶 一直航行到了今天 他们才稍微捕捉到了一点 微弱的西南风 强森是航海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 虽然他年龄并不大 今年才二十三岁 不过在海军里也算是老资格了 这么多年来啊 他一直跟着礼仪 从洪尊渝号护卫舰开始 就一直是他的副手 两个人的配合相当的默契 长官 我刚用六分银测算过了 我们目前应该是在南尾三十二度左右 航向偏东三十度 航苏马应该在六级到七级左右 当然 如果您需要更精细的数据 我一会儿会安排人去测量的 不用测量了 李懿摆了摆手 严肃地说道 继续向南 向南方航行 我们需要更大的洋流和锋利 不然就以现在这样跟蜗牛一样的速度 我们得需要半个月以上 才可能抵达澳洲大陆的西海岸附近 长官 我得说 强森犹豫了一下 还是劝阻的 再往南的话 洋流和风阻确实会加强 但是风浪也会加大 虽然按照资料上来说 这个纬度不太可能会出现 漂浮的冰山或者气旋 但波浪会搭上许多的 尤其是我们的飞检式船体 船只左右摇晃的幅度 可能会继续加大 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样我们很可能会错失澳洲大陆的 如果那片大陆真的存在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航行到了南尾35度左右 按照海图上标注的数字 那里已经是澳洲大陆以南了 您知道的 我们目前无法测算精度 不用废话了 强森 执行我的命令 李懿不容置疑地说道 继续向南 航行到35度海域 然后转向向东 测量航速 如果我们的船只 航速仍然没有达到12节以上 那么就继续向南 直到船只 航速达到了12节 或者船身左右倾斜度 超过20度为止 明白了吗 明白 长官 我会照做的 强森上士 尽了个礼 然后下去安排去了 很快 展布后的桅杆上 挂起了跟随旗 两条探险船 继续一前一后 朝着南方航行 3月28日 海上的风浪 渐渐大了起来 强森上士 站在甲板上 有些担心地 看着海边 这里已经明显 越过了南北35度了 大概在38度的位置 从理论上来说呢 这里甚至还没有进入 咆哮西风带以内 重启量啊 顶多算是外围地带 不过 就是这个外围地带 其威势 就已经很不一般了 今天刮的是西南风 大概有五到六级的样子 海风卷着海水 形成了一个个 巨大的涌浪 不时有一个个涌浪 狠狠地拍在海面上 发出了一阵巨大的轰鸣 同时 在海面上 形成了大片的 白色水墨区 满载拍水量 不过850吨的两艘船 就如同是 两片无助的落叶一般 在海面上 起起伏伏 海面上不时打来的浪花 甚至将强森上市的海军符 都给打拾了 船上的排水孔 已经全部打开 开始往外排放着 打进甲板当中的海水 海面上的海风 继续呼啸着 围杆上的旗帜 也被吹得哗啦啦作响 瞭望舱内的瞭望手 已经下到甲板上了 因为要是再在这上面的话 很可能会被卷进海中 那样神仙都救不了 李毅也坐在船长室内的椅子上 看着远方的海面 船舱的玻璃床上 全是一片细碎的水花 那是某个打过来的大浪 造成的影响 今天的风浪啊 着实不小 看着天空也不是很晴朗 也许一会儿 还要下一会儿雨 嗯 也许能给我们接接一点 新鲜的淡水 又是一个巨浪打了过来 只听光灯一声 船长室墙壁上 挂着的一幅油画掉了下来 外面的玻璃镜框摔了个粉碎 秦武兵从门外艰难地挪了进来 李毅挥了挥手 让他退下去了 船身的摇晃幅度 已经达到了十七八度 而且涌浪往往有四米多高 看起来十分的吓人 再往南的话 这风浪应该会更加的剧烈 不如自己那单薄的船体 能不能吃得消这种恶劣的海况 其实啊 李毅在这个时候 都有些庆幸自己 是顺着洋流和风向在航行 真不知道这后世那些 直向南穿越西风带的南极科考船 补兴船什么的 是如何与西风带搏斗的 想必一定很惊险 想了想以后 李毅很快就站起了身 然后披上了自己的雨劈 走上了甲板 找到了正在忙碌指挥的水手们操翻的强森上市 问道 航速如何 长官 航速已经达到了十一节以上 快逼近十二节了 强森的衣衫已经完全被海水打湿 只见他抹了一把鹅山的水珠 继续说道 我建议不要再往南了 那样很危险的 如果我们超越了南枚四十度的话 说不定会遇上一些漂浮的冰山 也许还会有一些气旋风暴的 那样我们就惨了 我同意你的意见 强森上市 李毅点了点头 面色严肃地说道 现在天气不好 完全看不到阳光 因此呢 你要注意点 保持这个纬度 别走差了 再航行 再航行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 我们就转向朝北航行 澳洲大陆 应该就在我们一天航程内的地方了 遵命长官 强森用力地点了点头 外面的天气很恶劣 完全看不到一点阳光 那样就无法随时准确地 测量船只所在的纬度 确实得加倍小心了 万一迷航 不知不觉走入了咆哮的西风带 那乐子个就大了呀 强森上市可不确定 自己这船 会不会被那些巨大的海浪 给拍散架了 1642年4月5日 晴 西南峰四级 已经从塔城出航以来的第17天了 展布号的甲板上 一名随船的道士正站在那里 嘴里不停涌送着什么东西 而随着他的声音 自明水手将一个扎好口袋的麻袋 缓缓地扔进了海中 这是出发以来 死去的第九名八七五世 这些生长于南非大草原上的孩子们 也无法适应长期颠簸的海上航行 自从出航以来啊 很多人就一直是萎靡不振 少数熬不住的 更是直接死掉了 不过啊 幸好船上的水手们 和那些八七五世军官们 一直都严密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一旦发现有人死去了 立刻就会将尸体投入海中 因此呢 没让船上爆发什么传染病 仪式结束了以后 李懿戴上了自己的军帽 然后走进了三楼舰桥 开始下令 现在我的命令 船只转向正北 旋速航行 如果发现陆地轮廓 第一时间汇报 命令下达了以后 军官们很快各就各位 并且把消息通过信号旗 传递给了后面的破浪号 调整好了翻横的两条探险船 以六级的航速 全速向正北方向航行 并于4月8日清晨 有展播号的瞭望手 首先发现了一片连绵的陆地 得知了消息的全体船员 是顿时欢呼雀跃 在海上漂泊了20天了 虽然这对于 经常一个多月都上不了岸的 东岸水手们来说 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 谁让这次探索的是陌生航线呢 而且还是如此 荒凉偏僻这条航线 大家的精神压力 从一开始就相当的大 出航的时候 很多军官都怀疑 自己手上的那份手绘地图 到底是精不精准 那片传说当中的 名叫澳洲的大陆 到底存不存在 以及这条航线 到底能不能走得通 如今这一切的疑问 都已经烟消云散 毫无疑问 大家都发现了大片的陆地 而且看起来 这片陆地并不是某个岛屿 因为它看起来 明远出去很远 直达远方的海平面尽头 两艘船已经很久没有上岸了 在风浪较大的南京印度洋 航行了这么久 不光是那些八七五室有些云 渴望着下船整体修整一下 就连很多水手们也迫不及待地 希望能够踏上坚实的陆地 而且不光如此 大家还都希望着 能够补充一些新天淡水 水舱里那些充满了 可疑绿色旋轴物的淡水 他们可不想再喝了 斩坡号降下了所有的风帆 该用全蒸汽动力航行 他在前面领着头 破浪号紧随其后 两艘船此时开始转向正西 迎着风向雨洋流 缓慢地航行 岸边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色 李懿站在船尾夹班顶上 用望远镜观察着 发现这里是一片平坦的大草原地带 看得出来比较干喊 航行了大半个小时了 竟然连树木都很少见到 两艘船就这样以2到2.5级的低速 沿着海岸朝着西航行 一直到了下午 天色江黑的傍晚时分 岸边的陆地上才开始出现了 大皮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李懿翻了一下手头上的资料 觉得自己很可能已经接近了 澳洲大陆的西南角 这里是地中海气候 不像澳洲大部分的地区 这里每年的降水还算丰富 因此呢 孕育了岸边大边的原始森林 考虑到天色江黑 两条船可不敢在这种 不熟悉的近岸海域摸黑航行 万一触跤或者搁浅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 两条船都关闭了主机 下了手尾双毛 就这样停泊在海面上过夜 4月9日清晨6点钟 刚刚吃完早餐的水手们 在军官的大声命令下收起了船毛 发动了征计机 继续朝前航行 而两条船上的航海长和实习筹谋门 早就站在舰桥内 举着望远镜 仔细地观察着岸边的地形 开始绘制地图 并且与手头上已有的地图进行比对 以确定如今自己到底处在什么地方 在穿过一片岛群以后 几名实习参谋 在对比着手头上的地图以后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一致认为 如今这船队啊 正处于大澳洲湾内的格兰德角附近 李懿在听取了他们的分析以后 也认可了他们的意见 既然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了 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李懿摊开手上的一份 密集很高的大比例精确地图 在仔细寻找了一番野后 直接将手指往地图上的某处一指 说道 就这里继续向前航行150海里 我们就在这里下谋上岸 遵命长官 强森上市瞄了一眼那份地图 那份地图是用铅笔画的 看起来很精确 精确到海岸线的每个褶皱都描绘了出来 上面的很多地方还标注了经纬都 一些较大的河流也被画了出来 据说啊 是国内那帮贵族们的祖先流传下的海图 也不知道当初他们的祖先花费了多少努力 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才完整地探索出了这片海岸的 强森上市特有些肃然起敬了 不过 此时显然不是感慨这些的时候 强森收起了自己的情绪 大步走出了舰桥 他向水手们传达命令 两艘探险船 在4月12日中午 终于抵达了离异在海图上敲定的地点 这里是一片悠良的避风港湾 一道斜插如海的半岛将汹涌而来的海浪阻隔在外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湾 两艘船上同时放下了许多小艇 强森上市带着水手们划着小艇 进入了海湾内 开始测量水神 标注航道 在忙活了大半天 一直到天快擦盒的时候 强森上市才终于带着水手们回到大船上 很快两艘探险船一前一后 沿着标注好的航道 驶进了这个天然的港湾内 然后选择了一个近暗处下毛停泊 谢天谢地啊 这里的海底不是坚硬的石头 而是有着粘性的淤泥 这使得铁毛能够牢牢地固定在海底 第二天天一亮 两艘船上便放下了好几艘小艇 水手们划着小艇 将大批的八戚武士都送上了岸 这些八戚武士手持长矛 布弓 将四周仔细细细搜了个遍 并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踪迹 在确认了这里是一块 荒芜人烟的土地以后 李毅也乘坐小艇上了岸 他用脚扇的牛皮军靴 使劲在地上等了等 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这里就是后世的西澳地区奥尔尼港 一座天然的两岗啊 而眼前的这块不大的海湾 应该就是所谓的皇家公主湾了 皇家公主湾的东面的海湾 应当就是后世的乔治王峡湾 这里应当也是后世西澳地区 最早有了欧洲人活动的地区了 当然 如今这里归东岸人了 两名水手在海滩上 埋下了一块石碑 正式地宣示了华夏东岸共和国 对这里的主权要求 既然宣示了主权 那么接下来李懿就过起了 给这片新发现的土鸣的岩 这个地方大概是此刻 这地球上最孤单的地区了吧 嗯 那一座孤零零的山就叫孤山 这片海湾呢 就叫孤山湾吧 一名海军实习参路 站在李懿的身后 在听到了他的话以后 立刻忠实地 在一份新绘制的地图上 写下了这个名字 水手们在一些八七五士的护卫下 上岸寻找水源 而剩下的四百多名八七五士 此时已经七数都上岸 在踏上了坚实的落地以后 他们当中很多被风浪折磨的 快要发疯的家伙们 几乎都快感动地哭了 八七五士首领莫大勇 奉李懿的命令 带着一帮子精神头 还算好的八七五士 开始向内陆森林边缘 砍发一些树木 按照李懿的想法 部分身体状况实在太差 已经不适合继续跟随 船队航行下去的八七五士 将被临时安置在这里 而现在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为他们修建一道 简单的防御和居住设施 比如这木栅栏 房屋什么的 一些没活干的水手们 也加入了进来 他们从船舱里搬出了很多的拉锯 伐木府 然后去森林边砍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203章 大伙就这样 一直忙活了好几天 直到为即将留守此地的 大约七八十名八七五师 建起了一道木栅栏 围墙 两座六望塔 和一排十来间的木屋以后 才终于准备收工回船 伯大勇在留守此地的八七五师内 任命了一正一负 两名管理者 嘱咐他们 在此地 建筑岗位 如果有余力 最好能在海岸边上 修起一座木质栈桥 以方便下一次 有船只来了以后停靠 探险船队给他们留下了 足够十两年的粮食 一共一亩 两头驼风油 一些两种农具 工具武器 以及岩把 布匹等生活物资 甚至还留了两门四磅小炮给他们 虽然这地区并没有发现 有土著在活动 而且 就算是有的话 多半也处在石器时代 但是 有被无换总是没错的呀 一切都安排 妥当了以后 4月15日 休整了好几天的探险船队 离开了那些 孤独镇守此地的 数十名八七五士 离开了孤山海湾 开始顺着阳流和西风 继续向东航行 这次有了东西方向 绵延的澳洲陆地 作为参照物 沿着大澳洲湾海域 向东航行的探险船队 旅途顺利了许多 沿途的缝浪也不甚大 阳流风向都给足了面子 这往澳洲东海岸而去的航行 当真是惬意无比啊 展坡号和破浪号 这两艘探险船 顺着自西向东的阳流 与西南风 关闭了蒸汽主机 以一种不快不慢的速度 向东航行 之所以关闭了蒸汽主机 主要还是为了减少耗煤 以及机械磨损 虽然目前这两艘船加起来 才消耗了不到100吨燃煤 即每小时消耗 80千克左右的塔成煤 而且机械备件也带了很多 但是海上长途旅行 能省一点是一点 他们时而靠近海岸 考察一下沿岸的地形和植被 时而呢 又远离海岸 到南面的大风浪区 加速航行 1642年4月26日 沿着澳洲南海岸航行的 东岸探险队船只 抵达了澳洲大陆 与塔斯马尼亚岛之间的 巴斯海峡 在花费了少许时间 确认了一下自己的位置以后 两艘船在离异的命令之下 转向北方 驶进了澳洲大陆上的 一处海湾内 此海湾 被两个相距 仅两三公里的海甲 封闭在内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湾 两艘船 在水手们飘住好的航道内 小心翼翼地驶了进去 然后 在海湾内下毛停泊 江森 带上50个水手 上岸警戒 这地方可能有土著出没 李懿站在舰桥上 一边用望远镜 观察着岸上的情形 一边说道 这里就是墨尔本了 海岸边全是一马平春的草原与森林 远处还有一些不高的山脉 这里深处的海湾内 路上又有大河 森林和富饶的平原 地理位置还这么好 真是上天赋予东岸人的绝佳土地啊 遵命长官 强森行了个礼 然后到甲板上去挑选水手去了 被挑选的水手 一个人被分了一支步枪 然后 分成这多艘小艇上了岸 50名火枪手足够对付一些不开眼的土著了 对于那些赏处于石器时代 文明层次甚至比那些班图黑人还要低的澳洲土著 无论是底义还是强森上市都没有太过在意 拍50名火枪手上岸 也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 莫大勇 你带上所有还能动的手下 底级带上工具 给我上岸 到指定地区去采挖 记住了 挖掘深度 不得低于四米 一处不行 就立即换另一处 直到给我挖出煤炭为止 快去吧 李义朝着工艺来站在自己面前的高达八戚武士说道 莫大勇低声应试 然后迅速地走了出去 虽然李长官的命令让他有些没头没脑的 比如他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会有煤呢 难道他的祖先曾经来这里勘探过吗 不过这上面的命令他不敢违背 因此很快便召集自己的手下 带上铁桥铁钩麻袋等工具 分批搭乘小艇朝着岸上指定地区而去了 李义给他们划定的地区 位于后世墨尔本的阿尔托纳区 这里有着埋藏极浅的煤炭 大部分都是鹤煤 少部分是黑煤 同样的 在海外外面的阿格莱西地区 也有一个这样的煤田 这两个煤田 都不是什么储量丰富的大煤田 不过还是那句话 在17世纪 这样的煤田 已经是不算小了呀 尤其是对暂时没有想过 在这里大半工业的东岸人来说 这里的鹤煤 只是给路过的船只提供一些燃料补给而已 消耗能有多大呢 虽然鹤煤的燃烧热值不高 但是和本地出产的少部分黑煤 搭配在一起烧的话 也能够给那些船只提供相当的续航能力了 在李义的想法当中啊 最理想的还是开采到东海岸纽卡斯尔内陆的猎人谷煤矿袋 这里大都是露天煤藏的优质黑煤 不过呀 这在目前看来也只不过是想想而已 本土不提供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物资 单靠着李义手底下的几百号人 休想开采出那些身处于内陆地区的煤炭 就是开采出来了也很难外运 因此想来想去还是先凑合着用墨尔本附近这个 以产赫煤为主的煤矿吧 赫煤就赫煤 总比没有煤的时候烧木炭枪吧 打信号给破浪号的安储稍微 让他带一批人上岸去搭设帐篷 设立临时营地 李义放下了跨在胸前的望远镜 继续开始下令 营地搭建门壁以后 去那边的森林处伐木 建造房屋 很快 接到命令的破浪号 也放下了大批交通艇 然后 一群水手们 携带着大量的物资 开始登陆了 与此同时 百无聊赖的李义 开始组织水手们 利用船上的渔网 在海湾内进行捕鱼 虽然一直在高纬度地区航行 气温不算很高 大约10度左右 但是 食物储藏室内那些木桶里面的盐肉 熏肉 仍然散发出了一股难以描述的气味 因此 航行过程当中的捕鱼活动 一直深受水手们的喜爱 尤其是展波号 破浪号这种 装备了大型拖网的多功能探险船 在航行过程当中 便经常下网捕鱼 为大家提供宝贵的蛋白质补充 到了傍晚时分 上岸搭设临时营地完毕的安楚少尉 乘坐的交通艇 来到了静静地停不在港湾内的展波号上 一整天都没有发现有土著过来扫扰我们 安楚少尉轻松地说道 临时营地已经搭建完毕了 拉了两道铁丝网 晚上莫大勇带着两百人守在那里 看守那些我们带上岸的工具 粮食和武器 不过看起来 他们还没有找到煤田所在地 接下来还要继续挖呀 天知道他们还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李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坚决地说道 不管找几天 也要找出这个煤田来 这里可是我们已知的澳洲煤田当中 最容易开采的一处了 难不成 要我们去猎人谷的内陆地区 或者塔斯玛尼亚岛的泰马河 深处去挖煤 那样都不现实 还是这里最靠谱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内 再要找不到的话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直接打包上船 去纽斯卡尔附近的猎人谷去找吧 如果要找到了呢 安楚少尉追问 找到矿以后 你准备如何安排啊 还想在奥尔巴尼 顾山岗那边安排人留守设点吗 当然了 这里是重要的中途加煤不追点 当然要留一部分人在此地了 李毅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准备留一百名八七五师在此地 先建了一个初级据点 等以后我再想办法扩建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里作为最容易开采了一个露天煤田 自然是要设点的 安楚望着李毅 有些不解地问道 但是你不觉得这里和孤山岗有些重叠吗 孤山岗那此地也就十天左右的航程 如果积翻并用的话 甚至还用不了十天 我认为这两个点之间只需要存在一个就可以了 我倾向于墨尔本 你不能这样想 我在这里设置两个点 自然有我自己的考虑 李毅白了白手 说道 从墨尔本沿澳洲东海岸北上 经新几林亚岛 至冀州岛附近的海域 一路上洋流风向多变 沿途的气候水温条件都极为的复杂 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之下 我估算着 怎么着也要航行一个月左右才能到达 安楚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李毅的判断 这是去城 回城的话 虽然可能快一些 但少说也得二十天以上 李毅继续解释道 当我们的船上拉满了人口 从民国沿海 取到菲律宾与东洋面南下时 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 我们唯一能走的 只有继续顺着澳洲东海岸 南下返回墨尔本 从民国弄来了人口 将就地在墨尔本 休养一些石 然后乘船向西 抵达孤山港 这段航程比较艰难 你别看我们来的时候 只花了十天 如果击翻并用 甚至只要六七天 但是反过来走 可就是逆风逆水了呀 我们可能要走二十来天 才能从墨尔本 抵达孤山港 移民抵达了孤山港以后 将继续修起一些石 休养完毕了以后 乘船沿着澳洲西海岸北上 接着顺着南印度洋 中年的逆石山环流 抵达新华夏地区的新华堡 李毅一边说着 一边用铅笔 在纸上画起了航线图 这段航程也比较艰难 其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赤道附近区域航行 食物 饮水 很容易腐败变质 而且我们也不能忘了 这沿着的天气 很容易使一面的健康状况 快速地恶化 甚至爆发传染病 不过 现在也只能这么走了 这已经是最优的选择 毕竟澳洲北海岸这条航线 我们暂时不能去碰 还有啊 我们总不能从墨尔本 继续向东航行 做环球旅行吧 那样距离就太长了 航程搞不好 也要将近两个月 那纯粹就是作死啊 其实还有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顺着黑潮 走北太平洋航线 然后在北美西海岸登陆休整 然后呢 再沿着整个南美洲大陆 西海岸南下 绕过河恩角 抵达须京港 再返回本土 当然了 这条航线也实在太长了 只能是作为备选路线了 安楚笑着说道 好吧 看来你是对的 奥尔巴尼 墨尔本这两个据点 偷不能少 最后一个问题 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帕斯 作为西面据点呢 谁让我的船走过了 然后先找到的是奥尔巴尼呢 李懿一点无辜地说道 1642年4月28日 小雨 东南风三级 果然是人多好办事 在400多名八七五师 和百来个东岸水手的 通力协作之下 他们只花费了两天半的时间 就在这片不大的沿海地带 发掘到了第一个储煤点 该储煤点 煤炭的埋藏深度 还不到三米 非常适合采掘 找到了一个储煤点以后 李懿立刻调集大量人手 开始在此地附近开挖 果然发现这里 有一个不小的储煤带 虽然其中几乎都是 碳化程度较低的鹤煤 但是李懿等人 已经是相当的兴奋了呀 这个煤田的出现 几乎就在一瞬间轻易地解决了 困扰东岸人取久的 蒸汽船中途加煤的问题 要知道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煤田的话 那么东岸人就只有从塔城地区 运输大量的煤炭过来 到孤山港和此地储存 而这样的话 必然会限制这两个不吉点的 各项建设活动 因为从本土过来的船只 携带着大量的煤炭 肯定会挤占其他物资运输的空间 这对这两地的长远建设 其实是很不利的 不过 如今所有的问题都隐忍而解了 东岸人从塔城出发的船只 除了携带少量的煤炭以外 腾出的船舱 就可以装运大量的生活物资 和生产资料 以供应这两地尽快的建设 以便能够容纳大量的民国移民 我决定了 在这里留一些人手 先把架子搭起来 等以后民国移民大量涌入了以后 再逐步开展后续建设 目前这里的任务 主要是挖掘更多的煤炭出来 以供应今后可能路过的本土蒸汽船只 李一弯腰抓了一块挖出的煤炭看了看 然后转头朝着安楚说道 就是可惜了 大多都是鹤梅 不管了 我们带走三百个人 剩下的九十人 投留在这里 和孤山岗那边一样 我们给他们留一些武器 粮食 种子什么的 再帮他们建一个木制的寨子 就这样 安楚点了点头 李一说的没错 在这里有一个木头寨宝 在留下近百名的武装贤熟的八七五师 足以对付那些 可能出现的澳洲土著 那些愚昧野蛮的澳洲土著 绝对无法和身披铠甲 手握硬弓和火炮的八七五师对抗 因此这边的安全 其实没什么大的问题 对了 古山岗已经有我命名了 这墨尔本地区的命名权就交给你了 怎么样 我够意思吧 李一拍了拍安楚的肩 确直说道 安楚也不推辞 想了想以后 随即将远处的绘图参谋喊了过来 命令他在图上将此地命名为金山岗 因为墨尔本地区据说这历史上曾经发现过金矿 因此将此地命名为金山倒也说得过去 5月1日 在帮着留守本地的92名八七五师 初步修建出了一个粗略的营寨以后 李一命令将船上最后两头突风流 留给留守人员 同时遗留给他们的 还有大量的斧子 拉锯 柴刀等工具 以及大量的粮食和种子 在做完了这些野后 两艘船依次离开了金山满 然后转向东 再转向北 朝着最终的目的地 大明的沿海驶去 澳洲东海岸 对于东岸共和国的探险船队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好走的航程啊 其主要原因呢 还是在于南赤道暖流 在地球偏转力 以及澳洲大陆的共同作用之下 做形成的自北向南走向的 东澳大利亚暖流 这条暖流顺着澳洲大陆的 东海岸南下 而这呢 很明显对中岸人的航行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不过所幸的是啊 如今的澳洲大陆 正值夏秋季节 东海岸的中南部地区 与马大家斯加一样 盛行东南信封 因此呢 航行的时候 独多少少还能切除一些锋利 这大大的抵消了 逆流航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5月10日 两艘船行驶到了鲍文盆地以东扬面 彻底已经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 在这个时候 由于南半球已经进入了深秋世界 太阳直射点 被遇到了赤道附近 因此呢 原本因北半球的气压带南移 而形成的西北风 也大大的减弱了 而此地原本的东南风 开始渐渐地占据主角 这么一来 东岸探险船队的风帆 始终就没有降下来 他们依靠着海面上挂带的东南风 在蒸汽动力的辅助下 逆着洋流 坚决地向北航行 并于5月16日 进入了比斯迈海 进入了比斯迈海以后 两艘船在后市的拉鲍尔港附近上了岸 主要是为了一些新鲜的淡水 同时呢 大家也准备着 趁机采摘一些新鲜的椰子 这乃是航行途中难得的补充啊 因为在这个时代啊 并不是每个海岸都有椰子树 这种原产于马来地区的树木 还没有扩散的像后市那么厉害呢 水手和船舱里上村的巴西武士们 也被获准轮流上岸 进行了一番暂时的修整 李毅安楚两个人 也小心翼翼地上了陆地 这座被后市命名为 新不列颠倒的热带岛屿 在此刻 依然还是一片荒芜 岛上的环境极其恶劣 到处都充斥着密密麻麻的热带雨林 让人看了以后啊 头皮发麻 两个人也没有兴趣 深入该岛内陆探索 当年日本人建设此地的时候 可是死了不少人 那都是1942年了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工业发展水平 尚且不能彻底地征服此地 那么可想而知了 如今的东岸人 对此就更是束手无策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204章 两个人登上陆地 也仅仅是为了缅怀 抒发一些心中某些特殊的感情而已 比如远远跟在他们身边的参谋们 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 什么联合舰队 山本五十六之类的词语 但是都是面面兴趣 不解其意啊 他们只知道 此地离最终的目的地 东方民国沿海 已经不远了 如果本土发下来的洋流图 与气候资料没有错的话 那么他们大胆地估计 从这里到最终目的地 大概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海上航程 至于这到了民国沿海以后 大家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那么就需要看两位长官如何安排了 他们的两位长官没在这里耽搁多久 5月17日 在拉包尔附近略坐停留了一天以后 东岸探险船队 再一次出发了 他们往西北方向 骑穿过整个比斯麦海以后 又跨越了赤道 进入了北半球以后 不但洋流开始对航行变得有利 就连这信封也开始帮起了东岸人大忙 南半球的东南信封 随着太阳直射点的逐渐北移 开始越过了赤道的北半球 形成了西南气风 这大大的加速了东岸探险队的航速 在此过程当中 东岸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与荷兰人占据的香料群岛 以及处于西班牙人统治下的菲律宾群岛之间的距离 以确保不被这些殖民者发现自己的到来 5月25日 展波号与破浪号跃过了重重波涛 在台湾岛东北部的伊兰河畔临时停靠 补充淡水 两艘船加起来 至今已经消耗了约200吨出头的煤炭了 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燃料储备 才仅仅消耗了三分之一而已 不过蒸汽机及传动系统的零部件 消耗量较大 很多易损件 甚至已经消耗掉了接近一半的备件了 这就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安楚海军少尉 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型的笔记本 一边计算着一边说道 不过总算还好 谢天谢地 我们终于到达了民国沿海附近 说实话 出发前我甚至无法相信 我们真的能够抵达这里 不过我们真的做到了 这简直就是一项壮举 李懿笑了笑 说道 以后华夏东安共和国的历史上 会记载我们今天的这项 开辟新航线的壮举的 好了 不在这里多坐停留了 毕竟这里各种海山的势力纠缠不清 情况错综复杂 我们要尽量避开麻烦 补充完了淡水 大伙再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去上船车吧 这下一步 我们去几州岛 去骚扰一下那里的棒子 那边几乎没有像样的海上势力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那里折腾 对了 出发的时候 不要开蒸汽机 从这里北上顺风顺水 只需要差不多两三天的时间 就能抵达几州岛附近 几州岛上 此时应该是朝鲜人的军队吧 可能还有一些他们的海军船只 安楚此时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只见他继续说道 我们手头上才不到三百个八七五士 以及两百人左右的水手 想占领这么大一座岛 怕是有难度吧 或者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啊 就算我们攻下来也守不住啊 先去看一看再说吧 李懿派了一把安楚的后脑手 蛮不在乎的说道 再说了 几州岛 只是我们之前确定的第一个优先岛屿 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别的岛 大明沿海那么多岛 随便站个有深水港湾的不就成了吗 当然了 你有的东西说得也没错 我们的人手势不足 这次我们主要是去看一看 打探一下 为下一步出动大船队摸清情况 几州岛这种大岛 必须要一个连着正规陆军 至少一千名战斗经验 在三年以上的八七五士 以及四艘以上的海军大船 才勉强说能够站下来 好了 别磨蹭了 上船 咱们北上 1642年5月27日正午 由李毅上位率领的 华夏东岸共和国探险船队 两艘船只 缓缓地驶进了几州岛 北侧的几州港口外扬面 不幸的是 岸上的朝鲜人 似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我们 李毅站在船上用望眼镜望过去 只见很多似乎是穿着物衣的朝鲜物足 在岸上乱成了一团 一些人骑着马往城里赶去报信 一些人则提着长矛弓箭 等冷兵器走上了码头 一边窥视着海上 这些棒子似乎对我们的敌意很大呀 李毅放下了望远镜 喃喃自语地说道 也许他们把我们当成倭寇了吧 长官 倭寇是什么 强森上市有些不解 呃 就是日本海盗 海盗你懂吧 他们很凶残的 所以这些朝鲜人都很害怕 李毅轻松地说道 这些朝鲜人战斗力不值一提 你别看他们现在看起来有模有样 只要我命令莫大勇 带上人上岸打个突击 这些人就得甭溃掉 强森上市有些难以执行 东岸军队里面 也有极少数朝鲜人在服役 而以他的认知来说 这些人的表现 其实和大部分东岸人 并没有太过明显的区别 他们一样训练 一样行军 一样战斗 看起来就是东岸诸多民族当中 一个很普通的群体而已 不过长官把这些朝鲜人 说得如此差劲 一定也有其原因 嗯 是了 一定是他们的文化和制度 实在太差劲了 东岸的制度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 东岸的文化 也是最优秀的文化 东岸的军人 是有着荣耀感的职业军人 我们可和那些愚昧的 农楼士兵不一样啊 我们需要一些物资方面的补给 尤其是新鲜蔬菜和肉食 江森 你立刻挑选武者水手 带上步枪上岸 同时 莫大勇也将率领他的麾下 三百名八七武士上岸 一同接受你的指挥 我命令你们 上岸去截略那些朝鲜人 散布于城外的存落 征收一些粮食和牲畜回来 现在去直接命令吧 强在上市敬了个礼 随即就下去筹备去了 很快 两艘船上 一次放下了大量的小艇 小艇上 满载的八七武士和水手 朝着岸上滑了过去 第一批二十多名八七武士 上岸了以后 他们立刻在登陆点附近 围成了一个弧形的防御圈 用布弓挟制着外面 狠狠地盯着远处那些 蠢蠢欲动的朝鲜人 但是 那些朝鲜人 只是远远地看着 并没有足够的勇气 冲上来进行战斗 也许他们惧怕这些 长得黑漆漆 却穿戴精良铠甲的 海扣的战斗力 但是 更多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海面上 停泊的两艘巨大战舰 给他们带来了 强烈的压迫感 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登岸的士兵越来越多 这些朝鲜人 就更不敢有些动作了 他们普遍装备着冷兵器 但是多数都是长矛 最基本的皮甲和弓箭 都很少能见到 从这点来看 也许他们不主动进攻 是正确的 于是 很自然而然的 当三百名巴西武士 和五十名火枪手 全部上了岸 并且整完队形以后 这些朝鲜人 依旧是移动不动 他们既不逃 也不进攻 就那么傻乎乎的 看着已经陷落到 海扣手中的码头 强森上市 将指挥到一局 穆大勇 立刻带着 排成了三行的 近三百名巴西武士 朝着前方 有着朝鲜士兵的方向 扑了过去 他们快步小跑着 却仍然维持着 大体的队形 看得出来 经过了东汉人 多年的悉心调教 和战争洗礼之后 这些巴西武士的战斗力 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阀胜可陈的战斗 很快就结束了 党在最前方的 逾两百多名朝鲜士兵 大部分都溃散了 少部分 则在和巴西武士的交战当中 被杀死或者俘虏 整个战斗 进行了异常的轻松 耗时甚至还不到半个小时 三百名巴西武士 仅仅开始了几轮不攻射击 这些朝鲜人就开始了溃逃 而在巴西武士的 两百多名长毛手 开始了小跑冲锋以后 这些朝鲜人就彻底的崩溃了 他们只造成了 巴西武士两个人死亡 六人受伤的轻微伤盲 而那些东岸火枪手们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战场 整个战斗就结束了 报告长官 我们击溃了超过两百名的朝鲜士兵 并且杀死杀伤了其中七十二人 俘虏四十九人 据金泰强中士审讯他们以后报告说 这些死伤者和俘虏当中 甚至没有一名军官 据信他们都成功地逃了 强森上士 站在已经登陆的 李毅上尉的面前 进行着战况汇报 而在他们的旁边 则是一大堆被绳索困绑着的 垂头丧地的朝鲜俘虏 我再给你五十名水手 立刻就给我收集粮食 牲畜和淡水 李毅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说道 现在是下午一点 七点钟之前 所有人都必须返回 记住了 收集粮食的队伍 由你来指挥 收集过程当中 切勃分兵 如果遇到朝鲜人大队 立刻全军折返马头 依托我们的箭炮进行防御 遵命长官 皮瓜整齐的强森上士 立刻下去指挥部队去了 三百个人 怎么着也不够占领这座岛吧 安楚少尉 很快就来到了李毅的身侧 说道 这岛上总够有多少棒子呀 军队又有多少 不知道 估摸着有几万朝鲜人 军队嘛 感觉一两千还是有的 当然了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资料室里 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李毅很干脆的说道 我们这点人 肯定占不了全岛 就算是在海边占个据点 也很难做到 毕竟莫大勇的手下 还不到三百人 够干什么呀 而且 我们还没有兼顾的攻势 别忘了 朝鲜目前可是有几百万人口啊 还有这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圈政府 他们的动员和战斗能力 再差 也能够轻易的机会 我们流出在这里的小部队啊 事实上啊 想要长期占据这里 我们得有一个坚固的城池 还得至少有一千名 训练有素的战士 和众多大炮 而这些 我们在短时间内 都是无法解决的 那怎么办啊 安楚有些忧心 本土可是让我们在此地 占下一个 可作为将来移民基地的岛屿啊 我看这几州岛 就挺不错的嘛 是中国北方外海 最适合做基地的岛屿了 要不是我们力量太小 站下来绝对可以的 而且岛上还有朝鲜人的马场 牲畜众多 这里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们去哪里啊 南方海域肯定是不行 那里是正家地盘 我们本千小 暂时还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 那难道就去渤海湾 渤海湾那更不行了 离异直接摇头 那里靠近满清的核心统治区 别忘了 如今拜孔友德等人之次 他们已经有了部分水军和船只了 如果我们将基地 选在辽东半岛附近的某个岛上 等我们两艘船只走了以后 万一这满清哪天发疯 调集船只 攻占那座岛 就凭着莫大勇那三百个人 能顶住几天啊 所以说啊 以我们如今沉弱的力量 还是在别的地方想办法吧 任何在大明 满清 朝鲜和日本海上力量 辐射范围以内的岛屿 都是不行的 这些地方确实不行啊 安楚也摇了摇头 说道 你别忘了啊 这个基地 最好还要有足够的船材 因为我们的船只需要修理 最好还出产煤炭 能给返程的蒸汽船只提供燃料 这食物饮水 也需要够丰富 咔 这种地方到哪去找啊 只能向北找了 李毅将夜下夹着的一卷地图展开了 然后用手指沿着几周岛 对马岛方向划了一条大湖线 一直延伸到了北海道附近 然后手指又往北海道上方一戳 说道 就这里 这个地方人员稀少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势力 对此地宣秀过主权 但是一直都不太重视 也没有直接派员管理 正是此地难得的势力真空地带 更绝妙的是 这个地方不但各种木材资源极其丰富 而且还生产煤炭 鱼业资源也很不错 正适合当我们前期的过渡基地 啥 哭也倒 恩楚稍微侧过来 刚瞄了一眼 就立刻失声寒起来了 怎么选了这么个鬼地方啊 大哥 这里气候太寒冷了 而且这港口冬天可是要风冻的呀 我们的船只怎么进港啊 那里有暖流经过 港口的风冻期不会太长 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只有近海地区才会有风冻 并且冰层也很薄 李懿一边在地图上寻找着什么 一边说道 现在可是小冰河时期啊 平均气温比较低 安楚继续无力地说道 那也顶多是风冻期长一些 冰层厚一些而已 李懿抬起头来看着他说道 那你给我说说 间接段一个有木材 有煤炭 有着大量的动物性蛋白来源 而且周围没有强大势力的海上岛屿 在哪啊 台湾岛吗 对不起 那是郑家的天下 而且是未经开发的热带 死亡率也很恐怖的呀 更别提周围还有荷兰人出没了 安楚听了以后说不出话来了 我已经找好地方了 李懿江地图一卷 说道 亚历山的多罗夫斯克 位于库叶岛的西侧 达达海峡之内 那里有一个河口 且河道曲折 如海口的附近 还有天然的防风堤 非常适合躲避风了 而且 日本的暖流支流经过附近 使得库叶岛中南部西侧的风冻期 没有北部那么恐怖 我估计这样 我选的这个地方 冰冻期不会度过四个月 大概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三到四月的样子 冰冻期四个月 安楚有些犹豫 我算算啊 我们最好利用南半球冬季的季风航行 也就是说 我们得在四月份以后抵达澳大利亚 然后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跑到大明沿海 这样最经济 速度也最快 而这个时候呢 库叶岛西侧 达达海峡内中南部地区的一些港口 应该已经解冻了 我们的蒸汽船队 可以到这里来补充燃煤 修理船只 然后南下到大明沿海地区 搜罗人口 搜罗到了人口以后 再返回库叶岛修养 大体流程是这样的吧 不错 李一点的点头 说道 库叶岛渔业资源极其的丰富 大马哈鱼 你总知道吧 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 当然了 此地粮食的收成 可能不会太好 不过没关系 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 种两叉土豆也够了 而且此地不会养太多人 人多了以后啊 就开始往澳洲的金山港外晕 我还是觉得不靠谱啊 安楚嘴里嘟囔着 这么冷的地儿 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呢 还能弄些土炕 很麻烦的呀 一个前期过多点 你怎么这么挑剔啊 李一不满的 将手中的地图 敲在安楚的后脑勺上 说道 这里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 前期就是这里 等以后 我们在东亚地区人手充足了 再想办法 把几株岛 这种暖水港拿下来 作为我们在大明外海 移民的重转基地 要是现在侯极 占领东海上的岛屿的话 我估计啊 等我们明年的今天过来 差不多就可以为莫大勇他们收拾了 就他们的三百人手 丢到枯叶岛上 我还担心被当地的 贺哲人 阿姨奴人什么的给灭掉了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两个人又扯了一会儿闲偏 一直到下午六点多钟 去收集粮食和牲畜的强僧上市回来了 他们的手下们 似乎在外面进行了一番战斗 为此呢 还抓了上百个朝鲜俘虏 除了这些俘虏以外 他们一共征集到了 大约三万多斤粮食 这些粮食 均由朝鲜俘虏们 用马车拉了回来 说真的呀 李毅队这帮人 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粮食 深感意外 说不定啊 他们是打破了某个官舱 才得到这么多粮食的 不过呢 他对这些粮食 也不是很在意 船舱里 还有相当多的红薯 土豆 玉米 什么的呢 够大家吃很久的了 他如今下令收集粮食 纯粹是顺手为之罢了 相对粮食而言 他如今更关心的 显然是收集的活禽 出门在外的水手 哪能不吃肉呢 但是 那种变质的腌肉 或者是熏肉 总是让人倒进了胃口 因此 活禽 才是水手们的大碍 收集到了两头牛 六头猪 十来只羊 五十来只鸡 不错不错 能够让兄弟们好好大吃一顿 这朝鲜 李朝军队的战斗力 还真是渣呀 自己一百个火枪手 三百个黑人士兵 就能在这几周岛上 大摇大摆地征凉 而那些个李朝军队 只能是守在城里 不敢轻举妄动 好吧 也许是他们 还没有来得及调集大军呢 不过 他们战斗力弱 却是不争的事实 人数差不多的对阵 往往这一轮布弓 火枪骑射 然后再由黑人士兵们 来个冲锋 就能打垮他们 难怪当年 这数量稀少的倭寇 就能将这里 搅得鸡犬不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5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205章 狠狠地鄙视了一番 李朝军队的 沉弱战斗力以后 眼看着天色江黑 李毅干脆下令 将抓到的 150名朝鲜俘虏 都带上了船 然后 东岸人又放弃了 白天刚刚占领的码头 全部回到了船上 拉起毛链 扬起风帆 走了 1642年5月30日清晨 一路沿着日本近海航行的 东岸共和国探险队 终于抵达了传说当中的 达达海湾 海面上的风很冷 海水温度很低 不过 很明显已经解冻了 李毅站在船头 一面看着绘图参谋们 绘制海岸线图 一面和自己带来的地图做对比 这里是霍尔姆斯克 这里是苏维埃岗 这里是乌格列戈尔斯克 李毅的嘴里 一直在小声嘟乱着这些地名 终于 在第二天下午时分的时候 两艘探险船 一前一后 降下了大部分的风帆 停靠在了一处河口的外海 在派出小艇 测量了河流航道的水深以后 两艘大船干脆就开了进去 停靠在了河流入海口处 并且落下了首尾双毛 岸边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 白羊和白花树林 那高大挺拔的身姿 让人看了以后心生震撼 森林边是大量草地 以及令人讨厌的沼泽区 不过 在这些擅长建设的 勤劳的东岸人眼里 都不是什么问题 第一件事情 搭帐篷 伐木 造屋 不用我吩咐了吧 就把你们在孤山港 和金山港所做的事情 再做一遍 李懿裹了一件泥子大衣 穿着长头马鞋 走在枯叶岛那松软的草地上 这座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 是后世沙俄 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从满京的手里夺走的 后来又成为了 俄罗斯境内的第一大岛 该岛资源丰富 木材 煤炭 石油天然气 以及渔业资源 那是相当的丰富 曾经被人称作是远东的科威特 而且这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 处在厄霍刺客海 与志奔海中间 从这里出发 可以利用黑丑 直抵北美大陆 真的是一个战略地位 相当重要的岛屿 受气候以及洋流的影响 该岛北部一直比南部寒冷 海港的风动期也更长 因此呢 该岛上的大部分人口 都居住于南半部分 此时沙俄的戈萨克 刚刚探索到了 厄霍刺客海的周边 而日本的松前藩呢 也刚刚派员到岛上巡视 妨图宣示主权 而这座岛屿名义上的主人 满清政府 却仍然对此一无所知 岛上的贺哲人 阿依奴人 更是不知道 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 等待他们的 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先站了这个地方 斩断老毛子以后 探向这里的熊爪子 我们可以在这里 跟日本的松前藩进行贸易 日本人不是闭关锁国吗 那好 我就不信了 德川莫府 连这么偏僻的 松前藩北海道领地 都能有效地管制到吗 这帮苦哈哈的 松前藩日本人 能忍得住 和我们的贸易 才有了鬼 我们可以向他们 出手一些 乌美恰廉的工业品 换取他们手中的金银 甚至是人口 嘿嘿 我聪明吧 小岸 那你得去南面的 科尔萨克夫港附近 听说呀 日本人在那里 设立了捕鱼点 同时呢 还派员 将那里岛上的土著们收税 这帮随风岛的 降头草土著们 目前可是把日本人 分为那里的主人 安楚少尉 没好气地说道 他没有向李毅呢 将将军冬季长服 也穿起来 而是穿了一套 厚厚的变装皮衣 刚刚从冰封世界当中 解冻没多久的 枯叶岛中部地区 是寒冷的 气温不过才 零上几十十度而已 确实得注意这 保暖措施啊 李毅笑了笑 然后转移了话题 说道 第一药物 还是要造木屋 对了 母土炕 也是要紧的事 不然这几个月后的冬天 怕是很难熬的呀 这船上的蜂窝煤 铁皮炉子 全都搬下来 河中大渠 也搬下来二十箱 再把从朝鲜人手里 缴获的粮食 也都全留在岛上 我得去督促他们干活了 哎 那个熊的 这鬼天气 可真够冷 在几周早上被捕获的 一百五十多名朝鲜俘虏 此时 郑和大约一百名八七五士一起 在森林边缘 砍发着那些巨大的树木 他们将在河口附近 为自己建造一些新的居所 同时修建的 还有一条木质栈桥 以方便入港大船停泊 在做完了这些野后 他们的最大任务 就是在附近地区开始探矿 没错 就是找煤矿 按照这穿越中掌握的资料 库叶岛的煤炭资源极其的丰富 而亚历山大多罗夫斯克附近 好像就有那么一座 这里的煤炭品质也相当的不错 当年的沙俄政府 能够在此地 纯靠人手工开采 那么东岸人 当然也能够这么做 开采出的煤炭 经过了席选以后 就地堆放在海边 供以后过来停靠的 花夏东岸共和国的船只 补给所用 而这呢 其实也是东岸人 将这里选为一个 临时补给港口的原因所在 为了纪念着中国历史上 对这片区域的统治 李毅特地将这个港口 命名为黑水港 去唐朝时设立的 黑水都督府之一 在将许多牲畜 工具 粮食 和生活物资 都搬到岸上的帐篷内 临时存放起来以后 第二天一早 两艘探险船 便升起了铁毛 然后 抄着南方驶去 船上装载着 两百名全副武装的 八戚武士 他们将沿着朝鲜海岸 一路棘掠 主要的目的呢 是掠夺粮食和人口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他们甚至将进入 大明沿海 并且挑选着秩序崩溃 防御力量不住的地区 登陆上岸 掳掠人口 所有抢到的人口 粮食 牲畜 甚至金银 都将暂时运到 枯叶岛上的黑水港 储存起来 等到这东岸 共和团队 返回本土的时候 带上 登陆作战人员 有两百名八戚武士 即六十名不攻守 一百二十名长枪守 二十名炮兵和一百名水手组成的火枪兵编程 李毅相信 在同等级数量敌人面前 东亚地区 此时能够胜过他们的敌人 还不会太多的 1642年6月5日 由海军上尉 李毅领前的华夏东岸共和国探险船队 悄然出现在了朝鲜 咸径到造山湾的外海 然后 由两百名八戚武士和一百名水手组成的东岸军队 便在雄武里与红异里之间的海岸突然登陆 而当地的朝鲜官员和百姓们 对于这只突然出现在他们领地上的入侵者 却是一无所知 登陆后的东岸军队没有分兵 而是聚集在一起 四处袭击所有他们遇到的朝鲜存落 掠夺粮食 牲畜与人口 措手不及的朝鲜人根本就无法抵抗 少许被动员起来的朝鲜军队 也在火枪骑射之下当场崩溃 他们使用的那些鸟冲 根本就不是东岸人的三二秉轻碎发步枪的对手 这些匆匆忙忙赶过来的朝鲜军队 非但没有能够解救当地百姓 反倒把自己也折进去了 6月7日 在当地肆虐了将近两天的东岸军队 大摇大摆的驱赶着强带的少量牲畜 粮食和大约三百多名朝鲜男女 朝着海岸边走去 而在此过程当中 朝鲜的官府便再也没派出什么德里军队 过来收拾局面 也许满清牵制了他们大量的军队 也许他们的动员能力很差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重视这事 总之 他们让东岸人带着战利品从容地撤退了 6月10日 东岸探险船队 抵达了罗金湾以南的三海里 赴局里一线 上岸大肆掠夺 以死一人 伤三人的轻微代价 击破了数座村子 列去人口两百余人 金银粮食牲畜若干 6月12日 展波号单独出现在京城外海 击沉了三艘朝鲜小船 俘获水手数十 当地朝鲜官府大镇 6月14日 一直在这片海域徘徊的展波号 突然闯进了朝鲜的新南港 炮轰敌城 当地朝鲜军民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三百多名东岸士兵趁乱登岸 捕获了近百名朝鲜渔民 以及码头立功 并将朝鲜商人放在码头上的大量皮毛 草药 粮食和食盐等货物 抢夺一空 6月15日 连夜南下的展波号 突袭着朝鲜的原山京 截获朝鲜渔船一艘 并且炮轰其城镇 当地朝鲜官员 献上了大量的金银 牲畜 粮食和数十名男童女童以后 东岸人的船只 这才离开了港口 6月18日 返黄的展波号 与再次前来的破浪号 在图门江口汇合 随后 两船速将而上 连续击破了多个朝鲜村镇 俘获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 要不是再往上 这江面航道水深不够 以及一支数千人的朝鲜大军 很快就赶过来 李毅他们怕是还要带着人 在此地继续劫掠几天 从6月5日出发到今天 300名东岸士兵 在朝鲜前进到沿海地区 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 在这场历史两个星期的 连续作战行动当中 东岸人一共击溃了大小 四股朝鲜军队 其中最大的一股 大约为六七百人 最小的一股 仅两百余人 共俘获朝鲜的士兵三百余 男女百姓约八百人 而自身伤亡 不过区区的二三十余 战果可谓是辉煌无比 除此以外 他们还缴获了一艘 大约一百多顿的朝鲜渔船 以及二十余万斤粮食 八十多头猪羊 大量的皮毛 金银 药材等贵重的物品 自从几年前 东岸取消了 加勒比海的撕裂行动以后 这一次 可谓是东岸共和国 海上力量 近年来第一次 有组织的海盗抢劫行为 而收获自然也是极为丰厚的 同时 他们也看清了 朝鲜李朝 那虚弱已迹的军事力量 和地方动员的组织能力 那些装备奇差 士气不振的朝鲜军队 在东岸人的眼中 和两脚羊 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连在东岸军队里面 属于蒲丛军序列的 巴西武士 都能将他们玩爆 可以说呀 如果这些朝鲜人 再没有任何改善措施的话 他们的沿海 以后还会一次一次 上演如今 这般驱逐的一幕幕 6月21日 保略而回的东岸探险队 在黑水港内下谋停泊 港口内的巴西武士 正在莫大勇的带领下 驱使着 约数百名朝鲜男女 奋力地修建着 整个港口城镇 这些人 有的在伐木 有的在加工墨材 有的在平整土地 填埋沼泽 有的呢 则在修建着木屋 码头战桥 等等设施 整座城镇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看着那些浸泡在寒冷的海水当中 修建着码头战桥的朝鲜俘虏 安楚少尉 还有些感慨和不忍 李毅上尉却是熟视无睹 当年压榨科萨人和马来人时 什么残忍的事情没做过呀 眼前驱使着民夫干点活 又算得了什么呢 再说了 东岸人也没有往死里逼他们呀 他们准备了相当多的换班人手 每一拨人在海底待上半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获准上岸了 然后 东岸人将发给他们一套 后世保暖的鸭绒大衣 以及一瓶驱寒用的农酒 而且 他们的家人 也能在一天当中吃到饱饭 咦 这些人是谁呀 李毅突然站住 指了指站在八旗建功群当中的 一些身材矮小 却顿壮结实 且做土人打扮的男人 长官 他们是居住在附近的原住民 应该是您常说的贺泽人 早就看到李毅下船的莫大勇 一溜烟跑了过来 听到李毅提问以后 立刻大声答道 他们来干什么呀 李毅将腰间的军刀解下来 随手扔给了跟在身后的副官 强森 然后找了一个树墩坐了下来 他们是前些日子 您带队出发以后不久过来的 莫大勇小心地提出了一袋 弗吉尼亚言词 然后给李毅的烟斗点上 继续说道 当时来的只有几个猎人 打扮的家伙 他们似乎对我们的存在感到很意外 但是没有太多的敌意 我遵照您的命令 没有对他们动粗 而是暂时与他们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这不嘛 我拿着仓库里的一些鸭龙大衣 烈酒 金盐 还有白糖和金属小刀 与他们做交易 他们非常高兴 给了我们很多张皮 就堆放在您身后的桌子上 李毅文年转头望去 随即一片惊喜地叫道 好家伙 熊皮 品相还这么好 这是鸵鹿皮 还有水塔 雕鼠 狐狸皮 嘿呀 可都是好货色呀 买那个熊的 带回本土 给撒曼莎做一件雕皮砍尖 给西尔维亚 做一套狐皮为博 那老子所有的难题 就迎刃而解了 哈哈哈哈 买了 老子处这些战利品的权利 还是有的 强森 记账 我也不占公价便宜 该给钱就给钱 大勇啊 做得不错 李毅使劲地拍了拍 莫大勇的肩 笑呵呵地说道 暂时 我们在这里的力量 还比较弱小 因此 拉拢团结这些人 是必要的 对了 这里 我看到了几十个贺责人 是你们雇佣的吗 是的 我以每个人 每天五斤粮食的高价 雇佣来的 他们都是不错的猎手 身体素质很好 能吃苦耐劳 意志也很顽强 我前后招募了 五十六个人 让他们来协助我们 监督这些超仙人干活 莫大勇 刺着一口黄牙 笑着说道 放心吧 我也提防着他们呢 只让他们 仍旧使用自己的旧武器 不过 他们看起来 真的很淳朴 对我们的商品 也很向往 我觉得可以拉拢 他们为我所用 嗯 礼意不置可否 待抽了几口眼以后 再说道 要向他们 适当展示一下 我们的力量 让他们 生不起反抗之心 然后 再给他们一些商品 以示拉拢 这样才能起到 最好的效果 至于这数量吧 不宜多 毕竟我们现在 在此地力量 还很薄弱 他们人数一多的话 反而容易 反科为主 好了 你也上过 南非助吞军 随影学校 有些课程 也都学过 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把握好 这里面的肚 莫大勇忙不迭地 连声应试 还有啊 有一艘船 要送给你们 李懿随手指的指 不远处 正在海面上 随波摇晃着的 一艘渔船 说道 缴获着朝鲜人的船只 吨位 大概 一百来吨的样子 硬翻船 你们可以用来打鱼 呃 我们走了以后 你们最好 抽空建一个船物 等冬天 这港口内截了兵 还可以将渔船 拖进船物内安放 省得被损坏了 长官 你们住就要走吗 莫大勇问道 他早就清楚了 自己的命运了 那就是 在此地留守 并且建设好港口 以及城寨 以等待下一波 东岸共和国船队到来 如果这人力 时间有赋予的话 最好再找到附近的煤矿 并且着手准备开采 如果干完这些 那么 他的考鸡 就可以称得上是优秀 而有了这个考评 再有人保举推荐的话 就有很大的可能 会获得华夏东岸共和国的 正式国籍与军籍 撤退八旗弟子来说 可是了不得的荣誉啊 使很多人一生为之 奋斗的原动力 估计快了 李懿吐了一口眼圈 眯着眼睛 看着南方的森林 说道 我们接下来 可能还要去一下南边的大博地区 看看能不能找到经常坐着在那一带的日本人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还想与日本人做交易 顺便再向他们购买一些北海道的阿伊努奴隶 以及雇佣一些日本武士当雇佣军 以充实黑水港这边的防御力量 李懿这么说 绝对不是无地放石 事实上 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全盘的计划 历史上 在库叶岛的南部北部区域 持续多年的山丹交易 可是大大有名的呀 所谓的山丹交易啊 其实最主要的是指 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也就是山丹人 与跨海前来库叶岛的下一地的阿伊努人 以及本岛北方原住民 如厄伦春人 费亚科人等之间进行的贸易交易 后来这个贸易又加入了松前藩的日本人 这个贸易的规模在此时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在本地区 即黑龙江下游 库叶岛 厄霍茨克海的周边 虾夷地 以及日本松前藩 极为重要 影响也很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206章 从大陆上过来的山丹人 携带了衣服等各种消费品 阿伊努人 携带了鱼杆等商品 日本人 携带了丝娟等商品 而本地的原住民 则携带了大量的 名贵皮毛 彭羽 等稀缺商品 双方在枯叶岛上 共同进行 异货贸易 为什么称呼那些 前来交易的 大陆上的满洲人 为山丹人呢 站在出发 前往大波港的 破浪号探险船的 前甲板上 安楚少尉 有些疑惑的 向李毅寻闷 这是日本人的叫法 李毅干脆的说道 日本人最初是从 阿伊努人的传闻当中 知道了山丹人这个称呼 而所谓的山丹呢 其实很可能是 山达的音译 因为那个时候 附近的居民 都称呼黑洞江中下游的 各族人 为达达人 而山达 其实就是 居住在山里的达达人的意思 久而久之呢 就被俄传成了山丹人了 反正你知道意思就行了 这些山丹人 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 建州女真 一直在捕捉的 生女真而已 这些人 常年生活在苦寒之地 以余力为生 还处在 原始社会的层次呢 不过 他们也确实是 非常合格的炮灰武力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最好也招揽拉拢一些 这样 也变相的 虚弱了满清的后劲了 不知道这次 会不会遇上 松前藩的日本人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商品 跟他们交换一些 他们手头上的 阿伊努奴隶 他们在下一地 与阿伊努人 进行长期的战争 并且 还占了一定的上风 我想 我们可以向他们 购买一些奴隶 这应该是 非常廉价 而我们目前 正在寻找的煤矿 以后一旦开发起来 肯定也需要 大量人手 安楚右手 摸缩着下巴 思索着说道 你还想花钱买奴隶啊 你脑子坏掉了吧 李毅不满地 拍了一下 安楚的后脑勺 缺奴隶 上岸去劫掠朝鲜人 就行了吗 何必花钱买 算了 不跟你扯这个了 大波港快要到了 注意操纵船只 这港口的水深很一般 尽量走航道的中心 大波港是此时南枯叶岛地区 有树的大港 山丹贸易的很大一部分 便在此地进行 大波港这个名称 也是后世的日本人 占据了枯叶岛时的名称 李毅直接拿回来就用了 至于此时这里叫什么名字 大约是叫母子伯的样子 意思是指 这里有一大一小 一内一外 两个毛伯地 这个港口 在后世的时候 是俄罗斯的一处海军基地 大名叫做克尔萨克夫便市 在库叶岛 也算是一个数得着的大港 今天已经是6月24日了 按照计划 李毅等人 不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 因此呢 他迫切地想在走之前 与这里的原住民 甚至是海峡对面的日本人 搭上线 尽快打开这里的局面 大波港内 停泊着数艘大大小小的船只 其中既有制造减多的独木舟 也有拥有高大船楼的大船 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文明水平都很低 造船技术就更不用说了 也许造一艘独木舟 对他们来说都算是高科技了 因此呢 这艘停泊在众多独木舟当中的不小的帆船 就显得有些扎眼 破浪后吞吐着白烟 小心翼翼地停泊在大波港外港的深水航道内 随着水手长的一声大喊 船前两侧几乎同时放下了大量小艇 强森上市在一群东岸水手的护卫下 搭乘小艇朝着岸上划去 岸上有着数十间简陋木屋 还有着一大片平整的草地 草地上穿着各种服装 操着各种口音的原住民正在进行着贸易 这不过啊 破浪后入港的动静实在太大了 这一刻 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 都不约儿童地停止了相互签的交易 朝着港口看去 在他们看来 码头上那艘正缓缓停下的船只 比日本人的楼船都要高大许多 也要漂亮许多 只是啊 那不停吞吐着烟雾的烟囱 让人感觉到有些奇怪 也令人有些恐惧 尤其是船只驶进了野后 滑水明轮桨的巨大神资 更是深深地震撼了眼前这帮子吐包子 有些不明所以的厄伦春人 甚至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了草地上 这一定是神灵的解作 更多的原住民 如费亚喀人 乌尔齐人 阿伊奴人 也跪了下来 他们虔诚地朝着船只所在的方向跪拜 嘴里还喃喃自语 仿佛在祈求什么 只有那些给见过世面的部分山达人 松前藩的日本人 和少数跨海而来的 下一地阿伊奴人 人就站在那里 神情复杂地看着码头上那艘威武的大船 强森上市 小心翼翼地站在大坡港的海滩上 他身边围着数十名上好了弹药的持枪水手 在他身侧 还有来自国家情报总局的探长 徐晓次郎 徐小次郎原本是第一批移民东岸的日本扑洛武士后裔 曾经长期在东岸驻波尔多情报站服役 后来他的上级许姓考虑到他没个姓氏也不像话 便提议他改姓许 原本以为他可能不太愿意 没想到小次郎听了以后欣喜若狂 当场就答应改姓许 并与许姓的家臣自居 此次小次郎跟随着探险船队一起出发到远东 原本就是预备着万一遇到了日本人 可以方便地由他出面进行交涉 此刻只见他朝着墙村上市点了点头 然后边杵着军刀 大踏步地朝着前方走去 他的身上披着一件国家情报总局下巴的黑色泥子大衣 脚上是正亮的熟牛皮军靴 头上戴着一顶冬季的皮帽 腰间竖着皮帽 皮帽勾左侧挂了一把东岸制式的三二年式机制士官刀 右侧是一个牛皮墙套 墙里插着一把1633形碎发手枪 这样简洁流畅的装束 在眼前集市上的这群穿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原住民看来 这视觉上的冲击就很不一般 虽然这些服饰不一定符合他们的神美观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穿他的人看起来很精神 我是日本国总前分的金村吉之柱 请问阁下是 小四郎还没有说话 站在一边的几个日本人都是先开了枪 他们大多是做商人打扮 尤其是领头的一个人 他身上甚至连武器也没有 不过他身侧倒是跟了四五个腰跨着太刀的武士 看起来似乎是他的护卫 比人乃是小四郎 来自华夏东岸共和国 此番前来大补 是准备与诸位进行交易 小四郎不慌不忙地说道 几名身材高大的波兰叶水手 举着步枪站在他的身后 虎视眈眈地盯着前面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武士 而那些来自松前藩的日本武士呢 也毫不示弱地回瞪着他们 这些武士常年与下一地的恶意奴人厮杀 过的都是刀头填血的生活 在这种场合自然不会露切 交易 你们来交易什么东西 华夏东岸共和国又是哪里 你们不是山丹人 那么你们是来自哪里 金村吉之柱 仿佛没有看到这身后的武士 正在和对方那些红毛仪相互运气 而是疑惑地问道 他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呢 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去过南方那些繁华的商部 曾经见到过那些 前来长期进行贸易的葡萄牙人 以及荷兰人 因此呢 他很怀疑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些人 也是来自泰西 只不过啊 眼前和他说话的这个家伙 却是正宗的日本人 这一点他十分肯定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成为这些红毛仪人的首领呢 且先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行 我们的生品非常的丰富 锋利的武士刀 紧固的铠甲 优质的布匹 伤好的皮具 耐用的铁制品 辛辣的烈酒 甚至 精良的铁炮 说到这里 小次郎压低了嗓门 故作神秘地说道 贵方在下一地 与阿姨奴人 是有冲突 整整不休 想必对精良的武器 也是相当可求的吧 哦 贵方手里这种铁炮也提供吗 金村吉之柱有些动心了 他也曾经见识过 荷兰人掩饰那些来自泰西的铁炮 比中国制造的要好太多了 如果这些人 能够向他们出售这种 看起来相当不错的铁炮 那么 对松前藩征服下一地的大业 就大有弊意啊 在这些现实的好处面前 他们要求些许商业上的利益 便无足情重了 事实上 金村吉之柱 之前对这些外来者 还是相当警惕的 虽然这松前藩目前 连下一地都还只占了一部分 离百平岛上的一些阿易奴人 还差得老远呢 不过 秉承着日本人贪婪的性格传统 松前藩对于远在下一地 以北的大部地区 也一直是虎视眈眈 日本人对枯叶岛的寄予 由来已久 远的不说 就说近的吧 早在永宽十二年 即1635年 松前藩第二代藩主 松前工广便派家臣 村上扫部左卫门巡视枯叶岛 其探查的主要区域 便是南部的大伯及其附近的区域 后来这几年间 松前藩还陆续派了小规模的探险队 进入库叶岛的南部 绘制地图 寻找特产 同时在大伯设立商馆 试图向当地的原住民收税 并在大伯港所在的阿尼瓦湾内 设立了渔场 到了1644年 也就是两年以后 松前藩在为幕府绘制全国地图 及郑宝玉图绘图当中 首次将枯叶岛下一地 也纳入了日本领土的范围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松前藩一直对富饶的枯叶岛 是垂涎三尺 对于任何强力的外来者 均抱有了警惕与排斥态度 不过 眼前这些外来者 开着巨大坚固的 五倍精良的船只过来 而且看起来 他们还能提供犀利的铁炮 那这样的话 也不是不能和他们 商谈一些生意上的事 本内在下一地上 开采了一些杀金 再加上在枯叶岛地区 山丹贸易所带来的一些收入 松前藩的财政状况 其实是比较宽裕的 那么 购买一些前线急需的战争物资 也就理所当然了 相信这公广店 也会欣然答应此事 这种铁炮出售的条件很高的 小四郎打了一个马虎眼 说道 这需要我们更高级别的长官首肯 才可能实现 而他显然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意见 才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 现在我只能说 确实存在这个可能 但是 也仅此而已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增进了解 你懂得 金村急着住 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大家初次结束嘛 说话最好点到为止 况且 他也需要回到帆内 向他的主攻禀报啊 小四郎这边在交涉 而那头 强身上尸的手下 已经携带了相当数量货物 到了岸上来 看起来就很不错的金属刀具 有细密结实的鱼网 有厚重耐用的布匹 有保暖大衣 有驱寒的烈酒 有着雪白晶莹的盐巴 甚至还有一班人 很难见到的 冯立军刀与盔甲 这些东西 每一样都深深地吸引了 集市上这些 厄伦春人 菲亚哥人 阿伊奴人的目光 水手们笑嘻嘻地 示意他们自己挑选 这些人顿时欲拥而上 拿起自己心仪的物品 仔细地观看了起来 他们有些人 抚摸着那厚实耐磨的牛仔布 有些人 试穿着鸭绒大衣 雨绵大衣 有些人 试的是那些锋利的 剥皮小刀与剃骨尖刀 有些人呢 则专注于那些 雪白的盐巴 和爽口暖味的烈酒 东岸人搬过来的商品 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基本上全是生活消费品 这对于尚处在 原始社会的枯叶岛 原住民来说 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在场唯一不爽的 恐怕就是那些 携带着遗物 盐巴 跨海而来的山丹人 因为 这意味着他们手中的大量货物 将积压 卖不出去了 而卖不出去的后果就是 他们也无法交换到 自己集聚的商品 这使得他们的脸色很是难看 但是 又涉于东岸人大臣的威士 而敢多不敢言 随后登陆的李毅上尉 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本着不放过每一个贸易对象的原则 李毅决定看一看 对方带来的货物 在与对方连比代华以后 这些山丹人终于明白了李毅的意图了 他们很快便高兴地搬来了自己的 李毅随手翻了翻 大致是一些山货 有章子 山鸡 野兔等猎物 也有一些狐狸 雕鼠 乃至熊瞎子的皮毛 除了这些以外 便是大量地充满了民族色彩的服装 这些原本就是枯叶岛的原住民们 将要购买的商品 但是 如今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东岸人提供的 货物的冲击了 李毅略做考虑以后 便大包大胆地决定 将这些山丹人 卖不出去的商品 全部吃下来 那些野味 木耳 山笋什么的 采购回来 正好当做回城市的食物储备 而那些名贵的皮毛 则不出销路了 不光说欧洲 就是东岸国内 那些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对这些奢侈商品 都有很强的消费欲望 而且 这些皮毛 在南半球 几乎是很难见到 运回国内的话 多半能卖出天价 即使 这些山丹人 要是想办法 搞一些野山笋过来的话 李易等人 绝对会在第一时间 高价收购 这些野山笋 一旦运回了国内 李易用脚趾头 都能想得到 那些个年时已高的穿越众们 将会爆发出 何等强烈的抢购欲望啊 至于这些山丹人 带来的那些服装嘛 就已经积累了 不过可以先存放起来 以后赏赐给那些 干活麻烈的奴隶 这也是个办法 李易这大暴大懒的做法 让这些山丹人 欣喜若狂 他们拿自己的商品 与东岸人进行交换 然后 再拿交换的东西 去与那些原住民 进行异货交易 李易等人 对于和他们的这种交易 简直乐得合不拢嘴啊 一件名贵的皮毛 东岸人往往只需要 制服一把剪刀 以及两瓶河中大驱 一大袋木耳 更是只需要一把剥皮小刀 这利润丰厚的 令人难以想象啊 更妙的是 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易当中 偏偏还是每个人 都认为自己赚了 简直是让人无语 李易乐呵呵地 看着这些山丹人 和自己手下 比划着进行交易 一边暗暗地想着自己的事 与这些野蛮人进行贸易 当然重要了 但是却不是李易最关注的事 他所关注的 主要还是 如何利用贸易 来拉拢这些野蛮人 进而呢 被东岸人所用 这些生活在苦寒之地的野蛮人 以渔猎为生 个体力量强悍 意志极为顽强 偏偏还非常地单纯淳朴 一旦成功招募 并将之同化 这些人觉得会成为东岸人 统治此地的绝佳助力 甚至于啊 当东岸人在别处用兵的时候 还能将他们抽调过去 进行战斗 就如同这沙皇的哥萨克一样 被东岸共和国的开疆拓土 发挥巨大的作用 交易在当天傍晚进入了尾声 东岸人搬来的商品被抢购一空了 而收购到的 则是多达六百件的名贵皮毛 这些货物在东岸 欧洲价值数千乃至上万元 除了皮毛以外 他们还收获了一些野味 鱼杆 木耳 冬笋等食物 这些都被存进了 船上的食物舱内 最后李懿还私人购买了两只 不知名的猛琴 这是一个本地猎人卖给他的 而代价则是他身上的佩刀 以及一件做工极为考究的 羊駝毛泥子大衣 从第二天开始 李懿等人便一边出售剩余的商品 一边开始招募 愿意跟着他们出海的土著居民 并且给出了丰厚的报酬 也许这些土著们 对东岸人还不太熟悉 心里存着疑虑 总之 一天下来 只有寥寥的三五个人过来映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207章 李懿也不着急 反正他也是顺手而为之 结果呢 一直等到6月30日 也就是他预期当中 代博的最后一天 他总共招募了 大约七八十人 这些野蛮人 很多上处于士族社会 家里的一切啊 由族长说了算 有些家族呢 因为人工过多而负担较重 再加上也贪东岸人提供了财物 因此 便鼓动家里面的一些年轻人 到东岸人那里去映幕 这些前来映幕的 大部分都是截然一身的年轻人 当然 也有托家带口的中年人 在礼仪的关照下 对这些人一概照单全收 东岸人也在海滩上架起了几口大锅烧水 还搭起了几个木头棚子 每个墙内映幕的都被领过来洗了一个热水澡 然后 由理发师将他们统一礼仓的光头 理完发的映幕者便按照身高体型 发放了一件土黄色卡其布军服 黑双手牛皮军靴 当然了 还有一套田野灰色泽的泥子大衣 这些穿上了新衣服的映幕者 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的呀 还在地上走走跳一跳 行骑当中夹杂着些许兴奋 李懿叼着烟斗笑呵呵地看着他们 这些都是棒小伙呀 而且还都是心甘情愿来映幕的 和那些掳来的朝鲜人不同 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是 忠诚度比八七五市 稍差一些的治安军来使用 澳洲的金山港和孤山港开发 正是这些人发挥自己实力的大好舞台呀 眼看着这夜时半会儿 也无法招募到更多的人手 而且时间也不走了 李懿终于下令 破浪号拔毛起航 离开了逗留了一个星期之九的大波港 朝着岛中部地区的黑水港市去 如今这万事俱备 这任务基本上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 接下来他们将返回本土 将情况形成书面的报告 陈给海军部和支委会以后 则有上级定夺 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许此行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能和那些日本人 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 当天小次郎 向对方提出了 开展双方间贸易的提议以后 金村吉之柱等人 当天晚上就大乘船只 离开了大波港朝着福山城 即松前番大名的居城 一称松前城而去了 不过一直等到6月30日 这些日本人都没有传来消息 无法再拖下去了 李一等人只好离开 只嘱咐了一名在当地 行商的日本商人 帮忙打探消息以后 匆匆返回了黑水港 黑水港码头上 此时依然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一千余名被掳掠来的朝鲜人 正在八七五市的监督下 卖力地修建着整座城市 李一等人刚去大波港 转悠了一周 回来时 这黑水河口就已经修建起了一条 简易的木质栈桥 已经可以同时供两艘船只停泊 此时 展博号探险船只 正静静地停靠在 一些修船将们 正在水手的协助下 修理漏水的船板 破浪号舰状 只能是吞吐着白烟 停靠在另一侧 港口已经初舰出行 不过 这在李一看来 仍然是不够 首先不说这个港 仍然缺少了一家修船所 和一个大型的户处云中心 单就这博位和航道 就仍然是有很多欠缺 黑水河入口这片以后还需要输郡 目前这六米以上的深水博位 着实少了一些 只有寥寥几处 万一以后 东岸有大批船队入港的话 可能就有些麻烦了 不过说实话 黑水港在枯叶岛上的众多港口当中 这条件呢 已经算是比较优良的了 一是因为 它是一处河口港 便于船着躲避这达达海峡内的大浪 二是因为这河岸边遍布着密密麻麻的高大冷山 白化 白杨树林 便于避风 三则是因为 这附近有着日本暖流支流流过 每年这风冻期短 因此综合起来 黑水港在这一片 确实是难得的优良港口 当然了 这个港口再怎么优良 它依然是一个洞港 每年仍然有三四个月时间 港口会冰封 虽然这冰层不是很厚 但是 却也不是这东岸共和国 目前拥有的那些木头船可以破开的 因此 还必须在附近的海域 为东岸的船队寻找一个 可以过冬的暖水港口 由于这冬季时周边地区盛行猛烈的西风 因此 这个港口还有一定的防风能力 李毅想来想去 附近只有这南边的下一地区 西侧海内的利高岛比较不错 这该岛面积不大 但是 中央有这座火山 因此呢 海拔较高 虚弱了海面上刮来的风力 给船只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避风场所 而且岛上降水丰富 植被也比较茂盛 又身处于日本暖流的影响之下 因此整个岛屿中年不动 是一个很理想的船队过冬暖水基地啊 李毅打算回城的时候呢 就先去那边实地考察一下 利高岛上 目前估计只有零零星星的 阿伊努渔民居住在那里 这在东岸人看来就是无主之地 如果那边真的适合的话 那么东岸船队的过冬场所就有了 此次大伯之行招募到的七十多名原住民 在水手的协助下 依次下到了岸上 他们身上一色的羊皮帽 田野灰泥的大衣 和熟牛皮翻毛皮靴 让岸上正在监督朝鲜人干活的 数十名好哲人 看得极为眼红 在用当地图语打听了一番原委以后 当场就有四十多名好哲猎人 表示愿意加入东岸人的部队 随着他们出海 这些人凭日理卧兵吃血 生活并不容易 但是却练就了一身豪本领 和钢铁一般的意志 此刻听说能够轻松地赚大钱 他们一个个自然是千肯万肯 只要东岸人给他们的亲人 支付一笔对东岸人来说 微不足道的安家费 他们就愿意跟着东岸人出海 去闯荡未知人生 李毅自然对此是欣赏应允 在将他们整编了一番以后 他赫然发现 手下新招募的部队 已经超过了一百二十人 至少能发挥一点作用了 在略作思考了以后 李毅将这支部队 命名为挺身队第二重队 并且承门上报军部 和执委会批准 澳洲的孤山港 金山港 孤悬海外 防御薄弱 却又是东岸人东方航线上 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因此少不得将这些挺身队员 调派过去助手 而在李毅的计划内 目前黑水港内的 这一千两百余朝鲜人当中的 相当一部分 也将被运去澳洲的这两个地方 定居 拓荒 为将来的东岸船队 提供足够的补给物资 省得什么东西都得从本土 或者是新华夏地区 万里迢迢地转运 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 才刚刚完工了码头 站桥一座 仓库两座 居住木屋三十间 食堂一间 澡堂一间 柴房两间 接下来起码和修建 两个瞭望塔 居住木屋八十到一百间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还要修建一圈木栅了煤墙 总之任务很繁重啊 李一手插裤兜 在鬼话当中的城区范围里徘徊着 地面上到处是一些 突出地面的树根 树墩之类的东西 银雷就在一个多月前 这里要么是布满了参天大树的森林 要么就是泥泞的沼泽 如今在这些被掳来的朝鲜人的努力下 却成了东岸人在远东的第一个据点的城区 这里粮食怎么解决啊 安楚突然问道 总不能全靠抢吧 不知道这里土地适不适合种地啊 种地 李一抬头看完看四周 近处是一片片巨大的森林 远处则是连绵的山脉 山外上同样覆盖着茂密的森林 就这条件怎么种地啊 好吧 也许稍微开垦一点 荒地出来也不难 这里虽然气候寒冷 但是土壤还算肥窝 一年种一茬庄稼的话 这首城应该不会差就是了 不过 暂时我们恐怕没这个人力 与其这样 其实我看还不如出海捕鱼 要知道 这附近的北海道鱼场 可是世界三大著名渔场之一啊 不去那里捞一把鱼 可真是对不起自己了 正好 我们现在有了一艘现成的渔船 就是那种从朝鲜人那里抢过来的 我看船体也挺新 状况也还不错 拿来捕鱼正好 也只能这样了 安楚点头说道 捕大的鱼可以先用盐码起来 这里气候寒冷 应该能保存很长时间 啊对了 车里的大马哈鱼很有名 早上莫大勇他们在河里补了不少呢 眼看就要吃中午饭了 走 咱们一起去尝尝先 还有啊 那些收来的山货 一起炖上 估计很好吃的 此时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 已经有一批轮班的朝鲜人 蹲坐在公共食堂的外面吃饭 他们的午餐是从新华夏地区装船 一直运到这边的烤红薯 甘甜的红薯 在这些常年饱一顿鸡一顿的朝鲜人看来 完全就是美味真羞 他们一边就着鱼汤 一边吃着红薯 虽然干了一上午的活 但脸上啊 却全都是满足的神情 在朝鲜的时候 他们一样每日辛苦劳作 到头来呢 却仍旧是无法换个肚宝 如今被这些给凶神恶煞一般的海盗 掳掠到这个不知名的地方 每日的工作量 未必比以前增加多少 但是却能吃上饱饭 而且还是一天三顿 老天哪 一天三顿那是啥概念 只有贵人才能有的待遇啊 这些朝鲜人的身体状况 比当初那些名人要好很多 李懿突然叹了一口气 哎 果然宁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啊 这才养了一个月 很多人基本上就达到了出海的标准了 莫大勇很狗腿地给两位长官 端来了午餐 萝卜炖牛肉 炸猪排 清蒸大马哈鱼 以及一些山货野味 看起来相当的丰富啊 他一边给李懿安出两个人 摆放餐具 一边笑着说道 这些人确实不错 刚来的时候就能干体力活 看来出来之前 这平日里生活条件还尚可 长官 您尽可以多带一些人走 反正入洞以后 这里也干不了什么活了 多留一些人在这里 浪费粮食养殖不划算的 嗯 李懿一边嚼着这端上来的美味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再走五百人 跟你卷成点压力 然后你再留五十吨粮食 加上上下抢来的小三十万斤粮食 还没有动 都留给你 加起来差不多有两百吨了 你再抽空啊 补点鱼 养活你们不到一圈人 一年时间应该不成问题了 当然了 你们如果有时间理出一些地来 再抢中一茬红薯土豆啥的 虽然第一年收成肯定惨不忍睹 但是总比没有的好 那样一来这粮食就更加的宽裕了 是长官 莫大勇连忙应施 下午我就阻止人手 开砍出一片地来 种一茬土豆 应该能赶在下雪前收获 李懿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七月三日 破浪号与展播号已经整修完毕 船矿已经达到了近日来的最佳 今天就是出发的日子了 五百名被挑选出的朝鲜男女 不安地被押上了船 他们的目的地 是东岸人在澳洲的两个据点 他们走了野后 剩余的七百余名朝鲜人 将继续留在黑水港进行建设 监督他们的是两百六十多名八七武士 以及李懿特地留在这里的五十名船员 黑水港的一些事物 接下来将由强森上士来主持 莫大勇担任他的副手 李懿尽量将两艘船舱里用不着的东西 留在了本地 比如这大量的武器弹药 比如一些生活的消费品 比如五十吨粮食 前一次从塔城出发 一直到今天 两艘船装载的六百吨精煤 才消耗了不到三百一十吨 在估算了一下反乘所需的燃料以后 李懿大胆地在这里留下了 大约是八十吨的燃煤 以作为储位 一切都搞定了以后 两艘探险船升起了风帆 满载着五百名朝鲜男女 和一百二十名招募来的挺身队 第二队官兵 离开了黑水港 朝着南方驶去 1642年7月5日 东岸共和国的两艘探险船 在东南风的吹拂下 逆风抵达了下一地区的利高岛 李懿带领展布号探险船 在岛屿北侧转游了好半天 最后才选择了后世日本的渊泊港 作为东岸船队的过冬场所 这个岛身处在日本暖流当中 西北侧的李文岛 是天然的防风防波堤 而渊泊港所在地的西侧 是一个延伸至海内 数百米的小型半岛 又将从西北方向 涌来的海浪挡在了外面 确实是一处良好的天然披风港 加之中年不动 岛上降水丰富 还可以开狠出部分的耕作农地 作为黑水港的前哨港 和过冬基地 再适合不过了 岛上的少数阿依奴人 精具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这帮子 突然出现了外来者 前来此地做什么 李懿等人没有太多地关注他们 只是用船上剩余的少许布匹 与他们交换了一些海产品 算是提前联络了一下感情 7月6日 东岸探险船队离开了立高岛 一路南下 穿越对马海峡 走台湾以东洋面 直奔澳洲大陆东南角的 金山港本地而去了 此番南下 在赤道以北洋面 两艘船一直是逆风航行 不过 当越过了赤道 进入了南太平洋以后 两艘船只 又可以顺着东澳大利亚暖流南下 相当的便捷 因此呢 两艘船此次只花了大约是 一个月出头的时间 就从立高岛抵达了墨尔本 与几个月前北上所花的时间差不多 中途除了在拉包尔港 补充了一下新鲜淡水和椰子以外 并未做出任何停留 金山港如今已经是隆冬季节了 海面上刮着凛冽的寒风 两艘探险船一前一后 小心翼翼地驶进了金山湾 谢天谢地啊 他们还活着 这是进入海湾以后 李毅脑海中所迸发的第一个念头 是的 他留在这里的九十多名八旗武士还活着 他们此刻啊 正在码头上围着一座木制战桥上 朝着两艘大船用力挥舞着手臂 随着蒸汽脚盘的快速动作 展波后放下了手尾双毛 稳稳停靠在了战桥边上 神皮绵大衣的李毅 第一个跃下了战桥 他遇到战桥边来 迎接他的每一个八戏武士 都轻轻地握了握手 并且用力地拍了一下他们的肩膀 以示鼓励 孤独住宿在这里的他们是不容易的 跟在他们身后下船的 是摆来个挺身队二中队的士兵 以及数百名朝鲜移民 经历了一个月的海上长途航行 这些人的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妙 很多人甚至被抬了下来 就连那些勇猛的浩哲人 厄伦春人也是一样 这些最多只成过独木州 在打打海峡内航行过的勇士们 曾经见识过大洋面上的惊涛骇浪 经历了他们永生难忘的噩梦般的一个月以后 此刻已经是一个个都成了软脚侠 当然了 这些人都是幸运的 因为在航行的途中 已经有近二十个伙伴 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他们被埋葬于大海的深处 与黑暗通眠 那六百个带过来的朝鲜人的死亡率还要更高 已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 本就没有那些枯叶倒人强壮 再加上他们所居的舱室条件也要更差 更拥挤 因此在航行途中 一共有将近一百五十人被扔进了大海 一个月的死亡率却高达了四分之一 可谓是触目惊心了 挺身队和朝鲜人加起来将近五百五十人 这么多人自然不可能全部放在金山港这边 很简单 因为粮食不够吃 当初路过这里的时候 礼仪命人给他们留下了十五吨左右的粮食 以及少量种子 农具 不过 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四月底 留在这里的九十名八七五师 既无时间也无人手 开垫出一片农田来进行播种 因此 这五十吨粮食 也就够他们再次半年的时间了 如果他们趁着冬天将田底平整好 一开春 就播种着生长期短的土豆和红薯的话 那么 也许他们的粮食 就能很好地维持到收获 但是 如果再加上一些新来的人以后 这脆弱的粮食平衡 就很快会被打破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208章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啊 李懿挠了挠头 船舱里倒是还有三十十吨粮食 不过 那是留在船上以防范仪的呀 而且 也得给接下来要去的孤山岗留一些粮食 因为啊 李懿那边没法决定 孤山岗那边 今年来民来得及收获一茬粮食 不过 在考虑再三以后 李懿还是命令水手们从船舱里 卸掉了十五吨红薯和五吨玉米下来 同时 也将食物舱里的一些即将变质的咸鱼 鹰肉 熏肉什么的 一股脑扔给了他们 省得浪费了 在计算了一下 秦山岗这片的粮食总粮以后 李懿觉得 他只能在此地留大约是一百五十名超线人 因为人数再多的话呀 粮食就不够吃了 他们困在这片荒凉的地方 既无法打猎 也无法捕鱼 只能是依靠存粮来过活 一百五十人很快被挑选了出来 这些人 全部都是当初在冀州岛上 俘获的朝鲜军士 还算身强力壮 留他们在此地挖煤种地也正合适 不过 说到挖煤呀 这都过去三个多月了 秦山岗这边倒也存下了一批煤 就堆放在码头边的草地上面 李懿粗粗地勾算了一下 感觉大约有八百多吨那样子 只可惜啊 大部分都是鹤煤 燃烧值较低 而且 这些煤炭大部分还没有经过席选 里面夹杂的不少粗大的煤干石 实际燃烧热值可能还要更低 不过 总算是聊胜于无 至少它也是煤炭呢 也能烧不是吗 新登陆的一百五十名超线军士 只来得及休息了一晚上 便被八七武士们连体带打地叫了起来 然后 赶到码头边上 开始和八七武士挺身队的士兵们 一起席选煤炭 给即将出航的东岸探险队两艘船只准备燃料 在他们忙活的时候 李毅也带着斩坡号和破浪号 在附近羊面上捕起了鱼 为金山港这边多储备一些食物 只可惜啊 也许这边没有什么优良的渔厂 又或者李毅等人运气不佳 在折腾了好几天以后 也不过是才捞到了十吨出头的鱼虾 如果去掉不能食用的部分 这些鱼虾可能还不足十吨呢 不过要是这样 这些鱼虾用盐码起来野货 也够他们食用一个多月了 能节约下来很多粮食 在洗衣裳的几天煤炭以后 这些人总算是粗粗整出了 大约三百六十多吨燃煤 这些燃煤 配上两艘船里上存的三十来吨煤 也差不多这两艘船能航行到新华宝了 1642年8月16日 东岸共和国探险队的船只 再次离开了金山港 在码头上九十多名八七五士 以及一百五十名朝鲜人目光的注视下 转向正西 朝着澳洲大陆西南角的孤山港驶去 孤山港位于大陆的西南角 此去除了最开始的一段 还能顺风航行以外 全程便是既不顺风 也不顺水的江南航程 可能在这里有人会说 为什么不走澳洲北海岸 那里既顺风又顺水 非常实意航行啊 不过 这不是为了躲避荷兰人吗 不然你以为会选这条 既不顺风也不顺水的狗屁航线 就这样子 在海上荒游了足足二十来天 一直到九月八日 两艘船在江南的驶进了孤山港 所在的港湾内 与金山港一样 当初路过的时候啊 探险船队在这边留下了 大约是七十多名八七武士 驻守在这里 时间已经过去五个多月了 这些八七武士 仍然稳稳地守在 当初为他们修建的城寨内 果然啊 这澳洲土著人的战斗力 就是砸呀 石器石大的原始人 还能称之为人类吗 恐怕他们与动物唯一的区别 就是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孤山港这边的情况啊 要乐观一些 至少他们在城寨周围 开垦了一些皇帝出来 并且种植了一些周期短的土豆 并且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啊 收获了一茬 虽说因为是皇帝 亩产只有六百多斤 但是也收获了将近七十顿粮食 几乎是怼满了城寨里 几个木制粮库了 这种情况让李懿很是松了一口气啊 因为啊 这意味着他不用再因为粮食不足 而带着一帮子人长途跋涉 返回新华堡了 因此呢 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剩余的大约三百名朝鲜男女 以及挺身队二中队的百余名官兵 全都留住此地 他们将在此地一边开荒重地 一边建设港口以及城区 因为接下来啊 也许国内很快就会启动 大规模的东方移民计划了 孤山港作为重要的中转节点 无论如何也得建设好 在执委会的远景计划当中 在今后几年间啊 可是会将调动十艘以上的运输船 来开展规模庞大的东方移民行动 孤山港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 无论是去城还是返程的船队 都会在此停靠补给 修理船只 甚至于啊将来与荷兰人交恶了以后 东岸的舰队还能从这里北上 直抵巴达维亚和香料群岛 一定会给荷兰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彷徨了几天 替孤山港的居民们捞了几天余下以后 1642年9月14日 两艘船依次离开了孤山港码头 转向正西 然后顺着西澳大利亚 寒流北上 再顺着南赤道暖流和东南信封 朝着新华夏殖民地驶去 1642年10月7日 历尽缝波的华夏东南共和国探选队 顺着东非海岸南下 在科目楼附近海域转向东行 最终停泊在了风平浪静的新华夏湾内 探险船队的归来 并没有在新华夏宝内引起什么大的动静 这全都是因为 他们这次探索东方航线的行为 本就是一次秘密的行动 中下层官员百姓 根本不清楚他们去干嘛了 很多人甚至以为 他们是去奥斯曼帝国做生意了 当然了 新华夏殖民地的主要军政官员 可是没有忘记他们的伟大事迹 他们当然清楚 李一等人是去干嘛去了 他们也当然清楚 如今这两艘船安全回来 意味着什么 两艘船上的水手刚一下船 就被领到澡堂内 舒舒服服的起了一个热水澡 然后 史清洁的秘书罗德里格 带着他们直奔着公共食堂 在那里 一桌丰盛的饭菜正等着他们 而在与公共食堂仅一墙之隔的招待所内 李一 安储 以及新华夏地区的几名主要军政官员 正围坐在一张八仙桌上 几名史清洁的私人厨师 正流水溅的将做好的食物端上桌来 牛排 龙虾 金枪鱼 等本地特产自不用提了 史清洁甚至还整了一头烤乳猪过来 犒劳犒劳大伙 可谓是下足了血本啊 不过这桌上最吸引人的呀 还是一盘盘炒菜 在海上漂泊了半年的人呢 最见不得新鲜的绿色蔬菜了 他们几乎是跟这些绿色蔬菜有仇意呀 拼命地往嘴里塞呀 一盘韭菜炒鸡蛋和一盘香菇青菜 几乎才刚上桌 没几分钟就被吃了个精光 让史清洁等人生目瞪口呆 这水手还真不是人干的活呀 愣了半天的史清洁 唏嘘地说道 狂风巨浪 海盗袭击 有今天没明天的 哎 怪不得国内各行业 就是水手待遇最高 福利最好 实在是付出的也很多呀 你终于说了句公道话 李懿一边大口嚼着芹菜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老乡你们呀 整天待在办公室里 游哉游哉的 没事去钓钓鱼 晚上再到招待所 找个女服务员按摩按摩 哪像我呀 一出海就是半年 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小老婆 有没有跟人跑了 我呸 你说的那是本土吧 咱们新华夏地区可都是简朴持家 不兴那奢眠的玩意儿 石心杰笑骂 他脾气啊 比较怪 可为人却相当的正直 在数百穿越众当中 一直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 简直如同传说当中的清教徒一般 要不是他性格上有些软弱呀 做事喜欢瞻前顾后 绝对是穿越众里 前途无量的角色 但好在他也很懂得放权 极关键的时候啊 有魄力让擅长做事的底下人 放手去大干 而这呢 也是上级始终让他待在 马达加斯加 开拓队长这个 关键位置上的原因所在了 最近我们这里也不太平啊 石心杰免了一口 香山宝所产的 香山甘红葡萄酒 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 今年马岛东南边的多繁堡地区 派来一支法国人的远征队 他们在当地登陆以后 立刻就休息了宝寨 然后就开始了殖民统治 这件事情 我还是听从那边流亡过来的 一些阿拉伯人后裔说起来 才知道的 法国人这次来势汹汹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末的 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啊 这多繁堡啊 李一等人还是知道的 后世名叫陶拉纳鲁 是马国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 只不过多繁堡这个名字 此时还未出现 因为啊 法国人还没有来得及 在当地修建好著名的 多繁堡城堡 还要到1643年才会出现呢 不过 穿越中内部早就用起这个称呼了 法国佬 在加拿大殖民地 没有落到太多的好处 便快水到非洲来碰碰运气了啊 李一抓起了一只大龙虾啃了起来 龙虾是新华夏地区的特产 硕大的身躯 鲜美的味道 几乎成了新华夏地区 招待客人的标准菜了 当然了 有可能是往东方拓展的意图在内 比如香料群岛 印度啊 中国啊 什么的 李一继续说道 法国人也想挣钱啊 若是他们将海军舰队驻扎在这里 相信很容易就能切断荷兰人的海上墨一线了 安楚少尉位傻傻地问道 他手里拿着一根猪蹄 正吃得满嘴流油 笨啊 李一将油腻捏的右手拍在了安楚的头上 骂道 荷兰人敢扔法国老吗 惹及了法国人 人家直接从陆地上端了荷兰人的脑巢 你别忘了 法国可是欧洲强权 而且现如今正是起走上升级的时候 惹不得呀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后起 才开始插手欧陆战局 明显打的就是渔翁得利的主义 而实质上呢 法国也是三十年战争当中 少数收获了战争红利的国家之一 李一模模糊糊地记得 法国似乎是侵占了神圣罗马帝国的 阿尔萨斯伊洛林 斯特拉斯堡等东部地区 同时呢 在东北部 以及东南部地区的领土 也有所扩展 着实是赚了一票啊 这个之后 法国有著名的红衣主教 黎塞留当政 人口也达到了两千万的惊人规模 举起之势非常的明显 因此呢 向外扩张与殖民 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妈的 荷兰就敢惹我们 谁让我们是小国来着 安楚一听有些郁闷了 穿越这么多年了 白手起家 创下如此大的家业 有的时候想想啊 还真是挺自豪 不过 与那些欧洲老牌强国一比 这国力就弱包了呀 和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现阶段甚至连挑战的资格都没有 荷兰人在图莱尔附近 也正式设立了据点 石心杰的心情有些不佳 只见他猛地将玻璃杯当中的红酒吞下 然后说道 唉 这帮荷兰人渣 四处砍发树木 捕捉奴隶 进行掠夺性的开发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石心杰可是一直将马大家斯加岛 看作是自己的自留地啊 虽说以东岸共和国如今的鼓励 就算再过二十年 都不一定能开发马岛多少面积 但是 看着别的国家 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晃来晃去 这心里不爽是肯定的呀 马达这块香伯伯呀 看来有很多人都盯上了 李毅终于吃满他那个龙虾了 不过呀 他很快又令人崩溃的拿起来第二只 一边吃 一边口沫横飞的说道 法国佬早先不谈 他们目前 跟我们没有根本性的律义冲突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还有合作的可能 但是 和兰人在图莱尔附近的据点 可就值得警惕了呀 我记得在历史上 他们是没有在这里正式建立据点的 但是 现在就有了 我个人感觉啊 可能还是我们在南非和军华下的军事存在 让他们感到了细许不安 因此呢 他们在这两地设立了殖民地 一边巩固自己的航线安全 一边就近监视我们的发展 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挤走我们 独霸这两地就更好 我们跟荷兰人的矛盾 虽然是根本性的 不合逆转的 但是 现阶段 应该还不至于恶化到那种程度 搞得像是到了开战的边缘 妈呀 需要降温呢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开战呢 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能拖一天就拖一份胜算 陆军连长廖猛 拿着餐巾擦了擦嘴 慢条思理地说道 按照后世的外交术语来说 我们需要和荷兰增进了解 求同存异 提高双方呼信 共同维护南大西洋 和南印度洋的海上秩序 廖猛这话呀 令周围几个人都感到有些意外 这个论条 不像是军国主义分子 说出来的话呀 嗯 看来这一次是军队里 难得的温和派呢 也是 要是这军队里 到处都充满着 满脑子麻烦的军国主义狂热者 那才是悲剧呢 你想维护南大西洋 和南印度洋的海上秩序 也得人家荷兰人 能睁眼瞧你一下呀 李易兹朝的说道 我们现在的局面 冲其量只是对荷兰人 造成一些麻烦 但是远没有致命 因为这里是双方间 巨大的国力差距所决定的 我们残弱的海军 注定无法和荷兰人 长期对抗 荷兰人唯一需要考虑的 恐怕就是摆平我们 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如果为了摆平我们 需要付出在巴西的失败 丢掉开普敦殖民地 到香料群岛的商船 被大量击沉的重大代价 我想荷兰人 会慎重考虑 针对我们的政策的 我对此很乐观 因为他们是商人 不是政客 商人是为了赚钱 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的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李毅的话不无道理 事实上 荷兰东亿的公司 从上到下 就是一帮子 维利仕途的商人 当年荷兰和葡萄牙 开战的时候 他们国内的商人 还在向葡萄牙人 出售武器呢 很多时候 资本家的利益 与国家利益 并不是一致的 这就给了东岸人 很大的回宣空间 如果此时把荷兰人 换成是法国人的话 那么恐怕 东岸人的处境就不妙了 那样还是早点 做好战争准备为妙 因为法国是一个 封建集权国家 万事由国王和大贵族们 说了算 他们一旦看你不爽 多半第二天呢 就会上门对你宣战 对了 荷兰人最近 有没有找我们 进行什么谈判呢 李懿突然想到这茬了 立刻很感兴趣地问道 怎么没有啊 四月份的时候 雷西菲的那个 什么狗屁伯爵 就派了几个代表 去过东方港一次了 那些人自称是 能够同时代表 荷兰东印度公司 和西印度公司 甚至还能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荷兰政府 好家伙 他们一上来 就先心事问罪 责备我们 胡乱地破坏自由贸易的原则 并对贸易商品 加征了高额的 惩罚性的关税 他们要求我们 立即取消这种歧视政策 并赔偿荷兰商人的损失 石清杰又给自己 倒了一杯香山甘红 朝着李懿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 李懿追问 后来自然是不了了之了 反正东岸人的那个 所谓的惩罚性关税 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开始生效的 此时已经是四月份 差不多已经过了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孤独迈克 演播六尔弥猴 第209章 既然荷兰人派人来谈此事 那么东岸人也正好就坡下驴 而且按照史清杰的说法 那帮荷兰人自己也很心虚 听说 那边的巴西人最近是来运转 连续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当中 都占到了上风 让荷兰人很是苦恼 没办法 谁让人家巴西人 大炮比你多 比你好呢 而且几乎全员都装备了 性能出色的碎发步枪 更别提他们还有质量上乘 轻便坚固的防弹板甲 荷兰的雇佣军 与他们周向了这么久 才败下来 就已经狠对得起那份工资了 因此这帮荷兰人 在嚷嚷了一番关税的事情以后 便话锋一转 开始要求东岸人 彻底断绝与巴西人的武器援助 否则啊 就将严重地伤害 荷兰息怒公司的感情 这荷兰息怒公司的感情 是什么东西 东岸人并不关心 他们只关心 能否得到自己想要的 再询问了东岸人的船队 是否能在新南岛马六甲附近 自由航行与停泊时 荷兰人想都没想 就一口回去了这个要求 他们对任何妄图燃指 香料贸易的外来者 都抱有天然的敌意 哪怕这个人保证了 不进行此类贸易 也无法令他们完全的放心 他们想要做的 就是完全独霸着香料群岛 亚齐 西兰 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 将他们的贸易基地 重重地保护起来 将所有的规规者的目光 都遮挡在外面 最终这谈判也是不欢而散 双方也没有约定 下一次谈判的日期 看起来是完全谈崩了呀 史新杰最后总结道 不过这事情也没那么严重 荷兰人也在我们手上的 把柄也不小 而我们在开辟了 东方航线以后 马六甲的作用 就大大的降低了 因此 其实我们是可以调整 在巴西的政策的 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挑个好的时机 以及看看 能否从荷兰人那里 榨出一点油水来 迫使他们在某些方面 做出一些让步 这种走钢丝 玩火的外交手段 很危险啊 李懿直接评价道 这需要对国际形势 有深刻的了解 以及对敌我力量 判断清晰的人来主导 我真怀疑这外交部那帮人 有没有这个本事 万一没聊拨好 让荷兰人急了 这头老虎可是要吃人的呀 到最后 还不是我们当兵的 去给他们擦屁股 算了 不扯这些没用的了 一步步地看吧 老实啊 你们这边也要小心了 力量足不足啊 万一荷兰人突然爆发 本土和这边的联系 多半会被切断的 你们能不能独立坚持住啊 别想当然啊 战争说不定一时半会儿 结束不了 你可要做好 长期被围困的准备啊 这边先修建的物资处运中心 差不多快完工了 物资储量也不小 史新杰想了想以后才说到 说白了呀 维持我们这个殖民地运转的基本生活物资 如布匹 粮食 食盐 纸张 酒类 建材等物 储备相当充足 供殖民地现有人员使用个几年不成问题啊 而且本地的煤炭木材 余月资源丰富 粮食产量也还可以 吃喝不愁 根本就不怕荷兰人封锁 就是火药数量少了一些 一旦开战 三座炮台的消耗估计是个无底洞 这个得尽快解决 综合来看呢 新华报不怕荷兰人封锁 本倒是塔城那边很危险 那边的建设才刚刚展开没多久 防御力量也很薄弱 如果荷兰人来的兵力够多的话 我估计很难防得住的 史青杰这话也不是单纯的瞎说 如今新华报这边确实是万事俱备 不但海港口有36个海防炮位 已经建设完毕 就连这陆防要塞也已经基本完工 不关如此 奴隶工们还准备着在北海甲的高地上 修建一座巨大的灯塔 该灯塔当中 使用了本土运过来的大型凹面聚光镜 即使在最暗淡无光的夜晚 也能够为过往船只提供清晰的指示 当然了 它更重要的工作是 为海防炮兵们的夜天观察 提供充足的光线 至于史新杰所说的火药问题 目前也只有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本土平安县局树巷的北方火药厂 刚刚随传过来一批技术人员 他们将在新华夏地区培养人才 开设一间新的火药厂 新华火药厂 该厂位于新华堡西北方 隔海相望的那座半岛上面 目前当地沿海地区的树木 已经被清理出了很大的一片 工人们已经在那里 修建了两座木质栈桥 大批的建筑物资 正通过渔船 督木舟送上海岸 这座火药厂规模宏大 估计占地将在一千亩以上 设有三个车间 养猪车间 修土车间和火药车间 养猪车间 将饲养猪这种 能够产生大量粪便的动物 收集下的粪便 将送到萧田那里 接受消化细菌的消化 只需消土 最后 这些消土将在火药厂车间里 经过最后一道加工工序 加工成火药 整个生产流程 移入这橘树乡的北方火药厂 无论是生产技术 还是加工流程 都是一模一样 从本土来的技术员 乐观地估计了 以新华夏这边 如此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这消土的产量 会高上很多 弄到最后 说不定还要靠新华夏这边 向本土大量出口消土呢 唯一令人感到担忧的 可能就是硫磺 需要从本土运入 或者说 他们也可以就近 向荷兰人购买 不过 考虑到战争期间 这贸易线可能被切断 还得预先大量储备一批 以免急需火药的时候 却没有足够的硫磺使用 这个火药厂之所以 建在西北方那座半岛上面 主要还是为了减少 消化细菌 对附近涂软的污染 加之这气味也比较重 因此 还是离主城区远一点 比较靠谱 为了修建这个火药厂 史新杰甚至都暂停了 新华宝内的住宅房屋建设 以及城外的贸易广场的建设 总之一切为火药这种战略物资让路 毕竟和可能爆发的战争比起来 商业又能算得到什么呢 新华宝这边如今是越搞越红火了 自由民人口也达到了两千多 各类工厂一应俱全 比河中宝的工业技术强 李懿吃完了今天的第二只龙虾 拿餐巾擦擦手 笑着说道 这样也好啊 以后我们往远东运物资 很多东西都可以就近 从你们这里直接发货 比从本土运输要方便很多了 李懿等人没打算在新华宝九住 毕竟他们身负重任啊 还得迅速赶回本土 将海军部和支委会述职 以尽快决定这下一步的行动 不过 考虑到兄弟们在海上漂泊了大半年 如今可以说是身心俱疲 因此他们还是决定在新华宝多留上两天 顺便保养一下船只 1642年10月10日 保养船只完毕的探险队 离开了盘缓了三天之久的新华港 与他们同行的 还有一艘新华夏兆船厂制造的 650吨级敌行运输船 这艘船满载了建筑物资 往塔城那边输送 这种敌行船载货量大 需要的水手数量少 虽然这航速较慢 但是却非常适合东岸共和国如今的国情 因此仍在国内大量建造 这艘船是新成立没多久的 新华夏造船厂 生产出的第一艘大船 渔船不算 使用的木料 全都是本地产的红毯 归属于同样新成立的东非运输公司 该公司隶属于交通部 但同时也接受着马达加斯加开拓队的领导 主要是负责新华夏殖民地 与南非河中堡 新华港 塔城港 以及新华港 苏伊士港之间的运输任务 当然了 该公司目前还只有光溜溜的一艘船 无论是这运输端位 还是水手的数量 都亟待扩充 这艘船目前已经在塔城港 与新华港之间跑了几个来回 质量看起来还算比较可靠 受到这艘船成功建造了古武 目前新华夏造船厂 一边开始招募新的学徒 一边开始了第二艘船的建造 以其尽快地 给东非运输公司船队 形成一定的规模 三艘船在塔城港分手 展波号和破浪号船上 都拉了一堆墨彩 在匆匆地加了一些燃料 和新鲜淡水之后 他们又趁着这墨桑比赫 暖流南下了 朝着南非河中港驶去 10月30日 东岸探险队 顺利地停靠在了 正值中春的南非河中港内 在和当地的主要军政官员 略微叙旧了以后 两艘船再一次拔毛起航 最终 于11月20日停泊在东方港 军用码头之内 圆满地完成了 此次南印度洋航线的 探险任务 由李毅率领的船队 于1642年2月1日 从河沟堡出发 返回本土的时候 已经是11月20日 整个行动历时9个月 零20天 他们不但成功地论证了 这条航线的可行性 而且还在澳洲大陆的西南角 东南角各设立一个中继点 最后还成功地在远东地区 设立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据点 在仔细地阅读了他们提交的航海日志 探险日记 工作报告等一系列文件资料以后 无论是海军部的参谋 还是执委会的官僚们都大为感叹 这帮家伙的经历啊 简直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了 要不是这该项计划需要低调进行 以多少照顾一些本地老国民 尤其是那些利涡尼亚人和法兰西人的情绪 执委会都准备着给李毅这帮人 开个庆功大会了 不过 庆功大会虽然没有开 但是真理报内餐上 却是大叔特殊 整整占据了两个版面 使得几乎所有穿越众 都知晓了李毅等人行动的过程 至此 李毅的名声在穿越众内部都然上升 直追目前海军内排名前三的陆王郭三人 而在执委会内部 正在讨论接下来 这一整套行动方案的细节的时候 李毅却已经是回到了自己 位于南方罗下湖盆的私人庄园内 与家人悠然地斗取了属于自己的假期 李哥 这次你们可是大大的出了风头了 兄弟我很是羡慕啊 擦 堪称是一次史诗级别的行情啊 新晋海军中尉桑凯 坐在一张紫檀墨椅子上 转头朝着李毅笑着说道 他也在罗下湖盘 构建了一套自己的庄园式别墅 平时跟李毅家子也都有来往 关系处得不错 因此呢 这次度假 两家便凑到了一起 李毅的妻子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商人家庭 这还是帕斯奎尔家族的朱利安介绍的呢 据说呀 和帕斯奎尔家族还多少有那么一点渊源 他们这些年来一共生了四个儿女 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才三岁多一些 这两天啊 那个小子貌似是得了感冒 因此呢 便留在家里休养 李毅甚至还专门请了一个明朝过来的狼种 在家里护理自己的小儿子 这倒不是李毅小题大做了呀 实在是这东岸共和国 目前的医疗水平实在太低 得了病啊 基本只能是癌着 因为没有药物 也不知道如何制造药物 那么春月中里少数的几位医生 便成了巧妇难为五米之垂了呀 因此 从明朝过来的一些医生 便成了香伯伯了 他们不但被给予了极高的待遇 卫生部甚至还组织他们编写教材 在国内大力推广中医教学 当然了 西医也不能偏废 自从这化学工业起步 浓硫酸能够量产了以后 春月中又试制了大量的盐酸 并逐步开始了有机化学的深入研究 尤其是制药工业的研究 更是重中之重 不过就目前而言 化学制药显然是没有丝毫的进展 坐落于平安县吉树乡的北方制药厂 目前只拿出了硫酸钠 硫化亚铁 这种无机药物出来混弄人 令卫生部的一干官僚们大为失望 李懿的长子李泽民今年已经九岁了 去年刚刚被送进了兵团堡 四十一届进行学习 今天还是向教官请假才可以赶回来的 小小年纪的他 穿着一身墨绿色的军装 头戴大杆帽 脚冬小皮靴 这腰间紧紧竖着武装袋 看起来竟也有几分不凡 不过 李懿的妻子对此是气不大一处来 他坚持认为他的儿子是贵族 不应该和那些农民的儿子 一起在一个操场上 一个水坑里莫爬滚打 他应该学习礼仪 社交 以及诗歌文学之类的知识 而不应该像一个粗鲁的军汉一样 整天弄得脏兮兮的 身上还老是弄出一些小伤口来 让自己每次见到来 都是一股球心般的疼痛 我自己就是农民家庭出身 贵族不学习 不努力 哪连农民都不如 孩子从小吃点苦 长大以后会明白 这对自己是一笔财富 李懿对此呢 倒是嗤嗤以鼻 他虽然外表温和 但骨子里呢 却还是个军国主义分子 对那些整日里玩弄嘴炮 自诩优越的人 非常的看不惯 因此啊 他将自己一个九岁 一个八岁两个儿子 都送进了冰传堡 让他们从小就学会踏实做人 不要沉迷于财富 与权势当中 从而迷失自己的本心 亲爱的 泽民是长子 他应该学习如何经营家族产业 李懿的妻子 撒满沙 忧心地说道 我们在罗洽的农庄 香山堡的葡萄种植园和酒庄 河南乡的家具厂 新华夏的剑麻种植园 以及在佛罗伦萨的一间商店 都需要专业的知识才能打理 你把我们的两个儿子 都送进了冰团堡 而拒绝他们学习上流社会 需要的知识与礼仪 这是很不恰当的 我听说呀 白斯文的儿子 都能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诗歌了 待人接物也很得体 那些小姐们 都很喜欢跟他待在一起 你个女人家不懂 李懿有些不耐烦的回了挥手 说道 你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还不懂这个社会的本质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你看王启年 陆明 王铁锤 还有陆军的朱亮 西汉三等人 他们哪一个不是把自家孩子 送进冰团堡的 你要是实在担心的话 可以用心教会泽海 她才三岁半 以后这家族的产业 就交给她来打理吧 沙满沙叹了一口气 直到自己说服不了丈夫 还好啊 丈夫没有将自己最小的儿子 也送进人称是 兵团监狱的 执委会进内学兵团 自己有充足的时间 来把他教育成一个优雅的绅士 其实啊 礼仪这种行为 在如今的穿越众当中 并不少见 尤其是那些军人家庭当中 几乎所有人 都把自己一个或者两个孩子 送进了兵团堡 这么一来啊 几代人以后 以这部分 世代从军的穿越众后裔 及其本时空追随者后裔 以为核心的军士贵族集团 就将成行了 而这个集团呢 必将深刻的影响 花夏东岸共和国的 政治走向与外交政策 凯桑的妻子冬塔纳 过来挽住了萨曼莎的手臂 两个同样出身意大利的女人 带着孩子们到湖边草地上 准备食物去了 让两个男人留在那边 自由聊着天 小嫂啊 你小子动作够快的啊 李懿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拿手指点了点三凯 说道 这现代厂刚出了一个 螺旋桨推进器的船 就被你盯上了 大前天我在海军部内 看到对你的任命书了 我还奇怪呢 你不是在陆明的船上 当副官呢 怎么调到一艘 什么岛海号上 去当船长去了 仔细一看啊 豁了个去 怪不得呢 原来这岛海号 也是一艘多功能探险船啊 只不过 他们这螺旋桨 轴的水下密封 是怎么解决的啊 可靠不可靠 船会不会漏水啊 事实上 海军早就想装备 这螺旋桨 推进去的船只了 只不过 之前这现代特种船舶厂 一直无法解决 伪州管 水下密封 以及漏油问题 所以就迟迟的 没有生产这种船舶 而是连续生产了两艘 明轮实验船 来验证其性能 不过 海军及现代厂 一直没有放弃 对螺旋桨 推进其的研究 因为啊 其可靠性 比轮名船 强太多了 这一次 现代厂的一干工程师们 在集体讨论 反复实验以后 终于是研制出了 螺旋桨 伪州管 水下密封件 该密封件 分为密封墙 轴套和蒋轴 三部分 轴套采用的是 青铜材质 蒋轴则是 普通的碳钢 而螺旋桨呢 则是铸铁制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210章 最初 大家想到的轴套材料 是产于中美洲的 铁梨木 不过 考虑到需要 千里迢迢的 向西班牙人 来购买这种 珍贵的树木 大家便决定 试试导热性能 良好的青铜轴套 实在不行的话 再换回这 铁梨木轴套 该轴套 导热性能良好 且非常耐磨 能够完美地 承担起 轴套的功能 为了减少 蒋州与轴套间的摩擦 大家还在 在蒋州的表面 烧集了一层 石墨青铜 铜里加入了 8%的石墨 6%的锡 10%的钳 以减少两者间的摩擦 以减少两者间的摩擦系数 同时 也能起到良好的 密封作用 轴套与蒋州之间 采用油来润滑 为了防止润滑油 泄露问题 现代厂的工程师们 群测群力 自蒋州外侧表面 加工了一些挡油的螺纹 因为 当油附着在光滑的蒋州上时 很容易因为蒋州转动而被甩出去了 而蒋州转动得越快 油的泄露速度就越快 不过当蒋州外侧表面有了螺纹以后 当蒋州转动的时候 想要外泄的润滑油 便会被蒋门给挡住 从而留在密封墙内 当然了 大家还设计了双保险 即在密封腔的前端 还加装了几个弹簧密封账圈 既阻止了润滑油的外泄 也挡住了海水的进入 可谓是一举两得 不过 也有人提出可以不用润滑油 而是在轴套与蒋州之间 加入许多石墨环 既起到了润滑的作用 也起到了良好的密封作用 因为石墨的特性 其本身便是一种极具润滑作用的物质 而且 其还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密封材料 高温高压高速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适用 在这种设计当中 其实石墨环 是起到了一种 滑动轴承兼密封材料的作用 现代的一些航空发动机 便是采用此种润滑方式 现代厂的厂长魏华 在综合听取了各方的意境以后 一拍大腿 决定了 干脆直接开造两艘船 采用不同的设计螺旋桨 水下密封件 一件使用铁泥木轴套 加烧集了一层石墨青铜的钢制桨轴 使用润滑油来润滑 另一种则是 使用青铜轴套 加大量石墨环 无润滑油 这两种都试一试就知道 哪个更好用 而交通部 也很快就批复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因此呢 现代厂一起开工建造了 岛海号和福波号 两艘螺旋桨推进的蒸汽积帆船 并于本月初顺利完工了 岛海号和福波号两艘船的船型 与之前的两艘明轮船 大体是一样的 不过尺寸稍微放大了一些 达到了满载1150吨的水平 这两艘船采用的 仍然是大力水手一改型 船用蒸汽机 输出功率为48.3马力 在不使用风帆的情况下 其航速达到了5.5到6节左右 性能还算是令人满意 听说这第二机械厂 在原有大力水手一改型 蒸汽机的基础上 改进气缸立风设计 并且使用了更高精度的 膛床加工气缸内壁 使得最新型的大力水手 二基础型船用蒸汽机的 输出功率 一下子提升了30%左右 达到了62.8马力 不过这种蒸汽机 目前还在进行 最后的紧张调试 这两艘船建造的时候 却没有赶上 因此还是继续使用 以前生产的 48.3马力的老蒸汽机 目前新一轮的东进行动 主要是海军部在推动 桑凯从旁边的茶几上 端起了一个瓷杯 喝了一口茶以后 继续向李卖弄他打探来的 小道消息 王委员想加强海军的影响力 那么向东直航大明沿海 自然是最好的捷径 一旦委员会真的下定了决心 组织大规模船队 直航大明沿海 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国内几家造船厂 必将开始大造特造 包括运输船 战舰 蒸汽船 在内的各种船只 那么海军的影响力 自然而然地就增强了 这事情好是好啊 但是就没有人使坏吗 陆军的那个黑探头 就那么好说话吗 李懿伸手 接过他女儿择心 递来的一个橘子 并狠狠在他脸上 亲了一口以后 才说道 陆军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他们整天想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扩大陆军的影响力 第二件事情则是 如何虚弱海军的影响力 这帮子家伙啊 鼓吹多引进欧洲人 以减少政府在移民方面的 巨额财政支出 哼哼 不过很可惜啊 这么多年来 他们自己人内部 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真是可笑啊 彭志诚当然不同意了 三凯笑眯眯地 接过了李泽新递过来的一只橘子 然后嘴角一撇到 这个家伙在国内啊 鼓吹扩中陆军 大量引进欧洲以及印第安人 并积极准备 袭进内陆地区的战略 一开始呢 还真让他拉到了不少支持者 不过后来啊 交通部的萧委员 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以后 东进的呼声 才开始渐渐地占据了上方了 毕竟造船 对他们交通部也有好处啊 他没有理由不支持的 到了最后啊 彭志诚自己手下的一些 黄汉派分子也闹了起来 尚书请愿 要求东进 执委会这才下定了基调了 哈哈 黑探头这次可是丢人丢大发来啊 王部长好手段 不但拉到了交通部这些外员 甚至还策反了一些陆军部的军官 王部长怎么可能有那么强的能量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东进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而已 那些黄汉派的陆军军官 也是为了自己理想 也是为了自己理想 或者说是利益 才支持我们的 这并不是说 他们跟我们的海军 就是一条心了呀 李毅不以为然地说道 大家和民国人毕竟都有相互勤奋嘛 很多人还是多愿意引进些名人的 至少在我们这代人还在台上的时候 这个政策不会有多大的转变 嗯 说的也是 桑海点了点头 然后又说道 这次东进行动的细节 虽然还在讨论当中 但是可以确定 这规模不会小 南海运输公司前些日子 刚下水两艘敌行运输船 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总共十艘这样的船舶了吧 而且最近两家船厂 七个船台上 除了一个在建造的一艘护卫炮舰以外 其余的六个都在开工舰造敌行运输船 这种船使用新华夏地区的木料制成 只需要极少数的水手就能开动 再货量又大 交通部从上到下都很喜欢 木料都是现成的 不需要进口 我们只需要支付一些工资 和设备的维护保养备用而已 基本上没什么成本 唯一需要担心的 可能就是水手的数量 这个才是制约我们运输船 和军舰数量最大的原因 十艘运输船 自然不会都调拨到东京计划里面 本土越来越蓬勃发展的经济 需要海量的运输吨位 因此能够起出两艘运输船 参与这个计划当中 已经是他们丁老总良心发现了 两艘运输船加上四艘积帆船 这已经是六艘船的规模了 说不定海军部还会增派一道两艘军舰 来参加护航 那样的话 这规模就更加庞大了 不过这么多的风帆船 怎么航行到远东地区 还真是一件令人头脑的事 他们最好选择南半球的冬季的时候 在想办法跨过赤道 因为那个时候 还有一些东南风可以利用 而在赤道无风区的那段航程 还得仔细地斟酌一下 即如何利用洋流 以最快的速度跨越那里 这都需要海军部的参谋们 仔细地考虑 不然的话 这些个运输船 也就只能航行到孤山港而已 给那边运送上一些物资 至于往黑水港那边的运输嘛 估计就只能由击帆船来完成了 因为它们可以无视洋流与风向 不管怎么样吧 至少到孤山港这段是畅通无阻的 李易总接着说道 其实啊 我也不指望这些运输船 能将这些物资都运到黑水港 这也不现实 因为不但去的时候不容易 这回来的时候啊 也很麻烦 得穿过马六甲海峡 所以 只要他们能顺利地 把各种货物都运到孤山港 在孤山港设立一个大型的货物储存中心 我就心满意足了 剩下的就要靠职委会大造蒸汽船了 只要蒸汽船队形成一定的规模 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 桑海也点了点头 然后 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竞争黑水开拓队队长的职位啊 我听说要设立一个澳洲开拓队 还是黑水开拓队的职位 目前竞争者众多啊 你要是争一下的话 估计胜算不会小 这帮人真是瞎搞啊 李一有些不高兴了 怎么到处乱舌开拓队啊 难道他们想开发澳洲 搞什么呀 澳洲目前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吗 没有啊 依我看来 不管是孤山港 金山港 还是黑水港 都没有必要花费大力去开发 他们只要做好了过路据点的本分就好了 其他的一切还是以本土为重 如果要真的设这么一个职位 那么那位上任的家伙 为了自己考虑肯定要大干一番 这样必然会牵扯我们的精力 分保我们的力量 算了 这个鸟职位啊 我可没有兴趣争取 桑凯释放地叹了一口气 但是仍有些不死心地说道 你不争的话啊 估计会落到陆军的人手里 最近为了东进行动 陆军部貌似已经开始动员组绢陆军第102连了 而且将来很可能还会适当地配备一个炮兵连 这开拓队队长的宝座 独版会落到这两个连主官的头上 没得跑啊 一个步兵连 一个炮兵连 再配上几个中队的八七五师 然后再在当地招募上一些人手 估计这兵力能上两千 有了这两千人 以大明和朝鲜如今那虚弱的国力 我们打一个快进快出 掳掠一些人口 应该不会太费事的呀 这可能是白捡的功劳啊 李毅摆了摆手 说道 我不争就是不争了 我当这个开拓队队长 以后就得长时间待在那边了 家里怎么办啊 难道把老婆孩子也接过去 就算我愿意 职委会愿意吗 动动脑子吧 南非和新华夏还好说 但是 大明绝对是敏感地带 任何去那附近上任的春月仲啊 都会被严格审查 家人是铁定不能在他身边的 你就看着吧 那个开拓队队队长啊 肯定会经常变 没有人会坐得长的 桑凯若有所顾的点了点头 正待在说些什么呢 那边的两个女人 已经在喊他们去野餐了 李懿和桑凯两个人 立刻自觉地终止了交谈 起身走了过去 野餐很丰富 有美味的东岸大脚山羊肉 有鲜嫩的拉巴拉塔小牛犊肉 有南非的黄牛肉 有新华夏驼峰牛肉 有鸭子湖的特产野鸭 有深海的雪鱼 有罗夏湖附近闻名的大虾 还有清脆欲滴的蔬菜 和可口的各类水果 平铺在地面上的餐布上 还摆放着两瓶香山甘虹 和两瓶河中大驱 以及一些高价进口的 法国葡萄酒 这是一场典型的 东岸上流社会的春季野餐 平民们平日里 只能吃一些便宜的 本地土豆和南非高粱 隔山差五的 再买上一些鱼虾海鲜之类的 开开浑形 至于说肉嘛 除了最便宜的拉布拉塔牛肉以外 其他的都得左考虑右考虑 才能下定决心 买一点回家去尝尝鲜 几位仆役正在一旁忙碌的 李懿和桑凯两个人的勤务兵 则给大家搬来了椅子 暮春的罗夏湖畔天清云淡 碧蓝荡漾的湖面上 吹来了徐徐的清风 云中似乎还夹杂着 一丝丝悠远的歌声 那是罗夏湖内打鱼的云民 在唱着小调 天空下正在野餐的男女老少们 不时爆发出欢乐的笑声 男主人们制服鼻挺 女主人们身态优雅 兴奋的小孩子们 瞧脸子红扑扑的 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朱大和和安德森两个人 一前一后 周赛正在铺路的铁路线里一侧 这是他们 待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 因为这段铁路 在今天正式开始了运营 而他们这些 被轮番抽调过来 修铁路的机关工作人员 也到了返回各自单位的时候了 这并不是他们之前 曾经修筑过的棉梅县 及棉农乡到梅林港 那条路 早在去年年底就修筑完毕了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交通部在取得了支北会批准了以后 决定将棉梅县的铁路 继续向南延伸 经过兵番堡以后 直抵罗洽港码头 这多延伸出的六七十公里铁路 与原本的八十公里连在了叶起 便成了纵贯华夏东湾共和谷 南部地区的一条路上交通动脉 而交通部也正式地将这条铁路 命名为罗梅县 该铁路全长将近一百五十公里 共设有罗洽港 兵团站 棉农乡 镇远站和梅林站五个车站 以后可能还要再增加一个站 将南方人烟稠密的首都地区 西岭地区 伊河地区 通过内陆发达的河湖水系 与北方的鸭子湖地区联系了起来 从此再也不惧敌人的海上封锁 诸葛 你今天回去吗 恩德森无聊地贴着铁路边上 散落了石子 瓮声瓮气地问道 是啊 今天就回去了 周大和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 一边朝着铁路旁边的一家小店走去 小店是红砖青瓦的尖顶房 孤零零的矗立在这铁路站的几间房屋的对面 其中一共三间 一间铺面 一间库房 和一间卧室 典型的东岸风格 店主是一个满面风霜的法兰西人 坐在柜台的后面 一边喝着茶 一边翻看着乏善可掺的账本 兵团堡并不是什么繁华所在 这周围也只是居住着 稀稀落落的百来户 种植棉花 养殖山羊的农民 这样一家小店开在这里 生意可想而知了 因此 周大和实在是不知道 这个店主整天有什么账号算的 周先生过来了 还有恩德森先生 店主笑眯眯地说道 周大和和安德森 在兵团堡的附近 挖了有一阵子排水沟了 也来店里买过几次东西 因此和店主还算相识 这个店主名叫卢卡鲁伊兹 是一名殷商退伍的老兵 曾经长期在南非地区服役 后来还参加过本土 镇压瓜拉尼人的战斗 作战勇猛 得到过上级的多次表彰 后来 在一次和瓜拉尼人的战斗当中负伤了 足小腿无奈皆知 被迫退伍 如今的这家小店 就是军部为他安排的 货员从不用他操心 定期往军团堡 运送各类物资的轨道马车 会将货物 为其从大城市里烧来 价格也是经年的低点 算是军部给上三人士的一种福利 店主九岁的儿子鲁安 正在库房与铺面之间来来回回 用他的税嫩的双手 不停地搬远着东西 他来自民国的母亲 也在一边帮着忙 这个来自海门的年轻女人 一看到周大和进来了 便笑着招呼道 小周来了呀 要给媳妇买东西呀 嫂子在忙呢 周大和也连忙笑着答应道 我来买些棉布 糖 还有盐 马上就要出远门了 我想临走之前啊 给家里支办旗这些玩意儿 鲁伊兹听了以后 也叹了一口气 唉 你的女儿刚刚出生 还不到三个月 就要叼你去新华夏 那么远的地方 听说那边还挺热的 疾病也很多 总之你就好自为之吧 去那边熬上几年 争取混个一关班职 再叼回来 也不忘吃这一番苦了 嘿嘿 我会努力的 周大和傻笑了几下 其实他哪里是要调到新华夏地区 他其实是被抽调到了黑水港那边 离新华夏 简直有十万八千里之有 之所以告诉鲁伊兹等人 自己要去新华夏 主要还是因为这上头 对外的宣传口径 就是调任西北肯治银行 新华夏分领处经理 其实他的真实职位 是西北肯治银行 黑水分领处的经理 上头易于在那边通过经济手段 逐步渗透 拉拢 控制当地的那些 枯叶岛野蛮人 以更好地被东岸人来服务 因此呢 西北肯治银行 作为国内的第一大金融机构 自然是要去打闲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尔弥猴 第二百一十一章 黑水港这个地方 初大河以前没有去过 不过他最近参加了一个 由国家情报总局组织的培训 很是学习了下这方面的知识 因此呢 他很快便知道这个地方啊 倒是离他当年逃离的大名 尽在咫尺 有些时候啊 他不得不承认 命运一直在拨动某些人的诡计 要买什么自己调吧 鲁伊兹朝着货架上挪了挪嘴 说道 周大河点了点头 直接到货架上拿了一款叠好的印花棉布 说道 我就要这个了 多少钱呢 还是老家哥 给两块两脚钱吧 鲁伊兹瞟了一眼以后 便说道 这款棉布啊 正好是一匹 刚拿过来的新货 竟价是两元整 目前这市场上很畅销 因为这种印花布的上面 这颜色很鲜亮 色泽很深 比以前的那些棉布的花色啊 又上了一个档次 这样好的棉布 在欧洲据说能卖到四元一匹 而且还供不应求 每一次运送布匹的传值 一到波尔多 李沃纳和士迈纳港 便被一抢而空 纳行情火爆的呀 让那些英国 荷兰 维尼斯不批省人们 恨得牙痒痒 吹上布的颜色能这么好 据说呀 还是因为北方化工厂 生产了一个叫什么 硫酸纳的东西 帮了大忙 求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很多以前没法染上棉布的染料 现在也可以染了 而且色泽鲜亮 均匀 很受消费者们的欢迎 这怎么行呢 朱大和先是一愣 随后 很快从兜里掏出了两个一元银币 和一个五角银币 放在柜台上面 说道 这怎么行 两元两角是以前的老印花布的价格 这是新布啊 无论是花色还是质量 都比以前好很多 国营商店的净价就是两块二 大叔 你这是不挣钱了还是怎么着啊 大叔 我的金价就是两元 我还挣了你两脚钱呢 别废话了 说两元两脚就是两元两脚 咋了 看不起大叔吗 大叔如今不缺这些钱 还没有落魄到去荣军农场混日子的地步 鲁伊兹满不在乎地说道 他说的荣军农场啊 位于兵团堡东北方二十公里处 一处小河畔 在后市的四月十九日镇附近 离大鱼湖倒是不远 不过 其在行政区画长却是属于西岭地区 该地名叫荣军农场 顾名思义 自然就是养殖一群伤残退伍的军人 这些伤残军人大约一百余人 基本上都已经成了家 政府给他们那里免费宜人分了三十亩地 做了大量的牛羊猪仔什么的 这些伤残军人 每个月拿五元钱的伤残补助 一定就是二十年 闲暇时光呢 在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有些人还雇佣了一些越境过来的 东南欧人 刮兰尼人什么的 来种地 收入倒也不错 军部对这些人是相当的照顾 前些年 这军政部 抑郁给那些被荣军农场雇佣的偷渡客们 上正式的户口 并要求提高他们的工资 不过啊 后来遭到了军部的横加阻挠 此时便谎掉了 这些偷渡客后来又多干了一年 才获得了正式的身份 此次罗梅县铁路的修建 通过荣军农场附近 本来呢 交通部以其居民稀少的原因 不愿在那里设置铁路站 不过 后来文职消息的一群囚疤们 立刻就砸了当地施工的交通四局项目部的大门 被迫无奈的交通部 最后只能是西式宁人 竭定在那里修建一个铁路站 两个人正在纠缠不清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一辆客运轨道的马车 稳稳地停在了兵团站的站台边上 一名穿着天南色海军军服 头戴统型海军军帽的中年人下了车 紧随他身后下车的是一名小男孩 该小男孩黑发闭眼 头戴大杆帽 身穿着墨绿色的军服 脚踏牛皮靴 一看便是附近冰潭堡的学生 鲁岸 我来了 我们一起回学校吧 小男孩站在车间大声喊道 正在店里忙活的鲁岸 本身丢下手中的棉布 将一般窜出了店门 大声回应 李泽民 我等你好久了 要是再晚一会儿回去 我就要被教官罚站了 朱大和正在错愕间 却听到鲁伊兹脸上一喜 说道 是李毅 李长官 他来这边送过几次孩子 还和我聊过天呢 他是个很随和的人 也很慷慨 每一次都会把站里边的大头 留给手下的兄弟们 虽然他是海军 但真是个很不错的人 唉 可惜你是去新华夏 要是你去东方海水港那边 就能在李长官的手底下混了 可惜啊 你没这个福气 大叔 你知道黑水港 朱大和有些愕然 当然了 你当大叔是什么人呢 大叔的消息灵通着呢 当年几个一起凭杀过的老兄弟们 如今就去了陆军第102连 当了军官 最近 他们就在附近进行野外的拉链 据说不久以后 就要登船去黑水港那边了 鲁伊兹一脸不屑地说道 说着说着 他脸上竟然起了一丝缅怀和伤感的神色 嘴里依旧喃喃地说道 李长官是个好人啊 好人 当年我们一起去加勒比的时候 又是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了 罗拉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家中 姨妈安妮还没有回家 最近呢 欧洲那边战事正列 各类军事品订单飞涨 所有厂子都在加班 比如姨妈安妮去的那个 据说是由几名陆军高级军官 开办的皮具加工厂 最近啊 就已经连续加班了三个星期 说是为了完成给西班牙人的 大批弹药包 皮靴的订单 说到姨妈的这个工作啊 还是那位情报局的探长 新左卫门先生安排的 这个东方人 虽然看起来一副冷漠的模样 但其实呢 却是一个热心人 以前帮着自己把那个海盗邻居 送去马岛是一次 这一次帮着姨妈解决工作 又是一次 事实上啊 卢拉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新左卫门了 那个行走在阴影当中的情报分子 最近似乎是很忙 一直在追查大鱼河军工造船厂 及其泄密事件 卢拉隐隐约约的听说了 国家情报总局 在厂里隔离审查了十几个人 最后逮捕了其中三个 并降低了五名卑规 透露信息的技术员的 级别和薪金 说起这件泄密案 卢拉作为大鱼河船厂的 新一代技术员 也隐隐地有所耳闻 大概的经过就是 一名技术员 同时也是荷兰间谍 在向外传递国内的超永号 快速巡洋舰的各项数据的时候 遭到了早就对他有所怀疑的 情报人员的破门而入 两名正在街头的荷兰间谍 被当场拿获 经过审讯 这名隐藏在大鱼河船厂的 荷兰间谍 承认他接受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佣 且之前 已经向外成功地 传递过一次情报了 即东岸人早期设计的 洋武级快速巡洋舰的设计参数 厂里爆出了这种大丑闻 大家自然是没有好日子过了 这不吗 就连平日里一贯低调的罗拉 也遭到了一名情报探查人员的问询 并且 因为之前曾经发生过的某些事情 而被暂时调离了敏感的工作岗位 这令他心里感到很是憋气 因此 在想了很久以后 罗拉还是决定换个环境 听说新华夏殖民店里面的船厂 刚刚开办没多久 急需各类造船人才 而且他们为了吸引人才 给出了丰厚的条件 即每个去那边落户的本土技术人员 都能免费得到一块不超过20亩的土地 而且还容许你再额外购买30亩的土地 何谓是优厚至极 虽然听说那边的土地 大多是一些贫瘠的砖红壤 种地的话可能出产不会太多 但是你可以选择在家前购买一些林地啊 行不说那些林地上 生长着价值连城的树木 就算是没有大用的灌木林 清理一番野后 也可以种一些果树 茶树什么的 以国内如今高速发展的经济 以及国民们日渐提高的收入水平 这些投资啊 以后一定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听说那边引种了东方的荔枝树以后啊 本土的很多贵族 就开始撤资在那边购地 然后准备雇人种植这种热带水果树了 比如南非河中堡的某个 佩罗拉扎了很多次稻草人的开拓队的队长 就联合拓里柴里 维维安尼两个人 在新华夏湾里 购买了一座方圆数百米的小岛 开始种植一些花卉果树 并且养殖蜜蜂 听说啊 他们联合建立的钟表厂 在国内生意相当的火爆 因此呢 购买这么一座 没什么开发价值的小岛 根本就不差钱 不光如此 这个家伙啊 还吸引到了法国图鲁兹兰爵的儿子 弗兰克 一起投资新华夏殖民地的玉米深加工 及酿酒行业 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 当初决定招募罗拉进场的副厂长 在听说了罗拉的想法以后 在挽留无果的情况下 干脆大胆的劝他到远东的黑水港去发展 因为啊 听说那里前期也要建设一个修船所 有了修船所 以后再升级为赵船厂 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因此 在修船所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 就先别人一步挤进去 等到以后那边的规模越来越大 技术人手越来越多了以后 你的地位自然而然就水涨船高 到时候再想办法调回本土任职 这可比你跟一大群人 即在国内的三家船厂内混日子 熬资历要强得多了 罗拉略加考虑了以后 便同意了这个提议了 在他的想法当中 新华夏和黑水港什么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反正都是很远就是了 听到他的回答以后 这副厂长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黑水港要修建船锁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交通部向下辖的三家船厂 大鱼河厂 镇海厂 现代厂 谈派技术人员和工匠 要求每个单位都要出数人 以把黑水港那边的架子搭起来 在本土生活的很滋润的技术员 和高级工匠们 如何愿意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工作呢 一个个都拿出很多理由来推脱 而罗拉呢在这个节骨眼上 竟然主动地要求去海外殖民地战职 这种送上门的好事情 副厂长如何会放过呢 因此一番忽悠以后 便将罗拉忽悠到了远东的黑水港 一座尚处于蛮荒当中的城市 嘎吱一声 大门被追开了 一下子从遐想当中惊醒了罗拉 转头朝外看去 只见安妮姨妈跨着一个菜篮子走了进来 篮子里放着很多充满了兴气的大虾 罗拉知道 这虾的味道这么重 姨妈多半又是去荷兰人那里 买了一些便宜的死虾 虽然已经跟她说过很多次了 不差钱 但是 安妮姨妈一直是习惯买一些便宜菜 偶尔买一次昂贵的面粉 都心疼得要死 罗拉对此也相当的无语啊 亲爱的罗拉 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 姨妈一进门就开始嚷嚷 我遇到了伯格丹 对了 就是那个阿尔巴尼亚人 他现在啊 是副警长 听说是因为 在全县的巡警系统比武中 获得了第二名 因此被提升为了副警长 而且据说 他马上要被派送到 远东的黑水港 去担任派出所的代理所长 和你是同一个地方 我已经拜托他 多多关照你了 听着姨妈连珠泡水地说了一大通 罗拉性质不高的欧勒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但是 她想了一想 又提醒姨妈道 安妮姨妈 以后在家的时候 尽量不要再说法语了 如果让连续听到了以后 报上去的话 那些风气警察 又会找上门找麻烦的 哦 对了 他们现在不叫风气警察了 已经被划入了军队编制 改叫宪兵 他们口中的伯格丹 自然就是以前 镇远乡派出所的协警伯格丹 此军因为在与高桥马匪的 常年战斗当中表现出色 至今已经是击毙三人 夺马树匹 因此在去年的时候 被县警察局批准转正 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巡警 不过这人的运气一旦来了 那便是挡也挡不住 在今年的全县巡警系统的一次比武当中 伯格丹表现出色 获得了亚军 因此呢 很快被提拔为了副警长 并且被分排到了远东的黑水港 以副警长的身份 主持一个派出所的工作 可以说啊 如果出不了什么岔子的话 几年以后 伯格丹把头上那代理两个字拿掉 并融赏为正式的警长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至于说这伯格丹和罗拉等人的结识 这事还要追溯到几年前 当时这个穷困落魄的阿尔巴尼亚汉子 刚刚越境偷逃到了东岸 身无分门 以在城外为人收集牛羊粪便为生 当时还在学校上学的罗拉 有一次看他可怜 曾经失守过他几脚前 后来伯格丹离开了东方港 前往镇远相谋生 罗拉便也渐渐地忘却了此事了 只是没想到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阿尔巴尼亚人穿了一身巡警制服 特地从镇远乡赶到了东方港 连本带息地还给了罗拉一元钱 至此大家才知道了 伯格丹已经是时来运转 所谓英雄莫问出处 这个曾经和土耳其人 战斗过多年的阿尔巴尼亚人 在东岸这种不看重血统 为财事举的体制当中 便如是追处囊中 很快便脱颖而出 出人头地了 今天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了伯格丹 而且听说既要前往东方黑水港任之以后 不放心罗拉孤身一人赴任的安妮 便拜托伯格丹 帮忙多照看她的侄女 伯格丹自然是一口答应了 她这个人恩怨分明 人家曾经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过自己 那么现在自己在能力所及的氛围内帮人家一把 又算得了什么呢 小事一转而已 两个人说完话以后便又聊起了别的 比如什么东方港码头 又有一批名人从新华夏地区坐船过来了 比如这近几个月以来 皮具加工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以至于大家的加班工资也是大大的增加 比如今年北方的西湖堡 大风堡出产了第一批粮食 国内原本高高在上的大米 面粉价格应声而跌 比如从南方徐京港运过来的一批 落马毛制作的高档面料 摆在城内的国营商店出售等等琐碎的事情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准备着晚餐 油焖大虾 咖喱豆腐糖 土豆炖牛肉 高粱米饭 当香喷喷的饭菜摆放到巴拉纳松某 制作的餐桌上以后 罗娜又在姨妈心痛的目光当中 点燃了一只俄罗斯进口的高档蜡烛 然后两个人便坐在一起 开始享用晚餐 自己很快就要去远东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罗娜很珍惜和姨妈在一起的时光 莫名最近很是郁闷 非常的郁闷 他被人摆了一道 准确的说是被很多人联合起来摆了一道 尤其是那些文官系统的白衬衫们 白衬衫是代指文官 因穿白衬衫而出名 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触动了这帮家伙的敏感神经了 这些人竟然联合军部内的一些对自己不满的势力 在执委会的出位委员面前不断的挑唆 最后竟然硬是将自己从南非开拓队队长 南非保安司令 南非驻屯军司令等位置上给拿了下来 据说自己接下来的职位就是 北边那个刚刚成立没两天的郑海县的县长 真是岂有此理 得到消息的莫名 当场就拔刀将办公室当中的桌椅 名贵皮毛油画 象牙视频等物件 砍了一个奇灵拔落 这才稍稍地消解了一下心中的怒气 文迅赶过来的一杆子铁杆 如刘昂 肖白土 莫大中 利昂尼德 萨瓦尔多 孙盛军等人 也是群情激愤 纷纷扬言要天诛国贼 将那些坏事的白衬衫 和军部里面的非民国们 一一的诛厨 让秉持正义的国家力量同盟会的志士们 上台指正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IFM出品的 穿越1630之 崛起南美 作者 孤独迈克 演播 六耳迷猴 第二百一十二章 听到这帮家伙嘴里说出的 明显带些气化性质的发泄之言以后 莫名反倒被他们气乐了 他拍了拍他们的肩 然后又看了看微微缩缩 躬身站在门外的八级贵人们 看到这些平日里 各自部落里面不可一世的 各旗的酋长 副酋长 克拉尔 勤护们站着兢兢的模样 莫名的心中 反倒是生出了一股豪气 这TM是老子见底的地盘 我一发怒 便是这些平日里 掌管的数千人的大球 也要吓得匍匐在地 甚至连远在南边那些荷兰人 也要紧张地睡不好觉 整个南非两座城池 四五前代人口 数家企业 数十存庄 数百军事 上千了民兵 哪个干部不是自己亲自认命的呀 哪个军官不是自己亲自提拔的呀 难道这一切 就因为自己离开了 就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吗 当然不会了 男人做到这一步 还有什么可遗憾呢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自己如今地也有了 钱也不缺 和人合股的工厂 生意也是红红火火 再加上有着一帮子 志同道合的伙伴 自己的地位也很稳固 即使一时失事 总还会有再起来的机会嘛 只是自己的心中啊 总是还有那么一些不爽的地方 以至于自己看到那些白衬衫们 总是有一股抑制不住的火气 在晚上生 算了 莫名长舒了一口气 打开房门 来到凉台上面 此地是三套台乡 莫名的夜间 战地极为广阔的湖边别墅 就建在这里 望远望去 前方是碧波万青的鸭子湖 湖畔是浴浴匆匆的树林 而在前方目里所及之处 则是一片片连绵的建筑物 那是对岸海港的城区和厂房 这座以造船及其配套产业 为核心的城市 如今在华夏东安共和国的 经济政治版图内 越来越重要了 就在上个月的时候 执委会刚刚批复了 成立镇海县的决定 该县制所为镇海镇 夏侠和口堡 香山厢 三炮台厢等地区 全县如果不算 即将签注的大量新移民的话 全部这一镇二厢 医保的人口也达到了七千余 在国内仅次于首都东方县 和北方重镇平安县 算得上是一处繁华所在了 莫名这栋别墅建得比较早 当时三炮台厢这边 还是一片荒芜 除了一座海防炮台以外 便到处都是灌木丛和枯枝败叶 因此呢 他花费了很低廉的价格 便买下了很大的一块地 然后开始在此地大兴土木 修建起了一座极为豪华的庄园式别墅 按照一些流传的小道消息 接下来啊 自己将是湖对岸的那座港市城中心 最高的一栋三层半的小阁楼 县政府的主人 而这也是那帮子白衬衫们 帮自己预定好的位置 郑海县是物资委员邵舒德的传统地盘 当初就是他在鸭子湖的流域开拓 修建起了平安镇和郑海港 这两座鸭子湖南北两侧的明珠城市 如今呢 在郑海港主政的 便是他当初的镇物秘书 川越众伯森 身为郑海港镇长的他 内心之中一定非常的渴望 如同是当初的平安镇的镇长前后一样 以镇长的身份 担任新成立的县长的职务 而中央委员会的邵舒德邵委员 对此也是乐见其成 只不过如今的局面 在一帮子白衬衫的操纵下 似乎有了一些小小的偏差 原本这飞扬跋扈的南非开拓队队长莫铭 被强行拿下 转而调阵的和军部势力 一贯走得很近的邵舒德一系 志在必得的镇海县县县长的职位 对此呢 最郁闷的呀 应该还不是莫铭 而是那个胖乎乎的伯森伯镇长吧 毕竟之前这里由他担任县长 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 可是没想到啊 猪熟的鸭子会飞 这心理落差可是可想而知的呀 莫铭不厚道地笑了笑 不过这事情还没完呢 那帮子白衬衫呢 也为自己操纵了一切 殊不知啊 事情还没有变化呢 而且 差不多在这两天里就会有了结果 自己倒要看看 那帮子白衬衫 到时候郁闷的嘴脸 正在这时 莫铭的秦武兵 突然敲了敲他的房门 莫铭走过去打开房门一看 原来有一封自己的信件 原本呢 以前跟在自己身边 处理这些信件的 都是自己的义子莫大忠 不过 在自己得知即将卸任南非开拓队队队长的职务以后 莫铭突击地任命了一批干部 其中就有他的义子莫大忠 这个年轻人被他派到了高达堡地区 担任保主和武装部部长 同管那里的军事政务 何谓是少年得志 在挥手上秦武兵退下去以后 莫铭拆开了信件 这是他的好友 担任陆军部长彭志成秘书的 传越众梁健所写 梁健在彭志成的身边 担任秘书多年了 结识的人耐很广 因此呢 消息一贯很灵通 信件的内容很简单 大意就是 莫铭极力争取的黑水开拓队队长的职务 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了 请他放心 此外就是 黑水开拓队此次啊 不在于抢占多少地 抢多少资源 其主要任务还是抢掠人口 越多越好 这都是预料当中的事 莫铭继续往下看 下面讲的就比较琐碎了 比如关于此次出动的主力 为陆军第102连 配属875市一个营 和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连 加强为八门火炮 莫铭算了一下 这兵力已经一千好几百了呀 直委会和军部 果然是下了本钱的呀 875市一个营 大概是七八百人 这还是莫铭接连上半年 理清了八级军制以后 新设立的单位 八级五市在经过这一年的 急速扩张以后啊 目前光南非的人口数量 就达到了两万八千余人 其中轻壮年男性 便超过了一万 为史上最多 莫名深感原本这八级 以部落为作战单位的军制 太过混乱 比如人丁多的部落 一个克拉尔率领一两千 人丁少的却只有三四百 相差极为悬殊 实在不利于排兵布阵和指挥作战 为此呢 他给八级部落 立定了一个巡的军制 在这个新军制当中 全部的六千余名 获得了五十头衔的八级兵 被编成了一个鞋 即八级新建陆军第一鞋 第一鞋斜下三个标 为第一标至第三标 每标下辖三个营 每营下辖三个哨 每哨的标准兵力为两百五十人 一个营便是七百六十五人 韩传领兵 掌旗手 古号手 火夫等等 这些个武士 平日里依然是分住各级 但是定期进行训练 单操 合操 会操 一如既往 如今又加上了 以营标为单位的对抗演练 以最大化的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此次挑选的八级新军 为建制相对完整的第一标一营 由标筒刘忠亲自兼任营管带 跟随东岸人出征远东的黑水港 对于刘忠这个人呢 莫名还是很熟悉的 木讷寡言 但是有这股狠劲 曹炼杰手下来也是丝毫不讲情面 这个时代的黑人正处于奴隶社会早期 心性淳朴 勇猛好战 远不是后世那些烂泥扶不上墙的黑人能比 再加上东岸人持续了多年的 从文化到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细心调教 目前呢 他们在欧洲已经是一股相当先进的力量了 其军队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 他们的武器呢 主要还是以长矛军刀为主 服役少量的弓箭手和炮兵 其中每个弓箭手和炮兵都能分到一套皮甲和一把军刀 而长矛手则统一分配了藤帽 铲子新华夏 胸甲 裙甲和壁铠 武备可谓是精良之急啊 有了这一千多兵力 那么大批的这后勤补给物资自然是不能落下了 为此呢 本土调集的远航船队规模极为庞大 包括南海运输公司的两艘敌行运输船 四艘多功能探险船 一艘武装运输船 和一艘快速巡洋舰 到了新华港以后 东非运输公司的一艘敌行运输船也加入了进来 这便是九艘船制的规模 可谓是东岸人史上规模最大的船队了 信到了这里 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下面都是一些八卦消息 莫名也无心在看了 在将信件仔细收好以后 他谢绝了访客 专心宅在家里等待消息 11月30日 执委会中央人事处的七方平七大处长 便亲自登门拜访 在一番叙旧以后 面色复杂的他 正式地将黑水开拓退队长的任命书 交到了莫名的手中 1642年12月10日 镇海港码头 西南峰三级 小雨 身着一套深蓝色上衣的莫名 站在水泥浇筑的永固码头上 一边等待着码头工人们最后的忙碌 一边和前来送行的物资委员 少数德散着布 两个人都没有打伞 任凭细碎的乙滴 滴落在丹包的外衣上 最近首都那边暗流涌动 各路牛鬼蛇神都钻出来了 没办法呀 过两天就是换届选举的日子了 到了年底 我们这些政府就要解散了 我们也将让位给新商人的一拨人 所以啊 最近那边的水有些深了 一些洗牌动作也相当的剧烈 很多人都被调离了岗位 呵呵 包括你 少数德拍了拍莫名的后背 笑眯眯地说道 我不放心那帮人 我怕他们上台以后 会把国家搞坏了 莫名皱着眉说道 内定将担任支委会主席的刘维民 我不担心 他为人比较低调 也比较卧实 但是我不放心其他人啊 那些人没什么全局经验 一旦掌握大权 我怕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破坏国家的稳定啊 我说你啊 都是一脚被踢到远东的人了 还担心这担心那干嘛呢 我们这帮的老家伙退下来 但还没死 如果谁想胡来的话 也得看看大家答应不答应 是不是啊 少数德笑了笑 隐晦地说道 莫名也没有再说话 只是有些迷茫地 看着微有波澜的虎面 关于你这次被调离南非开拓队的事啊 你也别怪老鹏他们没替你压下来 他也不容易啊 这次这么多职尾下台 老鹏的面子现在也不好使了 一些要新上台的人并不买账啊 哎 都说安插自己人 你小子也是 那么着有 托里差里发明了百中 你就和他一起开场 日金抖金不说 还那么高调 你是不知道那些人 有多嫉妒你啊 我们平时不知道 帮你小子当下多少案件 你小子啊 以后收敛点吧 少数德顿了片刻以后 又说道 哼哼 我都想象了出来 平时是哪些人 在说我的坏话 不就是那帮子白衬衫吗 看我的钟表厂挣钱 一个个都想来分一杯羹 想要入谷 操 当老子是尼尼的菩萨吗 要是在南非啊 我早将他们一捆 扔到鳄鱼嘴里去了 什么他妈玩意儿嘛 莫名一面冷笑 一面不屑地说道 你这性子呀 该改改了啊 少数德稍微加重了一些声音 正思道 再这么嬉皮笑脸 一起用事 我跟老鹏他们以后 怎么放心把权力交到你手上啊 你这性子呀 就该有人来管管 啊对了 你咋还不结婚呢 上个月 你不是刚满31岁生日吗 赶紧找个人结婚啊 前阵子 弗兰克 不是要把他最小的一个妹妹 介绍给你吗 你咋又不答应啊 人家好歹是法国 十权难绝的女儿 家子巨万啊 你咋就这么挑剔呢 你看看你那胡鹏狗友 弗兰克 比你大不了几岁 孩子都一大堆了 最大的大女儿都快15岁了 靠 你不会再等弗兰克的女儿结婚吧 说什么屁话 莫名满脸的黑线 有些不满的说道 我这不是没看上的人吗 急什么呀 我才31 再过几年也不算大 到时候 国家实力强盛了 地位提高了 以我这条件 什么样的女人讨不到啊 怕是那些欧洲大贵族家庭出身的小姐 都要哭着喊着来嫁给我 所以我一点也不急 你看咱们当中那些结婚早的 取的都是一些普通人 结婚稍晚一些的 取的都是附近新大陆土生白人家庭里面的女儿 要么就是法国 意大利和我们有生意来往的商人 小贵族的家庭女儿 等到过几年我结婚的时候 怕是就连欧洲国家的公主都能娶到了 是啊 那些常年不惜早的公主吧 少淑德难得的业余了一句 那我也要 那些公主的嫁妆都很丰厚 说不定啊 还带一块地呢 我这么精明的人 当然得投资这种人了 相反 你们这些老男人都没这个机会了 莫名反唇相及 几名打着雨伞的行人 从两个人面前慢慢的走过 莫名随便一扫 便很快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他又有些记不起来在哪见过了 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清秀少女 看起来十七八岁的样子 穿着一件船厂技术员 标配的灰色宽松衣服 将他那凹凸有致的身段 包裹在里面 他走得很急 看起来很慌张的样子 不时用圆角的余光 瞟一下站在路边站桥上的莫名 哦 是他呀 是那个人的女儿 莫名恍然大悟一般 回忆起了这个 如同是小鹿一般 惊慌逃走的少女是谁了 只是 难道他也要去黑水港 真是勇气可佳呀 好了 不跟你扯别的了 我得去检查补给物资了 莫名和邵朱德最后握了握手 然后用右手比了一个威的姿势 威笑着转身 朝着货船走了过去 他的心情突然变得很是愉快 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南海运输公司的两艘敌行运输船 一艘满载武器弹药 另一艘 则满载着郁寒的衣物 布匹 酒类 烟丝 皮具 染料 铁锅 刀具 农具 鱼网 铁皮炉子 蜂窝煤 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货物 另外被调来了一艘四百吨级的生意人号武装运输船 这装了满满的一船粮食 大部分是小麦和稻谷 还有少量大豆和土豆 除了这三艘船以外 四艘多功能探险船 也沿着镇海港二号实质战桥 依次排列开 这几艘船上 除了装载了许多备用帆布 船板 武器 舰炮 蒸汽机零件 燃煤和建筑材料 需要运输至须京港以外 总计超过了650名各色人员 陆军地102连 240名官兵 及大量技术人员 炮兵 以及200名输送至须京港的法兰西移民 也被安置在这些船的船舱内 当然了 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乘客 等船队到了须京港以后 还就要装载一批军马上船 输送到南非地区 毕竟 现在东南共和国的海上运力极为紧张 每艘船只的货舱 都必须要充分地利用好 海军这一次 只安排了一艘洋五号快速巡洋舰 来参与护航 这也可以理解 出发的这么多船只当中 真正没有战斗力的 其实也就是南海运输公司的 那两艘运输船罢了 此外 无论是四艘多功能探险船 还是那艘曾经缴获着英国人的武装运输舰 都是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火炮 遇到敌人的时候 不至于全无还手之力 一切都确认无误以后 莫名和码头官员完成了交接 然后便登上了福多号多功能探险船 在与旗舰 由李毅海军上位指挥的 展波号探险船 用旗语沟通完毕以后 这支由八艘船组成的 回眸巨大的船队 在大量的码头工人的注视下 依次离开了镇海港码头 转向南方 朝着须京港而去了 12月2时 顺着这拉布拉塔海岸 航行的东岸船队 抵达了波涛汹涌的 徐京港外海 猛烈的西风 将围杆上的旗帜 吹得呼啦啦作响 面对着汹涌狭窄的水稻口 大家小心翼翼地操控着船只 花了足足半天时间 才一搜搜地 依次完成了进港 将不大的徐京港码头 停了一个满满当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 离开了 听众朋友